蓝星、龙国、精灵士 市郊的广场上 此刻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一群人 他们的脸上或紧张或兴奋 各种复杂的情绪夹杂在其中 广场最前方的位置 站着几个人影 一个西装挺拔 是精灵的市长 另一个穿着随意 年纪与这些人相仿 但市长等人对他却是极为恭敬 不知多年以前 神迹降临蓝星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无数人穿越到意识 获得无穷力量 眼下下一次穿越的时间即将到来 据可靠消息得知 这一次的世界是领主世界 下面请陈先生为大家进行科普 市长让出身位 对着身边的年轻人客气地笑着 这位年轻人上会前一步 清了清嗓子 开口说道 大家好 我叫陈锋 是上一次领主世界的获胜者 我长话短说 所谓领主世界 诸位会觉醒属于自己的专属兵种 开疆阔土 攻城掠地 成神 永生 财富 那里有你们想要的一切 而你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和其他未免的人类共同争夺 胜者拥有一切 而失败者 只有死 广场中央名叫陈锋的男子 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而此刻的人群 却是早已经躁动起来 人群的最后方 麒麟听闻这一切 内心同样也激动了起来 今天 是他穿越到这里的18个年头了 他一直以为 这里与自己之前生活的蓝星 没什么不同 如今看来 倒也不尽然 不过只有这样才有意思吗 成神 永生 谁不想要 正好 他在这个世界并无牵挂 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 不知道这次的穿越 会不会抽到自己 就在麒麟思索之际 他的余光突然瞥见 远处的马路对面 站着一位白发少女 他亭亭玉立 长发如铺 麒麟不是没见过女人 可对方给给他的感觉 就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 二次元少女一般 在他扭头看对方的同时 少女也正好与他四目相对 再一眨眼 对方已然消失不见 奇怪 是错觉吗 麒麟揉了揉眼睛 那里出了时不时往来的车辆 根本什么也没有 这一次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召化而去 又有多少人能够成功活下来 这是一场机缘 亦是一场劫难 英雄不问出处 富贵当思缘由 广场中心的陈锋 还在激励着众人 但此刻的麒麟 俨然已经听不清 他在说些什么了 周围的一切 开始变得模糊 整个人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失重感 直到所有的一切彻底变得漆黑 他只感觉此刻的自己正身处无限虚空一般 这熟悉的感觉 与十八年前一模一样 我要穿越了 欢迎麒麟领主进入万族战场 您的领地位于领主万岛 岛屿编号000526 随机抽取兵种中 您的兵种是 农民 随机抽取领主神通中 您的神通是 道则化身 道则化身 主动技能 技能简介 您的化身拥有转变自身种族的能力 生命共享的同时 且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领主万岛将持续受到保护 阻挡本土种族的入侵 直到将其整合 恭喜您获得一块领地 当前等级 低级村庄 眼前的提示一闪而过 麒麟的双脚也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四名穿着破烂的农民 当即向前一步 纷纷跪拜 拜见领主大人 而此刻的他 却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自己面前的这几个乞丐模样的家伙 不仅仅是领地内的农民 更是自己的兵种 不是 我都穿越了 这种情况 不应该是主角吗 谁家主角的兵种 不是各个吊炸天 怎么到我这就变成农民了 起来吧 起来吧 麒麟声无可恋地摆了摆手 然后扭头看向了面前这几栋破房子 没错 这就是他的领地 乞丐加茅草房 堪称无敌的开局 他刚准备上前查看 突然感觉到 裤兜里有异物感传来 顺势拿出一看 顺势什么 他低头一看 只见掌心中是一个黑色的球体 大小如同鸡蛋一般 里面好似有某种能量来回地翻涌着 亡灵本源 拥有非常纯粹的亡灵之力 提示 此道具可配合神通使用 对了 我还有个神通呢 麒麟当然没忘 不过是觉得没用罢了 难不成化身出自己 自己当自己的兵种 先不说自己是个战武渣 就这条件 也不比农民好上多少啊 他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很快便领悟了 这项神通的使用方法 随着心念一动 他的面前也出现了一个 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身影 随即体内的技能 也进入了倒计时 保守估计了一下 至少要到明天这个时候 才能继续使用 看着面前的自己 麒麟不由地 生出一丝奇怪的感觉 他与这具身体的视觉感官 是互通的 并且能控制对方的行动 甚至心念一动 就可以让他直接消失 这与刚刚介绍的独立个体 似乎有很大的出入 但现在哪里是思考这个的时候 因为感官互通的原因 他与自己的分身之间 完全不需要多余的沟通 分身也很自然地 从他手里 接过了亡灵本源 只有身边的四个农民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在他拿到这个道具的那一刻 上面也是 瞬间弹出了吸收的选项 这在刚刚本体的手中 是完全没反应的 毫不犹豫 麒麟按下了吸收 也就是在这时 他感受到 自己与眼前的这具分身 完全断绝了联系 一阵黑色的能量 完全将其包裹 紧接着 让他错愕的一幕便发生了 纤细的手指 白皙滑嫩的皮肤 笔直的漫画腿 白色如铺的长发洒落尖头 最离谱的是 不仅衣服换了 就连身高都变矮了 啊 女孩尖叫一声 发出的却是动听悦耳的女声 而一旁的麒麟 早就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她有些不知所措 拉开衣服看了看自己的领口 瞬间脸红到脖子根 又摸了摸自己的腹部 二弟 我的二弟 第二章 一条特殊的发展路线 麒麟与面前的麒麟 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可以说是毫不相干 震惊的同时 她也已然明白了 自己技能的用法 先前被她召唤出来 与自己完全相同且 心灵相通的家伙 是分身 而眼前 在吸收了某种种族的本源之后 自己的分身会变得独立 也就是介绍所说的独立个体 这是化身 化身与分身不同 不受到麒麟本体的操控 但二者之间 又有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 眼前的女孩 依旧是自己没错 只不过会独立思考 喂 本尊 你给我解释清楚 女孩气鼓鼓地 来到她的面前 为什么我会变成一个女人 还特么是个白毛萝莉 啊嘞 我也不糟啊 麒麟摊手表示 不关我事 不过这不挺好的吗 好个鬼啊喂 我猜不要当弱兽 我要当强公 她还是不能接受 自己变成个女人的事实 此刻女孩气得满脸通红 身体也跟着晃动 好了好了 乖麒麟安慰似的 摸了摸对方的头 但嘴上快要压不住的嘴角 彰显着她憋笑的难受 女孩气得银牙紧咬 我不是小孩子 嗯嗯 我知道的 虽然变成了女人吧 但还是挺漂亮的 麒麟前半句 当然是在敷衍 后半句说的倒是不假 我要是变成一个三百斤的坦克 我宁愿去死 女孩瞪了她一眼 还有 你摸够了没 要不我帮你检查一下身体 你知道你现在很变态吗 你不了解我 六 这种自己和自己说话的感觉 还真是奇怪 因为心灵不互通的原因 她与化身之间 只能语言交流了 严格来说 除了这种因果联系之外 她们其实已经算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了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家伙 可恶 女孩无奈只能接受 自己变成一个女生的事实 毕竟她也改变不了什么 就是苦了自己了 还要承受一个 成为女人的痛 不懂 你们根本不懂 只会幸灾乐祸 所以 我的二弟就换来了你 给我随机了一个农民兵种 女孩想到这里气就不打一出来 自己牺牲那么大 你你你 她白了麒麟一眼 手臂一挥 一把巨大的镰刀 出现在她的手中 然后转头向着领地之外走去了 干嘛去 麒麟的声音自身后传来 发育 难不成指着那两个歪瓜裂枣 她没好气地说道 好好好 敢和本尊这么说话是吧 好在是自己的化身 了解当下应该要做些什么 至于自己呢 就先了解一下周围的情况吧 毕竟刚来这里 什么也不懂 麒麟扫视了一眼自己四周的环境 整片领地之内只有两间小屋 一间是领主大厅 还有一间是这四个农民的宿舍 对了 这四个农民是开局送的 除此之外 还赠送有十枚金币 金币 是召唤兵中所 必须要用到的 浅显易懂 说白了就是钱 至于这送的农民 每个领主 不管他们是什么兵种都会有 农民虽然没有战斗力 但采集 建造 挖矿等等都是 需要他们才能完成的 说白了就是工具人 来到领主大厅之内 不大的小屋空空如也 只有墙上有着一个终端 这是万族战场的终端 用来提供一些 新手帮助和基础功能 麒麟将其打开 一个高科技 透明悬浮的显示屏 展示在自己的面前 上面有着许多功能 例如交易 个人 领地 聊天 等等 这些模块拼接在一起 给了他一种老年纪的既视感 目前只有个人 聊天 领地这三个模块 是亮着的 其他的 都是一片灰色 聊天 麒麟并不想看 这群傻鸟大呼小叫 如果猜得不错 此刻他打开聊天的话 里面一定有一个家伙 在黑我家哥哥 开什么玩笑 开庭记得带上你的冰种 打开个人模块 上面详细的记录者 他的具体信息 姓名 麒麟 种族 人族 等级 零 领地等级 未达到低级村庄要求 无法显示 神通 道则化身 原来初始的领地 还需要建设 才能达到最低要求吗 麒麟恍然 但他随即一愣 因为在等级的 那里有个小问号 且最下方的提示 告诉他 这个界面还可以平移 等级划分 一到九级 超凡 尊王 传奇 圣域 半神 真神 真神之后 是省略号 他仿佛明白了什么 不过目前 距离自己还很遥远 滑动界面 一个全新页面的个人信息 又展示在了麒麟的面前 姓名 麒麟 种族 不死族 等级 同步中 领地等级 暂无领地 技能 亡灵召唤术 暗黑魔法 没错 这是他化身的信息 而且 麒麟又双若卓懂了 自己化身的领地信息 是独立的 也就说说他 也可以像自己一样 成为一名领主 麒麟笑了 这浅显易懂的 介绍无须过阐述 就已然让他明白了 自己该如何发育 什么 我的兵种是农民 不不不 我的兵种 是我自己 至少现在 他还不能让自己的化身 独立出去 自己的领地是没有战斗力的 不管怎样 也得等他拥有了 两具化身的时候 才能这么做 至于如何搞到 其他种族的本源 这也不是他 目前该思考的问题 打开领地 上面瞬间谈出了 自己的领地信息 领地等级 低级村庄 级以下 升级所需 200单位木头 100单位石头 建筑物 领主大厅 民房 解锁建筑 仓库 居民房 召唤所需费用 一金币 召唤十个农民 随着麒麟心念一动 新手大礼包内的 十枚金币 还没到他的手里 就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外面 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 随之凭空出现了 十位农民 拜见领主大人 他们与赠送的 四个农民有些不同 虽然是相同的服饰 但上面没有破洞 也没有泥垢 是崭新出场的 你们现在都到领地外面 去砍树 或采集石头 麒麟当即下令 眼下 抓紧发展才是最为主要的 遵从您的命令 领主大人 十四位农民一哄而散 向着领地之外走去了 三栋破旧的茅草屋面前 也只剩下了麒麟一人 不过安危问题 倒不用担心 整个万族战场 除了会保护诸位领主 免受本土种族入侵以外 还贴心地给每个领主 提供了一个 为期三天的新手保护期 说白了 此刻的众人 都处于无敌状态之中 除了老老实实地发展自己 没什么能做的 十四位农民 发展速度 怎么也得是一般领主的 三倍以上吧 当然 这个前提是一般的领主 若是领主们随机到的兵种 是类似人类的智慧 或者低智慧生物 也是可以采集的 如果是顶级兵种的话 他不敢想了 不过这对开局 是农民兵种的麒麟来说 没有成为 所有领主之中的垫底存在 已经非常不错了 话说亡灵 算不算顶级兵种 他有预感 自己虽然是地狱开局 但凭借着自己离谱的神通 日后定能一飞冲天 第三章 升级领地 温和的阳光洒落大地 这里是一片湿地 气候与蓝星无异 此刻的亡灵化身 也就是麒麟本灵分灵 正行走在这片土地之上 只不过 他的眼神有些忧怨 从他那满是不开心的表情之中 还能看到 一丝对本尊的抱怨 他的脚下 是刚刚自己用用镰刀 砍死的一只野鸡 虽然是普通人的体格 但对付一只鸡 还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 有了这第一个 被他杀死的生物 一切也都变得简单了起来 随着麒麟发动自己的技能 手上的镰刀 立马散发出了一种 灰色的能量 紧接着这只野鸡的尸体 就仿佛得到了召唤 开始凭空抖动起来 随着一阵撕扯的声音响起 一具骷髅撕碎了野鸡的尸体 从中爬了出来 骷髅恭恭敬敬地 站在麒麟的面前 他仰起嘴角 露出了一个可爱的笑容 很好 听我号令 把所有见到的领地之外的 生物全部杀掉 骷髅是最低级的骷髅 他赤手空拳 没有任何武器 当然 也没有智慧 但他是亡灵 具备常规的不死手段 除非自身骨骼 或者灵魂之火泯灭 否则他就是不死的 同时 如同麒麟自己一样 对所有的活物 都有一股厌恶之感 这是种族特性 对此他也没有办法 鸡的生命形态低于人类 所以召唤出的骷髅 不仅是人形 还是最弱的那种 若是能够杀死那些 强大的怪物 他就可以直接召唤出骨兽了 看着骷髅步履蹒跚的走远 麒麟知道 情况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到时候自己这句化身 也就不用亲自出手了 多怪本尊这个家伙 随即到了农民 可恶 可恶 思考了一下 气鼓鼓的麒麟 也拿上镰刀独自出发了 本尊昏庸 我亡灵化身是要取而代之 当然 他也就只敢这么想想 敢说不敢做而已 毕竟 本尊的命 就是他的命 他的命 还是他的命 换句话说 本尊一死 全部完完 而化身一死 仅仅是死了一具化身而已 就是不知道 以后他们这些化身 能不能也和本尊的 生命进行连接 很快 又一只野鸡的尸体 被他斩杀 一道蓝色 能量漂泊而出 缓缓地进入了 麒麟的体内 这是能源 当这些能源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能够让他升级 化身与本尊的能源 是共享的 也就是说本尊的上限 决定了他的上限 这是 由他亲自击杀 能源是百分百获得的 若是由兵种击杀 那他就只能分到一丝能源 大部分的领主 也正是依靠兵种 不间断杀敌 提供的能源 来进行升级的 又一具骷髅被召唤出来 麒麟手里 抓着两只鸡的尸体 和自己的手下 一同出发了 身为亡灵的自己 虽然不用吃东西 但是本尊 和那群农民得吃啊 哎 还得兼职照顾本尊 感觉我像的保姆 另一边 领地之内 经过一上午的时间 这些农民 也已经凑够了 领地所需升级的木头和石头 麒麟看着他们 陆续地将物资搬运回来 也是倍感欣慰 反而是自己的化身 出去发育了一上午 一点消息都没有 不过 麒麟也不怪他 毕竟自己的起点太低 都是普通人 打怪升级什么的第一天 对他来说 还是有些太困难了 就更不要指望 能爆出图纸 金币之类的物资了 只要等级提上去 麒麟相信自己的发展速度 也一定会迎来之变的 很快 农民们 就将这些物资 整齐地摆放在了领地之内 他大手一挥 直接选择了 升级自己的领地 领地升级中 等级过低 升级时间 无 随着屏幕提示的消失 也代表着升级完成了 但周围的环境并没有变化 只是建造列表亮了起来 里面正是达到 低级村庄 才会解锁的 几项基础建筑 建筑名称 仓库 效果 可装在任何物资 容积1000单位 建造所需 100单位木头 100单位石头 建筑名称 居民房 得 资源不够了 不过没关系 下午肯定能将它们建造出来 不过 仓库有龙基的话 说明也是可以升级的 麒麟反应过来的这一点 随即立刻走到民房面前查看 果然 民房也是可以升级的 并且 现在若想继续升级 领主大厅的话 首先就要 将所有的建筑 全部建造出来 才可以 对于其他建筑 倒是没有什么等级要求 他简单地看了一眼效果 升级民房 提升的是农民的居住人数 由原本的居住4人 增加到居住8人 很简单吗 这就和自己以前玩过的 SLG游戏一样 只不过这一次 在物资稀缺的前期 升级每一个建筑 都要经过慎重考虑才是 工作完的农民们 并没有立即离去 反而是全部聚集在一起 看向远处 如灵大敌 麒麟定眼一看 远处正缓缓走来四具 没有皮肉的骷髅 它们或拿着 或扛着一些动物的尸体 甚至有的白骨手掌中 还抓着几枚金灿灿的金币 是自己化身的召唤物 虽然二者并不心灵相通 但这冥冥之中的联系 却能让他轻易地 分辨出这些东西来 大家不用紧张 这是我的召唤物 是来给大家送食物的 麒麟此话一出 周围的农民 瞬间放下了戒备 他们对于自己的领主 是无条件信任的 更何况 自己忙碌了一上午 领主大人竟然还贴心地 准备了食物 这如何让人不感动 对于这些本土农民来说 钻木取火并不是什么难事 很快 营地内就点燃起了篝火 在这里 什么条件也不具备 食物只能进行最简单的烹饪 那就是烤制 当然 这一切就交给他们去完成了 此刻的麒麟 则是看向自己面前的 四具呆头呆脑的骷髅 从容地接过了 对方手里的金币 一共六枚 正好给自己的农民凑个整数 目前 金币的已知用途 就是用来召唤兵种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 便将其使用 第四章 击杀三级生物 这游戏竟然这么真实 和我以前玩过的万族觉醒游戏 简直是一模一样 胡说 这明显更像是 Cock一点 话说大家都召唤的是什么兵种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召唤不到独眼巨人吧 抄 如果是现实 我可能还会喊你一句大佬 但这里是世界频道 我只能说 你这还差点意思 那你又是什么兵种 在下不才 区区矮人火枪手而已 好一个区区 世界聊天上 总是活跃着一些傻瓜 事到如今 他们似乎还没有接受 自己已经穿越的事实 仍然认为 这只是个游戏 麒麟关闭了界面 无奈地摇头冷笑 三天新手保护气一过 他们或许才能彻底认清事实 真正的强者 只会埋头发育 正经人谁水群啊 不过 此刻的麒麟身为领主 只需要坐镇领地 还真的是什么事也没有 她一边吃着烤鸡 旁边还放着农民们打来的淡水 虽然没滋没味的有些难吃 但也好不惬意 升级低级村庄 所需要的物资 足足翻了五倍 如此看来 至少也需要两天时间 才能积累到如此多的资源了 而下一级解锁的建筑 同样有两个 分别是农田 以及水井 作用不是太大 只是生活设施而已 如此一来 麒麟的想法 倒是更倾向于 将所有的建筑 升至顶峰 再继续提升 领主大厅的打算了 毕竟这些建筑升级材料加起来 都还没有升级领主大厅来得多 不过升级到低级村庄以后 终端也相继开放了 除联盟 以及驱逐之外的所有权限 首先是好友 这一点没什么好说的 来到这里 麒麟能够依靠且信任的只有自己 至于其他人 互会互利吧 在这里 她没有交朋友的打算 建造和升级两个功能 基本上差不多 点开以后 可以让她直接在终端升级 以及自由建造放置领地内的建筑 无非就是省去了来回 跑到各个建筑面前操作的麻烦 对于前期的作用不是很大 至于交易功能 就更加无需解释了 是让领主们之间达成资源流通的 麒麟打开看了一眼 交易所上的物资很少 且大部分都是食物 换取的类型也很多样 但更多的还是金币 这东西与领主的实力直接挂钩 恐怕无论何时 都是必需品 交易的人不是很多啊 看来目前能够到达低级村庄的领主虽然有 但也绝不会太多 麒麟看到这里 倒也稍微放心了一些 自己有数倍多于其他人的农民 且全程都用来采集资源 升级快是必然的 自己的化身又会完美补全 自己没办法打怪升级的这一缺点 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觉自己的腹部有一股暖流涌出 下一秒就传遍了自己四肢百孩 紧接着便是一股无比舒畅的感觉 您的等级提升为一级 原来是升级了 这是一次属于普通人的蛻变 也意味着此刻的麒麟 正是踏入了领主之列 也不知道自己的化身到底是杀了多少鸡 才换来了这次的升级 而在另一边的野外 刚刚升级的麒麟 因为这无比舒适的感觉 忍不住轻哼一声 她瞬间脸红 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 这种感觉就像是刚刚洗完澡 钻进被窝 饭后吸上的第一口烟一样 所带来的的 还要强上十倍的舒适感 当然 这是情不自禁的 可不是什么生理反应 大家不要想问 不过就在刚刚的一瞬间 麒麟还真的以为自己 要来亲戚了 话说都成为亡灵了 齿和拉撒什么的 应该是都不需要的吧 小仙女怎么会拉屎呢 她赶紧甩了甩 自己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 手握镰刀 看向了眼前的敌人 这是一只绿色皮肤 兔头尖耳 长着满嘴黄牙的丑陋生物 她的手里拿着一个木棒 看向麒麟的眼中 已经流下了口水 真恶心 她一脸嫌弃的表情 但却没有丝毫的惊慌 因为 在这只哥布林的四周 有着足足十几只骷髅 此刻早已经将她给团团包围 宰了她 麒麟一声令下 同时后退一步 周围的骷髅们 也瞬间一拥而上 可对方这看上去矮小的身体之内 却是蕴含着不俗的力量 她全力挥舞手中的木棒 很轻松地 就能将冲上前来的骷髅 打散成漫天飞舞的骨头碎片 但显然 这并不能对这些骷髅 造成致命伤害 散落在地的骨头 就像是一个个磁铁 互相吸引着其他骨骼 随后重新拼接 没意会被对方击散的骷髅 就又重新站了起来 纵使对方很强 可它只要是生物 就会有力竭之时 相反 亡灵的耐力 可是无限的 随着一只只的骷髅被击散 哥布林的体力 也在飞速降低 骷髅们的一拥而上 仅仅是最简单的泰山压顶 就已经将它完全制服 中间麒麟改变了战略 若是在必要条件下 它要亲自杀敌 这样才能达到能源的最大化 见对方无论如何挣扎 都没办法挣脱以后 它这才放心地走上前来 本就扭曲的面部猙獰着 哥布林对着麒麟呲牙咧嘴 露出口中黄色的尖牙 人类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咦 更丑了 麒麟皱着眉头 才不管它说些什么 镰刀挥舞而下 直接将其斩杀 哥布林是低智慧生物 它们性格残暴且贪婪 对一切雌性生物感兴趣 这种东西恶心得很 恭喜您击杀三级哥布林 获得五枚金币 一箭木棒 没错 麒麟上午的金币 也是这么爆出来的 但因为化身和本体 是不同的两个个体 而这哥布林 又是化身所杀 所以 本体那里并不会收到通知 这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意味着不久的日后 化身是有可能脱离本体 单独成为一名领主的 不过 眼下让它高兴的是 这只哥布林 是一只三级生物 这就意味着它 可以召唤三级的亡灵了 这无疑是大大加快了 它发展的速度 第五章 与顶级领主的差距 随着一道灰白色的能量闪过 一具骷髅 撕碎了哥布林的尸体 从里面爬了出来 这一次的骷髅 与之前的完全不同 它不仅身形高大 全身的骨骼更有光泽 手中甚至还出现了武器 是一把骨质的盾牌 和一把骨质的长剑 麒麟才不要吃哥布林的肉 它丢下尸体 直接带领着骷髅们 离开了现场 哥布林一般来说 已经非常幸运了 它可不想和一群哥布林正面遭遇 目前的自己实力还太过弱小 更何况 一只哥布林的等级都达到了三级 这说明 这群哥布林之中 很有可能有高于五级的存在 在这个世界 这些族群都是以部落形式存在的 毕竟 它们只是低智慧生物 只有高智慧生物 才会去建立城邦 当然 目前的领主 万岛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另一边 领地之内 麒麟见到一只骷髅 正向着这边走来 它知道 化身又来给自己送好东西了 就在刚刚 它还收到了一条消息提醒 哥布林本源 百分之五 想必是化身杀掉了哥布林 而这东西的出现 意味着它也是 能将自己的分身 转化成哥布林领主的 当然 重要的不是这个 而是现在 它知道了 如何转化自己分身的方法 五枚金币 一根木棒 它有些疑惑地 接过手里的东西 但骷髅可没办法向它解释 直接扭头离开了 武器名称 木棒 品阶 三阶 效果 由哥布林特殊工艺 打造而成的木棒 比一般的木棒更加耐用 增加盾机伤害 好好好 如果这不是个三阶武器 麒麟员将其称之为垃圾 这东西 有什么用呢 武装农民 它摇了摇头 自己现在有骷髅在 培养农民成军的意义并不大 那就只有拿去卖了 只是希望 这个三阶的标签 能帮自己卖个好价钱 可当麒麟打开交易所的时候 整个人都梦了 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商品 现在已经是下午 只要领主们不是傻子 都能发育到低级村庄 而兵种所带来的差距 直接让一些领主 输在了起跑线上 因为 兵种的初始等级 竟然是不同的 如果硬要将兵种 分个三六九等的话 麒麟的农民 初始没有等级 完全就是凡人 不入流的货色 三等兵种初始等级为一级 以此类推 那一等兵种的初始等级 就直接达到了三级 一等兵种 又被称为顶级兵种 拥有的领主人数非常稀有 但日后 必然是能够争霸一方的存在 何为顶级兵种 那一定是能越截而战的存在 当然 这个兵种的划分终端 并没有明确 这是领主们自己的定义 此刻的交易所最顶部的位置 赫然售卖着一件五阶的武器 售价高达三百金币 秦航 他呢喃一声 默默地记住了对方的名字 四阶装备没有 但三阶装备 却是有着不少 并且各个看上去 都要比麒麟手里的垃圾 要强上许多 至于定价 也是各不相同 价格在25-50金币之间 看着手里的木棒 他无奈只能将价格定到最低 这是前期兵种所拉开的差距 给麒麟的打击不小 但他始终坚信 在出新手保护器之前 自己一定能将这份差距追平 很快 金币到账的声音响起 绝大多数的领主都是普通人 他们的兵种初始等级 只有一级 而一个便宜的三阶装备 对他们来说作用很大 自然会毫不犹豫地进行购买 加上先前的五枚金币 麒麟手里已经有三十枚金币了 他果断将其召唤了兵种 五十个农民 他就不信 自己收集资源的速度 没有其他领主快 既然不能从等级上反超 那就从领地上 遥遥领先这些家伙 拜见领主大人 门外的三十名农民 齐声喊道 都起来吧 马上天就要黑了 抓紧时间去采集资源吧 麒麟摆了摆手 将他们一股脑 全部都打发走 正好有化身负责青扫领地周围的弱小生物 也给了这些手无腹肌之力的农民们 一个安全的发育机会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之间就已经来到了晚上 五十位农民此刻已经全部归来 晚上并不是他们的行动时间 况且 他们是人 同样也需要休息 夜晚到来 世界沉寂 现在是夜行生物的活动时间 提示 夜行生物的实力相对较强 望各位领主量力而行 没一会儿 亡灵化身也带着他的阔龙们返回了 一进入领地 他就开始抱怨 不行 那些生物最低的也有五级 凭借我这几个三级 根本打不过 麒麟抬头望了过去 发现此刻自己的骷髅数量 竟然比农民还要多 也达到了五十多名 况且 里面还有几只三级 这战力 似乎也并不比一些顶级领主差太多 亡灵化身来到麒麟面前 一屁股坐在了他的旁边 拿起篝火旁的烤肉 就开始吃了起来 不是 亡灵也吃东西 想吃 你管我 他大口咀嚼着 头也不回地打道 此刻的领地之内 一下午采集的物资 全部都用来升级这些基础设施了 不过 也还有很多的富裕 二级民房有期间 足够农民们住了 仓库也成功升到了二级 目前 只差一个领主大厅可升级了 麒麟估计 明天中午之前 自己就能升级中级村庄 就在这时 二人同时想到了什么 四目相对 甚至无需多言 就已然明白对方的心思 不行 那些亡灵的智商太低了 采集这种事情 他们做不了 华生突然开口解释着 笨 只让他们把树砍倒不就行了 明天等着农民 采集就是了 麒麟白了对方一言 是哦 不愧是我 真聪明 华生文言一拍脑袋 还有 你才笨 你是我 我不是你 麒麟一脸古怪地说道 可我是女生 你得让着我 不然我 告你性别歧视 你给我整这一套是吧 既然农民夜晚不能采集 那就交给亡灵来代替 反正他们耐力无限 还死不了 一个能免费24小时工作的打工人 谁不喜欢呢 第六章 原来亡灵也是顶级兵种 一日清晨 麒麟从领主大厅内 铺设着的茅草上 迷迷糊糊地醒来 感觉到手臂上传来的柔软 还有大腿上的重量 他一脸的黑线 自己睡觉 应该没这么不老实啊 不知道还以为自己 被八爪鱼缠住了呢 这简陋的环境 睡得 他是浑身难受 关键这个家伙 非要跟自己挤在一起 说什么 自己还不适应 要好好休息 对于亡灵非要睡觉这件事 他也是有够无语的 起床了 他把手臂抽出来 丝毫没有怜香西域地 捏住了对方的脸蛋 疼疼疼 女孩瞬间清醒 猛地从茅草上坐了起来 你干嘛 麒麟的眼神一瞥 甚至看到了小兔子 嗨嗨 可什么可 嗓子卡鸡毛了 女孩此刻的脸上 还红扑扑地 一脸凶巴巴地瞪着麒麟 衣服 啊 女孩尖叫一声 本能地用双臂挡住 你竟然脱我衣服 行了 就你那对A 谁稀罕 麒麟站起身来 伸了一个懒腰 你 女孩一时欲色 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羞辱她 可那尺寸自己是知道的 起码十八以上 羞辱不成啊 可恶 她也不挡了 直接当着麒麟的面 穿起了衣服 看着对方一脸诧异的表情 她露出一抹得意之色 就当是给某个单身狗 放福利了 等等 你说我 麒麟用手指着自己 难道你不是 可我是女生啊 接受得还挺快 不然怎么办 一哭二闹三上吊 然后看着你等死 她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 扯下几根茅草 走出了领主大厅 外面的农民 没等到麒麟的命令 就早早地已经开始工作了 因为有了昨晚亡灵的帮衬之后 他们早上采集资源的速度 无比迅速 再加上化身带领的亡灵们 在外狩猎 整个领地内的发展速度 正在逐渐提升 正如麒麟所预想的那一般 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 农民们就已经凑齐了 再次升级领主大厅所需的材料 并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她又升级了 这简直是双喜灵门 目前是二级 距离顶级兵种的差距 同时在领主大厅内进行了升级 仓库内的资源也随之见底 这一次与上一次升级不同 居然还需要等待时间 两个小时 她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估计要等到中午了 可就在这时 她发现天上有只傻鸟 一直围着自己的领地上空飞来飞去 就在麒麟抬头的那一刻 似乎是感受到自己被发现 这只小鸟又扑腾着翅膀飞走了 有问题 她皱着眉头 回想着昨天的经历 虽然从未仔细观察过 但这里的鸟类似乎很稀少 一整天也见不到几只鸟 会从自己的领地上空飞过 而在麒麟领地的另一边 这里有一处树林 树林之中有着一处领地 二者的距离并不是很远 男子通过小鸟分享的视野 看到了对方的领地全貌 他的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随即转为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农民领主 居然还有农民领主 我特别要笑死了 兄弟 你也真够倒霉的 后天就让我送你回家吧 男子的神通是百鸟耳目 能够控制一切没有智慧 且低于自身实力的鸟类 来辅助自己侦测敌情 这也是 他可以足不出户 就能了解到 周边领主发展情况的原因 其实 大部分领主开局得到的神通 主动技能也好 被动技能也罢 基本上都是辅助倾向的 可以完美配合领主这个身份 发挥出重要作用 对方的农民数量很多 只要收编这些家伙 就能大大加快自己的发展速度 赶上顶级领主 也是不在话下 这么想着 男子表现得更加兴奋起来 结结结 他已经记住了来时的路 甚至看到了对方领主的脸 不会认错的 至于被对方发现 开什么玩笑 谁会惧怕一个 没有丝毫战斗力的农民领主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之间来到了中午 农民们也开始分批次返回 解决自己的午饭问题 麒麟湖等的领主大厅 也终于升级完成 领主大厅升级完成 解锁建筑 农田 水井 建筑名称 农田 效果 可种植一般作物 建造所需 需两位农民 开垦两小时 建筑名称 水井 其实 麒麟对这两个建筑并不太感冒 但有自己的淡水资源 这也是必须的 所以他果断安排农民 开始工作了起来 说是村庄 其实也只不过有几间茅草房而已 况且领地之内并没有实际的领地划分 防护罩的范围也仅仅是笼罩下所有建筑覆盖的范围而已 那岂不是随自己画地为界 但很快 麒麟就发现自己错了 领地不是没有范围的 只是没有显示在资料上面而已 领主大厅的终端上有一圈浅显的绿色线条 他试了一下 是无法在绿圈之外建造任何建筑的 如果说领地的面积只会随着领主大厅的增加固定增加的话 那就一定会显示 反之则说明 在这里或许有着许多提升自己领地范围的方法 当然 这些都是麒麟的猜测而已 随着水井的建造完成 他用鹿炉打上一桶地下水 摇起一瓢水喝了起来 甘甜无比 确实要比外面的水好喝太多了 好了 辛苦大家了 多喝点水休息一下吧 谢领主大人 周围的农民立马露出了感激之色 智慧生物作为兵种虽然有很大优势 但也是有不小的劣势的 就比如 它们会有忠诚度 如果领主异常残暴 剥削压迫自己的领民的话 可能会逼他们造反的 所以 有些时候要让他们劳逸结合 恩威病师等等 相反 化身所统帅的王林就没这个弊端 反而还能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 喵的 资本家看了都落泪啊 就在这时 一则提示突然弹了出来 恭喜您成功击杀五级哥布林 获得图纸一张 图纸 麒麟一愣 对于领主世界 有这种东西并不感到奇怪 图纸的所有权 是归属于领主的 所以他本人才会收到这个消息 但实际上 除了图纸 怎么可能会没有其他的战利品呢 他目前看不到图纸的信息 并且相信自己一定知道 这东西的重要性 肯定是会送回领地的 不过还有一个点是 让他比较开心的 自己是三级 而化身那个软妹子 居然能杀五级 越级杀敌 这正是所谓的顶级兵种 才有的实力 这好像也从侧面印证了 亡灵一族 赫然也位列于顶级兵种行列 只不过是基础兵力很弱而已 但这本就不是他们的优势 优势是什么 当然是报兵啊 自己召唤亡灵 没有一点成本 并且因为目前 召唤术的原因 只要是杀死多少级的敌人 就能召唤出多少级的亡灵 不过这有个前提 那就是 尸体必须要新鲜 否则就没办法召唤了 一个顶级兵种 就能让麒麟领先于绝大树领主 那日后两个 三个呢 这一刻 他心情突然大好 不再焦虑 也恰逢此时 骷髅带着战利品返回了领地 第七章 五阶武器和兵营 骷髅战士 种族 不死族 等级 五级 技能 骨刀投掷 硬化 这只五级的骷髅战士 立于一众亡灵之中 犹如鹤鲤鸡群一般 他的体型高大 全身的骨骼异常粗壮 手里只有一件武器 是一把看上去 无比沉重的巨大骨刀 这东西 说是刀 但砍下来 和一柄大锤没什么区别 同时兼顾力气与盾气的双重伤害 骑琳看着面前的骷髅战士 便现得非常满意 而在他面前的 还有这十几只三级的哥布林 此刻都已经尽数被屠杀 如果这群哥布林 就这点实力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去干掉他们了 他思索着 但没有鲁莽行动 毕竟还没有找到对方的部落 只有确定了对方据点的大小 他才好决定 要不要出手 因为一般来说 部落越大 里面的首领就越强 这是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 哥布林这种生物生性贪婪 部落内不知道有多少好东西 相比起本体的不自知 他身为亡灵 当然清楚 这个种族的可怕 他一直都认为 亡灵是顶级兵种 只不过与之相比 优势有所不同罢了 拥有顶级兵种的灵主 就像会上述的老母猪一样难找 我还是稳妥一点 反正这周围的灵主 不会是威胁 麒麟坐在地上 用手拖着下巴 歪着头思考着 你 你 你们两个把这些东西 给另一个我送过去 其他人 是骷髅跟我走 相比起化身的努力 坐镇领地的本体 表现得就要轻松多了 毕竟 对方努力 也等于是自己努力 这不是讲究劳逸结合吗 骷髅送回来的物资当中 不仅仅是有一张图纸 更有一件五阶的武器 这无疑是让麒麟欣喜若狂 武器名称 碎骨大锤 品阶 五阶 效果 由某种远古生物的腿骨制成 坚硬无比 任何倒在碎骨大锤之下的敌人 都将成为肉泥 主动技能 碎骨打击 好强 居然还有技能 通体白色的骨制大锤 没人能想到 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东西 会是一件五阶装备的 交易所上唯一的一件五阶装备 仅仅是个防具 就能卖出300金币的天价 那自己手里的这件武器呢 众所周知 武器价格大于凶甲 大于其他防具 而碎骨大锤 赫然是最值钱的那个 这次不仅能让自己赚翻 更是可以在一众领主之中 彻底出名 当然 某些时候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更何况 表现得太过默默无闻 只会被当成是一个弱者 麒麟没有着急地上架自己的武器 反而是拿起图纸进行查看 这是一座兵营的建筑图纸 而它的作用 自然是用来训练和强化兵种的 一些弱小的种族 兵营能够将它们进行强化 就以麒麟的兵种为例 这是一种农民向着战士转变的过程 而两者虽同为人族 但战斗力可是天差地别 除非是顶级兵种 否则绝大多数的兵种 都是要经过训练的 这其中就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智慧生命 例如矮人 精灵 人类等等 所以 兵营对于麒麟来说 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建筑 虽然它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分身 但这样总会显得 自己这个本体很废物 由图纸提供的建筑 是不受到领主大厅的建造限制的 并且 兵营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建筑 建造费用也并不贵 恰好 仓库里剩余的资源正好足够 建造时间仅需十分钟 随着农民们开始忙碌 兵营很快就被建造完毕 麒麟立马心智冲冲地进入到其中 他倒要看看自己的农民 能够被训练成什么样 一级的兵营之内 只可以追加训练两个兵种 兵种名称 工人 介绍 建造速度增加20% 训练费用 一金币 嗯 这个很有用 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农民能做一切 但它们的长处其实是重地 兵种名称 采集者 介绍 专精于领地内部采石厂与伐木厂的工作者 采集速度增加15% 训练费用 一金币 相比之下 这第二个兵种麒麟暂时还用不到 因为领地内并没有 采石厂以及伐木厂这两个建筑 一上午的时间 化身将收集到的所有金币 一次性地交给了自己 足足三十几枚 麒麟直接用掉了十枚金币 将十个农民训练成了工人 领地内的建设 就专门交给他们来负责了 金币剩余25枚 他打算先留着 有了兵营的出现 金币就不能再这么肆无忌惮地花下去了 目前领民数量 40名农民 10名工人 因为是最低级的兵种 所以训练速度很快 没一会儿 就有试个穿着工装背带裤的人类 从中走了出来 拜见领主大人 你们以后就 留在领地随时待命吧 麒麟摆了摆手 一般的领主 最多只能拥有四名工人 而自己直接训练了十名 这或许也是农民兵种的一个好处 这些可都是实打实的后勤兵种 作用更是不用多说 但没有出现战斗兵种 这不免地让他有些失望 所以兵营被果断地提升到了二级 展开一看 这次只多出了一个兵种 兵种名称 兽皮战士 介绍 他们精通打猎 如果人数够多的话 甚至可以狩猎一头猛马像 训练费用 二金币 麒麟的头上冒出三个问号 他一眼黑线 这兵种 不能说毫无用处吧 简直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这叫兵种 这不就是野蛮人吗 看来想要获得一些强力兵种 日后得持续提升兵营了 农民的起点太低 想要组成有效的战斗力 一时半会很难达成 说句实在的 麒麟感觉这兽皮战士 连亡灵的一根骨头都比不上 不说别的 就这灵训练成本 就吊打一切了 你和我要二金币 你怎么不去抢 麒麟放弃了 眼下还是先把这件武器 卖出去再说 第八章 震惊四座 又一位顶级领主 一件防具就能定价300金币 那自己定价400金币 不过分吧 麒麟这么思考着 果断地将自己手中的 这件碎骨大锤进行上架 武器名称碎骨大锤 品阶 五阶 交易价格500金币 此单一出 直接引爆了整个世界 聊天内的所有领主 交易所内的装备订单排序 首先按照的是品阶 其次就是价格 而麒麟的这件武器 一经上架 就直接超过了那位 名为秦航的领主 一跃成为了首位 我超 五阶的武器 好好好 又一位顶级领主出山了 短短两天不到 居然又出现了一位顶级领主 我严重怀疑 他们随机兵种的时候 用了自己单身20年的寿命 500金币 怎么不去抢 现阶段 谁能有这么多金币 就是就是 他们自己都不一定有 这是赤裸裸的炫耀 可恶啊 麒麟 秦航 我记住你们了 怎么 你要去挑战他们 错 大错特错 肤浅的家伙 我是为了以后 方便包大腿 六 看着这些领主们的讨论 麒麟不由地笑出声来 果然 群头说话就是好听 他当然不是为了 将自己的这件武器 真的卖出500金币 造势只是其一 想要敛财 他有的是办法 前期金币作为必需物资 自然是非常稀缺的 他也没指望 有人能够拿出这么多的金币 当然 要是有人能给他秒了 自然更好 谁说在交易所 就非得用金币交易了 这就是麒麟的目的 他想要的是 以物换物 看能不能得到一些 对自己有用的图纸 这东西的掉落 就是纯靠运气了 而且领主那么多 人口基数摆在这里 总有那么几个杨兽领主的 这不 随着这件武器的上架 麒麟终端上的消息 瞬间变成了九九架 这其中自然有聪明人 是来交易的 当然 更多的是来要好友为的 他想也没想 直接一见 拒绝了所有的好友申请 这才一一查看起自己的私聊 哥哥 人家可言可甜 还会各种姿势哦 大佬 我是你失散多年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大佬求保护 我是小男良 我要和大佬生猴子 看着这些消息 麒麟的嘴角抽了抽 这都什么妖魔鬼怪 大部分领主 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亦或者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说白了 他们的目的也都很纯粹 应该说是真诚 弱小的自己 为了生存付出一切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一直往下翻 他这才看到了一些 精明领主的交易信息 但这里面并没有什么 让他动心的 索性直接关闭了终端 武器才刚刚上架 他倒是不急于这一时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随着一阵暖流传遍全身 麒麟再次得到升级 目前已经达到三级 仅仅用两天时间 就抹平了自身 与顶级兵种之间的差距 当然 虽然本体没什么战斗力 但化身强啊 俗话说得好 化身强才是真的强 也就是在这时 化身带着他的亡灵们 返回了领地 今天的计划得 做出改变了 这些低级亡灵 继续负责砍树 三级以上的 亡灵我会让他们 在夜晚进行狩猎 他语气平淡 难得正经的地 看向面前的本体 开口说道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麒麟有些疑惑的扭头 嗨嗨 有点害羞而已 他赶紧撇过头去 对于本体 他倒是没什么隐瞒的必要 化身提出的方法 无疑能够让整个领地的 发展效率最大化 与其他顶尖兵种不同 亡灵本就是死物 夜晚不会受到限制 现阶段 若是能好好利用 夜晚的资源 那发展的速度 将会大大加快 今天我杀了不少哥布林 本源积累到多少了 这是只有本体 才能看到的消息 52%欺凌不假 思索地回答着 突然一愣 然后古怪地看向对方 你不会真想 搞一个哥布林化身出来吧 有什么问题吗 多一个分担 不是更好 他有些不解 你们应该除了 继承我的性格之外 应该还会融入一些 种族特性吧 那又怎样 你觉得 我想看我自己上我自己 亡灵化身一愣 他敢 我一刀砍了他 哥布林的上限太低了 并且整个生物性格 基本上又都是 负面情绪的放大版 没人会喜欢这样一个生物的 最主要的是 麒麟可不想看着自己的化身 每天抓回来一些 奇奇怪怪的雌性 然后现场直播繁衍后代 那算了 他赶紧摇了摇头 一些没必要的物种 确实没有转化的必要 更何况 单单凭借一个亡灵化身 就已经足以让他 站在顶尖领主之列了 数量再经不再多 一些物种 麒麟还是需要 好好甄别一下的 麒麟两人和一众农民们 围坐在篝火旁 吃着烤肉 不远处的亡灵 早就被打发走去工作了 只剩下了数量近十只的高等级骷髅 这是一会行动时 要用的 如今 他的亡灵数量 已经达到了上百只 要知道 这才第二天啊 即便他们 只是一些行动缓慢的骷髅 但在数量的巨大优势下 已然已经远超了 绝大多数的领主发展 不过 缺点也很明显 大多数的骷髅 都是由野鸡尸体 召化而来的 他们没有等级 除了具备一些不死特性外 其实比农民的战斗力 高不了多少 同时 召化而出的亡灵等级又是恒定的 他们没办法升级 可即便如此 亡灵杀敌之后 也依然会莫名其妙地分走 绝大多数经验值 非常的不忍性 这也是麒麟 一直亲自捡人头的原因所在 好了 今晚我是不能睡觉了 她站起身来 嘟着嘴一脸忧怨地 看了本体一眼 然后带着亡灵们 再度离开了领地 她吃东西 也仅仅是因为想吃 尝尝味道而已 吃不吃饱 没什么区别 麒麟盘坐在地 目视着对方离开 摊开手 表示无奈 歪着头吐槽 谁让我是本体呢 第九章 夜晚的收获 在这里 一片漆黑 没有火光 更没有任何文明 这就是领主万岛的晚上 但这一切都对麒麟影响不大 因为它是亡灵 夜晚并不会阻碍它的行动 而能出现在这里的五级生物 不用想 定然也是什么 比较凶猛的野兽之类 它目前的实力 也仅仅是只能合力为杀 单只五级生物而已 若是碰上群居生物 那就麻烦了 比如狼 可怕什么来什么 眼前的山林之上 赫然映射出六道森 燃得幽光 是狼 并且是三只 他们警惕地看向这里 麒麟也立刻让亡灵们戒备起来 做好了战斗准备 可这三只狼 却只是游走在山林之内 并没有发起进攻的打算 片刻之后 竟然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也许是察觉到亡灵们 并不能作为他们的食物 又或者察觉到里面 又不弱于他们的气息 这才跑开了吧 他没办法下领追击 并且山林这种地形 也并不适合己方进行战斗 不 他们应该认不出亡灵这个种族才对 为什么看向自己的方向 如此警惕 麒麟有些疑惑 对方的实力 明明是要强于己方的 等等 若他们不是在警惕自己呢 下一秒 一条粗壮的黑色尾巴猛的横扫来 最前方的亡灵 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拍成了漫天碎骨 甚至于是不减地 还在继续横扫 场上唯一的五级骷髅战士 及时站了出来 横起他那巨大的骨刀挡在了麒麟面前 砰的一声 这巨大的力量 竟将骷髅战士都击退了数米 麒麟也及时闪开 被卸掉了力量以后 这条尾巴迅速收回 紧接着山林之中 就窜出一条巨大的黑色蟒蛇 张开锯口 就向着这里吞噬而来 就在这时 一团黑色火球静止飞出 直接与蟒蛇的头颅发生碰撞 产生了剧烈的爆炸 燃烧起的黑色火焰 肆虐着周围的一切 可诡异的是 明明是火焰 不但没有发出一点光亮 甚至让周围的环境 变得更黑了 被打散的亡灵 也在这时 重新汇聚完成 所有亡灵 都一股脑地抓住这个机会 朝着蟒蛇杀了过去 而此刻的蟒蛇 却正因为头上附着的 黑色火焰痛苦不堪 倒在地上 疯狂地翻滚着 面对冲杀上来的骷髅们 就仿佛熟视无睹一般 突然 他的头颅猛地抬起 双眼之中 射出骇人的绿芒 也就是在这一刻 最前方几只骷髅 双眼之中的灵魂之火 开始熄灭 彻底化作了 一地碎骨掉落在地 可还莫等继续发力 侧面突然飞来了一柄骨刀 一阵猛烈的撞击 骨刀击碎了头部的鳞片 竟然刺进了 他的脑袋里 但只莫入四分之一 对于这庞大的体型来说 显然还不足以 造成致命伤害 可蟒蛇的头颅 也因为这股力量 偏离向一侧 他的技能被成功打断 再次回头 一柄黑色镰刀 正在他的视线里 急速放大 上面燃烧着黑色火焰 一刀斩下 仿佛能划开整个空间 蟒蛇的头颅 瞬间被一分为二 庞大的身躯 也重重落下 麒麟的身体 同样也随之跌落 下方的骷髅士兵 立马将他接住 他之所以能来到蟒蛇的面前 也正是刚刚的骷髅士兵 将他抛出去的 恭喜您成功击杀 六级黑石蟒 获得一件蛇灵甲 一张图纸 十枚金币 又是一件装备 麒麟的嘴角 流露出一丝笑意 随着尸体上的蓝色能源 融合静体内 他瞬间感觉到 一阵舒适感传来 笑容更甚了 恭喜您提升至四级 双喜灵门啊 明天本尊知道了 一定会高兴怪的吧 时间转眼之间 来到了早上 今天已经是 新手保护器的最后一天了 一些得意的灵主 甚至已经开始跃跃欲试 麒麟腰酸被痛地 从灵主大厅走出来 然后伸了一个懒腰 夜晚忙碌的亡灵们 早就贴心地 将砍倒的树木 搬运了回来 这样农民们 就可以更加快速地 进行采集了 但如今 想要升级到高级村庄 所需要的物资 是非常多的 足足是之前的五倍 保守估计 至少也需要精明后 三天才能勉强凑够材料 升级所需 五千单位木头 两千五百单位石头 看着这天价的资源 这才是 让它最为难的地方 目前四十个农民 加上晚上亡灵的辅助 一天的产量 才堪堪达到两千多 这时 农民们 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愣神地看向 领地之外的远处 只见一条如房屋 一般高大的骷髅巨蛇 正向着这边 缓缓爬行而来 身边 还跟着一众骷髅 以及一位手持镰刀的 白发少女 看来昨晚的收获不小啊 麒麟笑着上去迎接 没想到 自己的化身 竟然这么给力 什么嘛 这夜晚的怪物 最低级的五级 都是群居生物 那些单独行动的等级 都高到离谱 狼狈死了 它忍不住向着 自己本体吐槽着 要不是事先杀了这条蛇 后续的行动 也不会那么顺利 可即便如此 一晚上的时间 它也仅仅是 带着亡灵们 杀了几只五级而已 万事开头难 有了这些五级的亡灵协助 第二晚 就不会这么狼狈了 麒麟安慰着对方 诺 这个给你 它示意了一下身旁的亡灵 又有图纸和武器 麒麟满脸欣喜地 看了看骷髅 又看向对方 见到本体开心 它也露出了一个 温和的笑容 嘻嘻 那当然 六街房具 建筑图纸 三十五枚金币 化身甚至连这些 击杀的尸体都没放过 全部都带了回来 麒麟挑选了一些低级的 迈向不好的尸体 直接分发了下去 这些赏给你们了 都拿下去吃吧 谢灵主大人赏赐 因为早上的原因 所有的农民 都聚在领地内 他们恭敬地集体叩拜 齐声喊道 脸上挂满了感激之情 谁不喜欢一个 管吃住的好领主呢 第十章 全服公告 哎 很烦啊 五街装备 还没卖出去 现在又来一件六街装备 也不知道 其他领主 有没有这种苦恼呢 武器名称 蛇灵甲 品街 六街 交易价格 八百美金币 随着这件装备的上架 麒麟也顺势关掉了终端 因为他知道 接下来自己又会接连不断地 收到骚扰消息了 拿起图纸 识别之后 上面的信息 也随之呈现在了眼前 道具名称 预警器 图纸 效果 将以领地 搬进多20%的范围探测 一切除领地之外的生物 并发出警报 建造所需 200单位木头 200单位石头 雷达 麒麟看了一眼 这东西 多少还是有点用的 不过目前自己的领地周围 已经寸草不生了 树木 石块都被农民们采集干净 周围的生物 也都被亡灵清扫 现阶段爆出的图纸 都是根据当前领主大厅 等级出现的 并不会高出这个等级太多 这些特殊建筑的效果 大多也都是起到一些 辅助作用而已 而身为领主 日后肯定是要把自己的领地 打造成一座绝对堡垒的 想到这里 他突然有了想法 建造完预警器以后 领地整体内 并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破旧的领主大厅上面 多了一根天线 终端之上 在自己的领地绿圈之外 多了一个更大的红圈 这就是那预警范围了 这东西是百分比数值 也就是说 可以一直用到后期 其实也挺不错的 不然 麒麟大概率会选择将它卖掉 有了想法以后 他立马打开终端 开始和那些有意向的领主们 沟通了起来 金币虽然是主流货币 但这东西谁都缺 想用一件装备 赚到上百的金币 是不现实的 那还有什么是目前又稀缺 但又不值钱的呢 没错 就是石头和木材 麒麟仔细地看着交易所 最后得出了一个 比较折中的资源换算比例 一枚金币 大概可以换到20单位的木材 或者10单位的石材 也就是说 自己的一件5接武器 至少可以换到6K木材 或者3K石材 但这个比例 换算到购买装备上 还要更高一些 再加上今天一天 自己所获取的物资 保不齐可以在新手保护期结束之前 就能将领地升级到高级村庄 而这道卡 至少要卡这些求生者 5到10天的时间 若是兵种 还不能参加工作的那种 可能会更久 所以 最好的办法就是交易所购买 而真到了那个时候 这些基础资源反而还会涨价 到时候 自己大卖一笔 仍然能赚到不少金币 这是大势所趋 是市场 即便少数领主发掘 也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当然 不是其他人不能想到这些问题 而是来不及思考这些 毕竟麒麟有着分身帮忙 打理领地之外的事情 他主内 自然能够想到 另一边 一处山林之中 自从男子用小鸟观察到 麒麟领地的踪迹过后 便再也没有 进行过二次观察 一个农民领主 两天还能发展出什么花来不成 他的兵种名为 尖刺豪猪 虽然名叫豪猪 但却比我们所熟知的豪猪 要大上不少 并且自带两个技能 一个是将自己缩成球 碾碎一切敌人的翻滚 一个是发射背部的尖刺 造成远程攻击 智慧低下 且因为不是人形 没办法采集物资 所以到目前为止 男子的领地 而前期的领地升级 除了无形的领土范围扩大 是看不出什么明显区别的 但同理 这种体型较大的豪猪 战斗力也是不俗的 这也是男子迫切 想要进攻麒麟的原因 因为一旦接受了 对方的农民之后 他的短板就会被补足 他自信 自己能够躋身前列 成为这岛上的一方大佬 吃吧 都吃饱点 男子想到自己的美好前景 就已经忍不住地笑了出来 他指挥着自己的农民喂着猪 同时自身也售卖着 一切可以舍弃的资源 用来换取金币 虽然对方的兵种只是农民 但数量够多的话 依旧能对他造成不小的麻烦 以防万一 还是多召唤一些豪猪为好 人作为高智慧生物 但同时也不要小瞧了 他们的殊死一搏 时间一直来到中午 一则全服公告在此刻 呈现在了所有领主的面前 尊敬的各位领主 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如今距离新手保护期结束 只剩下12个小时 猪卫的发展如何呢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新手保护期结束后 所有领主将受到一只同级怪物的入侵 用以检验各位的成果 率先将其击杀者 将获得特殊奖励 同时 主线任务 与首次成就 也会随之开启 预祝各位领主成功 提示眨眼之间消失 所有的领主再次炸锅了 那些摆烂的领主们 此刻开始懊恼 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万族战场 不需要他们这些混吃等死的领主 说是检验 只不过是要踢出一些不合格的家伙而已 而有些领主 包括麒麟 都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点 那就是 公告上虽然没说怪物具体多少集 但强调了同级别 这就说明 不管是顶级领主 还是三流领主 应对的敌人都是一样的 如此一来 这次倒真的像是在检验大家 对于那些认真发育的领主们来说 或许根本没有难度 麒麟没有过多地放在心上 这种事情 自己的化身会帮忙解决的 大不了 再分身两个 自己出来帮忙 也不是不行 因为 麒麟发现自己的神通 不是冷却完毕一次性使用的技能 而是一个累计的算法 也就是说 如果她七天不召唤分身的话 是可以一次性召唤七个的 这也正是这两天 她没有召唤分身的原因 因为对此刻的 自己无用 然而此刻 真正让她开心的是 那件价值500金币的碎骨大锤 被成功卖掉了 麒麟如愿以偿地收获了大批的物资 她马上就可以再度升级领主大厅了 第十一章 区域频道 但500枚金币价格的五阶武器 其实是虚高的 真实价格也就在400枚金币左右 不过没关系 麒麟是将它们换算成的物资 所得数量会变多 这件武器 总共让她获得了 50枚金币 4000多单位的木材 2000多单位的石头 以及一张兵营图纸 后者对于她来说完全无用 麒麟转手 将其挂到了交易所上 以88枚金币的售价 被其他领主瞬间被秒杀 一件五阶的装备 就换来了如此多的物资 这让她发掘了一条致富之路 之前五阶的碎骨大锤 价格已经虚高 若我把六阶的蛇灵甲 也降价成同等水平 一定会引来哄抢吧 麒麟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装备什么的 对于亡灵来说根本没用 现阶段 她要利用农民疯狂积攒资源 带到一众领主的等级 都得到提升以后 在大家都紧缺资源的同时 她可以贩卖资源大赚一笔 而前期的升级费用 似乎依靠贩卖装备 就能轻松实现 至于这些领主 要如何凑到这么多的物资 那就不是她要考虑的事情了 眨眼之间 她就花费了六十枚金币 将自己领地内的农民 增加到了一百名 现阶段 这么多的农民 几乎要达到饱和了 人再多的话 就得继续向领地外围去采集 风险高不说 来回的路程 也大大降低了效率 距离升级领主大厅 还差一点物资 吃过午饭 她索性也无聊地等待了起来 而此刻的世界聊天之中 麒麟的大名 已经彻底盖过了秦航 成为了一众领主之中 公认的第一人 岛屿的尽头 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 而就在这海岸边上 有一名领主坐落在此 她也正是一众领主之中 公认的第二位顶级领主 秦航 她穿着一件青蓝色的长袍 黑色长发盘居在脑后 棱角分明的脸上 是一双极其冰冷的双眸 仅仅是从这身符式上 就可以判断出 她与麒麟并不是来自同一个位面 对于这位突然冒出的顶级领主 抢走自己的风头 她并没有表现得太过在意 反而是一脸疑惑 先生曾说 一座岛上 最多只会诞生一名顶级领主 可为什么 自己这里会有两名 如此一来的话 想要统一整座岛屿 就变得麻烦起来 当然 若是我们两个可以联手的话 实力也会强过其他岛屿 秦航思索着 但他知道 拥有顶级领主的领主 都有着自己的傲气 一座岛的资源就这么些 没人愿意将其平分的 更何况 说不定一桶岛屿 还会有什么特殊的奖励 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未知的 秦航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兵种 那是一群全身黑色 散发着诡异气息 且心红着双眼的人形怪物 正是顶级领主之一的恶魔 若是对方执意要与自己开战 亦或者奖励丰厚到 无法让两名领主平分的话 他不介意和对方站上一场 统一岛屿也只是第一步而已 平凡岛屿至少拥有着两千座岛屿 只有争霸成功 才算拥有了踏入大陆的权力 而那里 才是隐藏成神之秘的地方 秦航面向大海 嘴里呢喃着 他所在的卫面 每次参加的都是领主事件 对于这里的规则 多少都有些情报的 而终端所说的万岛 他只知道 这里并没有一万座岛屿 而是被称之为平凡岛屿 可终端是不会说谎的 因此秦航断定 这里只是世界的冰山一角而已 至于他为什么会知道 这些本土信息 则是来源于他自带的神通 值得一提的是 岛屿上的本土生物 是跟随领主们一同出生的 所以这些岛上的生物 对于这个世界 同样也是一无所知的 麒麟 你到底什么来头 阿帖 谁想我了 麒麟揉了揉鼻子 看着农民们搬运回来的物资 他也起身站了起来 现在最重要的是 他的物资已经够了 可以升级到高级村庄了 随着建造开始 仓库内 领地内的物资 瞬间消失不见 一些农民还正在搬运 看着手里消失的物资 露出满脸疑惑之色 升级时间 一小时四十分钟 时间会越来越长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了 虽然不知道 临时的危机到底是何物 但抓紧时间提升自己 总是没错的 麒麟回到了领主大厅内部 打开终端 继续和这群领主讨价还价去了 他争取今天之内 将自己的这件六阶武器也卖掉 换成基础物资 可当他打开世界聊天时 一名领主的一句话 瞬间引起了众人的思考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麒麟 奇怪 你们没人察觉吗 察觉什么 我只知道新手保护期就要结束了 大家都在努力 而你还在砍大山 顶尖领主的数量 是不是太少了 白痴 这本就是中彩票一样的几率 人数少不是很正常吗 那为什么不让这些顶级领主直接成神 这也许是让我们来更好地衬托他们 放屁 这名领主的一句话 直接点醒麒麟 让他后知后觉地也反映了过来 是啊 顶级领主的数量为什么这么少 就算没有十几个 但也不可能只有两个吧 新手保护期马上结束了 难道他们不用消化自己手里的资源吗 还是说 兵种带来的一切 让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无敌 不 有问题 麒麟看着世界聊天 领主们的刷屏速度 虽然很快 但还不至于达到 让他连消息都看不到的地步 他之前看过网络直播 那些直播间里 几十万的观众 所发出的弹幕数量 俨然与现在的世界 聊天相差不大 领主们只有这么点人吗 显然不是 麒麟保守估计 人数最少也要达到几千万 最多甚至是几十亿 那这些人都挤在一个频道里 大家都是哑巴吗 真相只有一个 眼下的世界聊天 并不是真的世界聊天 第十二章 秒杀 领主大厅升级完成 解锁建筑畜牧场 建塔 建筑名称 畜牧场 效果 可训养一些生物 随等级提高多样性 建筑名称 建塔 效果 简易的木质建塔 可以抵御一般生物的袭击 二级级以下 随着领主大厅的升级完成 麒麟的领地 也终于达到了高级村庄 仅仅只用了不到三天 就达到这种程度 已经非常离谱了 这次解锁的两个建筑作用都非常大 首先是畜牧场 消息介绍中提到 它是可以配合兵营使用 训练出一些骑兵的 当然 不是现在 至于后者就简单了 领地内的军事建筑 前者固定建造一座 而建塔初始 便可以建造两个 还会随着后续的升级 继续得到提升 至于下一级所需的资源 虽然更加夸张 直接以万为单位 但解锁的两个建筑 也让麒麟无比地动心 分别是 彩石厂与 伐木厂 眼下升级到高级村庄 就要先招手升级 其他基础建筑了 它思索了一番 立马指挥着农民们 开始继续工作 据之前 精灵的那位陈锋所说 新手保护期结束 要迎来一波寿潮 并且是随着领主的实力变化 而变化的 眼下 麒麟自己的情况 似乎与对方所描述的 有些出入 但也无伤大雅 这实则是在提示众人 在新手保护期内 好好发育而已 而目前的麒麟自信 除了那个秦航 应该没人 会是自己的对手 至于另一边的化身 他自然也明白 现在的情况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 他回头看向骷髅大军们 所有三级以下的亡灵 即刻返回领地 很快 乌泱泱的骷髅们 场上也只剩下了 20名左右的高级亡灵 以及麒麟自己 他要趁着午夜12点到来之前 尽可能多地 再杀一些怪物 提升自己的实力 抬头看了一眼 天空散发着昏暗黄光的月亮 估算了一下时间 他带着亡灵们 很快就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转眼之间 时间来到11点半 直到这时 麒麟才带着自己的亡灵们 及时地赶回了领地 当然 即便他没能及时返回 这群低级亡灵 也应该能够应付危机了 但他的野心不止于此 既然只有两个顶级领主 那这个第一名 一定会在秦航与他之间诞生 麒麟必须要争一争 他对这个特殊奖励 很感兴趣 不错嘛 领地又升级了 他抬起头 看向面前 这两座三米高的剑塔 上面的弓箭手 是由农民担任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 剑塔 这个建筑自带 一个转值名额 但生效范围 也仅仅只限于塔楼上而已 只有登上这座剑塔的农民 会自动成为一名弓箭手 无需消耗任何资源 我把装备 用来换资源了 麒麟只是随口一提 华身便已经明白了他的想法 不愧是我 他血仰着脑袋 朝本体比了一个大拇指 麒麟本体的身高足足一米八 而亡灵华身 只有不到一米六 俨然是个小萝莉 自然要抬头看对方 当然 身高带来的好处 还能让他领略到一番美景 华身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 但在意吗 不在意 嗯 真棒 他摸了摸对方的头 这次他倒是没有什么抵触 反而是主动凑到了 麒麟身边 和他一起看着世界聊天 此刻的世界聊天上 随着时间的接近 眼看新手 保护期马上就要结束 一众领主 也彻底地紧张地起来 他们疯狂地谈论着 宣泄着内心的恐惧 有的人 甚至直接写起了遗书 这一切 麒麟也只是当个乐子看的而已 别人的死 与他合肝 况且是自己不努力 怪得了谁 随着时间来到最后一分钟 活跃了三天的 世界聊天 在这一刻 居然诡异地陷入了瓶颈 看来所有人都在做着 迎接怪物的准备 就在这时 麒麟两人同时 感觉自己领地内 失去了某种东西 但又说不上来 他们知道 是终端无形 保护他们的力量消失了 啊哦 领地之外 突然传来了一声狼嚎 所有的农民 都警惕地看向外面的黑暗 对于今晚的危机 他们也是知道的 虽然明知自己 没有什么战斗力 但还是坚定地 站在了自己的领主之前 保护领主大人 农民们大喊着 这就是 忠诚度高的体现 为了领主会死战不退 反之则会在遇到 生命危险时 一哄而散 不过 在农民们反应过来之前 率先反应过来的 是更外围的亡灵们 此刻他们早已经 向着敌人的方向 冲杀而去 而最高等级的 那条骷髅巨蟒 则是停在原地 负责保护本体 以及领地的安全 与亡灵们一起杀出去的 还有麒麟的化身 他又不是本体 参与战斗并不犯险 并且还能将利益最大化 诸位退后 外面的怪物 交给我的亡灵们 对付便可 麒麟出声 提醒着自己的领名 可他们闻言 只是后退了几步 并没有散开 反而是隐隐 将自己的领主 围在了中心 领地之外 化身的视线 穿过黑夜 也看到了面前袭来的敌人 那是一头长着 雪白毛发的狼 体型略大 和一只羚羊差不多 除此之外 周围便再也没有 其他袭击而来的怪物了 麒麟简单地观察了一番 瞬间和亡灵们 一拥而上 眼前的白狼 并没有恐惧 而是猛然发力 同样也杀了上来 碰 竖饼鼓刀 飞驰而来 直接砸穿了他的身体 一道灵力的刀光 闪过顺势 斩下了他的头颅 喷涌而出 腥臭温热的血液 见了麒麟一脸 但他并没有在意 而是微微惊讶 不不是吧 这么弱 没错 他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 保护期结束袭来的怪物 居然这么弱 仅仅一个 照面就被己方 以碾压姿态 给秒杀了 恭喜领主 麒麟第一个 击杀袭来的怪物 获得特殊奖励 恭喜领主擒航 第二个击杀袭来的怪物 获得固定奖励 两条消息 几乎是同时弹出来的 但麒麟 就是比对方快了那么一点 而这零点几秒的差距 也造成了奖励的完全不同 也许 对方并没有第一时间 直接秒杀怪物 让他彻底失去生命 恭喜领主 成功击杀五级 笑月白狼 紧随其后的 才是击杀提示 但这次并没有爆出 什么特殊奖励 仅仅只有能原职而已 居然才五级 第十三章 远古巨龙本源 害我白紧张那么久 此刻的麒麟 满脸汗颜 不过 想想也对 既然是要适配所有的领主 那这个怪物的等级 必然不会太高 对于墨流领主 可能会无比艰难 但对于顶尖领主 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 辛苦了 麒麟看着归来的化身 脸上洋溢着笑容 真的有够乱 他嘟囔了一句 独自来到了水井旁边 洗去了脸上的血迹 而外面击杀的那头白狼 自然也被他 召唤成了一个 狼形态的窟窿 快看看奖励 是什么呀 化身跑到了麒麟身边 拉着他来到了领主大厅 外面的农民们 见危机解除 自然也各自回屋准备休息了 发放的奖励 是需要领主们单独领取的 并不会不分地点 和场合的情况下 突然发放 打开终端 点开个人之中的未读消息 麒麟果断地选择了领取奖励 特殊奖励开启中 正在随机 看到随机二字 两人当场慌了 抽取农民兵种的那一幕 可是还历历在目 不是吧 本尊你运气能不能熬一点 我也想啊 我亲爱的化身 短短的几秒 麒麟的内心无比煎熬 就在这时 提示再次弹了出来 因为领主神通的影响 所有非为一性奖励 都将变更为随机本源奖励 以下奖励任选其一 血精灵本源 燕灵本源 远古巨龙本源 远古巨龙 两人 异口同声的惊喜喊道 不用想 根本不用想 这还需要选择吗 麒麟也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神通 居然还有这个能力 居然可以改变 终端发放的奖励 这正好 若想成为顶级领主 那首先要做的 就是猎杀他们 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 能有一个开局赠送的 亡灵本源 就已经是万幸了 没想到自己的神通 憋了多大的 远古巨龙的本源 与亡灵本源的大小一样 也是一枚圆形的球体 这不过 里面蕴含着六种不同的颜色 分别是 蓝 绿 黄 红 白 黑 其中 黑白二色的能量是最多的 几乎占到了80% 剩下的四种交织在一起 更像是混沌之中的 一道小小彩虹 好漂亮 化身目不转睛地 盯着远古巨龙的本源说道 不知道是不是麒麟的错觉 他感觉自己的化身 越来越像个女人了 还是那种蠢萌蠢萌的 按道理来说 身体能改变自身的想法吗 算了 就当他本来就是个女人好了 反正是自己的化身 整体思想是不会出错的 虽然融合了一些不死族的特性 变得讨厌一切生命 但麒麟并未从对方身上发现 他对自己有这种情绪 别看了 我准备使用了 麒麟从他手里拿过本源 当即召唤出一具 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分身出来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召唤 但心中这种奇怪的感觉 依旧挥之不去 无需交谈 他直接将本源交给了分身 分身同样也是果断地选择了吸收 随着远古巨龙本源内的能量释放而出 一黑一白两道能量瞬间喷涌而出 与之相伴的 还有其他四种不同颜色的能量 环绕在四周 片刻以后 一个无比帅气 脸上洋溢着迷人笑容的男子 浮现在两人面前 他穿着黑金色的外套 留着短发 头上戴着一顶帽子 身高与之前一样没有变化 唯一有所区别的就是他的眼睛 那是一双金色的树桶 这巨龙的力量很强 毫无疑问 也是顶级兵种无疑 化身的声音带着雌性 就连麒麟都感觉异常地好听 能不能召唤兵种 他比较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只见巨龙化身摇了摇头 巨龙不是亡灵 没办法报兵 否则个体也不会这么稀少了 当然 两具化身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那就是 他没有武器 作为化身 他当然明白本尊的疑问 主动开口解释着 巨龙的身体就是他们的武器 高傲的种族 是不屑于依靠武器的 一旁的亡灵化身 立马摆了对方一眼 确实 受到种族影响 这家伙会高傲也是必然的 巨龙化身来到领主大厅之外 要向两人展示一番 只见他右手无脸 低沉着脑袋 下一刻猛地抬起 双眼之中 散发着两道金色的光芒 他的身体开始迅速膨胀 身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黑色鳞片 紧接着 背后长出一对 同样也是黑色的翅膀 此刻 他已经化作了一只 无比巨大的西方龙 这比麒麟两人见过的 所有生物都要大 甚至之前击杀的蟒蛇 在他面前 也只能够充当一个铰链 这就是龙吗 亡灵化身看着眼前的一切 表示无感 甚至嘟起嘴巴 小声吐槽了一句 好装 可不能召唤兵种 个体的力量就算再强 也会受到限制 会不会是因为身处同一个领地 才受到了这个局限呢 麒麟思考之际 对方已经再次变为了人形 他带着笑意看向两人 似乎在等待着对方的夸奖 那今晚你负责打怪吧 正好大展身手 我就和本尊一起休息了 亡灵化身趁机说了一句 毕竟目前外围的环境 一人确实足够了 关键对方还能飞 正有此意 不过得交接一下 毕竟我对周围的环境并不了解 巨龙化身没有拒绝 他甚至认为自己 一定能做得比亡灵化身更好 既然如此 那就交给你们了 麒麟打来的哈欠 时候也不早了 我也准备休息了 说着 他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灵主大厅 快要熄灭的篝火 照亮着两人的脸庞 巨龙灵主上前一把 搂住了亡灵化身的肩膀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兄弟 滚开 亡灵化身拿开对方的手臂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道貌黯然的家伙 居然连自己也不放过 要不是面前的是本尊的化身 他甚至想来上一记段子绝孙梯 没办法 巨龙的高傲 不允许我隐藏自己的喜欢 巨龙化身没有生气 依旧带着微笑 巨龙性本什么来着 这一刻 亡灵化身突然明白 这家伙 为什么这么变态了 再废话 小心我去本尊那里参你一本 亡灵化身此言一出 对方也是立马老实了起来 哎呀 这不是自己和自己开个玩笑吗 怎么还带告状呢 我不说就是了 第十四章 抓兔射鸟 主线任务现已开启 目标 统一岛屿 任务时间 不限 任务奖励 未知 首次成就奖励 已激活 一日清晨 麒麟醒来 顺便晃醒 拿自己当了一晚上抱着的化身 这家伙 已经越来越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大胆地不行 不对 本来也不是外人 起来了 准备接班了 两个化身 一个白天 一个晚上 岂不是正好 嗯 怎么这么快啊 昨晚上人家 好累的吗 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 会让人误会的压味 再睡一会 就一会 他翻身直接抱住了麒麟的胳膊 眼也没睁 就这么歪着头流着口水 继续睡过去了 麒麟也是一脸无奈 反正有亡灵和巨龙化身在 他就少休息一会算了 经过昨晚的一次 不算是危机的危机 领主们虽然损失了一些人 倒也不至于太多 这个概率 就像是一个国家里 乞丐和老百姓的占比一样 对这庞大的领主基数来说 显得很是微不足道 但同样的 也有很多领主 是侥幸地活下来的 有的人为此付出了 所有兵种的代价 才勉强击杀了怪物 有的人白白死去 却不能填饱怪物的肚子 更有的人 依靠着超越自身等级装备 因此得以战胜了怪物 他们为当初含泪购买装备的行为 感到正确 也就是这些人 此刻正在世界聊天 疯狂宣泄着自己的劫后余生 诉说着一件好的装备 对于领主的帮助 是多么的巨大 而麒麟的六阶装备 并没有如愿在新手保护器之前卖出去 他本以为活下来的领主们 会对装备失去兴趣 导致降价 没想到恰恰相反 因为这些人无形之中打的一波广告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装备的重要性 整体价格不减反增 尤其是在高等级的武器上 越是高阶的武器 掌幅反而越是离谱 这让麒麟兴奋了起来 因为他又能大赚一笔了 今天的目标 就是趁着这个势头 将装备彻底卖出去 他定下了目标 这时身旁的亡灵化身 也迷迷糊糊地醒来 他一把抱住麒麟蹭了起来 就知道本尊最好了 但他这点小心思 麒麟怎么会看不出来 抱自己是假 往自己的衣服上蹭口水才是真 但他懒得揭穿了 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 难不成我仰头看天花板 本尊你见过兔子吧 废话 那有没有摸过 废话 那我去给你抓一只 他抬头与对方对视着 圆溜溜的大眼睛 上面睫毛一眨一眨的 真的 麒麟带着疑惑的语气 天天占自己便宜 这是知道回报自己了 主要是 咱单身了那么长时间 有条件不得好好利用不是 有道理 是吧是吧 没一会 亡灵化身伸了一个懒腰 离开了领主大厅 正好与巨龙化身擦肩而过 他走进来 看着有些脸红的亡灵 化身一脸的不解 顺手将一把金币不舍的 放在了麒麟的面前 巨龙这种生物 天生对这财宝 有着极大的兴趣 怎么样 昨晚的收获还可以吧 加上这些金币 麒麟手里的金币 目前已经达到了200枚 实在不行 他已经打算用金币购买物资 然后赚差价了 反正现在的物资便宜 就算赚不到差价 也完全不亏 尸体没带回来吗 带回来了 我让那些蠢亡灵搬运呢 他伸了一个懒腰 准备歇息了 巨龙不同于亡灵 是活着的生物 所以他与麒麟一样 也是需要休息和吃饭的 好 那你休息吧 麒麟专心地查看起终端来 没有继续理会对方的打算了 他甚至在想着 要如何让巨龙化身 或者亡灵化身 独立一个出去 成为单独的领主 毕竟自己的领地内 需要一名化身 就能足以担当重任了 相比两者 他更倾向于留下亡灵化身 这当然不是因为 对方是个白毛萝莉 就事而论 亡灵化身可以召唤亡灵 还能不分昼夜的工作 无疑是对自己帮助最大的 反之 巨龙化身 目前更像是个保镖 更主要的是 若是独立出去 能够召唤兵种 那就赚大了 时间一换而过 很快来到中午 随着亡灵化身召唤的骷髅们 越来越多 亡灵们打怪 以及收集金币的效率 也在大大加快 然而此刻 豪猪领主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带着自己的豪猪大军 向着麒麟的领地出发了 昨晚的五级白狼 虽然让他损失了几个兵种 但无伤大雅 面对所谓的农民领主 他仍然有着绝对碾压的实力 而他目前唯一担心的是 怎么搞死对方 当然 这是在不伤害那些农民的情况下 首杀奖励开放 既然如此 作为第一个击杀其他领主的领主 想必也会有专门的奖励吧 想到这里 男子的笑容更甚 他的身后跟着三十只尖刺豪猪 这些家伙一旦发起冲锋 足以毁灭领地内的一切 领主万岛 虽名其约岛 但这一座岛的面积 何其之大 仅仅是这一座岛上 就分布着近十万名领主 这些人的出生地随机 有的人相聚很近 而有的人百里内都是荒芜人烟 男子感觉自己的运气很好 没有出生在极端的环境下 身边还有一个最弱领主 来为自己送资源 这开局 已然算是上成了 他张开手掌 一只麻雀飞到了他的掌心 紧接着 他便发动了自己的天赋 控制着小鸟 向着对方的领地飞去 而此时的麒麟 还在和农民们一起 聚集在领地内吃着午饭 正好看到了天上的那只小鸟 再次盘旋在自己的头顶 又是那只鸟 他目光紧盯着天空方向 这一次 这只傻鸟见到他 没有立即飞走 反而是一直在领地上空盘旋 把他给我射下来 麒麟立马扭头 看向箭塔的方向 上方的弓箭手 立马拉弓准备射击 而天空的小鸟 就像能够听懂他的话语一般 竟然转身就想跑 但此刻箭塔已经待命完毕 一只极快的箭矢 划过天空 精准地将准备逃跑的那只小鸟 一箭刺穿 因为惯性的作用 尸体也向着领地之外坠落 不用麒麟吩咐 立马就有两个农民站起身 来出去寻找尸体了 虽然不明白 领主大人 为什么要攻击这只小鸟 总之是有问题就对了 很快 农民们就拿着箭矢 举着小鸟的尸体返回了 领主大人 您要吃吗 农民恭敬地说道 如果是用来吃的话 它可以代劳考制 麒麟摇了摇头 这只鸟有问题 它没有过多的解释 接过来自己检查了一番 但却什么也没发现 奇怪 麒麟呢喃着 它无比肯定这就是 之前盘旋在自己领地的那只鸟 它起身走进了领主大厅 看看这只鸟 有没有什么问题 化身从睡梦中醒来 接到手里看了看 身为龙族 它掌握着威力恐怖的龙语魔法 对于那些低裂魔法 当然也会有所感应 可它检查一番 却没有发现 上面有残留的魔法痕迹 这只鸟怎么看 都像是一只普通的小鸟 不 不对 上面隐藏着一丝极 不可查的奇特能量 这种能量 远比魔法要更加高级 它更像是 化身沉默不语 极力地思考着 它总觉得这种能量 有种说不上来的熟悉之感 是神通 是领主神通的力量 第十五章 你TM的又是谁 化身的一番话 当即让麒麟反应了过来 是的 领主神通多种多样 虽然它没有具体了解过 但想来 有这种控制其他生物辅助的能力 确实也不为过 果然不是巧合 看来我们是被盯上了 麒麟此言一出 化身也是睡意全无 上一次应该只是试探 它看出 我们的兵种 是农民以后才动了杀星 而这次 显然是对方进攻的信号 我去把亡灵化身找来 巨龙化身说着 立马离开了领主大厅 他虽然高傲 但一个未知的敌人 关乎所有人的性命 保险起见 自然要全力以赴 毕竟麒麟本体的性格 才是这些化身的主导思想 他要想以一人之力 单挑对手的话 那就不是高傲了 是自负 对这个世界 一无所知的他们 还远没有这样的容错 另一边 男子见到自己的眼睛 被杀 并没有恼怒 被发现了吗 没想到这么警惕 但很可惜 你的兵种是农民啊 男子也没想到 仅仅是两次侦查 就让对方发现了端倪 但没关系 他已经看到了 想要看到的一切 亡灵化身远 在领地之外打怪 方向正好与男子相反 除非越过麒麟的领地 否则是不会发现他们的 而恰好 所有的农民 又都聚集在一起吃着午饭 这么快就一百人了 领地内 更是有一些 我从未见过的建筑 想到对方发展这么快 自己还在原地踏步 而对方的兵种 又即将成为自己的兵种以后 他就已经开始兴奋了起来 加快速度 而在另一边的亡灵化身 此刻他刚刚带着亡灵 找到了一处哥布林的洞穴 准备试探一下对方的实力 然后发起攻击 巨龙化身带来的消息 当即让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果断放弃了进攻 随后 带着近两百只亡灵向着领地返回 但他并没有傻乎乎地 让亡灵们一股脑地守在领地 抵御对方的进攻 既然赶来进攻自己 那就一定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下午 具体几点没人知道 此刻的天空变得昏暗 成片的乌云挡住了太阳 让这片大地也跟着失去了光影 要下雨了吗 麒麟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呢喃着 他刚想打开终端 看看其他领主那里有没有变天 以此来判断自己的猜测时 只是 前脚刚踏入领主大厅 终端就发出了警报 警告 有位只生物正在靠近领地 生物数量 38 来了吗 麒麟打开终端 查看着对方的方位 此刻两名化身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也调回了所有的农民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领地附近的所有生物早就被亡灵们肃清了 这还是预警器自建造以来第一次发出警报 第一次面对其他领主 麒麟的心里难免生起一丝忐忑之情 其他领主的实力到底如何 自己的实力在他们之中 到底又能否名列前谋 而现在正好是验证这三天发展的成果时刻了 领地之外 男子带着自己的领民们来到了这里 别看二人距离不远 但那只是对于鸟类来说 毕竟对方能飞 而他带着兵种 从早上就已经开始出发了 不然这场战斗很有可能会拖到晚上 这对他的状况是极为不利的 只是凭借着自己的记忆 越是靠近对方的领地 他越是察觉到一丝不对 到底是哪里不对呢 周围的环境明明与自己的领地并无不同啊 直到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具腐烂的骷髅 这是人骨 他有些疑惑 但没有在意 也许是对方的领地是个乱葬岗而已 自己只是之前没有发现罢了 随着逐渐深入 这些骷髅的数量越来越多 他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就这么分散在领地的周围 可男子似乎并没有发现 这些骷髅根本没有任何出土的痕迹 上面的骨骼干净无比 眼下 男子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抓捕这些农民为自己所用 对了 他一拍自己脑袋 发现了不同 这一路走来怎么不见一个生物 因为都被我们杀光了呀 一道动听的女生传来 王林化身正背着双手歪着头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看向对方 你是谁 男子突然警惕 质问着眼前的女孩 这里可是万族战场 谁不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即便对方再漂亮 他此刻的想法 也只有是敌人 就杀掉这一个选项 咦 你这个人好奇怪了 明明是自己来到了我的领地 却还问我是谁 女孩的笑容更甚了 就在对方进入自己领地的那一刻 两位化身就已经发现了 对方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 因此倒也没有什么太多担心的必要了 胡说 这个领地的主人分明是一个农民领主 他那个错样我不会认错的 男子冷笑一声 自己的大军就在身后 还能怕了这个小女孩不成 是吗 女孩眯缝着眼 依旧歪着头带着笑意 只是这紧皱的眉头证明着 他已经有些生气了 啪哒 一滴雨水从天空落下 很快越来越多的雨滴 开始从天而降 下雨了 雨水打落在男子的脸上 也让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杀意 杀 他怒吼一声 不管这个女孩是谁 他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可愣神片刻 身后竟然没有一点动静传出 豪猪们仿佛根本没有听到 男子的命令一般 你们这群蠢猪在 他刚要回头怒斥 可话还没说完就戛然而止 脸色惊恐地看着身后的这一幕 只见一支支的骷髅正从原地爬起 他们凹陷的眼眶之中 也燃烧起了幽蓝色的火焰 竟然彻底活了过来 不仅有人形 还有巨大的蛇骨架骷髅 以及狼骨架骷髅 而豪猪们虽然凶猛 但当他们遇到 令自己恐惧的对手时 反而会失去斗志 将自己蜷缩在一起 试图用自己身上的尖刺来保护自己 这 这是什么 男子的脸色变得难看 眼下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这个农民领主 已经被其他领主 截足先登了 你们这群蠢猪 快动啊 不过是一群骨头架子而已 你们怕得急吗 你不会以为 他们真的是在 怕这群骷髅吧 一道带着雌性的男生 从身后传来 他单手插兜 一只手压低着帽颜 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你磕的又是谁 第十六章 连续完成两个成就 巨龙化身 没有理会对方的话 反而是向着面前的蚝猪走来 这时 男子也终于发现了异常 对方走得越近 自己的兵种 就越是颤抖 这是在恐惧 极度的恐惧 巨龙化身一脚踩在一只蚝猪的上面 而他脚下的这只蚝猪 根本不敢有任何的反抗 扑通 红白之物见舍而出 巨龙化身 一脚踩碎了一只蚝猪的头颅 即便如此 这群家伙依旧不敢反抗 只是颤抖得更加剧烈了 男子惊呆了 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兵种 为什么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你 你到底是谁 他的脸上也逐渐浮现出恐惧 大家前来 不过都是为了这农民领主的资源 我愿意赔偿一切物资 希望阁下高抬贵手 放在下一条生路 砰 一只三十六码的脚 直接将男子七十多公斤的体重 给踹倒在地 男子错不及方之下 直接被身后豪猪的尖刺 扎出了数个血洞 鲜血流淌而出 他愤怒地回头 看向这个不讲武德的家伙 明明这么可爱的一妹子 怎么喜欢搞背后偷袭这一套 可此刻的男子 却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用眼神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人在屋檐下 他很清楚 这两人是一伙的 能不能别装了 赶紧的 女孩的语气之中 带着一丝不耐烦 催促着对方赶紧动手 大哥大姐 饶我一命啊 万事都好伤了 男子这下彻底慌了 看面前这个小女孩的意思 很明显 就是要杀了自己 此刻的他 哪里还敢对对方不敬 喂 养猪的 你叫什么名字 巨龙化身开口问道 眼下对方已经彻底被控制 当然 是要询问一番 看能不能了解到一些信息了 当然 亡灵化身之前也这么做过 不过这群本土生物 什么也不知道 索性后面也就不再这么麻烦了 小的 小的叫纪长 纪什么长 纪薄长 男子颤颤巍巍的说道 哦 原来 是鸡白长啊 巨龙化身的嘴角 带着一丝笑意 亡灵化身 则是一脸的古怪 接下来 二人又询问了对方一些基本信息 可对方什么也不知道 他来自的未免 甚至还不如麒麟所得知的信息要多 这男子根本没有丝毫的价值 你的鸡白长 可惜你的命不长了 巨龙化身淡淡一笑 男子立马抬头恐惧地看向对方 可等来的 却是自己的脑袋开花 亡灵化身瞪了对方一眼 挥挥手 外围的亡灵大军也开始散去 他转头向着领地内走去 而处理这些豪猪的任务 自然就交给了巨龙化身 反正谁杀都一样 能源值都不会有丝毫的损失 恭喜领主麒麟完成成就 第一滴血 全服通报 获得成就奖励 随着终端突然发出的全服通报 所有领主瞬间沸腾了起来 他们不敢相信 新手保护期刚刚结束的第一天 就已经有人发起了战争 到这一刻 一众领主也才明白 终端所说的首次成就 是为何一 这个成就被麒麟触发以后 其他人即便再发动战争 也不会获得这份奖励了 然而此刻的他 却是没心思注意这些 因为相比其他人 他自己收到的信息 要比其他人还要多 恭喜您成功击杀一名领主 奖励正在清算中 您为发动领主战争 将受到限制 清算完成 以下战利品请任选其一 金币 基建资源 领地 其他 竟然不是全部战友吗 麒麟的脸上 露出一丝疑惑 他本以为杀掉对方以后 所有的资源 都将归自己所有才对 可领地战争又是什么 看来以自己目前的领地等级 暂时还接触不到这些 对方的兵种是豪猪 木材石头这些 肯定不会多 金币就更不用说 他都穷成这样了 又能有什么好东西 思来想去 似乎也只能吞并对方的领地了 毕竟 主线任务是以争霸岛屿为主 选领地面积没错就是了 在选择接受了对方的领土之后 终端上显示的地图 也随之缩小 精确地标记出了 对方领土的所在位置 但相比之下 对方的领土面积 比自己小的 不是一点半点 唯一的好处是 这块领土 也是可以收到预警器加成的 同样监测着外围的 小部分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 领地的所有权规 麒麟本人所有 所以 即便有人发现了 那里也是 无法将其占领的 去让巨龙化身 飞过去看看 要是有用的话 就安排点人手过去 麒麟扭头 对着身边的亡灵化身说道 好 他点点头出去了 恭喜领主 麒麟完成成就 传奇的开始 全服通报 获得成就奖励 就这么简单 又完成了一个成就 这一下就连麒麟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成就名称是专门的 其他字体 全服通报会显示 在每个领主的终端上 他们点击字体 就能看到 成就相对应的完成情况 懒得思考这些 先领取奖励再说 提示 成就奖励为 特殊固定奖励 无法转化 领取成功 获得成就勋章 基础家具套装 获得成就勋章 基础衣物套装 好好 这么玩是吧 麒麟都被气笑了 没想到成就奖励 居然这么敷衍 不过想想也是 越是容易完成的成就 奖励就越是敷衍 甚至某些游戏成就 都没有奖励 领主大厅内 瞬间多出一套简易家具 包括床 桌椅 衣柜等 以及几套衣服 当然 怎么可能是现代的 麒麟对此的评价是 不如野外找两片树叶 然而此刻的他 还不知道的是 自己连续完成的两个成就 已经在上面 引起了轩然大波 所有领主 都在震惊于顶尖领主的实力 但更多的 其实是恐惧 而恐惧就会有人摸黑 这里就像是网络 键盘侠自然存在 不过 现在可是实力说话的世界 舆论压力什么的 完全没用 第十七章 进攻哥布林部落 开什么玩笑 新手保护器第一天就开杀 你是杀人魔吗 at领主麒麟 哼 有人就是这样 哪怕统一岛屿 并不需要领主之间相互残杀 可为了快速获取资源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么干的 大佬 范范 呃呃 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人家主动想来杀我呢 我抄 大佬原来不是哑巴 暴罗伤大腿 少放屁了 哪个领主会傻到去进攻顶级领主 不是哥们 我寻思大佬的长相和兵种你也不知道吧 线下碰见 难不成还会把名字写在脸上 九四九四 我还说我是秦始皇呢 麒麟看着世界聊天 他对此倒是并不在意 不过刚刚是真想说一句不服你打我啊 想了想 觉得有失自己大佬的身份 还是算了 毕竟 大佬都是高冷的 掀开门口破旧的兽皮门帘 门外泥泥的雨水 裹挟着泥浆 向着室内建设着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 麒麟不喜欢这天气 因为农民们没办法工作了 现在只能先让那些低等亡灵代替了 农民们也都躲在自己的民房里避雨 晚饭就是前几天麒麟赏赐的那些肉类 这些早就被他们熏制保存了起来 至于麒麟自己 贵为领主大人 晚饭自然是不用操心的 这些农民即便是冒着雨也得动起来 这天气最适合睡觉了 现在有了床 起码不用再睡茅草了 他靠在床上 一手吃着烤肉 一边歪头 看向不连拉起的方形窗口 这时 亡灵化身也正好归来走了进来 那里的怪还是蛮多的 让他去负责清理吧 好像 他的眼神紧盯着麒麟手里的烤鸡 无奈只好分给了对方一半 怪多应该更适合你去吧 他疑惑地问道 亡灵化身一返回 就在处理来袭的领主 忘记将自己这边的情况告知本体了 我那里有一座哥布林洞穴 我打算带亡灵打掉它 确实 召唤他们 可比召唤那些野怪强多了 而且 洞穴内错综复杂 也确实适合人手更多的 亡灵化身来对付 行 你们看着办吧 对于两位化身的执行力 和判断力他 还是很信任的 毕竟只有自己 才最了解自己 对了 那里的数目和食材不少 有必要的话 倒是可以派农民过去采集 终端拥有随意钓钱领 地内物资的权限 有无仓库的区别 只是体积大小 以及木材长时间会腐烂而已 只要农民们 将物资放到那块领地上就可以 到时候升级 就会优先使用 仓库之外的物资了 至于对方领地内原本的一切 在麒麟选择好战利品的那一刻 就全部消失了 终端奖励的是领地 里面一根木头 都不会给你剩下 领主们表面上 虽然都是敌对关系 有些时候 一个活着的领主 或许价值远远大于 剩下的这一块领地 晚上 巨龙化身还在刷罐 亡灵化身 已经集结大批骷髅 向着哥布林的洞穴出发了 漆黑的夜里 只剩下雨水滴落的哒哒声 黑夜里 一群漂浮着的幽蓝色光芒 正向着这里缓缓靠近 这里是一个隆起的小土丘 周围有着许多一米多高的洞口 内部边缘插着火把 照亮着周围的区域 更内部则是漆黑的一片 再也看不清任何东西 四周没有什么活物 地面上也都是枯萎的草地 混合着泥泞 越是靠近这里 麒麟闻到的一股恶臭 就愈发浓郁 真是让人恶心的地方 他摆摆手 号令骷髅们停止前进 洞穴内部错综复杂 而且骷髅们 相比哥布林来说 还是太大了 想要进入其中 难免会有些麻烦 来到洞口 还能听到里面 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看来是守夜的哥布林 没有刻进止守 去完成自己的繁衍大夜了 麒麟还在想着 要如何将这些家伙引出来 然后一网打尽 这么恶心的地方 他可不想进去 突然 他想到了办法 是一几个骷髅战士 把守住所有的洞口 然后又命其他的骷髅们 捡来大批的杂草树木 堆积在这里 随着这些杂草 被高温烘干 然后点燃 立马就产生了大量的浓烟 各个洞穴口 内部边缘 全部都生起了巨大的烟雾 这些浓烟顺着洞口 向内部快速扩散而出 嗨嗨 内部很快就传来了 这群哥布林的咳嗽声 他们尖叫着 慌乱地跑出了洞口 看到了那里的火堆 但现在没空管这个 而是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眼看涌出的数量越来越多 麒麟手臂一挥 数刀巨大的骨刀 从洞口上方落下 精准地堵住了所有的洞口 而那些恰巧这个时候 出现在洞口的家伙们 瞬间就被砸成了肉泥 迪西 迪西 当这些哥布林反应过来时 漆黑的雨夜周围 已经闪烁起数道蓝色的幽光 紧接着一支支的骷髅 走上前来 完成了包围 杀掉所有哥布林 随着麒麟下令 所有的亡灵们 在这一刻发起了冲锋 他们踩着泥泥的土地 积水向着两侧 建设而出 哥布林因为突发状况 是仓皇来到洞穴之外的 手里根本没拿武器 虽然低等亡灵与哥布林 都是万族之中 近乎最弱的种族 但前者 毕竟出身顶级种族 对上这些绿皮家伙 有着绝对的优势 更何况 王林的数量 还是对方的数倍以上 哥布林们虽然胆小 但眼下 已经无路可退 他们选择了背水一战 麒麟冷漠地站在原地 看着周围断裂的肢体 以及喷涌而出的血液 内心没有一丝波澜 在这期间 不是没有哥布林 想要对其斩首 但面对王林的重重包围 他们根本没有一点办法 哥布林的初始等级也是一级 他上次遇到的那只 不过是个意外而已 奇怪 这些家伙 全部都是一级 那该死的首领在哪 就在麒麟疑惑之际 不远处的树林里 传出了动静 下一秒 树道燃烧着火焰的箭矢 就划破了 黑夜向着他急速飞来 第十八章 一只女精灵 麒麟后退一步 箭矢射击在他的面前 插进了满是泥泥的土里 但上面燃烧的 火焰并没有熄灭 哄 一声巨响 箭矢爆炸开来 漫天的火焰照亮着夜空 肆虐着周围的一切 火焰散去 周围的骷髅 尽数被击碎 一道黑色的屏障 挡在面前 麒麟施展魔法 挡下了火焰的侵蚀 不等他反应 森林之中的火箭 就再次发动了攻击 相距如此远的距离 他甚至看不清 敌人到底是谁 麒麟挥舞镰刀 数颗黑色的火球 飞向对面 同时他的身影 映于亡灵之中 消失不见 毁了那片树林 骷髅巨蟒与骷髅狼 收到命令 直接杀了出去 那些爆炸的火焰箭矢 能够轻易地击碎 普通骷髅 但攻击在巨蟒身上时 却是毫无作用 仅仅是稍微减缓了 他的前进速度而已 反观骷髅狼 他全力奔跑的速度极快 那些箭矢 根本就无法将其命中 燃烧的黑色火焰目标 也并不是那些 隐藏在树林之中的敌人 而是那些树木 诡异的火焰扩散而出 迅速侵蚀着四周 燃烧着一切 根本无法被雨水熄灭 树上的敌人 还以为对方只是打歪 完全没有察觉到 其诡异之处 仍然在专心面 对袭来的两只亡灵 眼见见识无效 他们掏出背后的弯刀 就准备跳下 与对方进行战斗 一条粗壮的尾巴 发出破空之声 横扫而来 这些树木就犹如纸片 瞬间断裂开来 飞出去的树干 又连续不知砸断了多少树木 这才彻底停了下来 树上的敌人们 一个不妨 失去重心跌落而下 可等来的 却是一只骷髅狼的私钥 他们的平均等级 在三级左右 单对单的情况下 又如何会是一个五级的对手 更何况 身边还有一只六级的巨蟒 地上的木头碎屑 燃烧着黑色火焰 正向着四周快速地蔓延 很快就在周围 形成了一片火海 彻底困住了 他们的退路 这也是一群绿色皮肤 长着一对尖尖耳朵的家伙 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像是哥布林 但他们 不仅比哥布林 长得稍微好看那么一点 还比哥布林要高上不少 和人类的身高 近乎相当 杀了这么多哥布林了 麒麟还没见过 有哪个哥布林 是会射箭的 眼下没了对方 远程火力的支援 这些被击溃的骷髅们 很快就重组完成 屠杀着场上 为数不多的哥布林 一只只倒下的尸体 都被躲在暗中的麒麟 施展召唤 哥布林们却是越来越少 很快 鲜血混杂着雨水 流淌在脚下的土地上 让这里变得更加粘稠 洞穴外的所有哥布林 尽数被消灭 麒麟也来到了 远处的树林那里 见到了这群奇怪的家伙 他没有说话 挥舞起镰刀 直接斩杀了一名敌人 恭喜领主 成功击杀三级 一种哥布林 果然还是哥布林 他冰冷的眼神 看向面前的这些家伙 很确定他们 也是来自这个洞穴 你们的首领呢 万族战场 因为终端的原因 所有种族之间的语言 都是互通的 当然 仅限于智慧种族 那些连种族都算不上的 野生动物们 是没有语言的 不 不知道 这些哥布林们 颤颤巍巍地说道 他们本来是 想营救自己的同伴的 没想到 来袭的敌人 竟然这么强 不知道 麒麟疑惑地出生 那留你们就没用了呀 大人 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我们一直都生活在 附近的树林之中 从未进入过洞穴 这些哥布林还想极力解释 试图表现出 自己的最后价值 而此刻的麒麟 已经转身 缓步向着洞穴走去 杀了吧 冰冷的声音传来 周围的亡灵们 立马蜂拥而上 惨叫声回荡在雨夜之中 麒麟战 在洞穴面前 开始着手安排 骷髅们进入其中 找到对方首领 只是其次 重要的是他还未收缴战利品 洞穴的内部 似乎并没有他之前 预想的那么大 几十只亡灵进行搜寻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开始返回了 并没有找到这处据点 第一个布林首领 但在这里面 也确实发现了 类似首领生活的地方 这说明 对方要么是运气好 要么是提前预知到了危险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洞口处 传来了一道崩溃的女声 麒麟疑惑地看了过去 只见两只骷髅 抓着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然后来到她的面前 等待着下一步的命令 毕竟对方并不是哥布林 而麒麟的命令 是杀掉所有哥布林 女人有着尖尖的耳朵 金色的头发 一双漂亮的眼睛 只不过此刻双眼无神 有些木讷 嘴里一直念叨着别杀我 她的衣服破破烂烂 衣不遮体 全身大面积暴露着 上面布满了抓痕和咬痕 光着脚 带着一副镣铐 脚踝处都是红肿结痂的伤口 即便全身沾满了泥土 也依旧能看出 她的皮肤白皙且细腻 仅此一眼 麒麟便明白了 眼前的状况 精灵 她的轻声发问 让对方的身体一僵 我没有恶意 也不会杀你 周围的哥布林 已经被我杀完了 麒麟解释着 想让对方放松警惕 以此来方便之后的交谈 精灵看了一眼四周 似乎也明白 是对方的袭击 才让这里的哥布林 全部消灭的 脸上的恐惧 也消散了一些 哥布林一族 是没有雌性的 他们想要培育后代 就必须得借助 其他种族的雌性 而那些自身血脉 高于这些家伙的雌性们 再与之结合 以后就会生出 更加强力的哥布林 这种生物的生育周期 极短 繁衍速度 非常夸张 至于刚当的那些 一种哥布林 想必就是普通哥布林们 与眼前这只精灵剩下的 至于对方为什么 会被哥布林 抓到了这里 麒麟就不得而知了 走吧 先等我返回领地 见见我家老大吧 麒麟开口说道 对方也自知 没得选择 乖乖地配合着 至于他口中的老大 自然就是本尊了 第十九章 岛屿情报 神通名称 道则化身 效果一 每日可自行储存一个分身 实力取决于 召唤数量的多少 化身的实力 则与本体等同 效果二 分身与本体完全互通 化身只有心灵感应 且二者死亡 都不会影响本体 种族本源获取备注 特殊奖励本源为完全体 杀敌积累本源 与种族个体主动奉献 则为目标种族本源 此刻的麒麟 正看着自己的神通介绍 同时还备注上了本源的 获取方法 虽然文字看起来有些绕 但对于它来说 并不难理解 目前已知获取本源的方法 为终端的特殊奖励 以及杀敌累计的进度条 没想到居然还有第三种获取方法 麒麟表现得有些欣喜 种族主动献祭出自己的本源 也是可以进行化身的转化的 而且这种方法 似乎比杀敌更加有效 但前提是主动 也就是自愿的才行 献祭本源虽然不会死 可也会极大的影响 这个个体的实力 甚至说是上限 所以一般情况下 几乎没有哪个种族 会主动献祭出自己的本源 就算是强迫也没用 对方不愿意 杀了他 则会自动转化为 杀敌积累本源的方法 不过这后 两者的本源上限似乎有点低 但好像也没关系 介绍中并没有提到 分身会有数量限制 分身没有限制 那化身自然也就没有 此刻的天罡微微亮 正是因为有一个家伙 要买他的武器 才让他被迫早起营业 六阶的蛇灵甲 在麒麟查看自己的神通介绍之前 刚刚被卖掉 最终的成交价是 799枚金币 别问为什么不是整数 因为砍了一刀 这件装备 一共换到了三张图纸 36枚金币 5000单位木头 以及4000单位石头 其中除了一张烹饪锅建造图 剩下两张 都是之前已经获得过的 被麒麟继续挂在了交易所 进行售卖 至于前者 听名字 就知道是用来做饭的 这代表着他以后的食谱里 不止单单有烤肉一个选项了 这东西可不能卖掉 时候也不早了 也该起床了 麒麟伸了一个懒腰 下床来到了领主大厅之外 恰好碰到了返回的亡灵化身 在一众亡灵的簇拥之中 他见到化身的身旁 跟着一个邋遢的女人 他拖着脚料 每走一步 都发出着金属摩擦的声响 后方的骷髅们 举着一个又一个的麻袋 或是破箱子 里面装着他们收获而来的战利品 又升级了 这可全是我捣毁哥布林据点的功劳 他一返回 就诉说着自己的成果 免得某人到时候 说是他打怪的功劳 居然升级了吗 麒麟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昨晚的那个时候 他还在睡梦中 想不到短短几天 自己的等级 就已经来到了五级 化身低声在耳边说了几句 让他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麒麟拍了拍他的肩膀 二人心领神会 随后 亡灵化身带着精灵女孩 进入了领主大厅 平退了所有人 老大把这件事全全交给我了 我可以放你走 甚至一路护送你 回到自己的种族 房间内 麒麟尽量用温和的语气 对着面前的精灵说道 不过 在这之前 你能和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吗 我也很痛恨哥布林 在洞穴内 并没有找到对方的首领 还需要下一步的行动 谢 谢谢你 女精灵自打和麒麟 返回以后 第一次开口说话 她的声音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甜 反而异常沙哑 不知是很久没开过口的原因 还是因为喊破了喉咙 接下来 精灵如实交代了自己的遭遇 并把自己所知的 哥布林情报 一并说了出来 她的种族是森林精灵族 这一族擅长使用弓箭 伸手矫健灵活 是天然的炽后 他们来到这里 自然是为了查探 哥布林一族的情报 但她却说出了一个 让麒麟都感到 无比震惊的消息 我们 并不是来自这座岛屿 她叹息了一声 似乎是在哀叹 对方的有心无力 因为她知道 以对方目前的水平 是无法送自己 离开这座岛屿的 森林精灵一族 是三座岛屿的统治种族 而他们来到这里的真实目的 正是为了探测敌情 当然 目标并不是灵主们 而是哥布林 没错 哥布林一族 就是这座岛屿的统治种族 不过 也仅有这一座岛屿罢了 当然 对方并不知道 这座岛屿的统治种族 是哥布林 所以才会先派人刺探情报 可谁之一登陆 就被对方发现 男精灵们被残忍杀害 女精灵们的下场 自然是成为了 对方的容不求 而之前那个洞穴的 哥布林首领 之所以不在 也就解释得通了 说到这里 麒麟震惊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疑惑 现今阶段 领主万岛实际上 与大陆 是处于一个彻底分离的状态 那这些种族 到底是与领主们一样 还是说 来自遥远未知的大陆呢 经过和女精灵的深入沟通 麒麟搞明白了其中的关系 大家都是一样的 都属于这座岛屿的原生物种 岛上的这些种族 与大陆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大陆的存在 同时 他们对于领主们的看法 也不过是 一座还未成形的据点 或者是部落罢了 实力太过弱小 岛上这样弱小的种族 比比皆是 他们根本无暇理会 如果说领主们是零开局的话 那这些岛屿统治种族 就是巅峰开局 他们一开始的目光 就在其他的岛屿 而不是这些弱小的领主们 直到这时 麒麟才明白过来 主线任务的统一岛屿 并不是直接打负 所有领主这么简单 挡在他们面前的 还有一座庞然大物 可一座岛屿 到底有多大呢 这一点 没人知道 想到自己刚刚还说 要杀掉所有的哥布林 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无论如何 还是谢谢你把我救了出来 可说来惭愧 我一穷二白 又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没什么能报答你的 女精灵低着头 诚恳地向着对方 表示自己的谢意与歉意 不 你有 第二十章 森林精灵本源 这名女精灵 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她要去寻找自己的大部队 只不过临走时 向麒麟借了一把骨刀 为了防止自己 再次遇到上次的那种情况 没人知道 她会不会活下来 当然 也没人关心 我说这附近的哥布林 怎么这么多 原来是这样 对方离开后 亡灵化身 正和麒麟交代着事情的经过 她的手里 拿着一枚散发着 绿色能量的圆形水晶 正是之前的女精灵 主动献祭出来的 这个种族似乎不错 懂得感恩 对于献祭出自己的本源 也并没有过多犹豫 也可能是知道 自己活下去的希望渺茫吧 选择了最后 报答一下自己的救命恩人 但不管怎样 对于麒麟来说 自己就是赚了 而对方不过是一个斥候 放了也就放了 这也算是一次意外收获了 看来得想办法改变发展策略了 麒麟淡淡地说到 她一开始的目标 实际上是对标这些领主的 现在看来 真正的挑战者 实际上是这座岛屿的统治者 不过还有一点很可疑 什么 亡灵化身疑惑地看向对方 森林精灵一族 既然作为三座岛屿的统治者 那派出的斥候 不应该这么弱才对啊 这些种族与领主不同 是没办法通过杀敌 来快速积攒能源值 进行变强的 那他们靠的又是什么 兵力 之前我问过 他是四级 而那座哥布林洞穴的首领 也仅仅只有七级 亡灵化身补充着 现在回想起来 即便对方的首领没有回来 也是能够轻易地将对方干掉的 暂时先不管这些了 我们获得的信息有限 先抓紧时间发育 两人对视了一眼 明白了眼下的情况 在结合之前所获得的情报 麒麟大胆猜测出 目前一众领主所在的 根本不是互联网 而是局域网 他们的各方面 目前都被限制在了脚下的 这座岛屿内部 对外界 其他岛屿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更不要说那遥不可及的大路了 眼下有了本源 不管强弱 麒麟自然都不愿意浪费 因为这对目前自己的实力提升 有很大的帮助 随着分身被成功召唤 他默默地接过了 亡灵化身手中的精灵本源 选择了吸收 本源破碎开来 一道饱含生机的能量 从里面喷涌而出 围绕着分身进入他的体内 他的身体在发生着某种变化 只是麒麟的嘴角抽了抽 因为他感觉自己的分身 这次变成的 好像又是一个女人 他有些欲哭无泪 金色的瞳孔 头上戴着一顶巫师帽 同样是金色的长发洒落而下 唯一异于常人的 是他那一对耳朵 这是精灵独有的特征 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打湿 完美的身材彰显无遗 美 这是给麒麟的第一印象 是一种完全不同于 亡灵化身的另一种美 仿佛出生林野之间 她就是森林的女儿一般 哇去 美女 亡灵化身兴奋地喊着 有没有什么特殊感觉 麒麟也连忙追问 只见金灵化身摇了摇头 在某些方面 金灵与人族无异 但他们擅长游击 丛林作战 剑术 寿命悠久等等 与人族相抗衡的种族嘛 从目前已知的表现来看 却是平平无奇 麒麟嘻喃着 这是她第一个自己收集到的本源 从而进行的转化 亡灵化身 在自己拥有不俗的战力前提下 还能无限爆兵 巨龙化身个体实力强大 拥有镇压一切低级血脉的能力 相比之下 金灵化身似乎确实有点过于普通了 并且 在不作为领主的前提下 一般的化身 几乎没有召唤兵种的能力 不过相比 巨龙化身 金灵化身和亡灵化身一样 也是出场自带武器的 没有意外 它的武器自然是一把弓箭 其中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身处森林之中 攻击不会消耗箭矢 但这好像没啥卵用 目前 还是继续在领地周围发展吧 麒麟叹了一口气 目前的状态 已经快要饱和了 驱逐功能还没有开启吗 王灵化身追问道 之前他们就做过尝试 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没办法脱离领地 真正诠释了什么叫 生是领地人 死是领地鬼 所以 麒麟就猜测 这个功能 很有可能是隐藏在终端的 驱逐选项之中 但他目前的领地等级 已经达到了高级村庄 并且升级到下一级 需要的资源是海量的 根本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 现在只剩下两个功能 没有解锁了 一个是刚才提到的驱逐 另一个就是联盟了 我感觉应该是在 高级村庄的下一级 而一旁的精灵化身 还在自闭中 王灵化身走过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宽心啊 不就是 变成女人了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看我 一开始也不接受 现在都习惯了 他歪着头 摊开手 表示无奈 王灵好歹没有性别之分 你变成女人 我能理解 精灵化身的眼神 有些优越 可精灵明明就有男性啊 嗯 有道理 王灵化身 用手指戳着下巴 不假思索地说着 也可能是因为 提供本源的那个家伙 是个女性 好好 我没辞了 此刻外面的天色 彻底亮了起来 下了将近一天一夜的大雨 也终于要停了 外面湿润的空气 混合着泥土的味道 格外好闻 农民们也可以开始工作了 他们收集着 昨天王灵们采集来的木材 而麒麟的目光 则是看向了 带回来的这些战利品们 这座哥布林的据点 只有200多只哥布林 目前化身的亡灵数量 已经提升到了一个 非常恐怖的数量了 除非是顶级领主 或者岛屿的统治种族 否则麒麟自信 自己能一路平推 若是能把这些资源 全部消化掉 应该也能凑齐 大半升级领主大厅的资源了吧 它让农民们 将这些物资 全部搬运到领主大厅 再由自己一一核算 没有什么 是比数金币 更让人开心的了 身为领主 谁会一身犯险啊 好好躺在家里清点物资 它不香吗 第21章 中间商 这些哥布林 收集到的金币并不多 也仅仅只有200多枚 加上麒麟 目前手上的资产 它的金币 已经达到了近600枚 别看这些数量很多 但实际上 也才只是相当于 一件六阶装备的价格而已 除了金币之外 里面的东西 大多都是一些瘦皮 牙齿 骨头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 都是哥布林们 还没有来得及 做成装备的原材料 对于麒麟来说 没有一点作用 剩下的 就都是一些装备成品了 什么瘦皮护甲 碎骨大锤之类的 因为没有消灭 哥布林首领的原因 里面最高等级的装备 只有五阶 虽然等级低了一点 但数据还不算少 有十几件 装备总数的话 接近400件 当然 这里面大多都是一些 一阶装备 其实并不值钱 这些东西 要真想交易 还得以远低于 市场价的价格来卖 因为这里是 哥布林统治的岛屿 最不缺的 就是这种东西 能成功渡过 新手保护期的 哪个领主竭尽全力 没有搏杀五级的战力 自然对这种低阶武器 就提不起兴趣了 这也是麒麟认为 只能给自己 凑够一半升级物资的原因 而且现阶段 领地内的民房 以及兵营 都还没有升级 它只是升级了仓库 增加了容纳资源的体积了而已 随着这近400件的 装备上架交易所 立马又让这些领主们 开始膜拜起了大佬 大佬 请收下我的膝盖 这么多装备 这是图了一个 哥布林据点啊 大家都是零起点 这尼玛的实力差距 也太大了吧 看来诸位一开始 接触的生物 都是哥布林啊 大佬 我是艾坤不是小黑子 务必加个好友 都是一些垃圾装备 谁稀罕啊 关键便宜啊 话说另一位顶级领主 怎么没动静了 不会是死了吧 兄弟 这话要是被人家看到 我看是你想死了 这群领主表面上 不屑于这些低阶武器 可被地理下单的速度 比谁都要快 武装自己的兵种 这是必不可少的 有些时候 微小的差距 就有可能导致 战场的整个天平发生倾斜 三百多件的装备 有一半是进行的金币售卖 价格只有区区十金币 没错 一阶装备就是这么廉价 过不了多长时间 这玩意就得像垃圾一样 满天飞了 刚刚还在感叹 自己金币少的麒麟 转眼之间 手里已有的资产 直接超过了两千 至于剩下的 则全部用来交易了物资 领地等级 高级村庄 升级所需 三万单位木头 一万五百单位石头 建筑物 领主大厅 民房 仓库 农田 水井 畜牧场 建塔 解锁建筑 采石厂 伐木场 召唤所需费用 一金币 这些获得的物资 麒麟并还没有选择留下来 升级领主大厅 而是选择 把除此之外的所有建筑 全部升到了满级 当然 这里所说的满级 是受到领主大厅等级的限制 若不提升 则无法继续升级其他建筑了 这些建筑 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农田 畜牧场之类的 无非就是提升了面积 建塔提升了伤害 以及新增了一名弓箭手而已 当然 兵营也不例外 三级的兵营 再次新增了一名兵种 一如既往 需要既有的农民 来进行转化 兵种名称 厨师 介绍 他们懂得极强的烹饪技术 掌握着将一切难吃的食物 变成美味的方法 训练费用 二金币 好好 我要征战四方 你给我玩建造养城是吧 厨子无需太多 实名就够 正好让他们 来负责领地之内的食物调配 剩余的资源还有不少 接下来就是静静地等待农民们 积累物资了 为了让自己的发展 能够更快一点 麒麟甚至还调走了一批 低等亡灵 去协助农民们砍树 至于手里的这点金币 他打算囤一波物资 直接全部消耗掉来 换取这些基础资源 到时候所有的领主 发现升级高级村庄 所需的海量资源以后 整个交易所内低价的物资 都会遭到疯抢 物依稀为贵嘛 在所有领主 都稀缺资源的情况下 涨价是必然的 就在麒麟着手实行 自己的计划 打算当个中奸商使 另一块领地发展的巨龙化身 同样同样 也消灭了一群哥布林 只不过是在野外狩猎的小队 对于他来说 根本没有一点威胁 此刻 他双手插兜 一脸的冷漠 金色的树桐 盯着面前的一名男子 而在他的周围 还有着数十名 身穿盔甲的战士 怎么 想结胡 麒麟冷笑一声 丝毫没有因为 对方的人多势众 而感到畏惧 大家都是同类 见者有份 为首的男子 善笑着 他知道 面前的男子实力强大 不必要的情况下 并不想损失自己的兵种 来与对方进行战斗 顶级领主麒麟 消灭一座哥布林据点 让他名声大噪 若是自己能吃下这些物资 也势必会在世界聊天上 掀起不小的动静 你射什么动线 麒麟冷哼道 人族领主 我看你是还没有搞清楚 自己的地位吧 没错 对方也是一名人族领主 毫无疑问 随即到人族兵种 前期是有多么的弱 基本上可以说是 处在这个领主世界的 三流层次了 麒麟之所以自信 那便是 他凭借着自己的种族优势 就可以将对方直接碾压 你 你别不知好歹 我这里可是有三百勇士 见对方这么狂 男子的心中 也生起一股怒气 自己这么多人 也是可以打下这对哥布林的 对方面前的这个男人 未尝没有胜算 男子还在思考 麒麟已经懒得理会他了 直接捡起地上的战利品 准备离开了 对于这些弱小的家伙 他甚至不屑于去屠杀他们 当然 前提是 别把自己惹毛 给我拦住他 男子一声令下 周围身穿盔甲的士兵们 立马将麒麟围在了中央 敬酒不吃吃罚酒 第22章 兵种兼并 这些士兵 穿着满是袖级的 战损版金属盔甲 手中拿着一把厚重的长剑 这些人类士兵 自照换出来以后 就自带兵器 可惜兵种自带的武器 是没办法进行交易的 不然男子 也不会看上哥布林手里的 这些垃圾了 这些兵种的平均等级 只有二级 大多数只有一级 只有几个别三级 又如何会是麒麟的对手 他甚至不用变身 随着这些战利品 缓缓落地 散落开来 他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三两步的距离 经轻松越过了 这些士兵的防线 来到了对方的面前 男子 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他扼住了喉咙 一只手给举了起来 别别 大哥我错了 男子下得赶紧求饶 脸上满是惶恐之色 根本没想到 双方的实力差距 能大到这一种地步 而身后的士兵们 见到自己的领主背情 也不敢再轻举妄动 没关系 下辈子注意点 麒麟右手用力 咔嚓一声 直接拧断了对方的脖子 恭喜您成功击杀 清算完成 以下奖励可任选其一 金币 基建资源 备注 应与该领主 为同族兵种 您将掌握 轻甲士兵的训练方法 恭喜您首次兼并兵种 完成成就 做大做强 有点意思 麒麟的嘴角服 现出一抹笑容 现在这种情况 本体即便是农民领主 也能拥有一定的战斗力了 至于奖励 他依旧选择了领地 目前来看 这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了 只不过 对方的领地到底在哪 也就只有本体 才会知道了 你们的领主已经死了 给你们一个机会 臣服或者死 麒麟转头 看向场地上的兵种们 同时释放出自己的龙威 一股无形的压力 瞬间笼罩了场上的所有人 我等愿追随领主大人 士兵们集体下跪 低着头表示着自己的忠心 他们是天生的战士 木墙只是其一 领主身死为其二 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们的忠诚度 并不是满的 忠诚度点数为 一杠一百 其中一百点为死忠 即便是领主身死 他们也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而在七十点以下 领民们就是墙头草 如果遇到无法战胜的敌人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 舍弃自己的领主 以保证自身生命为首要 至于到达了五十点以下 领民们则是随时都会反叛 甚至是杀掉领主投敌 这样的领主 往往都残暴无比 不受领民忠诚 也是正常的 正好 周围的野怪都解决得差不多了 可以放心 交给这些农民 来采集物资了 麒麟思索了一下 带路 去你们的领地 眼下 也确实该换一个地方 发育一番了 只是领地与领地之间 相距太远 来回辗转 有些太浪费时间了而已 而在另一边 领地之内的本体 自然也收到了消息 成就的奖励 一如既往地敷衍 他随意地将勋章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离开领主大厅 来到了兵营 里面果然多出了一个新的兵种 兵种名称 青甲战士 介绍 他们曾是帝国将军的旧部 怀揣着无上的荣耀 训练费用 三枚金币 训练费用并不贵 如果以价格来衡量 一个兵种的强弱的话 那他们似乎也并不比农民 强上多少 虽然是麒麟目前可以训练的最强兵种 但同样不能否认 他们依旧是个炮灰的事实 不过同族之间的兵种 竟然可以是可以兼并的 这倒是有点意思 他不知道 这座岛上的人族领主多不多 但他已经想要开始收集自己的兵种拼图了 农民 本质上也是人类 与其说麒麟是农民领主 倒不如说他是个人族领主 人族 好像也是顶尖种族吧 只不过 他们属于后积薄发 强在后期 前期是非常弱的 不过 对此倒也不在意 自己凭借着神通 就能横扫绝大多数的领主了 他现在更关心的是 自己接下来几天 作为一个中间商的生意状况 目前的金币共有2300枚 全换成单一物资的话 可以得到4.6W单位木头 或者2.3W单位石头 即便是以目前的财力 想要直接购买所有升级领主大厅的物资 都还远远不够 可见到时候这些东西 会有多么的稀缺了 现今三名化身都在外发展 本体则坐镇领地统筹全局 而作为一名领主 想要快速壮大自己 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一个 那就是金币 只要金币够多 你就能快速报兵 兵力亦多 作为领主获得的能源值 才会更多 也就会更强 可周围的怪物是有限的 领主们向外发展 自然要去讨伐岛上的一些其他种族 可这里是哥布林统治的岛屿 最多的生物 也只有它们 长此以往 势必会引发对方的愤怒 领主与统治种族之间的冲突 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点 麒麟早就想明白了 只是不知道 那群绿皮家伙 会不会把所有领主混为一谈 到时候 集体面临清算 那这局面的发展 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因为终端上的交易所 是能够看买家的 麒麟这两个字 想不被注意都难 很快 他大肆收购基建资源的事情 就在领主之间传开了 可领主们的领地 并没有到达高级村庄 并不知道 下一级所需的资源是海量的 所以 一时之间 根本搞不懂对方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 大部分领主认为 二十个木头 就能得到一枚金币 这简直赚大了 比起杀怪爆金币 有着损失兵种的风险 砍树踩石 几乎是零风险 怎么选 这还用响吗 有人甚至派出自己的所有兵力 去领地周围采集资源 因为他知道 对方手里的金币是有限的 所以 必须要尽可能多地搞到一些物资 才能得到更多的金币 作为目前最为稀缺的资源 在大部分人看来 麒麟抛售金币的做法 是极其愚蠢的 当然 没人会想到 他的强大 根本无需使用金币来召唤兵种 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 第二十三章 驱逐化身 两天时间 就这么转眼之间 平淡地度过了 在这期间 所有的领主 都在专心地进行着自己的发育 自从麒麟捣毁哥布林据点以后 也并没有想象中地 遭到对方的报复 也许他们 都将矛头指向了森林精灵一族 目前三块领地周围 已经没有多少可供发展的资源了 但麒麟并没有担忧 对于他来说 眼下是即将升级完成高级村庄的时刻 而其他领主 想必也快发展到他目前的阶段了 就是眼下这一步 不知道会卡着这些人多久了 两天的时间 领主之间的争斗虽然不多 但也有不少领主 为此而丧命 不过死于讨伐哥布林据点的领主 占绝大多数 毕竟领地周围就这么大 不断地扩大范围发生摩擦 也是必然的 万族争霸嘛 死几个人很正常 此刻的领地之内 麒麟与自己的三个化身 全部聚集在这里 天上的太阳正挂头顶 农民们刚刚解决完自己的午饭 开始了下午的工作 工人们则是在领主大厅内忙碌着 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要升级完成了 麒麟最关心的 自然也是终端的 驱逐功能 是否会在这一级别进行开放 四人都有些许期待 大家聚集在一起 发展虽然更好 但远不如独立出去来的迅速 想要遥遥领先于所有领主 这么做是必然的 随着升级剩余时间的彻底归零 整个领地内 散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光芒转瞬即逝 周围已经完成了变化 领主大厅 由原本的简易木屋 变成了一栋两层的金装木屋 民房 仓库等等 也都好像更换了更加坚硬的木材一般 至于建塔 底部更是被石块进行了加固 领地范围变大的同时 整个领地内 也多出了一条条的小路 恭喜领主将领地升级为低级小镇 恭喜领主 麒麟完成成就 恭喜完成支线任务 获得固定奖励 您的神通得到提升 一连串的消息弹出来 让在场的四个麒麟 一时间有些眼花缭乱 根本没时间去 仔细观察领地内的变化 赶紧看看 剩下的两个功能 解锁了没有 其他的一会再说 亡灵麒麟催促着 表现得很是激动 似乎已经预想到自己 带着亡灵大军 大杀四方的场景了 作为本体的麒麟 当然也不莫及 带着众人走进了 这个全新的领主大厅之中 随即打开了终端 您的领地 已经提升至低级小镇 现在可以开始创建联盟了 您的领地 一定有讨厌的人吧 请使用驱逐 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联盟功能 众人看都没看 直接点开了驱逐选项 驱逐 驱逐您所指定的人员 是一个随机位置 使他们不再作为您的领民 介绍非常简单 通俗易懂 杀掉自己的领民 会让其他领民人心动荡 造成终成度下降 而驱逐这个功能的出现 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点 让目标既可以活着 又能摆脱当下的身份 未知地点吗 麒麟呢喃了一句 现在唯一无法确定的就是 化身们在被驱逐以后 到底能不能成为一名领主 否则成为独狼也就算了 还离开了领地 几乎是等于主动舍弃了这具化身 当然 亡灵化身没有这个麻烦 但他目前是麒麟顶级领主的 唯一依靠 绝不能用来是错 神通强化了些什么 精仔细地感受了一番 又打开终端进行查看 甚至又确认了一遍刚刚的通知 随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没什么变化 没什么变化 几名化身 投来一丝疑惑的眼神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刚刚不是看到了吗 确实没什么变化 麒麟表示无奈 他自己还想知道 是怎么回事呢 那就先不管了 继续实行计划吧 亡灵化身 略过了这个话题 问题又回到了麒麟的手中 谁先去 我去吧 万一出现意外 损失最小 精灵化身主动站了出来 此言一出 三人沉默了 这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面对未知的情况 必须要有一个人 主动上前去打头阵才可以 而亡灵和巨龙 都是完美本源所转化的化身 相比之下 精灵化身确实是最弱的 当然 这也只是相对于这俩化身而言 单单是以目前的等级 精灵化身的战斗力 放在一众领主中 绝对不会弱 大家虽然是不同个体 但全部都是出自一体 所有的发展核心 自然也都是围绕着本体所展开的 先由我去试探一番 如果我死了 本体一定能够感觉到 到时候 这个驱逐发展计划 就暂且搁置吧 他又补充了一点 当然 即便他不说 其他人自然也都明白 嗯 麒麟点了点头 打开了 驱逐 不出意外 里面的选项 囊括了领地内的所有生物 哪怕是亡灵们都没有例外 自己的化身赫然也位列其中 选中精灵化身以后 他看向对方 地点是未知的 多加小心 别死了 巨龙化身也补充了一句 而亡灵化身 则是给了他一个眼神鼓励 加油 放心 我已经准备好了 精灵化身白皙的脸蛋上 透露出一丝坚定 他的眼中 也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恐惧之色 随着麒麟点击在最下方的驱逐 领主大厅内一道光芒闪过 三人之间的精灵化身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接下来就等消息吧 如果三天时间感受到 对方并没有死亡的话 那这个计划 也许就是可行的 他与化身之间的 这种心灵感应 是可以用来传递消息的 若只是 换了一个地方求生 那眼下的计划 就要暂且搁置了 两名化身 也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转身离开了领主大厅 继续去发展了 而身为本体的麒麟 目前自己刚刚升级到低级小镇 困扰着他的事情 也有不少 联盟 解锁的建筑 还有那不知道奖励到哪里去的神通提升 这些他都得搞明白 第24章 我不服 恭喜您解锁联盟大厅 建造联盟大厅 即可创建联盟 联盟 您可以和其他领主一起发展 共同应对往后的危机 联盟也好 工会也罢 其实说的都是一种东西 麒麟思索着 这个联盟到底要不要建立呢 目前岛上 唯有自己与那个 秦航号召力最大 自己能不能凭借一己之力 对抗岛上的所有领主 如若不能 以后在面对那另一个顶级领主时 可就不单单是他一个人了 还有他手底下的 附属领主们 不过这件事麒麟并不着急 因为目前的自己发展 是最快的 他还有几天的思考时间 具体还是要以化身们的发展 为主要再做判断 接下来便是看看兵营 以及这些新解锁的建筑了 他关闭联盟界面 打开了建造 这次解锁的建筑 是资源发展种类的 分别是采石厂与伐木厂 这些建筑 所需的初始物资不会太多 并且第一次建造的所需时间 也极短 随着建造完成 这两个建筑的规模 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 麒麟原本以为伐木厂 会是一大片林地 里面的树木生长周期 会比较长而已 没想到这建筑 居然比农田还要小 大概只有一间 民房的占地面积那么大 这里面也只有一棵树 采石厂同理 不等他吩咐 农民们就很自觉地上岗了 两座建筑 分别容纳一位农民 在上面进行工作 但很快 麒麟就发现了不对 无论是采石厂的石头 还是伐木厂的那棵树 有人站在里面 就能源源不断地 从中获取资源 原来如此 怪不得看上去 如此普通的两个建筑 居然要达到 低级小镇才能解锁 麒麟明白了过来 同时打开了大厅的面板 领地等级 低级小镇 升级所需 15万单位木头 75000单位石头 建筑物 领主大厅 民房 仓库 农田 水井 畜牧场 建塔 采石厂 伐木厂 解锁建筑 投石塔 锻造工厂 召唤所需费用 一金币 下一次升级所需的物资 更加夸张 发展到现今这一步 麒麟也准备稳扎稳打了 目光不能一直局限在领地内部 经过这两天 三位化身的努力 目前她的等级 已经来到了六级 想必终极小镇之前 自己应该就能达到 下一境界了吧 麒麟关闭了界面 升级兵营所需的物资 还需要积累 短时间内 农民们 是没办法发生什么蜕变了 至于之前 巨龙化身收编的那些 轻甲战士 足足有一百多人 当然也被安排出去打怪了 领地不养闲人 另一边 岛屿边缘的位置 秦航带着恶魔们 赶在麒麟之后 终于在正面战力上 消灭了一处哥布林据点 只是在搜刮战力品时 他遇到的情况 几乎和对方相同 首领依旧不在 并且还在内部 发现了一具 遍布伤痕的精灵尸体 这立马让他察觉到了 事情的不简单 方圆百里并无森林 这精灵是哪里来的 秦航看着对方的尸体 陷入了沉思 因为毗邻大海的原因 这里的地形 大多以平原为主 就是哥布林据点 都少得可怜 而眼前的这只精灵尸体 显然是刚死不久 也许就是在攻破据点之前 被哥布林们杀害的 对方更像是 被发配到这里的奖品 也就是说 哥布林之上 或许还有一个 更大的组织 扎根在这座岛上 看来的抓紧时间 提升领主大厅了 联盟的剑里 是挑战这些家伙的前提 轻袍一甩 他带着恶魔们 搬运着战利品 开始向着 自己的领地返回 世界聊天 一则消息 如风一般传到了 所有领主的口中 领主请行 将要建立联盟 同时 他也上架了这次 消灭哥布林 获得的所有装备 并且以一个 比麒麟更低的价格 上架到了交易所 这一下 又重新让所有的人 目光聚集在了他的身上 他要告诉所有人 这座岛屿上 可不仅仅是 只有一名顶级领主 我将创建联盟 带领诸位 共同争霸岛屿 名额有限 为防止一些人 烂鱼冲树 入盟废为 一百单位石头 或者五十单位木头 我的兵种是恶魔 但有不服者 尽管来向我挑战 这一次 他直接爆出了 自己的兵种 而一些实力 走在前沿的领主们 看了看自己的兵种 对于战胜恶魔 并不抱太大希望 当然 也有一些不自量力者 他们自视甚高 没人愿意 跑到对方手下去 当一个小楼了 但这毕竟是极少数 大部分领主 看到对方的发言 都为之疯狂了 在这个满是危险 随时会殒命的世界 谁不想得到 一名强者的庇护呢 至于什么入盟费 才几个木头而已 领地内的麒麟 看着世界聊天上 疯狂刷屏的消息 她的脸上 流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不得不说 这个秦行 还是有点脑子的 她知道 仅仅是依靠 消灭哥布邻居点 所获得的物资 无法让她升级 领主大厅 再加上现在的 一节装备 并不值钱 降价也是为了 更好的出售 可对于其他领主 就不这么想了 他们会认为 是秦行大发善心的 在帮助他们 再加上联盟一出 凭借着入盟费 也能积累到 不少的资源 到时候一整合 她同样 也能以一个 不逊色麒麟多少的速度 将领主大厅 提升上来 保守估计 相差两天左右 本来 麒麟还在考虑着 要不要组建联盟 对方的做法 倒是给了她 一个不错的提示 不过最主要的 还是对方的兵种 是恶魔 这让她无比地感兴趣 虽然领主之间 并没有直接的敌对关系 可主线任务 是统一岛屿 两人之间 势必是要分一个 大小王出来的 如此想来 打断对方的计划 势在必行 她也不想 到时候整个岛屿 除了自己 全变成了对方的盟友 真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就算不去 找对方的麻烦 他们也会来 主动挑衅你 真理名言 若领主无外交 麒麟心念一动 立马发出去了 一条消息 五不佛 第二十五章 精灵领主 上 另一边 精灵麒麟的 视野之中 一阵恍惚 就仿佛被无尽黑暗 吞噬了一般 你已被驱逐 当前身份 五 再次定格 她发现自己 正身处在一片森林之中 这是哪 她紧接地 拿出自己的武器 自己在森林里 也让她多少 有了些许底气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搞清楚 自己到底被驱逐到了哪里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没有身份的她 能不能成为一名领主 阳光穿透了绿叶 洒落在这片森林之中 格外的温暖 这里到处都是鸟语花香 可奇怪的是 除了昆虫鸟类 并没有其他的生物了 麒麟一直在森林里穿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天空之中的太阳 来到了头顶 此刻 已经是中午了 可她依旧 还没有走出这片森林 这里 比她预想的还要大 突然 麒麟尖尖的耳朵 动了一下 听到了不远处 传来的什么动静 她立刻警戒 小心翼翼地 向着目标靠近 粗壮的树干上 竟然是一只只精灵 躲藏在树木之后 正和一群人族士兵战斗 不知道领主 万岛有没有人族统治的岛屿 但看那些士兵的装备 和轻甲士兵无异 更像是领主的兵种 至于这些精灵 有男有女 金色或者淡金色的头发 双方 麒麟根本一无所知 也不清楚这些家伙 到底是领主的兵种 还是岛屿的统治种族 双方也都很冷漠 战斗期间 没有一丝一毫的交流 她本想继续观察 可一只箭矢 却急速地向着 她所在的草丛袭来 麒麟迅速躲到树后 知道自己 已经被对方发现 便毫不犹豫地向着 他们发起了进攻 她弯弓拉弦 翠绿色的长弓上 散发出光芒 紧接着手上 便形成了一道能量箭矢 绿色的能量箭矢 宛如一道激光 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机会 粗壮的树干 瞬间被冻穿 躲藏在后面的精灵 当场生死 这一击 直接惊呆了 在场的双方人马 人族士兵那边 没有搞明白状况 不知道精灵 为什么会内斗 但眼下 却是摆脱对方的最好时机 他们当即 开始撤退 而树上的精灵们 也不去管这些人族士兵了 立马调转了攻击方向 全部攻向了麒麟 一时间 箭矢在森林中翻飞 它们分散开来 游走于树木之间 根本不给对方躲藏的机会 麒麟并没有惊慌 它四肢并拢 一下射出了三发箭矢 每一道都精准无比 甚至瞄准了 对方的箭矢 将其击碎 还能于事不减地洞穿敌人 双方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 一名名精灵不断地 从树干上跌落 几十名敌人 很快就被解决 只剩下一名精灵的对方 此刻想要逃跑 已经来不及了 一枚箭矢精准的洞穿树干 与它擦肩而过 白皙的脖梗上 被划出一道伤口 鲜血滴落而下 它全身颤抖 直接愣住了原地 彻底放弃了逃跑的想法 你来自啊 是精灵族还是领明 一道清冷的声音 自它的身后传出 麒麟缓缓地从树后走出 来到了对方的面前 领 领明 对方不敢回头 就这么站在原地回答着 刚刚的那些人族士兵呢 也是领明 麒麟见对方点头 也不再追问 既然都是领主的话 那他就不管了 带我去 见你们的领主 这名精灵 刚刚就有逃跑的打算 显然不是死中 果然 自己的生命 掌握在对方的手里 麒麟甚至没有 过多地威胁对方 他就已经主动开始带路 路上 麒麟也向对方 了解到了一些基本信息 身为领明 他知道的情报并不多 刚刚这些战死的精灵 就已经是这名领主 一半多的兵种了 他总共也就只有一百多名精灵而已 但也不排除对方说谎的情况 很快 麒麟就在对方的带领下 来到了这名领主领地的附近 可周围所见的一切 却是让他感受到了震惊 对方的领地 与自己的领地并不一样 不是建立在地面上的 而是建立在树上 搭建着一座座的树屋 但这还不足以让麒麟震惊 真正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对方的领主 根本不是人 而是一名精灵 领主之中 竟然还有不是人类的存在 这是什么情况 等等 难道是因为自己 吸收了森林精灵本源 种族本质 变成了一名精灵 这才被驱逐到了这里 目前 好像确实也只有这个解释 才能说得通了 领地周围都是一些高大的树木 对方的领主大厅 就坐落在树干之上 其他的树上 亦或者是地上 都有着精灵负责巡逻 在这里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会遭遇危险 所以 这些家伙都表现得很是谨慎 他们的长相 也都与麒麟没什么不同 应当也属于森林精灵一族 咻咻咻 树道箭矢机事而下 一道道绿色光芒 穿梭于森林之间 很轻松地 就将地面的那些精灵全部解决 树上的精灵们反应过来 立马开始射箭反击 但他们 如何会是麒麟的对手 这些等级 只有不到三级的精灵 在他眼中和炮灰没有什么区别 大厅内的领主也听到了动静 刚来到门口查看 就听到 脚下传来咔嚓一声 支撑着领主大厅的枝干猛然断裂 他整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跟随着建筑物 一起向着地面跌落 砰的一声 整座建筑彻底粉碎 在地面掀起了巨大的烟尘 这名领主灰头土脸地 从中钻了出来 一枚散发着绿色能量的箭矢 已经直指他的头颅 他的全身一僵 狠话刚到嘴边 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你是谁 岛屿编号 040626 统治种族 统治种族 对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疑惑 而麒麟也没了继续问下去的兴致 右手一松 箭矢瞬间洞穿了对方的头颅 周围的精灵们都梦了 没想到眼前之人出手 居然这么果断 恭喜您成功击杀一名领主 获得灵石领主身份 第26章 精灵领主 下 灵石领主 您将获得领主的部分权限 不可用权限 所有建筑的升级 您的神通已激活 生命之术的召唤 消息谈出来的一瞬间 麒麟便明白了一切的缘由 本体的神通的确强化了 但强化的不是他本身 而是化身们现有的能力 其他人不知道 但眼下 他自己已经摸索明白了 接下来就是建立领地 稳定下来以后联系本体了 周围的精灵们 并没有替他们的领主报仇 反而是放下武器 主动向着麒麟投降 在这片广袤的森林里 即便他们离开了 也活不下去 还不如另投新主 很好 你们都是聪明人 收缴附近的战利品 然后跟我走吧 他对这些精灵 下达了自己的第一个命令 他们立马 开始在废墟中翻找起来 因为击杀对方时 麒麟的身份并不是领主 所以 唯有对方的战利品可供利用 而他现在的身份是临时领主 自然要趁着这个时间 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下这座岛屿 这里面的所有领主都是精灵 他们的物资 与人族领主 那边有细微的不同 三种关键物资分别是 木材 种子与金币 其中 扩展领地 升级建筑 交易 以及制作装备需要的都是种子 在这里 它的价值要比金币高得多 而金币的作用 好像只是用来召唤兵种 但貌似种子也有类似的能力 时间太短 他能了解到的东西 非常有限 此刻 精灵们已经将战利品收集好 他也要去物色自己的领地了 对于这座岛屿的一切 只能日后再慢慢了解了 不知走了多久 麒麟带着精灵们 终于找到了一处 适合建立领地的地方 相比其他领主的开局固定领地 自己这个临时领主能够选择领地 似乎也不错 这里的生命气息极其浓郁 四周都是两人才能核爆的高大树木 恰好中间又有一片空地 没有什么比这里更合适建造领地了 神通的使用方法已经印证在了脑海中 麒麟张开手掌 上面立马变换出自己的绿色长弓 随着他仔细感应 武器周身立马散发出了浓郁的生命能量 随后武器开始变换 最后压缩成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他将这枚种子拿在手里 这也正是生命之术的种子 麒麟轻轻一抛 手里的种子掉落在地 立马便渗入泥头之中消失不见 紧接着一棵树苗破土而出 然后地猛地向着上方狂野生长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刚刚的种子就已经变成了眼前的参天大树 而在上方的树干之上 赫然有着一座木制的房屋 也正是他的领主大厅 进入其中 打开终端 一切功能都能够正常使用 唯独领地内的一切不能进行升级 他打开了自己的面板进行查看 领地等级 高级村庄 升级所需 不可升级 建筑物 领主大厅 仓库 水井 畜牧场 剑塔 伐木场 召唤所需费用 一天 可用种子或者金币进行加速 这次的面板可以说是阉割版 但麒麟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自己的终端上 联盟和驱逐功能是开放的 这应该是低级小镇才会解锁的权限 而且 领地内的许多建筑 大部分也都继承于本体的领地 除了极个别的建筑 是这里的领主体系所没有的 其他的基本上都有 自己的领地虽然不能升级 但似乎好像 是跟随着本体的领地变化而变化的 至于权限则是完全平等的 麒麟很快就分析出了这一点 不过这样也正好 升级什么的 交给本体去负责就好了 而他作为临时领主 就没有这个麻烦了 至于兵种的召唤 生命之术 也就是他脚下的这棵大树 每天是能够自动御御精灵的 当然 他还可以使用资源 加速这个过程 但这也是 因为自己的兵种是精灵的原因 至于其他的精灵领主 他们脚下的大树 不过只是一棵普通的大树而已 想要召唤兵种 依靠的主要资源 依旧是金币和种子 没想到 领主居然也分屈服 他打开了终端的领地 上面显示着自己的领地范围 因为领主大厅足够高级的原因 周围的这些树木 自然也都被囊括了进去 预警器也在为自己提供着侦测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 像预警器以及兵营这种 由图纸建造出来的特殊建筑 居然是不显示在领地信息的个人面板上的 如今也算是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只要不去招惹这里的统治种族 麒麟自认为 自己的发育应当是没问题的 生命之术的本体 其实就是他的本命武器 当然 即便成为了领主 他也是可以召唤出武器的 只不过 武器的分身要相比本体 稍微弱了那么一点 这也算是一个小弊端吧 不过好处也有 那就是他 可以随时更换自己的领地 只是不知道 以这具身体的天赋实力 能不能抗衡这座岛上的其他顶级领主 姓名 麒麟 种族 森林精灵族 等级 六 领地等级 高级村庄 技能 能量箭矢 治愈之剑 来到领主大厅之外 他站在粗壮的树枝上 目光看向远处 生命之术比一般的树木 要高大许多 可即便如此 他的视线 也依旧没能穿过这片森林 更别说 看到大海了 由此可见 虽然中端 对其的称呼是岛屿 但这里的占地面积 可不是一般的大 麒麟又使用 刚刚收获到的种子 全部将其召唤 为了兵种 一共二十只森林精灵 他们单膝跪地 齐声喊道 参见领主大人 与刚刚收编的那些精灵不同 他们自召唤 而出就带着武器 一把弓 以及一把短刀 穿着 也更加华丽一点 并且全部都是女性 一次性召唤了这么多 他可不认为 这是一个巧合 不过相对而言 他所召唤出的森林精灵 与一般的森林精灵 又有一些区别 这是好事 剩下的金币 就给本体送过去吧 正好也把我这里的情况 告诉他 他的嘴角带着笑容 单非成为的领主的计划可行 他已经不敢想象 日后自己会发展成一个 何等的局面了 第27章 准备联盟 我的兵种是恶魔 但有不服者 尽管来向我挑战 看着秦行如此嚣张 麒麟绝不惯着他 立马在世界聊天上回复 我不服 你算哪根葱 也敢质疑顶级 我抄 是麒麟大佬 那没事了 牛皮 两位大佬 是要激健了吗 火药味十足啊 在一起在一起 什么都可只会害了你 麒麟没有理会 一众领主的调侃 而是继续发言 我与创建联盟 带领大家 争霸领主万导 入盟费五枚金币 只收精英 杂鱼勿扰 顺便一提 我的兵种是亡灵 拥有无穷无尽的兵力 此言一出 刚刚还准备加入 秦行联盟的领主们 瞬间犹豫了 他们不知道 亡灵和恶魔 到底谁更强 但前者 向来以暴兵而闻名 再结合两位 顶级领主之间的表现 麒麟似乎一直都领先 秦行一步 光是从世界公告 不断刷新的成就提示 就能证明这一点 至于为人 他们不清楚 也不在乎 他们更看重的是 双方的实力 麒麟锁定的入盟费 并没有减少 只是相对于材料 他换成了金币 如果他降价的话 对方说不定 也会跟着降价 比来比去 损失最大的 依旧是双方而已 保证同一水平的话 更像是在公平竞争 不管这些领主们 最后加入哪一方 二者从中获取的资源 都不会有所减少 你非要与我作对 这时的秦行 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直接在世界 聊天公开叫嚣 加入哪个联盟 是大家的自由 难道只需你 一人创建联盟吗 也太霸道了吧 不知秦兄所说的作对 是从何而来啊 麒麟又岂会怕对方嘴炮 直接反手意的道德绑架 立马引得了 大批领主支持 麒麟大佬说得对 谁都可以创建联盟 总不能 都是在和你作对吧 就是就是 那这么说的话 我们身为领主 就已经是在和对方作对了 支持支持 当然 里面也有不同声音 再者说了 这里是领主事件 实力为尊 对方也不怕什么 道德绑架 他会用实力来证明一切 好 那就各凭手段 用实力来说话吧 对方说完这句话 便消失了 麒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自然也不再说话 世界聊天上 领主们还在激烈地讨论着 只是话题 从原本到底要不要加入联盟 变成了到底加入谁的联盟 麒麟本人的终端私聊 一直没有断过 那些有意要加入联盟的领主们 非常懂事 会主动爆出自己的等级 以及兵种等基本信息 虽然他们明白 联盟目前并没有建立 但越早交入 蒙菲越能表现出自己的决心 到达低级小镇 拥有创建联盟的权力 而加入联盟 则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就在麒麟 还在处理着这些领主们的私聊时 一个陌生的聊天 谈了出来 他还以为是秦航这个家伙 要私底下给他放狠话呢 结果刚一点开 就收到了八十多枚金币 紧接着 便又收到了精灵化身传递来的消息 原来如此 麒麟的脸上有些兴奋 对方真的成为了一名领主 并且还被驱逐到了其他岛屿 只是没想到 除了人族 竟然还有其他种族的领主 那驱逐巨龙化身 是否也会将他送到一个 满是龙族的岛屿上 几十万龙族 那这数量 未免有点太过离谱了吧 他当即选择了 召回了自己的两具化身 同时来到了房间外面 你们去护送几位工人 去三号领地建造联盟大厅 他对着几名轻甲士兵命令道 所谓的三号领地 也就是 他杀死的第二名领主所在的那处领地 那里的位置 距离麒麟的领地不算近 他可不会傻到 将联盟大厅 建造在自己的领地之内 到时候管理这些领主们 就全权交给亡灵化身就可以了 同时兼顾着保护本体的责任 至于其他化身 统统驱逐 很快 两名化身 就匆忙地返回了领地 他也没有墨迹 直接将精灵化身传递来的信息 告知了两人 这么说来这个方法 竟然真的可行 不过居然还有 其他种族的领主 倒是有点意思 高傲的聚容化身 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 而一旁的亡灵化身 则是在思考着 另一个奇怪的问题 他歪着头 眼神有些疑惑 话说 没有武器的话 要怎么转化出那个特殊的东西 此言一出 本体和聚容化身 都将目光看了过来 倒不是在思考对方的问题 而是更想见识一番 这个能力的具体作用 话说 你不准备 和我们展示一下 阿嘞 这东西 对我没用吧 我本来就能召唤亡灵呀 牺牲掉自己的武器 不是多此一举吗 说的好像也是 巨龙化身点了点头 而身为本体的麒麟 感受得最为清楚 这哪里是什么多此一举 分明就是 不想给巨龙化身看 好了 多说无意 准备好 他打开了终端 目光看向对方 你们的情况 可能会有所不同 多加小心 放心 只要不是遇到 岛屿的统治种族 我都没问题的 巨龙化身 一脸自信地保证着 随着一道光芒闪过 对方的身影 也瞬间消失在了两人面前 接下来联盟的事情 和领地的发展 就交给你了 全在三号领地那边 麒麟又叮嘱了一句 我明白的 他乖巧地点了点头 驱逐地点 是完全随机的 而亡灵化身 虽然在自己的身边 但却没办法剥离身份 做任何事情 都是顶替自己而为 不过 在非必要情况下 麒麟是不会让本体出面的 由对方代替 自己自然再好不过 目前 除了领地内的领名 以及那只女精灵 还没有其他人 见到过自己的本体 当然 这些家伙 也不会知道 其他人都是分身 看来 以后的多加注意了 麒麟目送着 亡灵化身离开 嘴里呢喃着 毕竟自己的命 可是所有人的命 必须得隐藏好才行 第28章 远古巨龙领主 上 另一边 巨龙化身的视线定格以后 发现自己正身处 一座巨大的山洞之内 这个洞穴非常大 甚至能够完全容纳 他的变身 环顾四周 发现最深处的位置 居然有一个巢穴 里面静静躺着几枚 几乎和他身体 差不多大的蛋 不用想 这里应该是 某种生物的洞穴了 看这个体型 应该很不好惹 还是尽早离开为好 麒麟呢喃了一句 当即打算 向着洞外走去 有了精灵化身传递的消息 他当然知道自己 现在要该怎么做 杀掉一名领主 才能成功获得 临时领主的身份 至于岛上的信息 稳定之后再做考究 可就当麒麟刚刚准备离开时 一只庞然大雾 挡在了出口的方向 那是一只巨大的怪鸟 全身长满着火红色的羽毛 爪子上 抓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这下麻烦了 怪鸟刚一落地 就看到了自己洞穴内的 这个渺小的人类 吃 一声尖叫扩散 出气浪带着一股心臭 向着麒麟席卷而来 他有些恶心地捂住口鼻 马德 救你的头大事吧 下一秒 他的全身开始长出鳞片 身形急速地膨胀 没一会 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了一条 漆黑的巨龙 一股无形的压力 弥漫着整座洞穴 巨龙仰起他的头颅 眼神之中 看向面前的怪鸟 带着一丝不屑 而对方看到 眼前的巨物 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恐惧 再加上感受到的这股气势 他的瞳孔紧缩 下意识地就想逃跑 巨龙 这里为什么会有巨龙 好 一道粗壮的火焰龙溪喷射而出 直接覆盖了整个洞口 也将这只怪鸟完全笼罩 这道火焰能量就这么飞出洞口 斜冲向天井 片刻 能量消散 对方已经彻底蒸发 恭喜您成功击杀 七级赤鱼鸟 获得三十枚金币 赤鱼鸟血脉 血脉 巨龙口吐人言 看着面前的提示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奇怪的奖励 而且这么大的 一只怪鸟实力 才仅仅只有七级 虽然同一级别种族之间的差异 决定着战力差别 就好像七级的人类 又如何会是七级巨龙的对手 但还有一点 引起了麒麟一个大胆的猜测 九级之后的境界是超凡 但他们 似乎从未见过 这一级别的强者 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 大家都身处 领主万岛的原因 呼 巨龙正翅而飞 直接冲出了这座洞穴 若真是如此的话 他凭借着巨龙一族的种族优势 就能应对绝大多数敌人 洞穴之外 是一座连绵不绝的山脉 视野一会儿过 到处都是陡峭的高大山峰 互相连接在一起 根本没有一处平地 周围都是光秃秃的 只能见到大地最本质的颜色 植被非常的稀疏 这里的生活环境很恶劣 恐怕一般的种族 很难在这里生存下去 一双金色的瞳孔 不断地扫视着地面 麒麟发现周围的生物体型 都非常巨大 仿佛来到了侏罗纪一般 突然 他感受到了一道目光的注视 黑色的身躯 猛然从高空俯冲而下 下方 一名领主看到天空中的 那只黑鸟掉转了方向 吓了一跳 糟糕 被发现了 因为距离太远的缘故 他根本看不清天上的 那只生物是什么 就在他转身逃跑之际 轰 一声巨响传来 这个庞然大物猛然落地 掀起周围大量的泥土和碎石 这名领主 下意识地用手护住自己的头部 待到面前 这只怪物降落造成的余威 消失以后 他这才震惊地看了过去 黑色高大的身躯 遮天蔽日的翅膀 全身不满的鳞片 以及那头颅之上的双眼 龙 他吓了一跳 浑身颤抖 仿佛为了回应这句话 下一秒 一道恐怖的龙威 释放而出 扑通一声 对方竟然直接跪倒在地 全身流淌的血脉 都在诉说着极度的恐惧 巨龙缓缓变小 最后成为了一个 穿着外套的帅气男子 他嘴角带着笑容 缓缓向着面前的 这名灵主走来 从外貌判断 这应该是个雌性 对方全身棕色的皮肤 一些部位上 还长着些许鳞片 发黑的脸上布满了麻子 额头上 也有两个奇怪的脚 这位丑陋的小姐 能告诉这是哪吗 麒麟开口看着面前 跪倒在地的女子问道 而对方听到这里 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 不是这座岛上的生物吗 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岛屿编号 零四零七二三 岛上没有统治种族 全是如我们一样 来自同一位面地 混血领主 这名领主老是交代着 他当然明白 不管对方是什么生物 也一定不会是来自大陆 既然如此 这些基本信息 就一定会知道 麒麟一愣 这座岛屿的情况 似乎和本体 还有精灵那里的情况 又有些不同 不过眼前的 这人知道的信息 可谓是不少 一般一些低级领主 是不可能知道 岛上还有统治种族存在的 他继续向着对方 了解着信息 很快 麒麟就搞明白了 这座岛上的一些情况 这里不讲发育 只讲变强 而最重要的东西 自然就是血脉了 这些领主 也基本上都是 各种生物的混血 少则两种 多则十几种 而麒麟面前的这名领主 就是人类与龙溪的混血 这里的所有人 也正是通过 不断吸收血脉的方式 才能持续变强 召唤兵种也是同理 它们是消耗金币 召唤一颗初始蛋 在里面 融入自己想要的血脉 就能创造出 一只全新的生物 当然 严格意义上来说 只是一个四不相而已 所以 岛上的这些混血生物 才会如此的丑陋 因为血脉 同样也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吸收的程度越是完美 外貌也就更接近人类 这里虽然没有统治种族 但却聚集着许多大型生物 它们各自为战 实力强大 地位几乎等同于统治种族 再加上岛上条件恶劣 也根本不适合地面生物的到来 大人 我知道的 已经全部告诉您了 我愿追随于您 对方这名领主 匍匐在地一脸恭敬地说道 第二十九章 远古巨龙领主 下 不行 你太丑了 麒麟摇了摇头 对方立马用诧异的眼神看了过来 这是什么理由 他明明在这群领主里面 已经算是姿色上成了好吧 咔嚓 对方就这么毫无反抗地 被拧断了脖子 怪就怪在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领主吧 主要是我不想跑了 他对着尸体自言自语地说道 谁知道 找到下一个领主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么好的机会 当然不能错过 恭喜您成功击杀一名领主 获得临时领主身份 您的神通已激活 巨龙之魂的赠语 原来如此 神通已经激活 麒麟就已经明白了这一切 岛上几乎全部都是这些高大的山峰 而领主们 也近乎过着和这群怪物一样的生活 他们的据点大部分 也都定居在山腰的洞穴之处 而他也想到了自己的好去处 那就之前的那座赤鱼鸟巢穴 正好体积够大 可以容纳他的变身 走进对方的洞穴之中 随便翻找了一些战利品后 麒麟就再次化作巨龙 向着原路返回了 这一次 他没有隐藏自己的打算 一直保持在低空飞行 所有见到他的生物 全部都匍匐在地 不敢动弹 而那些不蕴含龙族血脉的高级生物们 则是慌忙地跑开了 很快 巨龙降临岛屿的信息 就如同风一般 传遍了岛上的所有领主 洞穴内 还有五颗赤鱼鸟的蛋 正好也作为了麒麟的战利品 将这里面砸起砸疤的东西 一把火烧掉之后 他也开始释放自己的神通 他全身泛起六色能量 它们交错涌动 很快就汇聚在掌心 形成了一个雕像的模样 那是一只仰天身姿 张开翅膀欲要飞翔的巨龙 因为雕塑本身并无颜色 上面的巨龙 也并无太大的端倪 麒麟将雕塑放在了地上 嘴里念叨出一段 让人声色难懂的咒语 紧接着 面前巴掌大的雕像 竟然快速地变大起来 没一会 就变成了一座 与真正巨龙大小巫二的雕像 看着面前 这座宏伟的雕塑 麒麟的心情大好起来 打开领地面板 果然与精灵化身所说的一样 他的等级也在高级村庄 并且相比对方 他的建筑更是近乎没有 甚至就连领主大厅都没有 面前的雕塑 也就是巨龙之魂 他负责承担了领主大厅的职责 麒麟可以在上面花费金币 召唤出使弹 至于想要什么兵种 就完全取决于 自己获取的血脉了 可以说 这里的兵种非常奇葩 竟然是由领主本人自行 DIY的 当然 领主们甚至还可以 DIY自己 想要获得更加强力的兵种 那身为领主 就不能归缩在领地之内 这里对于领主本人的战力 似乎极为看重 不过麒麟也露出了一丝 古怪的表情 什么都要领主动手 那这领主还是领主吗 不过 他这个领时领主 与其他领主 自然是不同的 巨龙之魂的赠予 每三天就会赠送麒麟一条龙魂 令他与初始弹结合 便能孕育出真正的巨龙 什么混血不混血的 纯种龙血才是神 不过巨龙虽强 但这个效率 也是颇为让人堪忧 初始弹的价格是十枚金币 而孕育龙魂 虽然需要三天的时间 可他也没说不要钱啊 当麒麟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 一脸的黑线 足足一百枚金币 虽然这个价格 对于目前的自己来说 并不算贵 但他总有一种被坑了的感觉 只有花费了这一百枚金币以后 三天时间的龙魂孕育 才会开始进入倒计时 而一只完整的巨龙孕育出来 需要的成本 就是一百一十枚金币 以及三天的时间 当然 真正被坑的 自然不是这个 而是对于他本人的影响 激活神通 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负面效果 而麒麟的负面效果 则是变身时间受到了限制 不知道以后的情况 会不会有所改变 他叹了一口 倒也觉得 没什么太大问题 他马上就要成为领主了 依靠兵种作战 自己出手的机会就会变少 倒也无伤大牙 只不过身份特殊的原因 注定了自己没办法报兵 麒麟打开终端 添加了本体的好友 他没有启动资金 得从本体那边拿一点 不然巨龙就召唤不出来了 当然 顺便也把自己这边的信息 简单地告知对方 随后 他又看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以及世界聊天 了解这里的情况 是目前首要的 姓名 麒麟 种族 远古巨龙 等级 6 领地等级 高级村庄 技能 龙威 六色龙西 等等 我的种族后面 是不是少了一个字 麒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这个族字的差距代表的意思 那可就大了 难道说 远古巨龙只有自己一个 而不是一个族群 他只是暗暗记住 眼下也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很快 麒麟就从世界聊天上 找到了一名自称百事通的领主 他以岛上出现巨龙的信息 交换了对方所知的所有情报 在这里 这些领主们似乎与本体那边的领主完全不同 他们知道的信息非常多 哪怕是一名普通的 不能在普通的领主所知的信息 都要远超当下的本体 麒麟猜测 很有可能 这里面是有着领主特殊神通的存在 亦或者是对方所在的位面 比较了解这个世界 首先便是这里的岛屿 一共有着三千座 这片土地被冠以黄金之名 虽然不知道本体所在的那里是什么情况 但麒麟隐隐有种预感 它与本体所在的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区域 其次便是巨龙 这里可以出现任何生物 唯独不可能出现巨龙 这也是让所有领主惶恐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为巨龙 只存在于那遥远的大陆之中 也怪不得之前的那名领主 竟然主动想要臣服于我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不过根据对方所述 这里几乎是没有人族与精灵这种生物的 更多地生活着的都是一些堪比怪兽的庞然大物 这个发现很重要 麒麟当即一五一十的全部汇报给了本体 至于交给对方的巨龙信息 很简单 有人融合了巨龙血脉来到了这座岛上 他要提前给这些家伙打好预防针 方便日后自己争霸岛屿 第三十章 联盟特使 恭喜您成功建造联盟大厅 恭喜领主麒麟完成成就 您的神通已激活黑水祭坛的陷阱 咦 这样也行 麒麟的脸上透露出一丝疑惑 转而又观察起了眼前的这座全新建筑 看着面前 这座比领主大厅还要搭上许多的联盟大厅 他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走进去查看 里面是一个圆形的房间 类似于会议室 周围有一扇一扇的 类似于传送门的存在 首位上面还显示着联盟的一些基本信息 同样的 这座大厅也是需要升级的 而初始联盟 容纳的成员数量在一百名 能将这股力量联合起来 其实已经非常可观了 将这些信息汇报给本体以后 他也拿出了自己武器 这一柄 夸张地比他整个人还要高的黑色镰刀 使用之后应该会成为领主吧 可我没有脱离身份 会发生什么呢 麒麟的脸上闪过一丝好奇 毕竟这是自己的神通 还是要尽早搞明白才好 离开联盟大厅 他找了一个空旷的位置 手握镰刀单手旋转 随后用刀背砸在了地面之上 随着周围 黑色能量的涌动 以镰刀为中心的地面 化作了一片漆黑 然后迅速开始向着周围扩散 这些能量就像是漆黑的墨水 在周围缓缓激荡 终于扩大到一个范围时 他停了下来 紧接着边缘位置 以及麒麟的脚下 就分别升起了一道 暗金色材料的围栏 还有祭坛 上面布满了奇怪的纹路 无数符文夹杂 其中闪耀着 透露出无比诡异的气息 这就是黑水祭坛 麒麟呢喃着 他手里的武器并没有消失 只不过与其他化身一样 此刻手中的 已经不再是武器的本体了 至于这其中黑水的作用 不用多说 自然是用来召唤亡灵的 并且比起麒麟自己 方便了太多 首先就是尸体的限制取消了 只要是完整的尸体 丢入其中 都能召唤出亡灵 还能受到小幅度的强化 其次便是召唤出的亡灵 也不再局限于骷髅这一种类了 总结来说 就是可以大面积召唤 并且召唤出高等级亡灵 仅仅是这一点 就是麒麟自己目前所掌握的 召唤术所做不到的 还不错 亡灵召唤实行了自动化 那我也可以轻松多了 他观察了一番 进行了点评 并且随着心念移动 黑水祭坛 也能被他随时关闭 非常的方便 另一边 本体也收到了 联盟大厅建造完成的消息 您现在可以指派一名 领地成员为联盟特使 联盟特使 负责驻扎联盟 联通盟主与盟友之间的消息传递 带兵征战等 联盟特使 麒麟的脸色有些古怪 这终端竟整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不过 一座联盟上百名成员 虽然可以建立群僚 通过终端进行传递消息 但这也是为了领主们的安全考虑 难不成我这个盟主 还能把他们叫过来 都宰了不成 其实这个身份 更像是一座国家之中的大将军 或者外交官 而领主则是国王 毕竟身为国王 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的话 那岂不是 说明自己发展的领地 也太废了 既然如此 那就直接任命 王灵化身为联盟特使了 麒麟在上面操作着 同时打开世界聊天 给之前那些 预交了入盟费的领主们 同时他觉得 对方兵种也不错的家伙们 给拉了进来 一百人的名额根本不够 因为交了入盟费的领主数量 远远超过一百人 不过 麒麟还是照收不误 反正最终解释权规 自己所有 什么 不服 那你来打我呀 随着前几名领主 加入了他的联盟 终端界面上的联盟群聊人数 也越来越多 这些领主们 还沉浸在喜悦之中 立马开始在世界聊天中 嘚瑟了起来 我已经加入 麒麟大佬的联盟了 五枚金币 就能得到大佬 庇护值不值 你们说了算 什么 这么快 这才多久 联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话说秦行大佬那边 怎么没信了 不是他一开始说 要建立联盟吗 我入盟费都交了 还大佬呢 这家伙 就是给你们画大饼呢 只有麒麟 才是真大佬 哈哈哈哈 你们这群 傻鸟 都被骗了吧 完了 这次几分钟啊 大佬联盟 都快要满园了 再见 你们去吃大饼吧 我要去包大腿了 经过这些领主们 这么一闹 麒麟直接竖金币 到手软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收获到了 五百枚金币 这就是威望高的好处 挣金币 就跟完一样 这其中也有其他的领主 知道自己抢不到位置了 依旧选择了 交纳入盟费 因为联盟的后续人员提升 说不定能轮到他们 更何况 轮到了就赚大了 轮不到 也就是损失了 五枚金币而已 也算是在大佬面前 浑了一个眼熟 丝毫不亏 甚至有些领主 已经开始改换门庭了 这些坚持加入 秦航联盟的领主们 当然不是傻子 虽然不至于 相信自己被骗 但也能由此看出 两位顶级领主之间的差距 无形之中 拔高了麒麟 又贬低了对方 以至于现在 大部分墙头草领主 都有些不太看好 这另一名顶级领主了 两位顶级领主争锋 那些二流领主们 却是在此刻 看到了好处站了出来 他们说出了所有人 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事实 联盟人数必有上限 而这么多人 不可能全部加入 这两座联盟 所以 不如退而求其次 加入他们的联盟 一起共谋大事 甚至为了拉拢成员 一开始就抛出了 副盟主与长老等的 关键职位 这也使他们 成功吸引了一些 弱小领主的注意 但可惜 他们自知 实力不强 根本不敢用 收取费用的方法 拉人入盟 这些领主们的网上 交锋麒麟懒的关注 他建立联盟 其实也只是单纯的 想要打压一下秦航而已 至于依靠这些人的兵力 一同征战 其实他对他们 是没有抱太大希望的 第31章 发布任务 敲定名称 联盟大厅 麒麟待在这里 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名盟友 对方并没有提前 指派联盟特使 而是本人直接前来的 他也是第一个 主动找麒麟交入盟费 并且渴望加入联盟的人 正如他所猜测的那样 联盟大厅之内的那些 类似传送门的东西 已经可以把类似去掉了 他们就是一座座成员的传送门 这名领主名叫陆人甲 兵种是鸟人 他的战斗力 或许不是顶尖领主 之下最强的 但却是少有的空中单位 这也是麒麟同意对方的主要原因 看着眼前辉煌的领主大厅 以及内部作者的白发女孩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他怎么也不会联想到 两大顶级领主之一的麒麟 这个男性化名字的背后 竟然是个女孩 盟主 他的语气带着些许疑惑 有些不确定的开口问道 是我 麒麟点了点头 当然 他也不是但坐在这里什么也没做 有些事情 是需要本体去进行联系的 现在既然有了人手 那自然就不能白白浪费这个资源 首先要做的 就是集合这些领主们到这里来 开个会 给他们制定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只是现在本体 还在进行着人员的筛选 就如他当初所说 就算是收炮灰 也不是什么炮灰都收的 时间一直来到晚上 联盟的100个人员名单终于被敲定 麒麟通知了所有人 要将他们进行整合 此刻 联盟大厅内 已经陆陆续续的 出现了许多领主 有的是本人前来 有的则是已经选择好了 自己的联盟特使 代替自己前来 他们都如路人甲一样 脸上稍稍的有些震惊 此刻 顶级领主 麒麟是个美女的消息的 已经传开 又在无形之中 为她增加了一波威望 入盟之前 我已经与大家都说清楚了 退盟之人 拉入黑名单 内奸等一系列 有危害联盟其他人的行为 格杀勿论 麒麟冰冷的声音 传遍整个大厅 面对在场的99人 没有丝毫的怯场 反而是散发出一股赦然的杀意 大家也并没有因为盟主是个女生 而对其感到质疑 因为大厅之外 聚集的数百只骷髅 正无声地处立在这里 他们丝毫不认为 麒麟是在开玩笑 毕竟新手保护期结束的第一天 麒麟击杀领主的 那则成就公告 还历历在目 盟主放心 我等都是真心加入联盟的 绝没有二心 是啊 谁不知道盟主大人 是如今当之无愧的第一领主 谁敢当内奸 这不是厕所里打灯了 找屎吗 拍马屁的话少说 这里不是什么官僚组织 没必要搞那一套 大家聚集在一起 也是为了生存 为了变强 麒麟打断了这些人的马屁 面前的桌子上 有一张巨大的纱盘 他手指而下 接下来 我给诸位下达第一个命令 此话一出 所有人立马紧张了起来 有些人已经跃跃欲试了 放心 并无危险 我给你们的任务是 探索自己的领地周围 一直向外搜索 查明附近地形的同时 同时标记好 所有野生怪物 以及哥布林的据点 当然 你们有实力的话 可以自行倾角 或者组队 一同进攻 至于战利品 近规击杀者评分 我分文不举 大家需要做的 就是将探测到的地形 绘制在联盟大厅的沙盘上 以及带回所有怪物的尸体便可 没把握的 也可以向我求援 众人文言一愣 都有些兴奋 这个任务 可以说是再简单不过 毕竟倾角据点 又不是强制性的 说白了他们的主要任务 还是勘测岛上的地形而已 现在又有了盟友 之前一个人 拿不下的据点 现在可以联合 两到三个领主 一同进攻 再不计 还可以让盟主帮忙 如此一来 可以大大加快 所有人的发展啊 盟主大人 尽管放心 这种事情 包在我们身上 还是盟主大人有远见 一开始就将目光 看向了整座岛屿 麒麟摆了摆手 目前诸位还在考察阶段 至于盟内的职位 我会根据各位的贡献 以及实力 酌情分配的 对了 盟主大人 我们的联盟 是不是应该起一个名字 这时 下方有一名领主提议到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麒麟自己 本来就是个启明费 并且事先还没有准备 这可一下 把他给难住了 领主们见到自己的盟主 还在思索 自然也是大胆地提议着 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盟主是个白毛 就叫白毛联盟怎么样 同意 我最喜欢白毛了 能不能成熟一点 我觉得 叫宇宙超级无敌 暴龙联盟更加合适 名字太长了 不如叫被戴库联盟 滚吧 小黑子 叫万族联盟 多霸气 众人你一句 我一句地争论着 似乎都想让麒麟 选择他们的提议 来作为联盟的名字 这时 路人甲站了出来 叫麒麟联盟怎么样 正好和盟主大人的名字 是谐音 可以 麒麟也是圣兽 霸气 强大 正如我们一样 麒麟看了对方一眼 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反正他也不是 很在乎名字之类的 那就叫麒麟联盟吧 随着联盟名字的敲定 他又交代了众人几句 才终于结束了这场会议 很快 整个联盟大厅 也只剩下了他一人 现在的亡灵们 被他分成了两批 一部分专门用来辅助农民 在周围采集资源 也有保护这里的目的存在 剩下一部分 则是继续在外打怪升级 提升自己的实力 一个人的兵力毕竟有限 况且骷髅们行动缓慢 想要靠自己摸索整座岛屿 还是太慢了 而这些领主 就是最好利用的工具 毕竟他们这些人 分布在岛上各处 要不了多久 麒麟就能窥见 整座岛屿的全貌了 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 他认为自己眼下 就已经具备了 挑战哥布林一族的资格 当然 也仅仅是资格而已 至于岛上的真实情况 麒麟也并没有打算告知他们 因为今天巨龙化身传来的消息 让本体和他都感到了一丝蹊跷 第32章 二周目活动 随着目前所知消息的越来越多 他们已经发现自己身处的岛屿 在这片偌大的世界之中 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想要成神 前方还不知道 有着多少障碍 这些所谓的盟友 就好好地作为他的工具就可以了 没必要知道的太多 麒麟从座位上站起来 伸了一个懒腰 然后走出了联盟大厅 晚上了 他也要和亡灵们一起 杀敌了 夜晚出现的高级怪物 对于亡灵大军的提升非常大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12点 终端的公告再次出现 二周目活动开启 统治者的悲哀 活动说明 每捣毁一座哥布林据点或者部落 解救身陷其中的其他物种们 便可获得积分 结算时 积分最高者将获得特殊奖励 与此同时 麒麟的其他两具化身 也分别开启了他们的活动 精灵化身是击杀树人 而巨龙化身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这几座岛屿上的统治种族 此刻 领地内的麒麟 都有些佩服这个终端了 这是生怕领主们 和这些统治种族和平相处啊 但这个特殊奖励很是诱人啊 这代表的 可是某个强大的种族本源 麒麟当然不能错过 看来眼下得改变一下策略了 让这些领主们 帮助自己寻找哥布林据点 他们也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自己 争不过顶级领主 给他们喝口汤就行了 趁着秦航的联盟 还没有建立起来 这次的活动 可以说是 对于麒麟 没有丝毫的难度 一日清晨 麒麟就带着盟友们 开始寻找哥布林的据点了 这则消息 自然也不是什么秘密 对于其他领主来说 影响不大 但对于想要 拿到奖励的秦航 就有些头大了 此刻的他 并没有抓紧时间 去寻找哥布林的据点 反而是动用领地内的一切资源 准备升级自己的领主大厅 只有成功建立联盟 他才有了与对方比拼的实力 当然 想要拿下奖励的话 或许就需要一点小小的运气了 例如 他这边的哥布林据点 更多一些什么的 另一边的岛上 在这片森林之中 麒麟看着自己 麒下的森林精灵们 陷入了思索 原来这里的统治种族 是树人吗 如果说 精灵是森林的喘儿的话 那这些树人 是不是可以就是森林本身 精灵与树人战斗 并没有优势 至少森林精灵是这样的 况且森林明白 凭借着自己 想要达到顶尖领主的层次很难 至少目前是比不过 这座岛上的 那名顶尖领主的 而这次的活动 又恰好只有第一名 才会获得特殊奖励 思来想去 根本争不过对方 森林精灵还是太弱了 若是换成其他化身 一定是没问题的 森林已经打算 放弃这次的活动了 想要快速变强 只能另辟蹊径了 创建联盟 不行 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威望 即便能够拉拢领主 既然如此 那就加入岛上顶级领主的联盟 至少背靠对方 才能知晓更多的消息 这里的顶级领主 因为只有一名 是遥遥领先于所有人的 所以 对方创建联盟 根本无需自爆兵种 以至于到了现在 森林都还不清楚 对方的兵种到底是什么 想到这里 他的心中有了想法 立马开始联系对方 这个时候 对方的发展速度 其实是和秦航差不多的 但因为缺少竞争对手 发展得更顺利一点 所以 对方的领地等级 目前已经达到了低级小镇 只是没有资源建造联盟大厅而已 而这个时候 麒麟说不定能够碰碰运气 加入对方 毕竟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比上不足 比下绰绰有余 联系了这名领主以后 没想到立马就得到了他的回复 麒麟看着面前的聊天记录 脸上浮现出一丝疑惑 对方不仅痛快地同意 自己加入联盟 甚至许诺了一个长老的位置 原因呢 因为实力 难不成是因为兵种 建麒麟迟迟没有回复 对方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礼 礼貌地主动解释着 不好意思 刚刚是我有些唐突了 说起来 我的兵种与你的兵种 以及我们 都是一个种族 所有人都认为精灵族很弱 哪怕是来自异界同为精灵的我们 但我不这么认为 你是我遇到的第二个精灵兵种领主 你我二人联合 才能让这些愚蠢的家伙 真正意识到精灵的强大 好吗 对方这么说 麒麟算是看明白了 原来是一个种族大义者 对方的愿想 就是带领精灵一族走上巅峰 听上去很单纯 像是一个中二少年 当然 为了获取对方的信任 也是为了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麒麟只好主动去迎合对方 在交谈中得知 对方的兵种是光之精灵族 擅长使用光明力量 怪不得能成为顶级灵主 合着就自己的森林精灵 是一群原始人士吧 此外 他还得知了对方一个震惊的消息 他是光之精灵 与森林精灵的混血 精灵不都是从生命之树上诞生的吗 麒麟带着疑惑 刚想询问对方 但立马愣住了 对方既然敢说 那就一定是个常识 而自己身为精灵 不能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 领地周围的精灵们 还在按照命令发育着 领主大厅内的麒麟 却是和对方聊得火热 在得知她是一个女性精灵以后 对方明显更加开心 竟然要直接将副盟主的位置 都送给她 哇去 这不会是个变态 贪图我的身体吧 麒麟的脸上 露出一丝古怪的表情 不过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交流 她也确实感觉 对方的心性 还有些不成熟 像是个小孩子 要是连一个小孩子 都拿捏不住 那也太失败了 正好还可以 在对方身边见风使舵 给她吹耳旁风 让她无形之中 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发展 当然 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 二周目活动拿不下来 要是能搞到一枚 光之精灵的本源 似乎也不错 解解解 咦 我好邪恶 第33章 新的兵种 广阔无垠的岛屿中央 这里坐落着一座红尾 且有些破败的宫殿 不 不应该叫做宫殿 称呼为高大一些的房屋 更加贴切 这些用木头 石头的等材料 搭建起来的房屋 围绕在一起 周围是一座座的建塔 瞭望台 以及投石车等等的防御设施 最外围 则是一圈高大的城墙 城墙上 有着许许多多的哥布林 手持长矛 在上面来回巡逻着 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座角楼 里面有一个手拿法杖的哥布林 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场地最中心 是一座持续燃烧的巨大篝火 这里正是哥布林一族的大本营所在 他们似乎已经学起了人类 开始发展文明 试图从地下走到地面生活 又或者想要依靠 部族团结起来的实力 称霸整座岛屿 当然 这里远比看起来的 要更加复杂 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进化 在这座堡垒之下 是错综复杂的地底世界 大部分哥布林平民 几乎都聚集在这里 堡垒周围 还有着数座大型部落进行拱卫 只是此刻 所有的哥布林据点 以及部落之中的首领 并没有坐镇他们的地盘 而是全部聚集来到了堡垒之中 这里 也被哥布林们称为王城 由此可见 他们想要建国的决心 王城之中 最大的一座堡垒木屋之内 这里聚集着所有的哥布林部落首领 以及他们的王 收到消息的 自然不是只有领主们 他们这些岛上的统治种族 冥冥之中也是有所感应的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领主们的任务 只当这是神明对他们的执意 只是很简单 献祭一万名据点之主 便可成功一桶岛屿 顺利建立王国 这里可是他们的地盘 自然不可能献祭自己人 那除了哥布林 还剩下什么 自然就是那些领主了 在哥布林的眼中 这些家伙 正是所谓的据点之主 在领主们扫荡 哥布林据点的同时 哥布林们 也开始完成他们神明的指引了 然而领地内的麒麟 并没有去关注这些 因为化身带领着这群领主 就能搞定这些事情 此刻她的手中 正拿着一枚精灵化身交易来的种子 感叹着其他岛屿的神奇力量 这枚种子 功能等同于图纸 道具名称 神隐之树 种子 效果 您的领地将与这片土地 进行完美地融合 建造所需 神隐之树的种子 听上去像是个辅助功能 麒麟有些疑惑 她最讨厌这种解释不清的设定了 拿着种子 她来到了自己领地的中央 将它丢了下去 种子就宛如鱼入大海一般 瞬间就钻进了土里 消失不见 紧接着 一棵树苗 从中钻出 然后飞速成长 几秒钟的时间 就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 麒麟抬头看去 看不出这树是什么品种 只看到树的周身 散发着一股奇特的能量 正在缓慢 笼罩自己的整个领地 她来到领主大厅 打开终端 发现自己的领地周围 又多出了一个 近乎透明的乳白色圆圈 将它脚下的这片领土 完全笼罩 这应该就是神隐之树的生效范围了 但对于另外两块 领地是没有作用的 她隐隐猜到了什么 一直来到了自己的领地之外 在她踏出领地边缘的那一刻 身后所有的一切 竟然都在此刻诡异地消失了 回头看去 身后只是一片空地 以及几棵小树 哪里还有什么其他东西 果然是一个 用来隐藏领地的建筑 不 应该说是树 领地虽然隐藏了 但也只是对于外人来说 领地之内的人 首先记得领地的位置 其次便是会有感应 倒也不用担心 自己的兵种 会迷失在领地之外 找不到回家的路 有了这棵树 正好也方便自己隐藏 麒麟转身 回到了领地之内 兵营马上就要升级完成了 她要看看 这次会解锁什么新的兵种 同族之间的兵种 可以相互兼并 但有个前提 是必须要斩杀对方的领主 才可以 也不知道岛上 一共有多少人族领主 至少 她目前的联盟内 并没有人族的领主 也没遇到 有什么领主向她申请 打开兵营 四级的兵营 一共解锁了 四个全新的兵种 分别是 马攻守 连弩守 轻甲骑兵 以及工程师 这次居然有三个 都是军事单位 麒麟也有些诧异 不过相比其普通骷髅 前两者 似乎并无多大作用 也许轻甲骑兵 能够依靠着冲锋 打乱敌人的阵型 这或许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 能够比进骷髅的存在了 兵种名称 工程师 介绍 他们擅长修建防御设施 加固自己的领地 让其变成一座 坚不可摧的堡垒 召唤费用 五枚金币 一般像这种 非军事单位的辅助兵种 麒麟向来 都是不吝啬召唤的 自己也总不能 靠着亡灵守护 有自己的兵种单位 至关重要 当然 最主要的 是她现在并不缺钱 轻甲骑士 训练费用 为三枚金币 她直接召唤了一百名 又召唤了四十名 可即便如此 麒麟的账户余额 也还有三千枚金币 轻甲骑兵的装束 与轻甲步兵 几乎相差不大 依旧是那腐朽的盔甲 只不过手里的武器 由剑盾换成了长矛 胯下骑着一匹 棕色战马而已 加上刚刚召唤出来的 这些兵种 目前麒麟的领地之内 就单单是自己的兵种 数量就已经达到了四百多名 当然了 这数量 也就是说出去吓人 其实大部分 都是后勤兵种 没一点战斗力 毕竟他还有攻击 其他化身后勤的职责所在 看完兵种信息 麒麟也下令自己的兵种们外 出去寻找哥布林据点了 将近一天的时间过去了 他的积分上 还是零 因为任务 是摧毁哥布林的据点 杀那些据点之外 游荡的哥布林 是没有积分的 不得不说 这个任务 还真是坑人 希望这群哥布林 能够俘虏点好东西 麒麟看向领地之外的夕阳 望着兵种们 渐渐远去 新兵种 就在麒麟认为 自己的人族兵种 终于能够媲美骷髅们时 三号领地之内 亡灵化身 也迎来了属于他的新兵种 尸体堆积 在黑水祭坛一旁 宛如一座小山 这些都是联盟成员 为了向麒麟示好 主动送来的 当然也有他 自己杀敌所得 骷髅们 正不间断地搬运着尸体 将他们丢入其中 平静且诡异的黑水 就这么安静地 将这些尸体吞噬 随后一只只新生的亡灵 从中爬了出来 一具骷髅 他全身燃烧着蓝色 与紫色的火焰 手中拿着一把巨大的镰刀 胯下骑着一匹亡灵战马 兵种名称 亡灵骑士 介绍 他们的冲锋 能够摧毁一切 诅咒于不死 将伴他们永存 亡灵骑士 麒麟身为这些亡灵的统治者 即便是不看终端的信息 也能轻松地了解 这些家伙的能力 这可是战场上 无往不利的骑兵 不死的特性 让他们几乎被称为 陆战之上 当然 这不包括那些 超大型种族 现在唯一稀缺的 就是空军了 他这么想着 紧接着黑水祭坛 就仿佛是在回应 他心中所想一般 一只只身披黑袍的灵体 从中缓缓悬浮而出 漆黑的长袍之中 除了一团幽蓝色的火焰 什么也没有 这是一种 完全由灵体 所组成的亡灵 相比前两者 他们不仅不惧怕物理攻击 更有着空中优势 兵种名称 幽魂 介绍 游荡于冥界的 他们听受 召唤来到现实 身兼恐怖的诅咒之力 能够轻易地咒杀 任何生物 但记住 不要让他们靠近火焰 幽魂 麒麟总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些家伙 作为空军 具备远程攻击手段 并且诅咒本身 也是无形无掷的 让人极难察觉 同样的 他们的弱点 除了黑袍内部的灵魂之火外 便是火焰了 所以在白天 这些家伙的作战能力 也要偏弱一些 除此之外 幽魂还能隐身 非常适合侦察 总体来说 两个全新的兵种各有利弊 应对巨龙 恶魔之流 麒麟不敢说完胜 但对上人族 精灵这些兵种 这不是降维打击 好 所有幽魂听令 即刻扩散出去 寻找哥布林据点 麒麟也是当即 就对他们下达了命令 至于亡灵骑士 他们只适合战斗 甚至无法帮助骷髅们 协助农民采集资源 相比之下 这一点 就是骷髅们 比较占据优势了 夜色很快降临 大部分领主的兵种们 也开始返回了自己的领地 停止搜寻哥布林据点了 仅靠联盟的这一百人 速度还是太慢了 为了鼓动这群人的积极性 麒麟不得已 再次放宽条件 但凡为我提供 哥布林据点位置的 其中所有的装备 尽归提供者所有 他此话一出 不仅仅是盟友 所有的领主 都瞬间来劲了 绝大数领主 目前都没有单吃 一座哥布林据点的实力 除非几名领主 联合在一起 可谁又知道时候 因为分赃对方 会不会被刺自己 所以稳妥起见 绝大多数人 对这个活动 都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现在有了麒麟的承诺 仅仅是为 他提供位置 就能获得据点内的所有装备 这如何让人不心动 虽然现在一切装备 并不值钱 但架不住数量多呀 最最主要的是 这是白得的 俗话说得好 不要白不要 白要谁不要 而麒麟 作为发起者 当然也不亏 一座据点 可不是仅仅只有装备 图纸 能源值 金币这些 仍旧是他自己的 甚至可以说 他想要反悔这些人 都拿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当然 他还得在这里混 不能把自己的名声搞臭 言而有信 还是必须的 仅仅是因为这一句话 世界聊天的领主们 就变得再次活跃起来 我们其实可以拉一个 出去见到分盟的 这样就能扩大人手了 亡灵化身 看着面前的本体提议道 嗯 确实 这样比升级联盟 提升人数 来得快多了 麒麟也不可否认 这确实是个好方法 也不是说 他非得看中这些领主 而是因为 终端发布的主线任务 统一岛屿 那岛上所有的领主 都以自己马首是瞻 又消灭了统治种族以后 自己算不算是 对这座岛屿 完成了统治呢 还是说 要杀掉岛上 所有的生物才算 历史上 敌军攻城几乎很少有 屠杀平民的情况发生 这里无心争霸的领主们 又何尝不是平民 这么想来 这个办法 是可行的 毕竟这里名为领主万岛 总不能最后真的 只剩下一万个人 同时岛屿这么多 也只有明星的统治 才能加快自己的脚步了 麒麟这么一想 立马就明确了 自己目前的敌人 分别是哥布林一族 以及以秦行为首的一众领主 不对 这件事情 不是都有你负责吗 为什么还要跑来问我 他疑惑地看向对方 这不是给你提提意见吗 王林化身黑黑地笑着 麒麟围绕着 对方走了一圈 左看看右看看 又抓住对方的头晃了晃 没问题啊 啊 你是我的化身 理论上来讲我们的想法 应该是一样的吧 好像也对哦 那你还问我 麒麟白了对方一眼 下次问你自己 他总感觉自己的这句化身 有时候蠢蠢的 有些分不清分身 与本体之间的联系了 嘿嘿 知道了知道了 他又赶紧跑到 一边扬起脑袋 看我的亡灵骑士 好吗 原来是故意跑到 这里炫耀来了 滚 可恶 你怎么连自己也骂 他带着亡灵骑士们 得意地出发了 一会若真有领主 为他提供哥布林据点的话 还得亲自去处理 毕竟亡灵们的智慧太低了 只适合做兵 而麒麟本人 也开始处理起终端上 这些数之不清的领主消息了 化身提议的附属联盟方法 虽然可行 但目前还实施不了 因为近乎98%的领主们领地等级 还没有达到低级小镇 根本没办法创建联盟 这么多的资源 老子又不是圣母 为了一个破联盟去帮忙 简直是在想屁吃 第35章 内奸 一日 一则对于麒麟来说 不是好消息的消息 传遍了世界聊天 维尔的顶级领主秦航 他的联盟终于建立了 与麒麟所发生的情况相同 联盟出力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彻底爆满 而秦航 也终于可以开始制定措施 反制某个可恶的家伙了 他与对方使用的方法如出一辙 同样是物资鼓动领主们 主动去替他寻找 哥布林据点 并且同样很有默契的 没有降低价格 联盟大厅就建立在他的领地之内 此刻内部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的领主 他们正聚集在一起 商量着事宜 凭借着他的神通 每天基本上是固定可以找到一座哥布林据点的 很快 他就找到了第一座哥布林据点 因为领地位于沿海的原因 这座据点的位置 距离他的领地并不近 但秦航还是没有犹豫的命令恶魔们出发了 自己则与其他成员一起寻找其他的据点 见到麒麟的积分还是零 这也让此刻的他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至少这样 他认为两人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唯一能够证明的就是 王林的发育速度比恶魔快 仅此而已 能否帮助在下夺得第一 就依靠诸位的鼎力相助了 秦航看着众人客气地拱手说道 这与众人印象之中霸道无比的人设 似乎并不相符 他们原以为对方会是个很难相处的家伙 盟主大人放心 我等一定尽力而为 这些联盟成员拍着马屁 也纷纷向着对方做出了承诺 诸位 我秦某一向说话算术 答应的奖励绝不拖欠 很快 这些领主们就各自离开了 联盟大厅变得空荡 只剩下秦航以及几只恶魔 这时 一只恶魔突然走上前来 领主大人 刚当的盟友之中 有一名人族领主的心术不正 你是说 他可能是对方派来的奸细 秦航当即明白了自己下属的意思 他虽然一直将麒麟当作对手 但始终认为 他是不会使用这些手段的 人多眼杂 他早就做好了 会有对方奸细混进来的准备 既然如此 那就来个将计就计 我倒看看 是我的恶魔厉害 还是他的亡灵厉害 领主大人 那名领主 身旁的恶魔继续开口询问着 让他带着他的兵种和恶魔们一起去 若是对方真的出现在了那里 宰了他 秦航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 贸然解决一名联盟成员 很容易引起动荡 为了自己的势力 他决定采取最稳妥的办法 稍后 他又任命了两个联盟成员 三人带着兵种 陪同着恶魔们一起 向着那座哥布林据点出发了 另一边 作为麒麟联盟之中唯一的长老 路人甲 他收到了一则重要的消息 他立马火急火燎地来到了联盟大厅 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麒麟 至于对方 为何不直接联系麒麟 因为根本联系不到 联盟的信息 同样也是有一个列表的 只不过 目前只有两个联盟 秦航的联盟 名为救赎联盟 在这里 领主们是能看到联盟之内的管理层的 所以 副盟主是谁 长老是谁 大家都一清二楚 而想要隐藏 唯有升级联盟大厅 非常的坑人化 你是说 有一个领主 因为想要加入我们被筛选掉了 最后只能加入秦航的联盟 想要以此出卖对方联盟的信息 来获得加入我们的条件 麒麟一脸古怪地看向对方 他当然没有安插什么内奸 因为对方还达不到他不可战胜的地步 这种手段 他自然也不屑于使用 路人甲点了点头 这处据点 根据对方提供的情报我看过位置 就在这里 说着 他来到沙盘面前 模拟出了三处大概位置 其中 哥布林据点位于中心 救赎联盟的一名联盟成员 就距离那里不远 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这名成员 快速抵达据点附近位置 而好巧不巧的是 在这里稍微远一些的位置 也有他们的一名联盟成员坐落在此 但对方并没有发现这处据点 这说明 实际距离相距的 也并不是很近 一座联盟一百名成员 这些加入联盟的领主 基本上都是来自岛屿的四面八方 他们能够传送来到联盟大厅 反制联盟大军也可前往 这就是联盟的用途 看来 我们和他们的距离 相差的并不大 麒麟看着面前的沙盘 思索了一下 盟主 我们去吗 路人假头去询问的眼神 为什么不去 自己没有安插内奸 这很明显 是对方的管理有问题 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白送的哥布林据点 为什么不要 会不会是对方故意的 想要给我们设下圈套 对方此言一出 麒麟也投去一个赞许的眼神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圈套 我正好想杀几只恶魔 虽然这么说 可能有些猖狂了 但路人假却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盟主刚刚解锁新的兵种 实力绝不是值钱能比的 况且 两人一直都在较量 这场碰撞是必然的 麒麟站起身来 当即就开始召集亡灵大军们 顺便通知了那名 距离哥布林据点最近的领主 对方的距离比自己要近 并且还是提前动身 他也得抓紧时间了 盟主 您这是打算亲自前去 看着对方忙碌的背影 路人假询问着开口 怎么 有什么问题 这会不会太危险了 若真是对方的圈套的话 那他们一定准备冲走 况且 就算亡灵的数量再多 总不可能比对方十几人 甚至几十人加起来的兵种 还要多吧 而且 看眼下盟主的意思 他似乎并不打算 带走所有的亡灵 这 放心 今天过后 我会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亡灵 麒麟轻笑一声 并没有理会路人假的劝解 而是自顾自地来到联盟大厅之外 迈步进入了黑水祭坛之中 这里面蕴含的能量 让他感到无比的舒适 但眼下 来不及体验这些 三两步来到祭坛中心以后 他拿出镰刀 倒立而下 紧接着 祭坛上便开始散发出 灰白色的能量 周围的黑水 也在一点点消散 没一会儿 就完全消失在了眼前 麒麟高举镰刀 看向眼前的亡灵大军 大喊一声 出发 第36章 埋伏 穿过联盟的传送门 来到盟友的领地 麒麟并没有耽搁时间 与对方招呼了一声 就出发了 一只骷髅狼 主动扑下身躯 他骑在上面 带着亡灵骑士和幽魂 一路向着北方而去 这里的地形 依旧是一片灵地 似乎哥布林们 都很喜欢这样的生活环境 随着距离的越来越远 周围的树木 也开始稀少起来 更多的是半人高的草地 以及几座龙骑的小山 周围的风景很美 天空之中的太阳 也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亡灵骑士所过之地 这些植被被幽蓝色的火焰灼烧 顷刻间就发黄枯萎 于麒麟身后 形成了一条蕴寒死气的通道 无论是前者还是幽魂 他们的移动速度都很快 这绝非是一般骷髅能够比拟的 麒麟自信 自己的速度 能够弥补对方路程上的优势 收回黑水祭坛 如今的他就是全胜状态 并且召唤亡灵的速度 也已经大幅度地得到了提升 完全足以支持 他在战争中使用了 而在另一边 救赎联盟的军队 正不紧不慢地进行着赶路 三名领主 带领着自己的兵种 以及身后的上百名恶魔们 为首之人 正是向路人甲传递消息的那名领主 名为己太梅 他也是联盟之中 唯一的一名人族领主 兵种是骑士 这些骑士 全身都被银白色的盔甲包裹 手持扩建与盾牌 看起来神勇无比 当然 他们也不是样子祸 拥有的战斗力同样不俗 毕竟单单是召唤费用 这期间正是己太梅的提议 扬言要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好准备 才让众人缓步前进 当作是恢复体力 另外两名领主并不知道实情 认为对方说的有道理 自然也就欣然同意 只有身后的一名恶魔 默默地将这一切看在了眼中 并没有声张 在他们看来 恶魔只是兵种 智慧并不高 然而实际上 除去他们的种族特性 基本上和人类没有任何区别 这家伙果然有问题 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等待对方联盟的人员提前到达 好做好埋伏 但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没有慌张 敌人不过是一群 行动缓慢的骷髅罢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 眼下 就陪着这名领主好好玩玩 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时间很快来到下午 沙盘上看似很近的距离 麒麟足足耗费了半天多的时间 被骨头割得屁股生疼 才终于看到了 不远处的哥布林据点 不 这已经超出据点的规模了 这是一座哥布林部落 粗壮的树干组合在一起编制成的墙壁 里面是一座座木制的 类似于帐篷一样的建筑 最中心有着一座篝火 边缘高出城墙的位置 则是数座箭塔 麒麟站在狼狈上 眺望着远处 这里的植被更加茂盛 这无人打理的野草 已经有一人多高了 他的亡灵大军隐藏那个在其中只要不动 几乎达到了一个 完全不会被发现的状态 领地内的哥布林似乎并不多 麒麟琢琢磨着 想着是现在直接拿下这座部落 还是埋伏在这里 等待救赎联盟的人到来 然后坐收鱼翁之力 还是坐收鱼翁之力吧 这样更加保险一点 他做出了选择 毕竟在这里让他感兴趣的 可不仅仅只有面前的哥布林部落而已 如果可以 他更想要及其恶魔本源 麒麟跳下狼狈 刚准备命令亡灵们 原地待命隐藏好自己 隐身向着四周侦察归来的幽魂们 就汇报了一个好消息 更北方的位置 救赎联盟的人已经带着恶魔们 正向着这里赶来了 他们行走在草地之间 丝毫没有隐藏自己的打算 一直到进入 哥布林部落的警戒范围边缘 这才停了下来 就在麒麟打算命令亡灵们 借助草地的优势摸过去的时候 整片大凳竟然都开始震动了起来 轰隆 就像是地震一般 紧着他便听到自己身后 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 吼 那是一只体型巨大低哥布林 他满身肌肉 手拿一根巨大的木棒 宛如一个巨人 一只 两只 三只 麒麟身后一瞬间 就涌出了许多这种怪物 他们心红着双眼 即便有草丛遮挡 他也非常肯定 这些家伙正在盯着自己 紧接着 不远处的哥布林部落内 便响起了一声悠长 且急促的号角声 一只只身形枯瘦 穿着奇怪 手拿法杖低哥布林 走上了城墙 他们挥舞着魔杖 口中念着奇怪的咒语 随后一枚枚火球 就宛如流星 一般从部落内 向着四面八方击射而去 火球触碰 在地面 发生着剧烈的爆炸 片刻之间 周围的草地 就已经被点燃 很快就会化作一片火海 出现异变的布置 有麒麟这里 救赎联盟一方 同样遭遇了变故 三名领主 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当即就乱作一团 只有恶魔们还算冷静 开始集合兵力 准备对付身后低哥布林 可没人注意到 就在大家 陷入一片混乱之际 季太梅 已经带着他的兵种 悄悄引入了 火海之中消失不见 他早已经在自己 和兵种的身上 涂上了一层防火涂料 为的就是此刻 烈焰熊熊燃烧 已经将两方人马 完全包围 这些哥布林的目标 一开始就不是攻击领主们 而是点燃远处的草地 防止他们逃跑 麒麟的视线 穿过火海 看向了远处的哥布林部落 又回头看了看 身后的这群大家伙们 到了此刻 他如何还不明白 事情的经过 本以为对方 最多也就是一个无间道 万万没想到这名领主 投靠的竟然是哥布林 他依靠着信息差 引来双方人马 试图让事先埋伏在这里 低哥布林们 将所有人一举消灭 发布任务以后 领主们还未曾对哥布林动手 对方就已经来了一个先发制人 他们是不是也有 终端的任务提示 眼下的场地 幽魂们已经彻底失去了作用 在火海蔓延开来之前 麒麟就已经让他们 提前离开了 但没关系 他还有亡灵骑士 不好意思 我的亡灵骑士 活免 给我杀 第37章 哥布林的圈套 可笑 随着麒麟一声令下 亡灵骑士们单手 持巨大的镰刀 立马调转方向向着身后 低哥布林巨人杀去 挥舞而来的镰刀 带起紫色的火焰 上面夹杂着诡异的诅咒之力 发出一道道斩机 哥布林巨人们 凭借着庞大的身形 手持武器重重地砸向面前 渺小的敌人 一个照面之间 就有数只亡灵骑士被击中 哥布林巨人时 甚至连正面一击 都没办法接下 可亡灵骑士们数量很多 足足是这群对方的十倍 他们凭借着速度优势 不断地穿梭于火海之中 每一次冲出火焰 都能在哥布林的腿上 划出一道巨大的伤口 诅咒之力开始蔓延 这些巨人们行动 开始变得缓慢 而刚刚被他们击溃的亡灵们 却是又重新站了起来 他们从未见过 如此诡异的生物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 极致刺痛灵魂的痛苦 让他们发出哀嚎 同时也变得更加愤怒无比 他们开始胡乱地攻击 任何挡在他们面前的 都是敌人 哄 一颗火球精准地击中的 亡灵之中产生爆炸 给了巨人们 一丝喘息的机会 可就在他们 庆幸布罗内蒂哥 布林法师之园即使时 远处的城墙上 数十只幽魂 从中显现出来 他们彼此之间相互震战 一道极其恐怖的诅咒攻击 瞬间席卷了城墙上的 所有哥布林法师 仅仅是一个愣神的时间 他们就已经蹊跷流血 法杖掉落在地 整个身体沿着城墙 重重地摔了下去 下一秒 幽魂们再次进入了隐身 已经攻进了部落内部 麒麟看了一眼面前的战场 这些哥布林巨人们 只是空有一身蛮力而已 并不具备 杀死亡灵骑士的条件 一群没有脑子的家伙 对上多于数十倍的不死生物 结局已经可想而知 他转身拿出镰刀 随手在自己的面前一挥 燃烧着的橙红色火焰 立马变成了黑色 随后向着两边开始扩散 主动给他让出了一条 满是灰烬的道路 麒麟就这么一步步地 向着面前 低哥布林部落走去 挡在他面前的原木大门 只是随手一挥 就被这黑色刀芒 给轻易地斩成了两半 此刻 部落内部 所有的哥布林 都乱作了一团 他们正如无头苍蝇 一般向着天空 疯狂放箭 试图击中 隐身之中的幽魂 地面上 已经有了许多的哥布林尸体 麒麟也在这里看到了 那名隐自己前来的领主 大门被毁 瞬间让所有低哥布林一愣 季太梅也看了过来 见到对方 是一个白发女孩 她当即反应了过来 是麒麟 但她并未因此慌张 对方就算是顶尖领主 又如何 眼下只有一个人 没有怕她的理由 大人 此人就是领主之中 最强的那一人 就交给我来对付吧 不知她的第一次 季太梅一脸惨笑地 看向身旁 一名身形枯瘦的哥布林 开口请求着 赏给你了 不过只有一次 我要让她成为我们的奴隶 这时哥布林 沙哑着嗓子开口 发出的声音异常能听 还带着让人作呕的口臭 明白明白 季太梅一听这话 兴奋起来了 否则如此怕死的她 就算有十个胆子 也不敢对顶级领主动手 只能说 她最原始的欲望 驱使着她 哥布林什么的 当然不会在这个 只要结果不变 自然是不影响她享用的 杰杰杰 小妙 我马上就让你体验极致的快乐 她迎笑着走上前来 身后的骑士们 虽然为他们领主的行为 感到不迟 但眼下 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 给我活捉她 煞时间 骑士们一拥而上 全部手持盾牌 冲向了部落门口的麒麟 他们没有拿出扩剑 因为担心 这样会误杀对方 所以只拿出了盾牌 第一次见比她 巨龙化身 还变态的家伙 麒麟一脸的嫌恶 手持镰刀重重地砸在地上 骑士们还在冲锋 丝毫没有意识到 脚下的土地正在变得松软 就在这些骑士 靠近她身前十米的位置时 脚下的黑水行程 他们毫无征兆地 瞬间掉落其中 甚至没来得及 发出一丝声音 就已经被完全吞噬 再也没有了动静 身后幸存的骑士们 陡然愣住了 不敢再轻易上前 什么东西 季太没一脸的震惊 可让她更加震惊的事情 马上又要发生了 只见刚刚骑士沉入 黑水的位置那里 此刻正在浮现出 一支支的亡灵 他们骑着燃烧着 蓝色火焰的骷髅战马 手里拿着一柄 巨大的镰刀 杀 只听他们身后 传出一道清冷 没有感情的女声 下一秒亡灵骑士们 就向着面前的敌人 毫不犹豫地发起了冲锋 废物 眼见事态已经失控 哥布林首领 立马用法杖支撑起 他那衰老的身体 就要加入到战斗之中 而恰好在此时 另一边的大门被击碎 两名领主 带着死伤惨重的兵种 以及恶魔们也杀了进来 此刻 他们就是再傻也明白了 事情的原因 看到麒麟的那一刻 他们稍稍有些错愕 但紧接着就怒视着 正在逃跑的记太梅 你这个叛徒 竟然投靠这群哥布林 我要你死 他们甚至能够接受 对方是麒麟的人 可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哥布林的人 关键特磨的 居然还要当奸行 两方人马力马 合力杀向了面前 低哥布林们 场面一时间混乱起来 因为发动火灾低哥 布林法师们 以及外面 实力强大低哥布林巨人 近乎全面 此刻城内剩下的 不过是一些普通哥布林而已 对于任何一方 都没有丝毫的难度 更别说两方联手了 目前 唯一有些实力的 也就是这座 哥布林部落的首领了 可对方的实力 也并没有强到离谱 正如麒麟之前的猜测那样 这家伙虽强 但绝没有超越九级 很快 部落之外的亡灵骑士们 赶来了支援 麒麟却是冷笑一声 没有让他们 去进攻哥布林 反而是围向了 救赎联盟一方 第38章 顶级兵种碰撞 他站在原地 冷漠地注视着 眼前的一片混乱 哥布林部落 只有这种实力的话 他甚至完全不需要出手 见到亡灵骑士们包围过来 周围的恶魔们 立马开始警惕 两名领主 也更是停下了脚步 错愕地看向麒麟 他们原本以为的戏码 是两方合力 消灭这处部落 至于积分 自然是听天由命 各自分了 可谁想 对方不仅想要单吃 竟然狂妄到 连他们也想一并解决掉 麒麟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麒麟轻笑一声 拿着镰刀 缓缓走上前来 恶魔本源 他是势在必得的 这些家伙 他怎么可能会放过 恶魔们 对于亡灵一方的行为 并没有感到诧异 身为恶魔 有时 他们连自己的同伴 都不会信任 更何况是一个敌人 杀 一声令下 亡灵骑士们 胯下的骷髅战马 立马开始了加速 他们手持镰刀 拖在地上 划出一道漂亮的蓝色刀痕 两名领主的兵种 分别是矮人骑士 和豺狼人 面对不死生物 发起的无情冲锋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顶上 矮人们 骑着野猪 挥舞着战锤 同样也发起了冲锋 两方率先交手 矮人骑士 与亡灵骑士交汇一处 刀芒携带着蓝色火焰 挥舞而出 一只只矮人 当场就被斩杀 交锋过后 整片场地 只剩下了矮人的尸体 以及倒在地上哀嚎的野猪 他们甚至连对方的一个冲锋 都没有顶下来 反观亡灵骑士一方 毫发无损 后方的豺狼人 被吓得浑身颤抖 这是什么怪物 难道这就是顶级兵种 与普通兵种之间的差距吗 恶魔们当即上前 越过了这些愚蠢的家伙 他们爆发出强烈的魔器 有的开始便是变身 有的则拿出了武器 又或者手持巨剑宛如战神 恶魔们出手了 这一次 是顶级兵种之间的碰撞 燃烧着魔器的大剑挥舞而下 一剑造成的余威 仿佛地面都在发生震动 这一剑 重重地砸在亡灵骑士的身上 他的全身在变成粉末之前 首先熄灭的是体内的灵魂之火 但很快 身后接踵而至的亡灵骑士们 也挥舞手中的镰刀 将面前的这只恶魔 砍成了两半 诡异的魔器肆虐着 上百只恶魔旱不畏死地主动冲了出去 只有最前方的几只恶魔 因为承受伤害而生死 他们竟然硬生生地顶住了亡灵骑士的冲锋 失去了冲锋加持 亡灵骑士们就等于失去了一部分优势 在面对恶魔时就等同于劣势 仅仅片刻的时间 战局开始倾斜 两名领主也松了一口气 但显然 如果亡灵只有这种程度的话 也就不配为顶级种族了 下一秒 双方的战场身后 再次袭来了一批亡灵骑士 他们正是由之前的矮人骑士召唤出来的 一只亡灵当然单挑不过一只恶魔 可这里可不是擂台 谁要和你单挑啊 随着亡灵的数量激增 恶魔们明显已经感觉到了吃力 漆黑的魔器被蓝色的火焰不断灼烧着 他们的战线也开始一点点的后退 一部分亡灵骑士们负责与他们正面战斗 另一部分则游走外围 发起着冲锋 在伺机杀入其中 该死 这里是战场 亡灵有着天然的优势 一只恶魔沙哑着嗓子开口 他们明显决策失误了 在面对亡灵时 就不应该带着其他的领主兵种前来 更何况除了他们 这里还是戈布林部落 一旦全部召唤 亡灵的数量将会上千 这是十倍于他们的数量 打不了 根本打不了 当亡灵增长的速度 大于恶魔们击杀的速度时 他们就知道自己一方 已经没办法胜利了 撤退 不能再打下去了 恶魔们当即决定要突围 至于那两名联盟领主 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谁要去管他们 你认为 你们跑的了 恶魔们回身一看 身后不知何时 漂浮着大量的幽魂 他们当然是从 哥布林的尸体上召唤出来的 杀 恶魔们没有废话 既然跑不了 那就死战 他们从不投降 也更不怕死 当然 他们如果以为亡灵会怕死 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们本就是死物 是死过一次的不死生物 不怕死 还没有什么生物 能在亡灵面前比不怕死 此刻部落之内的哥布林们 见到两方人马 竟然开始了内斗 也终于就可以缓一口气了 因为他们面前 只剩下那些鬼鬼祟祟的幽魂们了 哥布林天生怕死 此刻大部队在部落之外 已经禁尸 再加上双方这么恐怖的实力 他们的第一反应 就是放弃这座部落 然后逃跑 拦住他们 麒麟手持镰刀冲了出去 在见到这个内奸之后 他的小本本上 就又夺出了一个必杀名单 空中隐藏的幽魂们 突然集体现身 然后同时发动 震战灵魂的诅咒之力 一道无形的波纹扩散而出 哥布林首领的身体猛然一致 周围护卫他的弱小哥布林们 更是当场蹊跷流血而死 几泰眉 因为距离攻击范围太远的原因 受到的波及很小 只感觉自己头脑一昏 然后就重重地摔倒在地 当他再次抬头 一柄镰刀 已经架在了他的面前 四只骷髅马蹄 背上是一具骷髅 他们全身都被蓝紫色的火焰包裹着 可奇怪的是 几泰眉感受不到一丝温度 甚至觉得 这火焰冰冷刺骨 直击灵魂 他被吓了一跳 一个没憋住当场开闸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尿骚味 他不敢动了 亡灵骑士也没有杀他 就这么 如同一位死神一样 站在他的面前 而此刻的麒麟目标 自然是那哥布林的首领 到手的鸭子 又岂能让他飞走 他的视线中 一眼就看到了部落最后方 那处 用来攻首领居住的 兽皮帐篷之中 有一道洞穴 对方 想必是利用这里逃跑 这么恶心的地方 他可不想进去 当即挥舞镰刀 一枚漆黑的火球 直接将那里给击毁 哥布林首领愣住了 回头看去 正是不远处的 这个白发人族女孩 发动的攻击 你念念 你该死啊 第39章 完胜 眼见逃跑无望 身边也在没有护卫 他当即挥舞手中的法杖 念出咒语 一枚枚冰金 瞬间倾泻而出 他举着自己的法杖 瞄准着面前的人类 就像是 拿着一把机关枪一样 麒麟缓缓迈步向前 面前升起的黑色屏障 将对方袭来的攻击 尽数挡下 这些冰金在触碰到 面前的黑色能量时 就仿佛遇上了高温的火焰 瞬间就被融化 甚至连水蒸汽都没有产生 这不像是被融化 更像是被吞噬 对方的冰冻 对于他来说 完全没有作用 麒麟依靠着自身的护盾 正一步步地向着对方靠近 哥布林首领猛了 他身为法师 自然对于魔法是有一定了解的 他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魔法 更何况 这做到哪里来的人族魔法师 你就这点手段吗 麒麟冷漠的声音传来 镰刀一挥 面前的护盾瞬间破碎 紧接着一道漆黑的刀光斩出 直接击碎了沿途所有的冰金 直袭哥布林而去 他大吃一惊 连忙躲闪 随手又挥舞出几枚火球 但无论他如何挣扎 结局都是一样的 你 你可知得罪我们的下场 他瘫坐在地 苍老褶皱的脸上 虽然惶恐 但依旧不影响他放出狠话 他知道自己的所有手段 都对对方无效之后 唯一的逃生通道也被摧毁 所以 直接干脆放弃了反抗 老实交代 说不定我会饶你一命哦 麒麟并没有着急动手 反而是对方口中得知一些信息 少放屁了 你们的任务 就是摧毁我们的据点 会放过我 哥布林首领怒斥着对方 呀 差点忘了 还有个内奸告密 麒麟手持镰刀上前一步 那就只好请你去死了 瞳孔中 一柄黑色的刀锋 正在急速放大 他瞳孔紧缩 下一秒就直接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斩杀掉这只哥布林首领以后 此刻整个部落内的哥布林 近乎被全部消灭 与恶魔那边的战斗 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那两名人族领主 没有一点作用 当然是跟随着恶魔们 一起成为亡灵们的刀下亡魂了 即便恶魔们 拼死反抗 拥有着斩杀亡灵的能力 可他们的数量 却是有限的 面对多于 他们数倍的亡灵 同为一个级别 失败也是必然的 这里 已经不用麒麟去操心了 他转身 来到了季太梅的面前 咦 你还真怂啊 怪不得会投靠他们 一到这边 他就闻到了一股臭味 哼 老子要是有顶级兵种 也照样敢和他们干 他碎了一口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不屑 碰 麒麟一脚 直接将他 踹开了五六米 肋骨瞬间断了好几根 他的嘴里 也流出鲜血 马德 你还舔伤了是吧 指挥窝里横的废物 他一脚踩在对方的头上 连都架在脖梗 说 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反正横竖都是一个死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他嘴里带着鲜血 然后吐出去一口 你个壁齿 哈 你还给我拽上阳文了 麒麟倒也没生气 挥手招来一名幽魂 只要别把他咒死 就给我往死里咒 幽魂愣了一下 似乎在思考这句话的意思 片刻之后 似乎是想明白了 立马对着季太梅 他瞬间尖叫出声 被疼得满地打滚 就如同一只蛆一样 扭来扭去 这感觉 就像是全身上下 有数万只蚂蚁在爬一样 精神加上肉体的双重折磨 这根本不是寻常人 难以忍受的 更何况 刚刚才被麒麟打断肋骨 我错 我错了饶了我 他痛苦地尖叫着 已经开始求饶了 这么短 连三分钟都没有按 麒麟随手一挥 身旁的幽魂 立马撤去了诅咒 随后 季太梅也将自己所知的情报 一五一十的全部都说了来了 他是在消灭了一只 游荡的哥布林小队时 被一名哥布林逃跑 这才引来了灾祸 带队寻仇的是一名哥布林祭司 对方的实力很强 他根本不是对手 当麒麟问到对方 到底有多强时 他的回复是和你差不多 这名祭司并没有杀死对方 反而是在掠夺了他的领地之后 将他作为俘虏给抓了回去 然后 后庭的菊花就盛开了 麒麟立马一阵闲雾 下意识地远离了对方一步 至于成为内奸 则是他听说了 哥布林一族神明的指引 神明的指引 嗯 大大意思就是让他们 去杀据典之主 也就是领主 才能变得更强 而恰好那时 正是二周目活动的开始 果然还是终端提示的吗 麒麟明白了过来 事情到了这里 即便对方不往下说 他也已经明白了 季太梅身为领主 当然要被杀 他为了活命 只能提出作为内奸 然后吸引更多领主 聚集的办法 哥布林一听 这家伙还有利用价值 自然也就放了他 毕竟杀他一个 对于一万个的目标来说 还是太过渺小了 至于他返回以后 为什么不敢反水 一是因为领主们各自为战 二是 他的领地已经暴露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 他认为 领主们就算联合起来 也根本不可能是 哥布林一族的对手 也许他现在改变了观点 但已经晚了 看在你这么配合的份上 我就给你个痛款 麒麟收回了镰刀 转身离开了 纪太梅也坦然地闭上眼睛 随着亡灵骑士手起刀落 这个软骨头 也结束了他的领主生涯 另一边 救赎联盟 联盟一方已经彻底被解决 整个哥布林部落内 此刻站着的只剩了亡灵 也不知道 本体凑没凑够恶魔本源呢 他思索着 开始带着手下 清扫整座部落之内的战利品 这一战 他麾下的亡灵数量 已经激增到上千名 现在别说是救赎联盟了 就是岛上整个哥布林一族 他也认为已经有了一战之力 联盟不过是统一领主们的方法 真打仗 还得看自己的亡灵 第四十章 收获 恭喜您成功击杀一名人族领主 您已解锁人族兵种 骑士 恭喜您摧毁哥布林部落 获得积分1532 当前排名 1 恶魔本源积累 100% 这一连串的好消息 直接让麒麟欣喜若狂 亡灵化身 选择去截胡的做法 是非常正确的 这一次的收获 可谓是颇风 当然 两名顶级领主即将碰面的消息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的 目前世界聊天的所有领主们 都在期待着 这首次交锋的结果 虽然没人汇报战况 但活动排行榜第一名 遥遥领先的积分 也在无形中 诉说出了这次的结果 秦行表现的异常愤怒 他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只知道 这一次 自己在提前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 损失的一百名恶魔 足以让他伤筋动骨 现在整个世界聊天的领主们 都在诉说着一个事情 恶魔不如亡灵 甚至救赎联盟之中 已经开始有了退盟的迹象了 要不是对方的联盟已满 秦行丝毫不会怀疑 他们立马就会跑 可只有他知道 恶魔虽然也拥有制造使徒 以及从谋的能力 但这个效率 是远远比不上亡灵的 原生的恶魔实力强大 但好在 他们都没有损失 这一次的失败 还能让他勉强接受 眼下只有沉寂了 待我召唤出所有的原生恶魔 必要你付出代价 另一边 麒麟来到了自己的兵营 先来一百名骑士是试水 五百枚金币的花费 没有让他丝毫的痛心 因为亡灵化身所带回来的战利品 远比这些东西 可要丰厚得多 随着一名名骑士训练完成 麒麟也看到了 这价值五枚金币的兵种 他们厚重的盔甲 携带着巨大的力量 剑盾的搭配 能够让他们势如破竹 说白了 骑士就是一种重步兵 随后他又召唤出自己的分身 取出这枚恶魔本源 交给了对方 本源之中 透露着黑色 以及淡淡的粉色能量 分身微微皱眉 他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会又要变性吧 麒麟歪着头贪手 表示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这次击杀的恶魔 应该都是男性 而且 这玩意也分性别吗 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分身白了自己的本体一眼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最终下定了决心 果断地选择了吸收 随着本源结晶的破碎 充盈的能量从中涌出 然后迅速包裹住了全身 漆黑的能量之中 浮现着淡淡的粉色 在结晶之中 显得并不明显 直到这时 麒麟才看出 这种能量的不同寻常 它们似乎蕴含着 某种神奇的力量 这是不同于亡灵们 所斩杀的那些普通恶魔的 随着能量消散 虽然正如麒麟所猜测的那样 但她还是忍不住 发出一声轻笑 不好意思 光滑细腻的皮肤 感受到身体上缺湿 但又多出的部位 她一脸的生无可恋 算了 人家毕竟也不是特例 白烂了 累了 毁灭吧 她口中发出的声音 极其细腻 非常的好听 仿佛天生都带着一种魔力 那是一种 能够让雄性多出一根 骨骼的特殊能力 她有着一头棕红色的长卷发 拥有着让人引以为傲的波澜 苗条有致的身材 搭配上妩媚的容颜 穿着更是极为的凉快 但也有与寻常人大不相同的地方 比如尖尖的牙齿 以及头上长着的一对向后弯曲的脚 背后更有着一对黑红色的翅膀 以及一条细长的尾巴 很显然 哪怕是一条狗 都能看出来 这不是一个人类 话说恶魔都是长这样的 虽然是自己的化身 但她还是歪着头问着 没有直视对方 当然不是了呢 我代表的原初恶魔之一的欲望 也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魅魔哦 各种姿势都会有 她向着自己本体解释着 还扭动着自己的身体 这些强大种族内部 其实都分为各个体系 虽然统称为一族 但实际上就有着很明显的差距 就以人族为例 在这其中还细分了几个种族呢 比如天生聪慧的黄色人种 以及四肢发达 没有脑子的尼格等等 当然 这就是收集本源的弊端 从中以此转化的化身 大多都是一个种族之中的分支 而终端奖励的则完全不同 亡灵化身也好 巨龙化身也罢 他们代表的 就是这个种族的巅峰血脉 囊括了其中所有分支的能力 堪称一句 十足也不为过 话说你解释就解释 脸红个什么鬼啊 麒麟一脸黑线 巨龙化身 好歹是沾点变态 这家伙更像是变态本身 能不能好好说话 人家也不想嘛 还不是种族影响呢 抄 赶紧滚去祸害别人 麒麟有些头大 恶魔的能力就没有弱的 即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也足以媲美绝大多数种族了 所以 让这家伙单飞的决定是必然的 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变态 不要这么粗暴地对待人家嘛 此言一出 更加坚定了麒麟的决心 他毫不犹豫地按下了驱逐按钮 随着一阵光芒闪过 魅魔领主也终于消失了眼前 只是大厅之内 似乎还有对方的余音回荡 他赶紧甩了甩脑袋 终于清静了 咦 刚刚离开的是恶魔化身吗 这时 亡灵化身走了进来 一脸疑惑地问道 没有 那有什么恶魔化身 你看错了 麒麟赶紧矢口否认 思来想去 好像也就亡灵化身 和精灵化身最正常了 行嘞啊 是吗 可为什么 这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他用手指戳着下巴 观察着四周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麒麟不想纠结这个话题 赶紧询问正事 哦 他们搬东西赶路速度太慢了 我就先自己回来了 听起来收获颇风 还好吧 估计要到明天早上 才能运到领地了 他解释着 但还是有些不死心 一百只恶魔爱 真的没能召唤出恶魔本源 真的 我还能骗我自己不成 第41章 预谋 一日 亡灵们运送着哥布林部落 收获而来的战利品返回 单单是金币 就足足有两千多枚 不知道这群家伙 要金币干什么 总之就是很喜欢 再加上部落内所需的食材 木材之类的数量也有不少 兽皮骨骼之类的材料 也被麒麟随手赏给了路人甲 抛开一阶装备之外 这其中 还有着许许多多的高阶装备 可以用来出售 进行回血 这次可以说是大赚一笔 对方的首领 也就是那只干兽的哥布林法师 他的等级 也仅仅只有八级 而经过昨日一战 麒麟自己的等级 都已经来到了七级 部落之中并没有俘虏 但确实有某种 类似于繁殖房间的存在 这说明 在他们预谋这一场埋伏之前 这些未知种族的雌性们 就已经被提前转移走了 不过这也无伤大雅 整整一上午的时间 麒麟才终于将这些战利品 全部消化完毕 同时 他也愈发肯定了 自己心中的一个猜测 那就是 哥布林一族 虽然作为岛上的统治种族 但他们并没有强大到离谱 唯一占有优势的可能 也就是数量了 一座弱大部落的哥布林首领 等级却只有七级 麒麟得出的结论是 这座岛上 也许根本没有超凡的存在 或许是因为某种限制 这里最高的等级 大概率只有九级 而自己六级的化身 就能斩杀八级的哥布林 那现在七级 即便面对九级 应当也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 若真是这样的话 那他认为 现在的自己 就已经拥有了 统一岛屿的实力 当然 这毕竟只是个猜测 还需要证实 或许 我应该先统一岛上的 所有领主 他琢磨着 这个做法与终端的主线任务 并不相互冲突 但眼下 还是要先搞清楚 岛上的状况再说 与此同时 三号领地 亡灵化身 当即派出了所有的幽魂 向着四面八方飞去 哥布林中 唯有那些法师们 拥有击杀幽魂的能力 剩下大部分哥布林 对于这种会飞的诡异生物 都束手无策 足足四百只幽魂 让他们分散开来探查岛屿 是最为合适的 一旦了解了这里的情况 探测到哥布林一族的虚实 那麒麟的争霸 也就可以就此展开了 三天时间眨眼而过 在这期间 不仅仅是领主们陷入了沉寂 就连部落 遭到毁灭的哥布林 一族都没有任何反应 所有人都在抓紧时间发育着 距离二周目活动结束 也仅仅只剩下了两天 目前麒麟的积分 依旧遥遥领先于第二名 秦航就好像受到了打击一般 从上次失败以后 不仅是他 整个救赎联盟 都如一潭死水一样 彻底平静了下来 这段时间 很多领主 都已经降领地提升到了高级村庄 看着近升低级小镇 所需的海量资源陷入了沉思 交易所内的物资 当然不会被买完 只是从一开始的一金币 二十木头 涨到了一金币十木头 这价格足足翻了两倍 可想要快速发展 除了用金币购买别无选择 靠着四个农民采集 别开玩笑了 大家都明白 一步漫步不漫的道理 对于如此昂贵的物资 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也正是从此刻开始 他们才明白了 这些看似不值钱的物资 会在后期变得有多么稀缺 当然 这其中受益最高的 自然就是麒麟了 他将自己仓库内的所有物资 全部抛售 赚得盆满钵满 还能让一众领主 没有任何怨言 仅这一次 他的金币 直接就暴涨到了五位数 毫不夸张地讲 他现在一定是所有领主 之中最有钱的 但三天的时间 并没有遇到 大型低格布林部落 大多都是一些小据点 并且很多据点内 低格布林都已经撤离了 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 根本不足以支撑他升级 也不知道这三个 在外岛的化身 这几天在做什么 都不知道好好刷经验吗 当然 这些事情 对于麒麟来说 都无关痛痒 最主要的是 此刻的他已经查明了 岛上小伴的情况 大概是全岛的三分之一左右 此刻亡灵化身正 站在联盟大厅之内 看着面前的岛屿沙盘 上面插着一个一个的小红旗 这些被标记的地方 都是已知 或被消灭的哥布林据点 越靠近岛屿边缘 据点位置就越少 相反 越深入岛屿就越多 麒麟猜测哥布林一族的大本营 或许就位于岛屿的中央位置 或者更北方 当然 救赎联盟的位置 大概也在那个方向上 纵观已知的岛屿全貌 可以发现这座岛并不规则 还暗线参差不平 没办法判断出形状 更没办知道 那些未知的地方 到底有多大 不过无关紧要 目前的侦查过程中 还没有什么生物 能够发现 隐身状态中的幽魂 麒麟的打算 是两天再拿到终端发放的 特殊奖励以后 就挥兵北上 亡灵的数量无穷无尽 也根本无惧伤亡 就算是有超凡级的强者 又如何 只要自己不死 有的是机会 反之 若对方最高只有九级的话 那不好意思 这座岛屿我就要收下了 另一边 一处领主大厅之内 在这其中聚集着三五名领主 正在相互讨论着什么 我认为我们目前的积蓄的力量 已经够多了 集合全盟之力的资金 全部用来召唤兵种 这次一定不会出问题的 盟主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秦行头去询问的目光 自从第一次 与对方交锋失败以后 他就放弃争夺了 活动第一的想法 倒不是秦行怕了 而是在为自己的复仇 做着准备 资源的暴涨 让他带着自己的亲信 疯狂地采集资源 然后倒卖成金币 最后再想办法 集合盟内所有的资金 全部用来召唤恶魔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看着门外漆黑一片的恶魔大军 他势必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我们得在活动结束之前动手 否则对方的实力又会增长一减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秦行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明天 一切按计划行事 第42章 魅魔领主 姓名 麒麟 种族 恶魔族 等级 7 领地等级 暂无 技能 魅惑 射人心魄 麒麟看了一眼 自己的个人面板 有些无语 大家明明都是本体的花生 为什么要这么区别对待自己 连一句交代都没有就把我赶跑了 可恶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嘻嘻嘟嘟 此刻的他身处一片山谷之中 天空昏暗无比 抬头看去 只有两边高高的山崖 形成了一线天 周围时不时地 传来奇怪的声音 没有任何植物 处处都透露着荒凉 因为本体什么都没和他说的原因 此刻他根本不知道要干嘛 就这么漫无目的地 在这一片山谷之中 转悠了起来 不对 我有翅膀 这应该不是装饰吧 麒麟停了下来 仔细地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随着他扇动翅膀 整个人也腾空而起 向着上方的山崖飞去 两侧的山崖之间 仿佛有着一层屏障 就在他飞出这里时 周围的天空 立马变得明亮起来 四周是一片绿色 与刚刚的情况截然不同 而且麒麟刚刚所判断的山崖 也是错误的 他自下而上 不是来到了山顶 而是回到了地面 刚刚的那处地方 是一道沟壑 更像是一座深渊 这是什么鬼地方 他的脸上带着疑惑 为了搞清楚周围的状况 只好继续向着前方飞去 咻 就在这时 一只燃烧着金色火焰的箭矢 猛地飞来 幸好麒麟反应及时 才躲开了这道攻击 刚刚那根箭矢上的力量 让他感觉到了恶性 定睛一看 是地面上的一名 穿着古怪的人类 正在射箭 此刻又要再度向他发起攻击 麒麟与对方四目相对 紧接着 他的眼中就闪过一道红色的能量 下方的人类 也立马放下了弓箭 呆呆地站在了原地 来到对方面前 他精致的服装上 穿戴着许多的装备 带着护腕藏着短刀 身披一箭披风 俨然一副刺客的打扮 这里是哪 岛屿编号070203 你是什么人 猎魔人 猎魔人 麒麟的眼中闪过一丝古怪 眼下对方已经被自己控制 可谓是有问必答 很快 他就从对方口中 得到了自己想要知道的一切 这座岛屿的灵主种族 是一种半人半魔的生物 它们体内蕴含着魔气 但又不像真正的恶魔一般暴虐 而眼前的人族 也正是这座岛上的统治种族 它们被称为猎魔人 实际上就是专门用来对付这些灵主的 这也是唯一一座 一开始双方就明确敌对关系的岛屿 并且猎魔人一方是有着绝对的优势的 灵主被被逼的 只能藏匿于岛上的深渊之中 在那里 魔气滔天 出口位置不仅是隐藏的 还会随时变化 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导致猎魔人们很难攻入其中 这才给了灵主们喘息的机会 但那里毕竟是恶魔们所待的地方 这些灵主即便是半人半魔 也难以忍受 再加上 里面没有任何物资 双方就这么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平衡 当然 灵主一方是弱使的 至于再多的信息 眼前的这名猎魔人就不知道了 这群家伙的脑子里 只有如何变强 以及消灭灵主 麒麟简单地思索了一番 立马想出了对策 她发动自己的技能 身后的翅膀和尾巴 头上的恶魔脚等 全部都开始消失 身上的衣服也变成了一件长袍 棕色卷发也拉致变黑 摇身一变 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人组女孩 记住 我是你外出执行任务时救下的女孩 你要做的 就是保护我回到猎魔人公会去 麒麟的话语温柔且甜腻 带着某种魔力 男子只是眼神呆滞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立刻恢复了正常 只是对于刚刚自己袭击恶魔的事情 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对方身上当然有 低防魔器侵蚀的装备 但那只对那些伴魔有用 或许他们也不会想到 岛上能够出现一只真正的恶魔 既然对方的势力更强 那麒麟自然选择加入对方 谁还去老老实实地发育做灵转 到时候控制了猎魔人公会 不就约等于是 统治了整座岛屿吗 至于深渊里隐藏的领主 猎魔人不敢轻易进入 但对他可没用 一男一女 就这么一路向着猎魔人公会返回了 他们聚集的地方 是一座城池 里面除了妇女和儿童 几乎所有人都是猎魔人 他们一共划分为九颗星 而刚刚袭击麒麟的这名人类 就是一名六星猎魔人 在城中也拥有着不小的威望 很快 他就带着麒麟 来到了这座城池面前 跨过宽敞的护城河 城门位置 有着两名士兵在进行把守 他们手里拿着一个吊坠 这是用来测试归来的猎魔人 有没有被感染用的 后米大人 这位是 士兵主动上前 礼貌地询问着 哦 是我执行任务就回来的一个锅 男子也解释着 我做过检查了 没问题 不用测了吧 还望大人见谅 这是会长的命令 我们也不敢违背啊 两名士兵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 这时 麒麟突然抬头看向对方 两名士兵当即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纷纷多出了一根骨头 只是还不到三秒钟就消失了 他们尴尬地捂住裤子 赶紧退到了一旁 二位请进 二位请进 这么美丽的小姐 怎么可能会被感染呢 就是就是 好羡慕后米大人 能为这位小姐检查身体 长袍之下遮挡的面容 麒麟不易察觉地露出一抹微笑 就这么跟着眼前的男子 一同进入了城中 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控制城内的猎魔人 为自己所用 调查清楚 这个统治种族的具体实力 然后就可以动手了 当然 麒麟说的 可不是动用武力 而是精神层面控制里面的高层 最后架空会长 给他安插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直接将其除掉 第43章 偷袭 有原则的对手 岛屿编号 000536 边境的移出位置 这里坐落着一名领主 是一个清纯可爱的女孩 名叫徐亚安 她的兵种是树精 也是最后一个加入麒麟联盟的成员 她对于争霸成神什么的毫无兴趣 只想在这个残酷的世界 好好活下去 希望有一天 自己能够平安返回现实 在偌大的一个联盟之中 她的存在感并不高 也并未给联盟做出过任何贡献 仅仅是加入联盟时 和岛上的那位大佬 说过一句话而已 树精有一个天然优势 就是断枝重生 简单来说 就是能够给她提供源源不断的木材 这个效率说快也不快 但也不慢 至少 能够让她不依靠其他人的情况下 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发育下去 今天的树精又为她抓到了两只野鸡 精明两天的食物已经不用愁了 她欣喜地接过食物 然后准备开始烹饪 突然终端提示上 出现了一条明晃晃的红色信息 您的领地正有大批敌对生物靠近 有敌人 女孩的脸上出现一丝惊慌 自己背靠强大联盟 不可能有领主赶来进攻自己 那就只能是哥布林了 她立马召集了所有树精 同时向联盟发去了球员 碰 一声爆裂 自身后传来 薛安安回头看去 只见一只漆黑的人形生物 正站在联盟传送门的废墟那里 冷着眼看向自己 是恶魔 不是哥布林 是救赎联盟的人 并且他们一开始的目标就很明确 竟然直接摧毁了联盟的传送门 不仅是为了防止他逃跑 更是为了阻止联盟的支援 要知道 女孩领地所处的位置极其尴尬 不仅位于最偏远的地区 且距离任何一个最近的盟友都很远 也就是说 对方就算是想要支援 时间上也会完全来不及 周围的树精刚想一拥而上 这只恶魔就化作黑影 直接消失了 紧接着 领地的正面方向 就出现了近乎十名领主 身后是他们的各种兵种 已然达到了上千名 这根本就不是女孩领地内的 一百多名树精 能够应对的 居然还是个美女 其中一个胖子领主 露出一副猥琐的笑容 其他几名领主的眼里 也放出光芒 怪就怪在他生在了这么个倒霉地方吧 偏偏还要加入麒麟联盟 傻 除了那个女人 一个不留 为首的胖子领主当即下令 诸位 我就先行一步了 他露出一副猥琐的笑容 也跟在兵种们后面杀了上去 其他领主也不敢说什么 毕竟这次行动是对方带队 至于原因的话 当然是因为 这个家伙的兵种最强了 他一米六两百斤的体重 奔跑起来 就像是一颗巨大的肉球 他的兵种 也是一众领主之中 唯一的智慧种族 地精 至于其他领主的兵种们 大多都是一些野兽 看着汹涌杀来的敌人 女孩徐亚的脸色凝重 银牙紧咬 他知道 即便就是此刻 自己退出联盟撇清关系 也是难逃一死了 更何况退路一段 树精们行动又非常缓慢 他明白自己根本逃不了 既然如此 那就为自己 为联盟战斗到最后一刻 虽然他早就预想到了 会有这么一天 但也没想到 来得居然这么快 不用他下令 树精们就已经主动杀了上去 很快 双方开始交战 那看起来身材无比矮小的地精 战斗起来 居然异常凶猛 他们拿着砍刀 很轻易地 就能砍断树精的枝干 有的更是手握火把 火焰 无疑是树精们的克星 他们的枝干相互延长 互相缠绕在一起 形成了一面藤蔓之墙 试图阻挡敌人的前进 延展而出的树枝 灵活地摆动的 犹如一条条毒蛇 他们刺入敌人的身体之内 疯狂地汲取着血液 并且 随着血液 吸收得越来越多 这些树精们的身躯 也在逐渐变得高大起来 一时间 竟然让数量极少的树精们 在战斗中占据了优势 由此可见 这些树精虽然看起来呆呆的 但也绝不是三流兵种能够比拟的 薛亚安还是第一次 见识到自己树精的战斗力 远比他想象的要强得多 就在他刚要松一口气的时候 一颗巨大的火球袭来 瞬间就将树精们 联合构建起来的防线 硬生生地砸出了一个缺口 地精们顺着缺口蜂拥而至 树精们为了为了保护自己的领主 阵形立马大乱 整片战场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树精们不会说话 但却能够通过一种传导的方式 传递一些简单的信息 此刻 他们传递给女孩的信息之中 只有一个字 跑 一只指树精的身体猛然膨胀 下一秒就化作了一棵棵 参天大树 底部蔓延而出的藤蔓 直接在战场中肆虐开来 这是他们的一种同归于尽的手段 很快 女孩的领地内就变成了一片森林 她头也不回地向着身后跑去 突然 她感觉自己的脚踝被什么东西绊住 紧接着整个人 便失去重心重重地摔倒在地 身后的地精黑黑地笑着 同时拉紧手里的绳索 拽着女孩的身体拖向自己 一个宽度堪比高度的家伙 挡在了她的面前 嘴上还带着一丝猥琐的笑容 见到自己领主上前 这时的地精也停止了拖拉 你要干什么 女孩面色惶恐地向后退了几步 做我的女人 怎么样 我保你活下来 胖子说的话 当然不是在请求 是在命令 做梦 死肥猪 女孩即便明白自己 接下来会遭遇什么 会死 她的眼中也没有丝毫的惶恐 有的只是 对面前这个家伙的恶心 这里没有法律 可由不得你了 男子明显被激怒 两百斤的体重 直接栖身而上 任凭女孩如何挣扎 都无济于事 她的双手直接被男子 一只手按在地上 另一只手抓住衣服一丝 大片春光 瞬间泄露而出 徐亚安没有尖叫 她的眼中似有泪水打转 只是屈辱地闭上了眼睛 见到这一幕 男子郁佳地兴奋起来 周围的领主们见状 也想赶紧凑上来 试图观看一场现场直播 扑哧 一滴滴温热的血液滴落而下 女孩没有失去清白 她睁开眼睛 只见面前的男子脖梗 已经被一把黑色的利刃刺穿 而出手的 正是之前摧毁她 联盟传送门的那只恶魔 敌人 不是用来羞辱的 她沙哑着嗓子开口 这一举动 直接震住了 场上的其他领主 他们满脸错愕 夹杂着恐惧 恶魔竟然会说话 人族 有时更像是哥布林一族 恶魔没有继续理会他们 反正这些家伙 也只是弃子而已 当着他们的面 暴露也好 杀了领主也罢 都没关系 看着面前的女孩 她依旧没有表情 只是举起了手里的利刃 徐亚恩也知道自己 难逃一死 坦然接受 起码现在 能够体面一点 就是不知道那位大佬 会不会帮自己报仇呢 算了 反正都要死了 想那么多干嘛 恶魔手起刀落 她也在这一刻 永远地 闭上了眼睛 第44章 战局变化 凭借一己之力 另一边 时间线回到 救赎联盟进攻之前 灵地内的麒麟 收到了一则 幽魂传回来的消息 南部沿海地区 也就是他们 目前已经探明的 这片区域之中 有大批森林精灵 正在登陆 毫无疑问 对方是来攻占 这座岛屿的 他们的目标 自然是哥布林一族 他们登陆的兵力有限 沿途只要领主们 不找死去 招惹这些精灵 他们对于领主的存在 丝毫不在乎 因为 在大部分人看来 岛屿上最强的势力 必然是其中的统治种族 在与对方决战之前 他们自然不愿意 浪费自己的兵力 用在清扫这些领主上面 对方的大军人数上万 正自南向北一路北上 麒麟猜测 这应该仅仅是 对方一座岛上的兵力 并且没有倾巢而出的情况下 因为他们也需要守住自己 岛屿避免被偷袭的情况发生 当然 狮子伯兔一须全力 不排除 他们其他岛屿 没有派出援兵的情况 眼下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麒麟的眼神中 闪过一道冷芒 你是说 我们也去参战 王林化身 似乎想明白了 没错 说不定可以 趁着这次机会 直接一桶岛屿 麒麟自信地说道 可惜现在 并没有统一所有的领主 否则事情就更好办了 没事 无非就是麻烦一点了 王林可不会畏惧战争 这只会让我们越来越强 王林化身也安慰着本体 对方能想到的事情 他当然也能想到 二人几乎没有什么商量的必要 那事不宜迟 就带兵出发吧 跟在他们后面 就能找到哥布林的老巢了 那我要不要 留下一部分王林 用来守护联盟 不用 不听不听 那你还问我 很快 王林化身就离开了 前往联盟 准备带着王林大军 来一场三方混战了 也就是在这半小时后 麒麟本体才收到了 徐亚安的求援信息 救赎联盟 已向您的联盟宣战 您可选择战争类型 摧毁偶尔征服 摧毁 击溃对方的一切 掠夺一切物资 征服 使对方成为你的附庸 跳梁小丑 偏偏是在这个时候 麒麟眉头微皱 因为联盟大厅 不在现在的这块领地之内 他现在并不知道 对方袭击的 到底是位于何处的领主 战争公告的发出 瞬间震惊了 世界聊天内的所有领主 他们身为局外人 秉承着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原因 竟然开始压住 其哪方联盟会获胜 事后再找你们算账 他看了一眼世界聊天 紧接着回复了 联盟成员的私聊 让对方稍等 自己马上赶去支援 同时也在群聊里放话 有谁畏惧战争的 现在就可以退出联盟 我麒麟再次保证 会既往不救 同时这个内奸 你现在如果站出来 我还能给你个痛快 联盟聊天内 鸦雀无声 片刻之后 还是路人甲率先回复 在下次加入联盟的那一刻起 就没打算碌碌无为 我愿追随盟主 有了他的发言之后 大多数人也开始纷纷表态 能加入麒麟联盟的 本身兵种 就是带有一定优势的 这样的领主 基本上都不会选择碌碌无为 想要跟随着顶级领主 干出一番大事业 当然 这其中自然也有 想要背靠大势力 安稳种田的 但无论如何 这些人到底想怎么样 麒麟都不在乎 他也仅仅只是 想要看看 这些人的态度而已 毕竟 他们也是自己计划之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至于和救赎联盟的战争 要不是亡灵化身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甚至可以 以一人之力 单挑对方的整座联盟 所以 麒麟拒绝了几个表态成员的支援 打算独自前往 其他人当然明白 亡灵的恐怖 自然也不再多说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眼下他哪里还有多少亡灵 这一次 他是带着自己的人族兵种 去战斗的 看来 这是一次性要让我 完成主线任务啊 此刻的麒麟 已经在骑兵的带领下 赶到了三号领地 他来到联盟大厅 迅速查找着对方 袭击的目标 很快就在西边一个偏远的地方 发现了他们的目标 怪不得 看着对方的传送门 已经陷入黑暗 麒麟知道自己的绕路了 这是对方一场 有预谋的袭击 就连位置 也都是精挑细选的 如果说 之前有内奸的话 只是个猜测 那他现在几乎肯定了 这个想法 秦航似乎是在以其人之道 还是其人之身 袭击大理 当个自己支援的速度 为了什么 麒麟一向很喜欢 站在对手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是声东击西 他们真正的目标 恐怕是自己的大本营 因为有内奸的存在 自己联盟大厅 以及自己的领地 都是暴露无遗的 虽然自己的领地 隐藏了 但联盟大厅 被摧毁 也是他不能接受的 没有过多思考 麒麟还是选择了 去支援对方 不为别的 就因为对方 是自己的联盟成员 这不仅仅是脸面的问题 更是一个表率 他要告诉对方 自己在看穿 他们计策的情况下 哪怕不依靠全胜实力 也依旧能够击败他们 进入距离对方 最近的传送门 麒麟骑在马上 身后跟着 五百名轻甲骑兵 就出发了 这是他刚刚召唤出来的 直接用金币秒的 也就一千多 便宜 至于为什么 只带五百名 自然不是因为 他轻敌 而是觉得 这些兵种 已经够用了 就在他一路 在草地上驰骋时 联盟成员的列表上 已经悄然消失了 一名成员 对方死了 麒麟皱了皱眉 内心并没有 太大的情绪波动 只是不自觉地 再次加快了行军速度 万族战场 死人是很正常的 他加快速度 也仅仅是不想 给那些家伙逃跑的机会罢了 而在另一边 救赎联盟一方的人 还在原地等待 他们似乎料到了 支援而来的人马 不可能是亡灵 直到他们的视线里 出现了大批骑兵 这些人的嘴角 露出笑意 人族也配叫做兵种 而身边的那 唯一一支的恶魔 却是明白 对方已然看穿了 他们的计策 这场战争想要胜利 恐怕只剩下 正面战力的对决了 第四十五章 本体孱弱 麒麟看着面前的这些家伙 以及地上的两具尸体 眼中闪过一丝冷芒 冲锋 他当即下令 身后的骑兵们 立马以一个极快的速度 杀了出去 只剩下他在后方 注视着一切 对方的兵种 经过数斤的消耗以后 数量其实比 轻甲骑兵多不了多少 他们轻视人族战士 实际上那些 没有智慧的兵种 不过是一群牲畜罢了 长矛在战马速度的加持 下次出巨大的力量 仅仅一击 就直接将挡在 他们面前的敌人刺穿 那些身形矮小的地精们 同样也避免不了 在铁骑之下 被践踏的命运 领主都是现代人 在拥有了一切 超乎常理的力量 和见识到一些 魔幻生物之后 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 人族骑兵很弱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除非是巨型生物 顶级兵种 亦或者是同样懂得 在战争中 配合的其他智慧种族 否则这些普通种族 在战场上 面对人族骑兵 几乎很难占到优势 一波冲锋过后 这些野兽死得死伤的伤 他们甚至不能 拦截住骑兵们的冲锋 这样只会等到 对方迂回过后 面临他们的下一次进攻 一只土狼高高跃起 想要直接将 马背上的士兵扑咬而下 可等待他的 只有被长矛刺穿肚皮 野猪扬起头颅 想要用自己的獠牙 与战马相撞 可士兵们 只是一拉缰绳 马屁就绕开了他的冲撞 从侧面袭了过来 这些兵种不知道 自己的进攻 为什么会失败 这就是智慧生物 与非智慧生物的区别 哪怕是有灵种 闷指挥 他们识别命令的过程 也要慢上许多 一时间 鲜血飞剑 到处都充斥着尸体 浓郁的血腥味 很快就弥漫了整片领地 地精们举起盾牌 冲锋而来的长矛 与其碰撞擦出一道火花 盾牌虽然没有被击穿 但地精的整个身体 却是在冲击力的作用下 直接飞了出去 夺到树后 不要让他们发起冲锋 领主们连忙指挥着 他们的脸上有些惶恐 第一次见识到 人族骑兵的可怕 这一战如果输了 那他们跑都跑不掉 几乎是必死无疑的 好在这些树精死亡之后 为他们创造了一些有利地形 只要依靠这些树木 拖住对方 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而后方的麒麟则是下马 缓步来到了女孩尸体的面前 他捡起一件衣服 为女孩盖住身体 同时选择了自己的战争类型 你选择战争类型 摧毁 下马 见到对方以那些树木为掩体 躲避着骑兵的冲锋 他当即下令让士兵们下马战斗 轻甲骑兵 下马之后就是轻甲步兵 二者唯一不同的 不过是手中的装备罢了 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利刃 猛地刺向他的驳梗 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 翘无声息 本反应不过来 什么 眼前的恶魔大吃一惊 对方不仅反应过来了 甚至徒手抓住了自己的武器 无论他如何用力 始终都无法从对方的手中挣脱 他诧异地看向对方 只见证明人类的双眼之中 是一双金色的树童 透露着恐怖的威严 麒麟用力一握 手中的黑色利刃 瞬间断裂 变成了树莓碎片 我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与你们相处 可换来的 却是你们的战争 他随手一挥 一道恐怖的火焰倾泻而出 眼前的恶魔瞳孔紧缩 根本来不及逃跑 顷刻间就化作了灰烬 开玩笑 化身都那么强 本体会很弱 哦 不对 我只是个分身 眼中的金光消散 麒麟越过尸体走上前去 他本想好好磨练 一下自己的兵种 毕竟没有参加过战斗 但他发现 完全不需要 兵种们 一经训练出来就是满状态的 根本没有什么老百姓 向着战士 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如此一来 他也就不打算浪费时间了 麒麟脚下一道灰白色的波纹 扩散而出 很快就覆盖了整片战场 这些尸体 受到这股能量的影响 开始抖动起来 紧接着 一只只亡灵撕碎了尸体 从中爬了出来 随着亡灵的出现 这场战争 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了 虽然他可以动用化身的力量 但这也不是能力 直接二这么简单的 否则麒麟早就用自己的分身 协助亡灵化身 一起召唤亡灵了 因为这些能力都是唯一的 他的本体也好 分身也罢 在使用这些能力的同时 相对应的化身们 就没办法使用了 所以 本体根本不是什么 纯种人族弱鸡 而是一位全能型选手 很快 战斗来到了尾声 这些灵主们 一个也没跑掉 尽数被斩杀 而麒麟 也将自己这具分身 拥有的80%力量 还给了本体 用来应对接下来的危机 至于这具分身 眼下基本和普通人无异 对本体的实力 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留在这里 方便指挥大军而已 所有骑兵 即刻返回联盟 剩下的亡灵 跟我走 随着麒麟一声令下 轻甲骑兵和亡灵骑士们 一同向着原路返回 回援联盟 而他则带着这些 行动缓慢的骷髅 以及幽魂们 向着另一个方向出发了 另一边 骑在骷髅狼背上的亡灵化身 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咦 用我的能力了 他猜测 联盟那边可能有什么变故 但本体 没有通知他返回 我多想 继续带着亡灵大军们 尾随着精灵大军前进 亡灵是天生的死物 可以说是纪律严明 行动时更是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整个军队之中一片死气 再加上前方有隐身的幽魂查探情况 他们几乎不可能被发现 唉 就是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到 这群家伙 走得也太慢了吧 第四十六章 退盟风波 揪出内奸 联盟大厅 此刻内部已经聚集的一大批领主 有特使 也有本人 陆长老 盟主大人呢 下方的领主们 眼见管理层只有一个路人甲 还是忍不住问出了 自己心中的疑惑 盟主大人有要事 并且已经派兵去支援了 说实话 他自己都不知道 盟主到底在哪 但为了不引起慌乱 他只能这么解释 眼下救赎联盟的人 随时可能会发起二次进攻 这种关键时候 盟主不在 谁来引领大家 显然 他们对于路人甲的长老之位 是有着明显不服的 不会是害怕地逃走了吧 这时 人群之中 突然传出一道 很小的嘀咕声 但还是被人听到了 他们怒目而视 但是并没有反驳 因为他们 对于麒麟也并不了解 在对方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这么关键的时刻 为什么不现身主持大局 不如我们转头 救赎联盟吧 这场战斗 本就是两位 顶级领主之间的对决 何必要搭上我们的性命呢 朱刚 你少他娘的放屁 路人甲怒吼一声 这个时候扰乱军心 我看你就是那个内奸吧 路人甲 别以为你是长老 就真把自己当成个东西了 我是内奸 好大的帽子啊 对方冷笑一声 同样也不甘示弱地回击 你可以说我怕死 但我朱刚人如其名 刚正不恶 绝对不会做这种小人之事 盟主当时就说了 你不敢发言 现在盟主不在 你在这里扰乱军心 居心何在 哼 你也说了 盟主在的话我当然敢打 现在盟主都不在了 明显是在拿我们当炮灰 给他拖延时间 朱刚环是四周众人 两人的争吵 谁也没有插嘴 但原本一些摇摆不定的领主们 却是更加坚定了 自己内心的想法 这是顶级领主的交锋 大家不愿白白送死的 就跟我一起退出联盟 他大喊一声 当即就站了出来 路人甲无话可说 如果排除对方是内奸嫌疑的话 他这么作为了活下来 似乎也无可厚非 更何况 已经有盟主的发言在先 很快 就有一名名联盟成员 主动站了出来 他们与朱刚聚集在一起 还有没有 我们集体退盟 大男龄投个自飞 麒麟不会拿我们怎么样的 在这些人的劝说之下 很快就又有几名领主站了出来 此刻扬言要退盟的成员 已经占据了半数 见劝说无果后 朱刚也打算带着这些人离开了 今日退盟我不阻拦 但是若让我发现 谁加入了对方的联盟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时 一个年轻人站了出来 拦在了一众领主面前 说着自己最后的警告 你他妈算个急吗 碰 朱刚话还没说完 整个人就直接被打飞出了机密院 周围的领主们都被吓了一跳 有些震惊地 看着面前这个人畜无害的年轻人 领主也能强到这种地步吗 看我做什么 走吧 麒麟让出身位 嘴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丝毫没有要继续理会这些人的意思 领主们有些不知所措 愣了两秒钟之后 联盟进入了传送门 路人甲 所有不在场的领主 一律驱逐 对方顿了一下 立马点头 好 他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 但一定是对联盟有所帮助的 或许是盟主的朋友 又或许是一个强力的外援 你是谁 朱刚脸色有些惶恐地后退着 看着对方一步步地逼近 他被吓得浑身颤抖 麒麟的眼中 闪过一丝粉红色的能量 他的目光立马变得呆滞 愣在了原地 你是内奸吗 是 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不知道 碰 他一脚直接将朱刚 踹到了联盟大厅之外 对方重重地摔倒在地 只是脑袋动了一下 便彻底失去了生机 今天 你们都将成为麒麟联盟的精英成员 麒麟回头 看向一众震惊的领主们 开口说道 众人没有回应 但他们也没觉得 眼前的男子 是在和他们开玩笑 我比较好奇 你们留下来的原因 明明盟主都不在 你们都不怕死 多来到这个世界了 狗活又有什么意思 我虽然不了解盟主 但对方的所作所为 一定不是个胆小之人 我也相信陆长老所说 盟主一定是有更重要的事情 耸了一辈子 到了这里 我决定拼一把 领主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理由 身为智慧生物 谁不怕死 他们想要变强 想要搏一搏 也相信自己追随的这位盟主 操 你们说得这么大意凛然 难道就我一个 是因为不想亏了这五眉精变 此言一出 瞬间引得众人大笑 这当然是句玩笑话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他的一句玩笑 倒也让众人没有那么紧张了 好 既然如此 我也告诉你们 盟主的行踪 以及接下来你们的任务 麒麟上前一步 他打算用联盟的兵力 去拖延精灵族的援军 这件事 早晚是要告诉他们的 在这座岛上 拥有着统治种族 也就是哥布林 而其他岛屿的森林精灵一族 已经向他们发动进攻了 盟主 也正式要参与到这场战争中去 只是不巧 秦航恰好在此时宣战 他的一番话 直接让领主们大惊 众人纷纷愕然 没想到盟主的眼光早就 看向了整座岛屿 盟主怎么可能会逃跑 原来这么猛 操 这秦航感觉就像那跳梁小丑啊 还顶级领主呢 目光真是短浅 大家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前往精灵的必经之路 埋伏他们 防止后续的增援感到 麒麟淡淡地说道 观察着众人的表情 结果发现他们一个个兴奋无比 并没有什么畏惧之色 只有路人甲一脸担忧地开口 我们都去阻击精灵了 那救赎联盟的人怎么办 不是还有我吗 他带着淡淡的笑意解释着 哦对 还有他们 这时 联盟大厅之外的轻甲骑兵 以及亡灵骑士正好赶到 数量近乎上千名 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威势 见到这一幕 众领主终于放心下来 原来盟主早有准备 第47章 联盟大军到来 大家快看 麒麟联盟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多人退盟了 哈哈 大难临头个自飞了呗 那这样 麒麟联盟岂不是输定吗 笨蛋 救赎联盟突然发动战争 显然早早 就做好准备了 就是要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说得对 同为顶级领主 双方的实力是相差不大的 一方已经做足的准备 胜利不是必然的吗 世界聊天上的领主们无所事事 现如今两个最强大的领主 交锋就成为了他们最大的看头 另一边 秦航这次带着恶魔们御驾轻征 集结了联盟 以及自己所有的兵力倾巢而出 再加上内奸提供情报 他就不信 自己这次还能输 哪有小孩天天哭 哪有毒狗天天说 你以为你是谁 主角吗 盟主大人 朱刚死了 这时 一名领主走上前来 小声地向着对方汇报 秦航听了一脸的平静 内心并无太大的波澜 对方跳出来鼓动 麒麟联盟的人退盟 必然会被当作众矢之地的 当然 这只不过是他计划的一部分罢了 如今削减了对方 近乎半数的联盟人数 加上舆论的影响 更是没人敢轻易加入他们的联盟了 麒麟居然不在 难道是提前得知消息逃跑了吗 他露出一丝鄙夷之色 本以为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没想到竟然只是个鼠辈 早在向对方发动袭击之前 他们就已经动身了 从距离对方最近的一位盟友那里出发 要不要多久 就能直接抵达对方联盟的腹底 随着大军持续的前进 他们从一片广袤的草原 进入到了一片直被稀疏的林地 就在前面了 与朱刚描述的对方联盟环境相符 而此刻的麒麟联盟大厅之外 这里除了站在前方 整齐排列的上千名人族与亡灵族骑兵外 便只剩下了麒麟一人 他站在军队之前 冷漠地注视着前方 因为分身和本体是完全同步的 属于一个个体 就在刚刚 他已经收到了 对方进入自己领地的警告 对方携带着整个联盟的兵力进攻而来 数量最少上万 而麒麟自己的兵种 却只有一千 想要在这场兵力悬殊的战争中获胜 亡灵的能力非常的合适 正好亡灵化身并未参加战斗 他可以转移对方全部的力量 当然 身为本体 怎么可能只能同时动用一具化身的能力呢 这才是他最大的底气所在 亡灵的能力 让他可以弥补兵力上的劣势 巨龙又能赋予他强大的实力 至于精灵算了 很快 对方黑压压的大军 自他的视野中浮现 里面有类人形的生物 也有非人的怪物 以及野兽 但更多的 还是恶魔 这些恶魔 几乎占到了 对方所有兵力的十分之一 超过了千名 围守之人 一身轻袍 仿佛修仙之人 麒麟一眼就认出了 对方就是秦航 至于他身后跟着的一百名领主 不过是一群 屈炎富士的狗腿子罢了 在这个拥有数十万领主的岛上 有这么些个家伙 也不足为奇 只有你一个人 麒麟呢 秦航挥守是一大军 停止前进 他带着自信的笑容 并没有着急动手 听说麒麟是个美女 交出来给我们盟主玩玩 这人不会全跑了吧 真怂啊 闭嘴 秦航开口呵斥住他们 要不是 需要这些家伙做事 他简直耻语这些人为伍 麒麟 谁知道呢 不过我觉得 这里有我一个人 就足够了 他冷笑了一声 面对上万大军 并没有丝毫惊惶慌 靠 这老灯真狂啊 不知道 还以为他把我们包围了呢 身后的一众领主们 非常不爽地看了过来 见过嚣张的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加入我们联盟如何 麒麟不过 秦航话还没说完 就被对方打断 废话真多 给我杀 狂妄 秦航也有些愈怒 敬酒不吃吃罚酒 一个不留 下一秒 恶魔们携带着 一群杂兵杀了出去 同时 麒麟身后的骑兵们 也同样发起了冲锋 交错而过的兵种 混乱不堪的战场 此刻 只剩下麒麟站 在原地看向不远处 同样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的秦航 以及其他领主们 除了对方面 无表情之外 几乎每个领主的脸上 都带着一丝喜悦 或是轻蔑 骑兵们虽然有着 天然的优势 可面对数量 如此之多的敌人时 他们依旧显得力不从心 长矛冲锋而过 仅仅是刺穿面前的 一个敌人 下一秒士兵 连带着战马 就被恶魔们 直接撕碎 运气不好的 甚至连一名敌军 都解决不了 就倒了下去 即便是亡灵骑士 他们的情况也好 不上多少 恶魔们 已经领教过 这些家伙的恐怖 从他们杀入战场的那一刻 就成为了所有敌人的目标 对方的数量 是己方的十几倍 是亡灵骑士的二十多倍 更有同样身为 顶级兵种的恶魔 即便他们奋力地 想要杀敌 可双拳也难敌四手 最后只落得 一堆枯骨的下场 这哪里是战争 分明是一场 自杀式的冲锋 众人脸上的表情 变得更加不屑 什么顶级兵种 就这 在他们看来 五百名亡灵骑士 已经不少了 已然是对方所有的兵力 要知道 他们倾尽全盟之力 也才召唤出 一千多只恶魔而已 很快 所有兵种 尽数被消灭 恶魔们带着其他兵种 将麒麟牢牢地包围在中间 只等待着 秦航最后的命令 身为盟主躲躲藏藏 到了这一步 竟然是你为他 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又是何必呢 恶魔们让开一条道路 秦航缓步来到麒麟面前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家儿我们如何 然而此刻的麒麟 还在愣神之中 定睛一看 自己的兵种 已然全军覆灭了 而对方的伤亡 才区区几百而已 真骂 不早搞龙蛋 偏偏在这个时候 什么 秦航一脸疑惑 没听清楚 对方在嘀咕什么 终于好了 麒麟骤然抬头 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此刻 他的双眼 已然变成了金黄色 第四十八章 凭借一己之力 另一边 在以路人甲为首的一众领主 也已经来到了 事先约定好的地点 这里是一片山地 周围没有森林 再向前不到百里 就能到达海边了 那里有着森林精灵一族的船只 此刻众人 已经与麒麟会合 他带着的亡灵 不是很多 只有大概五百名 领主们加起来的兵力 也才看看到达五千 面对即将到来的精灵族大军 似乎显得有些疑乱基石了 这里是对方的必经之路 我们就收在这里 安心地等待便可 麒麟对着身后的一众领主 吩咐道 此刻的他 戴着一副面具 领主们见到他携带着亡灵 自然也将其当作了 是盟主的援兵 我们这点兵力够吗 路人甲的脸上 有些担忧 倒不是畏惧 只是担心 会影响盟主的计划而已 无妨 麒麟没有过多解释 我们的任务 就是拖延住他们就行了 待到前线获胜 亡灵大军的数量 将直接翻倍 到时候 还怕对付不了这些精灵吗 当然 这只是大部分领主所想 他们自然不知道 眼前的这名所谓的盟友 也可以召唤亡灵 领主们为了表达忠心 亦或者是方便指挥 几乎所有人都是清灵战场 大家聚集在一起 指挥着自己的兵种 埋伏向四周 待到一切做好准备 这片山地 也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身为统治种族的森林精灵 估计怎么也会想到 在有大军探路的情况下 己方还会遭到埋伏 关键还是领主们的埋伏 路人甲等一众领主 更是吃惊 在这种局势之下 他们的盟主 竟然在三线作战 诸位 稍后的战争 大家一定要 以自身的性命为主 兵种没了 还可以再召唤 人死了 就什么都没了 身为长老 他告诫着身后的领主们 不要冲动行事 这时 一只幽魂 凭空出现在的麒麟面前 向着他传递着什么消息 幽魂是生前的怨念锁话 本身是拥有智慧的 也能说话 不过 他的话 只有麒麟 或者是其他亡灵生物 才能听到 一般人 是听不见的 精灵大军来了 正在登陆 保守估计两万人 麒麟突然开口了 其他领主 陡然一愣 这么快 想要拖住这两万大军 他们身后的这些兵种 今天恐怕都得死在这里了 海岸距离这里 近乎百里 对方登陆 完成到赶到这里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期间 足够另一具 分身消灭入侵联盟的敌人 顺便赶来支援了 这哪里是来进攻自己的 分明是来给自己送兵种的吗 麒麟还得感谢 秦航那个家伙一番 此刻 所有人都躲藏在这些山石之后 静静地等待着敌军到来 他们当然也明白 这一战的胜负 直接关系到了 盟主的主线任务 一旦成功 整个麒麟 联盟的位置 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成为这座岛屿真正的统治者 领主们心中忐忑着 同时又带着一丝兴奋 他们已经跃跃欲试了 另一边 三号领地 联盟大厅之外 看着弓向自己的一众恶魔们 麒麟的嘴角 带着淡淡的笑意 双眼散发出金光 不是他不想早出手 而是巨龙化身的一枚龙弹 价值明显要高于自己 刚刚死去的这些兵种 本以为精灵大军会即刻进攻 亡灵的能力 又在另一具分身身上 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有时候 就是得作一些取舍 可就在刚刚 他感应的另一处战场的情况 这些精灵来的比他预计的要晚得多 眼下 他更能毫无顾忌地 同时使用两具化身的能力了 周围的恶魔化作黑影袭来 恐怖的魔器碰撞而出 肆虐当场 一道身影冲破黑雾高高跃起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麒麟就这么悬浮在半空之中 冷漠地注视着下方的敌军 一些拥有飞行能力的兵种 当即就杀了上去 可还不等触碰到他 就被周围的一道灼热气息给逼退 这些飞行兵种倒在地上 什么情况 他怎么会飞 只有下方的琴航面色凝重 因为他看到了对方刚刚所爆发出的那种无形能量 与其说是能量击退的这些兵种 倒不如说是一种高等级生命 对于低等生物的血脉碾压 可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方明明只是人足才对啊 在场之中 唯一能够不受影响的就只有他的恶魔了 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且声色的咒语自对方口中发出 周围的空气都在这一瞬间变得炽热无比 只见对方的面前出现了一道火红色的线条 正在缓缓增长 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 琴航在上面感受到了极其恐怖的气息 这是某种魔法 拦住他 他当即下令 周围成百上千的恶魔瞬间一拥而上 这个时候 联盟军的兵种就是一群废物 真正能够依靠的 唯有自己 可就在这时 他们的面前竟然突然出现了数百只幽魂 这些幽魂在这一瞬间同时发动了攻击 无形的精神攻击相互叠加在一起 肆虐着在场的所有敌人 首当其冲的便是距离最近的恶魔们 他们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击中 这些精神攻击无形无质 更是没办法防御 一些精神抵抗力弱的恶魔身体 还在半空中就已经当场生死坠落而下 而那些抗性较强的 才勉强抵挡住对方的联合偷袭 但也受了不轻的伤势 恶魔们杀入了幽魂之中 与对方混战起来 而其他的兵种 却只能在下方肝瞪眼 在龙威的压迫下 他们根本不敢上前 幽魂在拥有诡异的攻击手段 以及隐蔽性后 就注定了他们是脆皮法师 被恶魔尽身 便只剩下了挨揍的份 大军之前的秦行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根本想不到 眼前的这人 为什么也可以召唤亡灵 普通的亡灵召唤 而出会撕碎尸体 而幽魂本就是灵体 再加上其隐身的能力 让他们在召唤出来的时候 根本不被人察觉 是那些死去兵种 为他提供了召唤条件 可到底是什么时候 开始召唤的呢 对 就是在发出 那道无形能量的时候 该死 秦行紧紧握拳 我就不信你 还能凭借一己之力 对抗一整个联盟 第49章 结束 战争处罚 幽魂们折损的速度很快 没一会将近半数 就被恶魔们斩杀 对方虽然也有损失 但并不是很大 不过已经足够了 此刻麒麟面前的魔法阵 已经凝聚完成 一个巨大的金红色六芒星图案 浮现在他的面前 在这其中 透露着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 实际上 变成巨龙凝聚魔法的速度 要快上许多 但这样太过张扬了 对于其他领主来说 有些匪夷所思 所以 还是稍微地隐藏一下实力吧 麒麟扫视面前的一切 眼中的金色光芒 愈发的夺目 他张开手臂 触碰在面前的魔法阵之上 快闪开 下方的琴航瞳孔紧缩 立马提醒着身后的一众领主 半空之中的恶魔们 闻言当即也全部不惧死活地 杀向了麒麟 一道恐怖灼热的红色光束 犹如火山爆发一般 瞬间喷涌而出 宛如融化的岩浆 夹杂着熊熊火焰 肆意摧毁着眼前的一切 火焰的高温 使得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扭曲 所过之处 周围的一切顷刻间 就被焚烧殆尽 地面上留下了一道 深深的焦黑痕迹 沿途的一切都已经化作了灰烬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道 这一击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窒息和恐惧 也让所有幸存下来的领主 彻底认清了现实 此刻的秦航显得有些狼狈 他满脸震惊地 抬头看向半空 那些围攻的恶魔 连带着幽魂 已经连渣都不剩了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他此刻已经开始有些怀疑自己了 对方真的是人类吗 这力量 又真的是人类能够拥有的吗 周围的领主们摊坐在地 刚刚攻击到来的一瞬间 他们的大脑只有一片空白 甚至来不及逃跑 这些活下来的领主们 也仅仅只是 因为自己的站位靠近边缘而已 这 这还是人吗 我们真的能打赢这种怪物 联盟大军的 在这一击之下 就已经损失过半 其中 秦航的损失最为严重 冲在最前方的恶魔们几乎全灭 对方给他们的感觉 根本不像是一名对手 而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战胜的boss 麒麟缓缓落地 有些急促 刚刚发出的这道龙溪 消耗了他一半多的力量 果然 等级只有七级 还是太勉强了 他也没想到 威力竟然这么大 这一下好了 尸体没了一半 这是召唤个毛线的亡灵 所有人都在用 看向怪物的眼神看着他 麒麟扭了扭脖子 活动了一下四肢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我也给你一个机会如何 加入麒麟联盟 对方这玩味的笑容 加上此番说出的话语 无非是在回应秦航开战之前所说 这当然不是邀请 而是一种嘲讽 一种回应 他向前一步缓缓走来 脚下也蔓延出一道 灰白色的能量 扩散而出 很快弥漫至整个战场 那些保存完好的尸体 也在此刻发出了动静 紧接着 一支支的亡灵撕碎尸体 从中爬了出来 周围的兵种们 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远离了身边的亡灵 片刻之间 数不清的亡灵 就穿插出现在了 秦航的联盟大军之中 此刻 他的恶魔精锐尽尸 这些普通兵种 哪里还会是这些亡灵的对手 更何况 对方拥有不死 还越打越多 秦航眉头紧皱 愣在原地没有回应对方 没人知道 他的心里在想着什么 而他身后的灵主们 见到麒麟一步步逼近 则下意识地 就向着后方退去 他们现在 哪里还有继续战斗下去的心思 本就是一群强头草 在见到对方如此强大以后 他们的第一反应 自然是脱离联盟 撇清关系 然后逃跑 您的联盟正处于战争中 无法退出 什么 为什么不能退盟 有人率先做出了决定 随后惊叫出声 其他人见状瞬间慌了 立马也开始做出尝试 但无一例外 剩下的五十多名领主之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退出联盟 为什么会这样 秦航你坑我们 把我去除出联盟 我现在要退出 领主们叽叽喳喳地喊叫起来 其中有些人 当初是如何舔他们 这位盟主的 现在骂得就有多狠 他轻笑一声 摇了摇头 敌对联盟一旦确定了战争类型 整个联盟都会被锁死 现在想跑 来不及了 领主们闻言彻底慌了 眼下已经顾不得其他了 当即转身就要逃离 不能退出联盟 难道自己还不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吗 腿长在我自身上 谁他妈管得着 亡灵骑士们站在原地没动 任由着这些领主们向后跑去 见到自己的领主逃跑 这些兵种们 当然也选择了追随而去 麒麟站在秦航的面前 没有理会周围的动静 也没有去指挥亡灵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 秦航笑了一声 救赎联盟认输 恭喜您取得战争的胜利 正在执行 摧毁 下一秒 这些正在慌乱逃跑中的领主 以及他们身后的兵种 就这么一个个地倒了下去 片刻之间 就已经彻底失去了生机 他们的能源值 战利品 这些当然都是归胜利者所有的 你就是麒麟吧 秦航突然开口说道 我们都被你给骗了 你的神通 应该是类似于分身的能力 就在刚刚 他用掉了自己神通的最后使用机会 用来预测面前这个神秘的家伙 结果得到的真相 竟然让他大吃一惊 是我 对于一个将死之人 麒麟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不过 我要澄清我们之间的一个误会 我从没有在你的联盟内 安插过内奸 那人其实是哥布林一族的棋子 已经被我杀了 原来如此 这么多年的修身养性 在召唤到恶魔兵种的那一刻 都土崩瓦解了 我也变得仇恨和冲动起来了 秦航露出一个释然的微笑 就是正确的 对方确实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反倒是自己 要是当时使用神通预测一下就好了 如果没有这个误会的话 我们或许会成为盟友 可惜 没有如果 是啊 你比我更优秀 记住 这里被冠以平凡之名 他还想继续再说点什么 但终端显然不想给他这个机会了 秦航在一瞬间失去了生命气息 随后整个人也向着后方倒去 麒麟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一切 这里除了他自己已经再也没有一个活物 第五十章 神通奖励 狂妄的资本 秦航本身就是一名普通的人类 所有的领主与他们的兵种都没有直接的联系 并不是像麒麟的化身们一样 自身就是这个种族的一员 身为人族 身为顶级领主 他们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这也是领主们不会轻易出动的原因 他们太过自信了 当然 即便这些领主没有亲自出动 这一战过后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翻盘机会了 领地之内 本体也在这一刻收到了一连串的消息 恭喜您获得战争胜利 战利品正在清算中 恭喜领主 麒麟完成成就 恭喜您成功击败敌方联盟 获得一次神通选择的机会 您可从对方的神通之中 任选一项 战争光环 神机妙算 另行禁止 必其风芒 神通也能掠夺 麒麟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目光也随之被吸引 然后逐一地查看起来 战争光环 您的兵种提升防御 攻击 速度1% 另行禁止 您的兵种纪律严明 在战场上将无条件地按照您的命令行动 神机妙算 每天可主动预测一件事情 或者事物的急凶 冥冥之中得到一些信息 神机妙算 麒麟一顿停止了继续查看下去的想法 这好像就是秦航的神通吧 作为战胜方 他可以拥有对方联盟的一切 这些神通自然也是来自救赎联盟的这些成员 就选他了 不为别的 就喜欢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 他当即选择了神机妙算 作为自己的神通 随着掌握这项能力 他的使用方法自然也了然于凶 说白了 就是一种类似于占卜的能力 每天只有一次 并且也不是百分百会得到消息提示 具体也要看预测事物的难度高低 例如他要预测宇宙大爆炸的起源 那就是白扯 可要预测明天会不会下雨 那他就说不定能够得到结果 听起来是个玄之又玄的东西 不过麒麟并不在意 因为神通的能力也是可以提升的 有化身们负责战斗 他就安心狗在后方当个辅助就行了 很快 战利品清算完成 这一次是正常发动的战争 他能得到对方所有的一切 金币 领地 建筑资源等等 有了这些 他的发展速度将会获得巨大提升 身为一名领主 安心发育 只是小道 真发财 还得依靠战争 此刻 终端上显示的自己的领土 已经犹如群星绽放一般 遍布着岛屿的各个位置 足足一百多块领地 但说到底 这些领地其实并无多大作用 因为他已经打算在这一战之后 统一这座岛屿了 麒麟来到领主大厅之外 当即就将领地内的所有建筑 全部都进行了提升 这自然包括了领主大厅 不过这一次 升级需要的时间有点久 足足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 想要见到自己的领地 到达终极小镇 最快也得明天了 这还是在有工人建造加速的前提下 当然 这一次联盟大厅的建设 也不能落下了 除联盟大厅之外的一些辅助建筑 麒麟也随之一并建造了出来 例如联盟仓库 防御塔 联盟采石厂 以及联盟伐木厂等等 严格来说 联盟大厅几乎和领主大厅 没有任何区别 只不过两者一个是群体 一个是个人 相对应的 联盟的升级资源也会更多 这是为了让联盟成员们 一同捐献物资发展为目的的 只不过 这次击败对方 联盟全靠麒麟一己之力 战利品也全在他这里 他从没指望过这些盟友什么 升级物资自己出了也就出了 他有预感 这联盟到后面的作用绝对不简单 但这些家伙 毕竟也忠诚于自己 甘愿去托住精灵族大军 自己似乎也不能亏待了他们 麒麟伏额思考着 讲了些什么呢 联盟等级一共只有五个等级 分别是一位盟主 两位副盟主 十位长老 以及五十名精英成员 还有剩下的普通成员 这四十多名领主 都是精英成员了 还想怎么样吗 真的是 给金币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给物资 不行 自己都穷死了 思来想去 自己最不缺的是什么 算了 给他们几个农民吧 有点参与感就行了 麒麟很快就决定了 一个领主送四个农民 这样满打满算 也才一百多金币 对于自己上万的存款来说 根本就是小意思 主要是 农民能够加快他们发育的速度 嗯 没错 他们一定会感叹 自己盟主的慷慨与大度的 当然 这得等战争结束 以后再说了 万一死了几个领主 咱不是还可以少出几个 农民不是 而他现在要做的 是打开终端 在世界聊天上 宣布自己的主权 我要统一整座岛屿 谁统一 谁反对 此言一出 刚刚还在刷屏的消息 竟然同时消失了 整个世界聊天 都陷入了寂静之中 同意的 上交五十枚金币 给路人家统计名单 麒麟不管有没有人说话 自顾自地发着自己的消息 他到时候动手 只看对方手里的名单 没有名字的 可不就是五十枚金币 这么简单了 你特娘的疯了 五十枚金币 你怎么不去抢 当即就有脾气暴躁的领主 站了出来 指着麒麟的鼻子怒骂 想钱想疯了吧 还统一岛屿 你是个GQK啊 有本事 把我们都杀了 我们十万领主联合在一起 还打不过你一个人 想收钱 门都没有 就是 真以为 赢了秦航自己 就天下无敌了 大老 我默默地问一句 我之前交了入盟费 现在联盟有空缺 能不能放我进去 我也想加入联盟 入盟费 给您发过去了 有骂的 自然也有争着加入的 对此 麒麟并不在意 这些人 他都会一一去解决 对于之前交过入盟费的 我会优先考虑的 他没有去理会 那些谩骂他的人 而是给了之前的领主们 一个交代 哦对了 现在想要加入联盟的话 入盟费 500 第51章 引战 另一边 亡灵化身带着亡灵大军 已经尾随着精灵族 一路北上赶到了 哥布林一族的老巢 精灵们藏匿 在远处的一片森林之中 而麒麟 则位于更远处 一路上 只是用幽魂 来探测情况而已 行军了这么长时间 这还是 对方第一次休息 而得知的情报 便是他们 已经找到了 哥布林的老巢 眼下 对方还在休养生息 似乎在为 接下来的战争 做着最后的准备 而哥布林们的聚集地 就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之上 那里修建着 一座巨大的堡垒 城墙上 到处都是驻守 低哥布林士兵 林立的箭塔 城门之外的火油 处处都在透露着 这里严密的防护 说起来 对方明明是一群 绿皮怪物 不仅想要建城 竟然还模仿着 人族的某些方法 因为幽魂会飞的缘故 对方堡垒之内的情报 也一览无遗 里面的哥布林 法师数不胜数 高大低哥布林巨人 类似于人形的哥布林 以及一些 长相奇特的奇形种等等 但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并不知道 接下来即将要到来的战争 麒麟双手整着脑袋 无聊地躺在地上 接下来就是等待着 精灵的进攻了 反正周围有幽魂探测情报 倒也无伤大雅 但很快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三个小时过去了 麒麟的脸上 都快挂满蜘蛛网了 对方竟然还不行动 他猛地站起身来 看来不是在休息 而是在等待援兵啊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帮你们一把 他眼神 是一身旁的幽魂 对方立马 进入隐身状态 向着前方飞去了 掠过森林 他静止地向着 哥布林的堡垒而去 此刻 城墙上站岗的哥布林手里 拿着长矛 已经昏昏欲睡了 他们每天的任务 就是站在墙头盯着远处一整天 无聊且乏味 但为了能获得繁殖的机会 他们也只能选择忍受 突然 这只昏昏欲睡 低歌布林感觉到了一丝良意 一个冷战 直接让他清醒过来 他转头一看 发现自己同伴的身边 有一个披着黑袍的 像是鬼魂一样的东西 当即就用手中的长矛 撕了出去 可武器竟然穿过了对方的身体 没有造成一点伤害 有情况 遇到诡异的情况时 立马大喊警觉 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瞬间 城墙上的哥布林都被惊动 将目光看了过来 幽魂见时机已到 当即发动了诅咒 杀死了身边的这只哥布林 迪西 迪西 哥布林瞬间大惊 刚刚对方表现得人畜无害 他们还以为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周围立马变得慌乱起来 下方的哥布林 也在快速地向着城墙上聚集 此时的幽魂并没有继续进攻 而是转身就跑 哥布林们哪里受到了的这种气 要知道他们 可是岛上的统治种族 更何况 还是在自己的地盘 受到了挑衅 城门之下的哥布林小队 收到命令后 当即就向着幽魂逃跑的方向 追了过去 站住 祈祷你别被我们抓到 我要让你给我们生小哥布林 幽魂奔跑的速度实际上 要比对方奔跑的速度快上许多 但他却故意放慢了速度 给了对方一个自己再努努力 就能抓到他的错觉 这一对哥布林小队的数量有十只 此刻 正在幽魂的引导下 一路向着森林前进 而在森林之中 隐藏着的精灵族赤后 自然也发现了吉江 要到达此地的哥布林 当即返回去汇报首领了 维安将军 不好了 有一支哥布林小队 正向着此处赶来 我们疑似已经被发现了 森林之中 随着赤后的声音传来 所有精灵都打起了精神 握紧了手里的武器 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们来打先锋吧 说话的是一名身材魁梧 长相俊美的金发男子 他穿着简单的盔甲 手里拿着一把长剑 正是这些精灵们的指挥者 如今 他们只能抓紧机会 在被对方发现之前 提前动手了 也不知道那两个家伙在搞什么 为什么援兵这么慢 管不了那么多了 此战若是损失过大 王规最下来 自有他们背过 全军列阵 进攻 随着将军的一声令下 周围的精灵们 立马动了起来 他们穿梭于森林之间 一道道无声的人影相互交错 快速地向着边缘的位置 跑去 而此刻 哥布林也跟着幽魂 追到了森林之中 可就在进入森林的那一刻 对方的身影就突然消失不见 他们只能向着四周寻找起来 沙沙 一道道身影 自他们身边穿梭而过 哥布林们猛地回头看去 观察着四周 可却只发现了攒动的树叶 再次回头 一只箭矢已经直袭他的头颅 紧接着 一只只箭矢组成的箭雨 就自四面八方倾泻而下 片刻之间 森林之内的十只哥布林 还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 就已经被扎成了刺猬 森林之外 将军为安站在大军之前 身后是一只只从森林之中 涌出的精灵 他们迅速地排列好队伍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方队 最前方 精灵们身穿重甲 手里 举着巨大的盾牌 一根根长矛 从缝隙之中探了出来 后方的精灵们 每个人的手里 都拿着一柄长剑 腰上跨着长弓 大军整齐有序 透露着强大的杀意 他们都是岛上最精锐的战士 一往无前 杀 将军剑指天空高呼一声 随后大军便开始向着 前方哥布林的堡垒推进 城墙上 看着突然出现的精灵大军 所有的哥布林们都慌了 立马启动了最高的警戒 整个堡垒内 响起一道嘹亮的号角之声 紧接着最中心的篝火 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升起了一道滚滚的浓烟 他们前些日子 才刚刚针对领主的袭击 做出应对 此刻的精锐 尽数都聚集在这附近 根本就不惧对方的袭击 之所以慌乱 只是因为周围的增援还没感到 让他们觉得心里没底而已 而在更远处 麒麟用手符额看向远处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这才对嘛 第五十二章 两军交战 战场上 哥布林一方也迅速做出了应对 堡垒城门开启 数以万计的哥布林们 手持长矛和刀剑 从中蜂拥而至 并且同样也学着对方的模样 摆好了阵型 他们生性喜欢繁殖 堡垒内的哥布林主力即便不在 也仍然涌出了两万余众 比数量 他们从没输过 大军前方 是一名手持法杖的哥布林法师 作为大军的指挥者 堡垒是他们的最后防线 非必要情况下 他们是不愿意用自己新建的这座堡垒 去应对敌人的 呜呜 城墙上传来一道悠长的号角之声 最前方的哥布林 手持法杖向前一挥 身后的大军 也立马发动了进攻 一边是身披重甲的森林精灵步兵 一边是手持简易武器 身材矮小的哥布林 见对方冲锋而来 将军为安 当即指挥精灵们列阵 随即大喊 放箭 大军后方的精灵们 立马收起武器 整齐滑衣地从腰上抽出长弓 伸手拉出背后箭带中的羽箭 拉开弓弦 向天45度角瞄准 放 军阵之中的队长当即下令 漫天箭雨 瞬间倾洒而出 一支支箭矢 从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精准地 落在冲锋而来的哥布林大军之中 数不清的哥布林 被被锋利的箭矢 轻易地刺穿身体 鲜血挥洒而出 当即就倒了下去 成为了后方哥布林的脚下亡魂 但同时 他们也迅速做出了应对 最前方的哥布林们 举起手中的盾牌 试图阻挡箭矢 但却依旧被轻易击穿 根本毫无作用 一直到第二轮箭雨再度袭来 身后的堡垒才做出反应 他们没有精灵的天赋优势 箭矢根本射不到那么远 也没有人族的智慧 做不出闯弩一类的进攻力气 能依靠的 便只有哥布林法师手中 那微弱的魔法了 一枚枚飞行速度缓慢的火球 接踵而至 在精灵大军面前炸开 土地飞箭掀起一阵烟尘 精灵们手持巨盾 轻而易举地就挡住了对方的进攻 他们早就算好了距离 这个位置 是在对方法师的射程之外 因此根本伤不到他们 但对方的袭击 也并不是毫无作用 掀起的巨大烟尘为哥布林们提供了掩护 让他们可以更加快速地杀到对方面前 很快 两军的正式交锋开始了 可显然 精灵们早就研究过他们的这个对手 这瘦小的身躯 搭配上着简陋的武器 以及毫无章法的阵型 在一开始交锋时 就已经完全落入了下风 巨大的盾牌向前一顶 无数锋利的长矛 从中刺出 将他们面前的哥布林轻易斩杀 即便有哥布林杀入了军阵之中 他们瘦小的身躯 也无法为他们提供任何的优势 等待而来的 不过是后方精灵的利剑 两族士兵厮杀在一起 他们高声呼喊着 声震云霄 他们的长矛和利剑 在阳光下闪烁着寒芒 一个个敌人纷纷倒地 彻底成为了一具尸体 刀剑相击 火星四剑 鲜血很快就染红了大地 到处都弥漫着腥臭的血腥味 他们都在为了自己的荣耀和胜利而战 而在另一边 麒麟正观察着这边的战场 等待着最合适的出手时机 到了这里 他也不得不高看这些精灵一眼 他们的作战方式 几乎和人类无异 同样拥有极高的智慧 懂得战略与配合 不像是这群哥布林一样 在无脑地发起冲锋 即便是对方只有一万人 但也打得两万多哥布林 毫无还手之力 这就是种族所带来的差距 若是人族遇到了这样的对手 恐怕也得陷入一场苦战 但很可惜 麒麟背后的这些家伙 可不是人 若是我的兵种杀不死 那不知阁下该要如何应对呢 哥布林虽然种族天生有些缺陷 上限低了点 但作为这座岛上的统治种族 自然也不会被对方区区的 一万大军击溃 即便是弱小的家伙 他们也同样拥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很快 堡垒的大门再次打开 从中涌出了数之不清的哥布林 是那些一种哥布林 随着这些一种加入战场 战局很快就达到了一个持平的状态 精灵一族瞬间失去了自己的优势 一只只体型巨大的哥布林 手持重锤杀入战场 横扫着眼前的一切敌人 每一击落下 都能轻易地将这些身穿盔甲的精灵 砸成肉泥 他们的加入 直接就破坏了精灵们一直保持的阵型 大军彻底丧射配合 形成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 那些人形哥布林体态灵活 犹如一鸣鸣刺客 游走于乱军之中 勾搂着身体的年迈哥布林 行动缓慢 但被精灵斩杀以后 背部的毒囊猛地爆裂开来 席卷大片区域 这是一种毒属于哥布林一族的毒气 对他们本身是无效的 仅仅是这些一种哥布林 加入战场的片刻时间 精灵族的损失就在成倍增加 将军维安的脸色难看 他们出动三万大军 本以为自己就已经高估对方了 没想到还是低估了 对方这种揉杂种族的能力 非常的恶心 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战斗经历 同样的 身为将军的维安 此刻都在犯难 这些精灵族士兵们 居于一个完全猛逼的状态之中了 他知道 仅凭自己手底下的这些大军 很难战胜对方了 即便赢了 也是惨胜 他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将军维安眉头紧皱 表情之中带着一丝急切 他的目光穿过大军 看向自己的后方 期待着援兵能够赶快到来 可就是这一眼 让他的瞳孔瞬间紧缩 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精灵族援军 反而是周围出现了密密麻麻的 哥布林大军 是哥布林的援军先到了 他们远远低估了对方的数量 这些支援而来的哥布林 数量至少有五万 有些是从远方支援而来 有些则是直接从附近的洞穴之中 爬出来的 此刻 他们正全部向着这里涌来 该死 援军为什么还不到 第五十三章 拦截 我的目标不只是拖延 山地之间 一大批精灵大军 正在整齐划一地向着前方行进 带队的两名将军满脸威严 带着头盔目视着前方 麒麟带着一众领主们 躲在暗处冷漠地注视着对方 对于其他领主来说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些统治种族的正规军 这庄严的气势 散发着宛如实质的杀气 看起来无可匹敌 再看看自己身后的兵种 顿时一脸嫌弃 这是什么玩意儿 但大家都知道 他们这次的目标 不是击败对方 只要拖住他们 给盟主拖延足够多的时间就可以了 因此一开始 众人就做好了 自己兵种会全军覆没的准备 但相比起收获而言 似乎根本不值一提 海量的资源 能源值 以及跟随着盟主 成为这座岛屿的统治者 这些好处单拿出来 哪一个都是无比诱人的 至于兵种 没了再花费金币 召唤就是 杀 麒麟眼看时机已到 当即大喊一声下令 身后的亡灵们 首先反迎了过来 步履蹒跚的 手持武器 从两侧杀了出去 随后四面八方 也同时涌现出 各大领主的兵种们 至于区区五千兵力的他们 一出手就要将整整两万精灵大军 给包围起来 精灵一方看着突然出现的敌人 瞬间引起了一股不小的骚乱 他们根本没想到 在这里会遭遇到袭击 可他们毕竟是岛上的精锐 拥有着强大的随机应变能力 两名将军当即下令 指挥精灵们开始变队 前排的重步兵迅速游走于大军之中 他们配合明确 执行速度极快 末一会的时间 整个大军就化作了一个 坚不可摧的方针 精灵们似乎很擅长被动迎击敌人 很少会有主动进攻的情况发生 除非是在他们的阵型彻底破碎之前 远处的麒麟冷漠地注视着一切 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这一次 精灵们的对手可不是什么哥布林 而是一些超乎寻常的奇幻生物 看着四面八方攻来的这些毫无阵法 又颇为博杂的军队 两名将军的脸上也是闪过一丝不屑 可马上 他们的表情就要凝固了 就在双方军队即将交手之际 整个精灵族军队的上方 却是突然出现了一群身披黑袍 漂浮在半空的未知生物 紧接着 一道无形的波纹扩散而出 位于最外围守持巨盾的精灵们 当即就蹊跷流血倒了下去 此刻 敌军就在眼前 身后的精灵们已经来不及构建新的防线了 因为这里狭窄的地形 对方根本来不及使用出弓箭 只能选择近战 这也是麒麟选择在这里埋伏的原因 一瞬间 各位领主的兵种通过幽魂打开的缺口 不畏生死地杀进了对方的阵型之中 剑光交错 鲜血飞剑 这些兵种们就如同野兽 在他们面前 只需要蛮力就能摧毁一切 疼痛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疯狂 精灵们即便是遭受到了冲击 也依旧在相互配合着 前排刺出长矛便开始后退 身后的友军们身位立马与他们交错 而过重新补上空缺再次出手 他们配合得极为默契 一时间 领主们的兵种损伤惨重 眼下 也只有那些空中兵种 才能稍微占到一点优势 但他们仍然要面对大军严密保护 位于最中心的弓箭手们的袭击 森林精灵向来以体魄 剑术剑掌 他们的箭矢绝非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带着极强的穿透力 以及极快的速度 反应 稍微慢伤那么一些 恐怕就会瞬间与命当场 一句句屌人尸体 身中箭矢从空中坠落而下 战场中 肢体断裂 鲜血飞溅 这些鲜红的血液不断地流淌 而出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黑红色 最后顺着脚下的石地 渗入其中消失不见 精灵们的脸上洋溢着自信 这是他们打过以来最轻松的仗 若要是森林之中 他们的损失还要更低 但很快 亡灵骑士的冲锋 就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镰刀挥舞 而出的刀锋带着浓郁的诅咒轻易地 就将精灵们引以为傲的盔甲 砍成两半 锋利的刀刃刺入肉体 瞬间就将他们的身体 劈成了两半 这是一群无比恐怖的怪物 两位将军当即发现了异常 好在这些东西的数量并不多 他们立马指挥精灵们 急火先杀掉这些东西 箭矢穿插而过 可对亡灵骑士们 根本造成不了一点伤害 长矛的戳刺处 碰在对方的骨头上 宛如遇到了钢铁 箭身砍过关节 轻易地斩下一名骑士的脑袋 就在他们 好不容易为杀死一名怪物 而松了一口气使 对方没有了脑袋 却依旧能够行动 他挥舞 这镰刀斩杀了面前的精灵 随后 竟然不紧不慢地弯腰 去捡起了地上的头颅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可让他们绝望的还不止于此 一道灰色的能量 蔓延全场 一具具尸体 竟然颤抖起来 随着一道血肉撕裂的声音传来 一具具与之前一模一样的怪物 竟然重新站了起来 这下 不只是精灵们 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就连两位身经百战的将军 都彻底慌了 搞不清楚眼前 到底是何情况 因为岛屿的统治种族 与领主们一样 偏安易于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非常有限 他们从未见过亡灵 自然不知道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正好试试新兵种 不远处的麒麟站 在一块巨石上 扫视着整个战场 随着他心念一动 一具具骷髅 从尸体之中站了出来 但与之前的骷髅 有些不同 他们手里 拿着的赫然是一柄柄骨质的弓箭 骷髅弓箭手 他们的使用自己特制的 骨质箭矢 单论箭术 虽然比不过精灵 但也绝对是这些 一般种族之中的佼佼者了 他们丝毫没有顾及 自己身处何地 也不管有没有兵种 保护自己 又或者会不会死 见到敌人之后的第一反应 就是拉动自己手里的弓箭 一只只白色的箭矢 在空中 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清晰而下 不管是谁 只要是活物 就全部都是他们 将要无差别攻击的目标 当然 灵主们的兵种 自然也没有白死 他们快速为麒麟 提供了召唤亡灵的条件 使他的大军 快速增长 同样在一旁观战的 灵主们都猛了 全部用一种 极其诧异的眼光 看向麒麟 大佬 您真的不是盟主哥哥之类的吗 第54章 亡灵大军 随着亡灵数量的 越来越多 这场战争的胜利天平 也在逐渐倾斜 精灵们 去打其他兵种 或许还可以 就单单是一个幽魂 他们一时之间 就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 将其击杀 这就是对方的种族弊端 当然 这里仅仅说的是 森林精灵一族 毕竟还有许多 其他的精灵 种族存在的 两位将军慌了 他们第一次 遇到如此诡异的军队 撤退 撤退 后队变前队 全军突围 随着他们的一声令下 周围的精灵们 当即松了一口气 感觉自己的体内 又重新充满了力量 至于岛屿深处的 另一支精灵族军队 靠 谁还要空管他们啊 大军们向着后方 开始突进 麒麟当即 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这里的地形 就已经限制了 对方的逃跑路线 要是一切都在 自己计划好的前提下 还能让对方逃跑 那自己 岂不是个废物 亡灵大军们 一拥而上 此刻亡灵们的数量 几乎与精灵们持平了 正面战斗他们 必败无疑 至于联盟的其他兵种 也不能说 他们毫无作用嘛 至少给麒麟 提供了尸体 那就不算是白给 而在另一边 岛屿的深处 哥布林们 与精灵们的战斗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双方损失惨重 远处的麒麟 观察着战场 保守估计 不超过两个小时 精灵一方 就要全军覆没了 当然 身为亡灵 尸体越来越多 对于他们的出战优势 就更大 但眼下 他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 因为本体的分身 刚刚传来信息反馈 他暂时 已经不需要 亡灵召唤的能力了 而这个时候 自然也就到了 他出场的时机 一道白色身影 从天而降 降落在两军混战的最中心 一时间 周围的两族士兵 都有些诧异地 看着这个 突然出现的人族女孩 只见她的嘴角上 扬起一抹笑容 下一秒 一道黑色的刀光 席卷而出 瞬间将周围的 所有敌人 全部斩杀 形成了一小片的 真控地带 两边的指挥者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到小女孩的脚下 浮现出了一滩黑色的液体 这些液体越积越多 并且面积也越来越大 正以一个 不紧不慢的速度 向着四周扩散 那是什么 沼泽 这是这些士兵们的第一反应 但很快 诡异的一幕 便发生了 这些黑水 触碰到尸体的那一刻 就宛如一条巨蟒 直接将自己的猎物 给吞了进去 无声无息 极度地诡异 而那些活物 在触碰到黑水的那一刻 只感觉 一股难以忍受的 剧烈疼痛传来 仿佛是在 啄 烧着自己的灵魂 他们本能地停止交战 赶紧远离了这片区域 也有的精灵 或者哥布林慧 趁着这个机会 先一步 斩杀自己眼前的敌人 那是什么 将军为安一声惊呼 只见这些诡异的 黑水之中 居然出现了一具 具全身都有骨骼组成的骷髅 他们的眼眶之中 燃烧着幽蓝色的火焰 手里拿着一把 巨大镰刀宛若死神 亡灵们 可不会给这些家伙们 思考的时间 他们厌倦一切活物 更对这些东西 无比敏感 他们手持冰封 直接杀向了周围的敌军 两军混乱的战场 因为在这战场中心 突然出现的第三方势力 变得更加混乱起来 可这还没完 外围的喊杀声 吸引了这些指挥者的注意 他们扭头一看 那里竟然还有着一支怪物军队 但因为精灵族 是被哥布林一族包围起来的 亡灵的首要击杀目标 自然是最外围的这些家伙 将军为安面色 前所未有的凝重 他在下着某种决心 眼下援军迟迟没有到来 他已经不得不怀疑 对方是不是也遭受到了什么变故 他独自率领一军 面对哥布林一族 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更何况 现在还多了一些怪物 虽然怪物的目标是 两方所有人马 但精灵族 是不可能会和哥布林一族 联合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本就是侵略者 眼下想要胜利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他扭头看向了一边的战场 那里正好被亡灵撕碎 出现了一个缺口 这里距离那处森林并不远 只要逃进森林 全军突围 目标八点钟方向 他一声令下 周围的精灵们 立马聚合在一起 混乱的战场上 保持住己方的阵型 能极大地提高生存概率 在亡灵出现在战场的那一刻 这些精灵们 就在有意地向着一起汇聚了 眼下 正好为他们的突袭 做好了准备 战场 钟的麒麟看了一眼 并没有过多地去在意 对方此刻的损失已经过半 而哥布林一族更多 近乎一万 这一万五千具尸体 即便是 他用黑水祭坛召唤 也得花上一些时间 当然 最主要的是 这些尸体 已经完全够用了 一万五的亡灵 打不过不到两万的哥布林 开什么玩笑 至于那些精灵族 他们若真是逃到森林里去 对于麒麟来说 确实有点麻烦 所以 他的选择是直接不管 反正这些家伙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从登陆的地方撤离 而那里有 本体正等着他们 要么就是 选择在岛上流亡 不管怎样 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再是危险 眼下 他只要安心地对付这些哥布林即可 麒麟站在祭坛中央 周围是平静且诡异的黑水 一些亡灵围绕在他的周围 负责搬运着尸体 他的召唤 当然是有个限度的 这么多尸体 若是都要他去召唤的话 会坏掉的吧 所以 麒麟必须得依赖于黑水祭坛 不仅省事省力 还省心 幽魂们负责扰乱战场 亡灵骑士陷阵杀敌 骷髅弓箭手远程支援 以黑水祭坛为中心 很快就构建出了一座战线 谁说亡灵不能有配合 相反 他们另行禁止的执行效率 配合起来 反而是最完美无缺的 哥布林们一时间被打得节节败退 他们根本没遇到过如此恐怖的敌人 战局已定 他们知道自己不会是对手 当即就向着身后不远处的堡垒 开始撤退 麒麟健壮 没有立刻下令亡灵去追击 反而是指挥他们搬运起了尸体 这不是再给自己时间吗 到时候 两万多的亡灵大军已经出现 不知道这些哥布林会是什么表情 跑 你们又能跑到哪去呢 第55章 击败统治种族 午夜12点 领地内的麒麟 还没有睡觉 他正等待着自己的二周目活动奖励的到来 他有些兴奋 因为马上自己就能再次召唤一句化身了 恭喜您在本次活动中排名第一 获得特殊奖励 奖励已转化 您可从以下几项之中任选其一 数人本源 人族本源 神通强化 麒麟一愣 脸色恍如吃了屎 一般难看 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 就好像是自己抽卡歪了一般 痛 太痛了 没办法 看来只能选择神通强化了 麒麟对于这个选择 其实是不太感冒的 不是因为这个奖励不好 而是神通是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进行强化的 此刻 这个选项出现在这里 无疑是有些浪费 您的神通已强化 新增效果 消耗1%本源之力 可将分身伪装为对应种族 只可使用伪装种族的能力 过程无法逆转 咦 这个效果似乎不错 麒麟扶着下巴 这是让自己去当无剑道啊 利用本源 可以将分身伪装成对应种族 那他现在能够伪装的种族 可就太多了 当然 在没有化身的加持下 即便是麒麟自分配给分身更多的力量 也无济于事 就以亡灵为例 分身伪装成一名亡灵 是可以借用亡灵化身的力量的 但其他化身就不行 相反 若是他伪装成哥布林 而自己又没有哥布林化身 那这句分身 毫无疑问就是个菜鸡 通俗易懂 虽然没有收获本源 但这个提升 对于麒麟来说 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过还有一点 让麒麟感到奇怪 这二周目活动都结束了 不是应该要开启三周目活动了吗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算了 不管这些 先睡觉再说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直接钻进了豪华大床之中 你问这个床是怎么来的 当然是成就奖励 这些乱七八糟的成就 只会奖励一些生活用品 对于实力的提升 不能说完全没用 只能说是毫无作用 清晨 一则好消息传来 终端上更是响起了世界公告 恭喜领主麒麟击败 岛屿编号000526统治种族 哥布林一族 您的作为 带动着岛屿上的领主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恭喜领主麒麟完成成就 一瞬间 整个世界聊天都沸腾了 大部分领主 都还处于一个 一联盟的状态之中 那些弱小的领主们 还苟在自己的领地 安心地发育着 他们甚至根本根本就不知道 统治种族是个什么东西 那些稍微有些实力的 经过救赎联盟的消亡 一些信息的传播 他们当然知道 哥布林一族在岛上的地位 可越是知道 他们才越是感到 不可思议和震惊 好好 你开挂玩是吧 这些人热心地 给那些什么都不懂的领主们科普 这下 他们也慌了 那些谩骂麒麟的声音 也突然之间消失了 五百的入盟费 似乎也不再那么贵了 他们终于觉得 对方的发言 不是在开玩笑了 麒麟也许 真的有完成主线任务的能力 这不是狂妄 而是来源于他的实力 一个统治种族 在一开始 是能够轻松击败 所有领主的联合的 随着领主们发展 他们也仍然拥有着这个实力 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后 领主们 就算真的强大到一种地步 他们也可以选择逐个击破 毕竟 领主之间 可不是什么友好的盟友 谁也不敢保证 最后完成主线任务的 那人的性格 他是留下所有领主 成为附庸 还是说 毫无人性地 将他们全部屠杀 当然 统治种族之间 也是有实力强弱之分的 至于哥布林一族的实力 是什么水平 似乎已经不必多言了 您的等级已达九级 无法再继续提升 限制条件 完成主线任务后解锁 果然 麒麟看着终端的提示 露出了一副恍然之色 虽然敌人大部分 都是由兵种所杀 但剩材量多啊 再加上分身和化身 不断地杀敌 升到九级并不稀奇 不过 麒麟早就料到了 这里会有等级限制 他杀了那么多哥布林 从未见到过一个 超凡级的存在 无疑是在加重他的猜测 现在更是直接得到了证实 为什么会有限制呢 说到这里 麒麟就不得不承认 一个事实了 只有统一一座岛屿 才算是真正地走出了新手村 没错 这里只是一座新手村而已 主要任务 恐怕就是要让领主们 适应这个世界 了解这里的情况 只不过 因为麒麟的存在 这些领主们的新手历程 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 时间线回到亡灵化身 率领大军 攻陷哥布林堡垒的那一刻 巨大的城门破碎成两半轰然倒塌 堡垒内部 已经燃烧起了熊熊大火 无数哥布林神情慌乱 试图进入到地下通道逃跑 但麒麟哪里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在他在外面召唤亡灵的时候 就已经提前派去幽魂查明了情况 此刻 洞穴附近有数百只幽魂 隐身待命守在这里 他们根本无处可逃 这时 慌乱的哥布林们 突然镇定了下来 主动让开了一条道路 一只个头矮小的哥布林 缓缓从中走出 我们认输 自愿让出统治种族的地位 这只哥布林沙哑着开口 显然 他就是这里的统治者了 恳请大人放过我们 我们甘愿成为您的附属种族 再次说着 他已经主动主动跪拜了下来 其他哥布林见到他跪下 当即也跟着跪倒在地 麒麟一抬手 制止了亡灵们的继续进攻 此刻他正专心地 看着自己面前的终端提示 您已获得战争的胜利 提示 岛屿上的统治种族 如同领主一样 同样来自其他位面 他们的臣服 能为您提供 最为纯粹的信仰之力 原来是这样吗 话说信仰之力 又是什么东西 他微微皱着眉头 小脸上露出一丝疑惑的表情 但不可认 终端也透露出了两个消息 一个是大陆上 仍然存在着哥布林一族 二则是建议自己不杀他们 因为对方臣服提供的好处 似乎更大一些 哥布林的上限摆在这里 不可能会有危险 既然有利 那就留下吧 反正他们也死得差不多了 我接受你们的臣服 麒麟清冷的声音 缓缓开口 自此 您将是我们前程信奉的女王大人 第56章 最后的时间 傍晚 化身和分身 各自带着数万亡灵大军返回 亡灵化身 先到了本体这里 两人清点战利品过后 他就带着一众农民 前往了联盟 而带着一众联盟成员返回的分身呢 则在安顿好领主们以后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联盟大厅 这些联盟成员的脸上 并没有因为兵种的损失而懊恼 在他们重新看到自己盟主的那一刻 已经彻底兴奋了起来 盟主大人牛皮 太强了吧 亡灵召唤 简直bug呀 什么统治种族 简直是吉貌 盟主大人 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统一岛屿的计划了 在众人看来 统治种族 都能被自己这位神勇的盟主轻松搞定 至于岛上的这些其他领主 还不是玩一样吗 大家安静一下 这次收获确实挺大 但大家都看到了 我拿出了大部分资源 用来提升联盟 他顿了一下 随后又指向不远处的这些农民们 我的目标 是将联盟打造成一座堡垒 统一岛屿只是一小步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大家的兵种也不能白死 正好我这里有一批农民 就补偿给大家了 此言一出 众人都有些开心 农民越多 他们的发展速度 自然也就越快 最主要的是 精灵一战 他们全部都是亲自参与的 那些精灵们除了一些装备 根本什么都没有 而盟主不仅慷慨地拿出资源升级联盟 分发完这些装备以后 竟然还要送农民 这么慷慨的盟主 去哪里找啊 更何况 还是个可爱的白毛小萝莉 盟主大人 我爱你 盟主大人 我也爱你 盟主大人 我也爷爷 打住打住 麒麟一脸黑线 我自己也爱自己 路人甲 你去统计那些名单 至于其他人 大家刚经历过战争 多恢复一下 谢谢谢谢 给你们一个简单的任务 在终端上放出消息 明白 众人认真回答 很快就一哄而散 盟主统一了岛屿 他们的地位 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哪怕以后进入了新人 也无法撼动其地位 因为他们都将是盟主 统一岛屿之后进入的 雪中送炭 和锦上添花 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 他们或许不知道 麒麟的世界里 根本就没下过雪 此刻 根本就不需要 这些灵主们的造势 终端的全服公告 就是最好的宣传 眼下 整个世界聊天上 几乎所有的领主 都在讨论着一个话题 麒麟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而那些在开战之前 就到心不够坚定 退出了麒麟联盟的领主们 此刻更是懊恼不已 失去了发展机会 这还是次要的 他们更怕对方 会找自己秋后算账 事实上 麒麟才懒得管这些家伙 这些领主对他来说 不过是跳梁小丑 蝼蚁一般的存在 他们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 而且 两者之间 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矛盾 退出联盟 双方你亲我愿的事情 他还不至于如此小度机长 不过那些 在世界聊天上 骂他的领主们 有一个算一个 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这些人日后 虽然不会有什么成就 但保不齐什么时候 就会跳出来 恶心自己一下 刷刷存在感 此刻的麒麟 倒是没去在意这些 因为就在刚刚 他的领主大厅 已经完成了升级 来到了终极小镇 新解锁的两个建筑 分别是投石塔 以及锻造工厂 投石塔没什么好说的 就和剑塔一样 属于领地内的军事建筑 而这个锻造工厂 就有意思了 它可以用来锻造装备 里面囊括了九阶 及其以下所有的装备 并且建筑是不可升级的 似乎是随着麒麟本人的等级 而发生变化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专门为工人 提供打造的一些民用设施等等 当然 这都不是他离谱的地方 最离谱的是 你可以在这里面 直接花费金币升级 你兵种的装备 就比如轻甲骑兵 它们默认的装备都是二阶 只要有钱 甚至可以直接提升到九阶 当然 例如一些 没办法装备武器的兵种 就不能升级了 亡灵也不可以 因为严格来说 它们属于召唤物 并不是麒麟自己的兵种 而且亡灵们的 武器都是以身骨骼为主体的 本身武器等 接就和亡灵一样 在被召唤出来的那一刻 就已经固定了 自然没办法继续提升 这么一看 这东西对于智慧种族的帮助 似乎更大一些 对于那些野兽兵种来说 几乎是毫无作用 当前可提升的兵种 轻甲战士 轻甲骑兵 骑士 是否提升兵种装备等级 选择数量 勾选此选项后 召唤出的兵种装备 将自动进行强化 召唤费用也会随之提升 哟 还挺人性化 麒麟看了看提升之后的价格 装备从一阶提升到九阶 花费的金币只需要五百 市场价甚至能卖到两千 可惜 兵种的武器装备 没办法交易 麒麟因为自己痛失一条发财道路 而顿感惋惜 眼下亡灵的数量太多 他几乎已经用不到自己的兵种了 不过 为了以备不时之需 他们的实力 还是需要提升一下的 只不过没有那么着急罢了 他又看了一眼 升级到高级小镇所解锁的建筑 这次有三个 分别是金矿 能源塔 城墙 金矿 他脸色一洗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当然 城墙的作用也很明显 至于中间 这个能源塔 想来应该也是什么防御塔之类的了 麒麟轻笑了一声 返回领主大厅 准备睡觉了 这两天的时间 他要利用哥布林和王林们 探查清楚整座岛屿 让那些反对的声音全部消失 至于那些赞成的 他当然不介意留下他们的性命 毕竟 他又不是什么暴君 联盟成员已经开始为他造势了 待一切准备就绪 统一岛屿 完成主线任务 他势在必行 当然 这也是 他给这些灵主们最后的时间了 恭喜您解锁人族兵种 猎魔人 咦 第57章 掌握猎魔人岛屿 上 岛屿编号 070203 猎魔人岛屿 自打他来到这座城池以后 这里就没消停过 他如今的等级是7级 能够控制一切 低于他自身等级的生物 当然 也可以魅惑 这样精神影响的会更深一些 但是在没有站稳脚跟的情况下 他不想在这里闹出人命 毕竟他虽然是魅魔 但可不是真的想被这些人睡 后天我要去参加一场行动会议 一道人影从屋外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麒麟来到这里第一天就控制的男子 后面也是一位六级猎魔人 这些天 麒麟就是一直住在对方家中 导致城中传出了一些流言蜚语 对于猎魔人这个群体 他做过调查 这些家伙在人族之中被称为异类 他们掌握着超自然力量 似乎天生就是用来对付某些怪物的 但同样的 他们获得强大力量的同时 自身也有弊端 那就是丧失生育能力 这也是城中大部分猎魔人 都是单身老汉的原因 而后面收留了这样一位美女 只能看不能用 其他人在羡慕的同时 自然也会多说一些闲话 毕竟每天与怪物打交道的他们 缺少娱乐设施 城中的八卦 就是他们最津津乐道的谈资了 只不过 他们之前要面对的怪物 现在变成了半人半魔的领主罢了 会长的实力一定很强吧 他声音甜腻 柔声细语地问道 就好像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随口那么一问 九级 是整个猎魔人公会之中的最强者 后面如实回答着 这几天 他早就在潜意识中 被麒麟完全影响了 眼下的他 对于对方来说 就犹如至亲 至于为什么不完全控制 还不是担心这里的会长 毕竟对方的能力 本就有些克制恶魔 再加上等级更高 万一被发现 他就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 比起暗无天日的深渊 他明显 更喜欢这座阳光明媚的城池 谁规定 恶魔就一定要生活在阴影中 所以 这么做 也是为了稳妥起见 麒麟原本的计划是 利用公会之内 自己控制的内应 联合起来指控会长 逼他下台 然后再挑选一个 合适的机会做掉他 毕竟自己已经七级了 对付一个九级问题 应该不大 而后天的这次行动会议 正是一个机会 他只需要守在外面 最大的排除嫌疑 里面那些家伙 自然在他的影响下 会顺利完成任务的 到时候 就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可时间来到两天后 也正是麒麟本体 击败哥布林一族的晚上 他改变主意了 因为 他已经久急了 如今做事 无需再畏首畏尾 这场会议 他也要去 当面干掉会长 然后统治猎魔人公会 后米刚要出门 见到麒麟跟了出来 他微微皱眉 你跟来做什么 这不是 你能胡闹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 麒麟的眼中 闪过一丝粉红 对方立马变得呆滞 然后打开房门 独自走在前面带路 他甚至连房门都没有关 此刻已经是晚上 城内所有的 五级以上猎魔人 都要去参加这个会议 所以 在昏暗发黄的路灯照射下 轻蚀铺设的地板上 有着许许多多 同样也敢去参加会议的 猎魔人们 他们见到后米身后 跟着的女人 嘴角刚生出一丝 玩味的笑容 想要调侃一下 下一秒 在与麒麟对视以后 大脑就停止了思考 路上 凡是见到他的猎魔人 皆被他控制 一群人分散而立 就这么无声地 向着城中心的教堂走去 教堂顶楼 巨大的鼓中摆动着 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在这片夜里 月光的映射之下 一道窈窕的身影 亭亭玉立 正站在这上面 扫射着整个猎魔人城池 他就是猎魔人工会的会长 没错 是一个女人 此刻他白皙的脸上面 无表情 眉头微挑 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 这几天不知何时开始 他的心中 时常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他也不知道 到底是为了什么 导致他这连续几天 都没有好好休息 尤其是在今晚 这种不禁让人 心跳加速的危机感 愈发浓烈 到底是什么 他只好站在教堂的楼顶上 吹着夜风 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那慌乱的内心 稍微得到些许平复 会议要开始了 他叹了一口气 他潜意识地认为 这股危机是岛上的 那些领主带来的 这也是 他要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 他打算倾搅这些领主 可就在他刚准备一跃而下时 看到了远处赶来的猎魔人们 在这中间 有一个极其漂亮的女人 周围的气氛 更是说不出的怪异 他瞳孔一缩 不知道为什么 仅此一眼 他就认定了 自己的这股危机之感 就是来自对方 是他 而在远处 感受到有人注视的麒麟 抬头看去 不远处的教堂上 空空如也 只有一轮弯月悬挂在上面 形成了一道 独属于黑夜的美景 是错觉吗 一道无比冷漠的声音 自面前传来 麒麟定睛一看 不知何时在自己面前 出现了一个金发白皮 身材高挑的女人 会长 他感受到了对方身上 那股强大的气势 这绝不是一般猎魔人 可以拥有的 同时 会长也震惊无比 在他出现的一瞬间 周围的这些猎魔人 竟然对他没有一点反应 完全视而不见 这女人果然有问题 你到底是谁 你根本不是那些深渊里的老鼠 你对他们又做了什么 他立声质问着 同时果断地向着麒麟出手了 他的手里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短刀 静直地向着眼前的女子刺去 可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主动挡在了麒麟面前 会长立马收刀调转身形 脸色震惊地看了过来 托斯 你疯了 他不敢想象 自己公会的二把手 竟然会维护一个外人 他可是仅次于自己的八级强者 难道也被影响了吗 踏踏 周围的脚步声响起 所有的猎魔人都围了过来 会长眉头紧皱 显然 这些家伙 不是来帮自己的 第58章 掌握猎魔人岛屿 下 精神污染 在这漆黑的夜里 借着月光 会长近距离和这些猎魔人接触 终于发现了他们身上的异常 魔物确实拥有这种能力 可记载中 似乎只有纯种的魔物 才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难道说 此人绝不能留 否则整个岛屿都会因塌而陷入生灵涂炭 会长当即下定决心 出手也变得很落起来 为了消灭这个家伙 就算是损失几名优秀的猎魔人又如何 对方在出手的一瞬间 所有的猎魔人也在这一刻动望 他们手持武器 攻向了这个 自己曾经敬仰无比的会长大人 麒麟站在原地 冷笑着注视着这一切 此刻对方出现在了这里 倒也省去了接下来去参加会议的麻烦 被他控制的猎魔人们 出手狠辣无比 每一招都直击要害 反观会长 虽然心里想到 是不再顾及对方 但真正交手他 还是在处处留有余地 这也就导致了 在面对数十人的围攻时 他显得无比乏力 精神污染 不是不能驱除 但需要配置特殊的模样 自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以后 还从未遇到过 受到精神污染的同伴 再加上所需要的资源 以及浪费的时间过多 他们的仓库中 根本就没有这个储备 此刻的会长眉头紧皱 他深知自己再拖下去 必败无疑 必须得速战速决了 他当机立断 开始使用自己的进化能力 两把短刀 在药剂的加持下 散发出金光 他的身体 也变得更加灵活 面对眼前的十几个猎魔人 他当然清楚这些家伙的实力 他不断游走 宛如一条灵活的毒蛇 穿梭于猎魔人之间 距离麒麟的距离 也是越来越近 突然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传出一股异样 他的全身奇痒无比 整个人都莫名地燥热起来 一股奇怪的念头 正在占据他的脑海 嘴角也不自觉地流出了口水 他的反应变慢了 回头看去 周围猎魔人的进攻方式 已经从杀招变为了擒拿 再看向那个女人 他的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听说 猎魔人都是有生理缺陷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麒麟的脸上 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 会长依旧不肯放弃 三两下 打晕了袭来的猎魔人之后 却没反应到人群之中 伸出的一只手 精准地抓在了他心口处 因为今晚的目的是开会 他只带了这两把短刀 更不要说穿什么盔甲 与对方手指触碰的瞬间 他整个人 就恍若触电一般 全身的力气 都在那一刻消失 差点让他软倒在地 这是什么感觉 他内心生起一丝奇异之色 但来不及思考 他立马抓住对方的手臂 在巨大的力量下拉了过来 砰的一声 他手握刀柄 直接敲击在了对方的后脖梗 看来意志力确实强大 这要是换成普通人 早就受不了了 麒麟走到台阶处 坐了下来 翘起二郎腿 露出衣袍之中笔直的大长腿 你 你到底是谁 会长脸色红得厉害 呼吸也有些急促 可能是刚刚的 战斗消耗了太多体力吧 我是欲望的化身 是纯种的恶魔 麒麟没有隐瞒 同时挥手 是以周围的猎魔人停手 他们立马站在了原地 成一个半包围的站位 将会长给围了起来 恶魔 他的脸上有些不解 那是什么 在他们的世界 并没有这种东西 但他大概也能理解 是一种极其恐怖的魔物 看来你不知道啊 麒麟轻笑一声 刚才是十倍 现在是一百倍哦 他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红色 与此同时会长得 瞳孔紧缩 啊 他尖叫一声 手里的武器脱手而出 整个人当即跪倒在地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他大口地呼吸着 只感觉自己全身无力 就像是中毒一般 眼下若是这些猎魔人 再度袭来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没什么 只是让你感受一下 你们猎魔人 一直所失去的东西 猎魔人一直失去的 是什么 可现在的他 已经还来不及思考了 身体的异样让他的大脑放空 此刻更是只有一个想法 过来 对方的声音之中仿佛带着某种魔力 会长下意识地想要向前爬去 但很快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他紧咬舌尖 剧烈的疼痛 加上口腔里的血腥味 让他瞬间清醒了一些 他立马抓起地上的掉落的短刀 拼尽全力地向着面前的这个女人扔去 光 短刀并没有被丢到对方的面前 他实在是使不出力气了 只是在半空中就已经掉在了地上 看着对方有气无力的样子 麒麟嘴角的笑意的更深 一千倍呢 不要 事到如今 会长哪里还不明白 对方说的十倍百倍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到底想要什么 一向态度强硬的会长 第一次向着敌人妥协了 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眼前 这个家伙的对手 可他来到这里并没有大开杀戒 并且从今晚的举动来看 是想要来见自己的 猎魔人公会有什么 是能够让他贪图的吗 你过来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会长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在这股力量的影响下 竟然相信了对方 他亮枪的起身 想要走上前去 可试了好几次都没办法起身 为了公会 他银牙紧咬 这样安慰着自己 就这么一步步的 用手支撑着身体走了过去 终于 他来到了对方的身边 抬头看向了这个眼中 尽是魅惑的魔物 如果我说 我要你呢 会长一愣 只见对方的身后 不知何时长出了一条黑色的尾巴 原本黑色的长发 也变成了棕红色的卷发 背后生出一对翅膀 原来 这才是这个家伙的本来面目嘛 只见黑色的尾巴 从对方的身后袭来 瞬间变得文长束缚住了他的腰肢 然后用力一拉 会长想要挣脱 可此刻的自己 哪里还有力气 你 你要做什么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应该不介意吧 麒麟轻笑一声 与对方四目相对 下一秒 对方只感觉自己 瞬间被某种意识侵占了大脑 再也无法思考 随后便彻底失去了意识 主人 会长的眼神迷离 再也不负之前的高傲 麒麟站起身来 挥退了周围的猎魔人 看着面前弹出来的系统提示 他的脸上露出一个 不属于魅魔的可爱笑容 本体知道了 一定会很高兴吧 他转身离开了这里 搞定了统治种族 剩下的那些领主 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 侵蚀地面上 只有几滴血迹 似乎在证明着 被打兔血了而已 第59章 兵不血刃 拿下 光之精灵本源进度 100% 备注 宁可立即领取本源 或者由原有的分身继续融合 光之精灵 麒麟一愣 精灵化身那边的消息 他还是知道的 没想到对方这么快 就搞定了本源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 同族的兵种能够融合也就算了 同族的本源竟然也可以 毫无疑问 光之精灵虽然擅长使用光明力量 但本质上还是精灵一族 不然最为普通的森林精灵一族 就不必在自己的名字面前 加上森林二字了 精灵化身的实力太弱 远不及其他三位分身 麒麟思索了片刻 还是决定进行融合 说起来 精灵本就不是什么顶尖种族 若是再分散开来的话 也基本对目前的情况 造成不了多大的改变 另一边 岛屿编号040626 精灵族领主岛屿 麒麟只感觉自己的身体 传来一股异样 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在进入自己的体内 这种感觉 他形容不出来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片刻之后 异样退却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抬起白皙的手臂 上面赫然散发着 浓郁的光明能量 本体竟然把 光之精灵的本源给我了 这几天 盟主的光之精灵们 总是莫名其妙地消失 他还以为是在 和数人的战斗中死亡的 丝毫没有怀疑过麒麟 哪怕他天天没事 就往联盟跑 因为岛上 只有一名顶级领主的原因 对方很快就依靠绝对的优势 统一了所有的领主 他知道 自己想要战胜统治种族 绝对不是一时半会 就能完成的事情 联合所有领主 是必然的去世 目前这位盟主 正在准备和数人 进行最后的全面战争 而这时的麒麟 有了光之精灵本源的融合 已经无需在寄人篱下了 更别说他的等级 还已经达到了九级 对方已经完成了一统 而自己这个副盟主 抢占位置 似乎也无可厚非 毕竟他当时说过嘛 但有实力胜过我者 尽可取而代之这种话 两种本源的融合 自然也让他的生命之术 可以召唤出两种精灵 如果说森林精灵 是精灵族中的普通人的话 那光之精灵 就是这群平民之中的贵族 他们先生就掌握着光明的力量 让他们 在应对其他种族上 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二者的外貌近乎相同 只不过光之精灵的头发 是纯金色 而森林精灵的头发 是淡金色而已 除此之外 就是两者无形之中 所散发出的气质差别了 森林转身走进自己的领主大厅 取出自己的所有种子 全部选择了召唤光之精灵 本体那么有钱 他们这些化身 自然也就有足够的资金了 就好比这座岛屿 森林直接投入了几千枚金币 将交易所内的所有种子 直接横扫一空 随后全部用他们来召唤兵种 他要直接去冲击盟主之位 而现在 正好是晚上 联盟大厅里 几乎没有其他领主 若是只有盟主一只精灵 绝对的把握将其击杀 出发 森林一声令下 几乎带走了领地内 所有的森林精灵和光之精灵 通过传送门向着联盟出发了 联盟大厅同样也是 坐落在一片森林之中 旁边有着一棵高大的树木 正是盟主的领主大厅 这么晚 你怎么来了 见森林到来 盟主露出一丝笑意 丝毫没有注意到 对方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紧接着 一只只精灵从联盟大厅内涌出 很快数量就达到了近千只 你带这么多兵过来干嘛 数人我打算后天才动手的 是不是太着急了 他的脸上透露出一丝疑惑 此刻哪怕是他的兵种 都已经发现了不对 拿起了手中的武器 警戒地看向对方 直到看到那些光之精灵们 他才后知后觉的大吃一惊 想不明白 对方的光之精灵是哪来的 交出盟主之位 我可以给你个痛快 麒麟手持长剑指向对方 连眼中透露出一股杀意 你想当盟主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麒麟都有些被对方给蠢到了 我要的不只是联盟 是统一这座岛屿 如果是你的话 也不是不行 对方思索了片刻 一脸认真的开口回答着 麒麟的头上冒出三个问号 此刻他只想评论一个字 六 他懒得废话 准备举荐 直接将对方斩杀 却收到了对方盟主转让的信息 甚至还有他向着自己 主动臣服的信息 你的野心呢 你的报复呢 在你面前 我不想伪装自己 我只是想活下去 他一脸真诚的解释 差点没给麒麟恶心道 如果不是精灵天生的俊秀 他保证自己一定会吐 看见没 这就是你们的领主 愚蠢至极 追随于 他不如加入我 麒麟没有理会对方 而是直接看向了他身后的兵种们 对方毕竟是顶级领主 发展到现在 刨除损失 也仍有着大几百只光之精灵 收编对方对自己很有帮助 更何况 自己现在也是光之精灵领主了 这些兵种们面面相去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虽然自己的盟主 在某些时候是蠢了点 但也不至于直接背叛 听到没 还不赶快去拜见你们的新领主 见自己的领主没有反应 他竟然转身主动命令 起了他们 此番操作 麒麟已经难以评价了 兵种们一听 自己的领主都这么说了 他们当然要遵从命令啊 再说了 谁不喜欢一个 实力更加强大的领主 就这样 麒麟竟然以如此离谱的方式 掌握了对方的兵种 获得了盟主之位 本来想直接杀掉他的 但经过麒麟的一番思考 留着他 不仅能为自己 召唤光之精灵的事情 作为掩护 也省去了对付盟中 一些不服从自己的声音 反正他们效忠的是盟主 而盟主臣服的是自己 这个主线任务 最后还是算自己完成的 搞定统治种族以后 抹掉盟内的反对之声 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第六十章 岛屿移动 而在另一边 率先完成统一整座 岛屿主线任务的 是聚荣化身 他所在的岛屿 与他人的情况完全不同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统治种族 唯一的目标 就是打赴所有领主而已 别说他能够凭借巨龙之魂 孵化巨龙了 就单单是以他自己 就能轻松完成这一切 岛上的顶级领主 同样只有一名 这里的领主讲究血脉 实则都是人寿混血 而这名唯一的顶级领主 之所以能够力压所有人 仅仅是因为他的兵种体内 蕴含着一丝龙族血脉而已 龙族 毫无疑问 就是这些野兽之中的老大 可恰恰麒麟是纯血巨龙 哪怕是放在巨龙之中 也是血脉 高贵的远古巨龙 面对一个亚龙领主 甚至不用动手 仅凭血脉之力 就能对它们形成碾压 它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就对这里完成了统一 野兽们天生目强 而作为最强的巨龙 自然也就成了它们敬仰的对象 面对麒麟的统治 它们可以说心甘情愿 岛上最高的山峰脚下 麒麟站在这里 而它面前站着的是 几乎覆盖了岛上 所有的领主 数量达到了五万 相比起其他岛屿的领主 这里的领主们数量 确实是少了一些 但没关系 这里这是起点 但绝对不会是我们的终点 岛屿统一 我们不过是 刚刚走出了新手村 想要成神 想要获得无尽的财富和权利 我们就要将目光 看向其他的岛屿 甚至是那遥远的大陆 我等愿追随盟主 一同征战其他岛屿 下方的领主们高呼着 他们只知道 巨龙是来自遥远的大陆 而他们现在 也拥有了巨龙 那其他岛屿 在他们眼里 已经完全不是对手了 恭喜您完成主线任务 统一岛屿 获得特殊奖励 召唤光环 召唤速度减半 费用加倍 当前主线任务 带更新 看着面前的终端提示 麒麟笑了出来 以后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就能召唤出巨龙了 这无疑会大大加快 它发展的速度 至于资源翻倍 本体不差钱 傍晚 一条红色巨龙 自扇风的洞口中 飞出直冲天际 立马引来了 一众领主的膜拜 麒麟站在巨龙的背上 沐浴着冷风 一路向着北方急驰而去 他要去探查 一下岛屿周围的情况 从而判断 可不可以找到 下一座岛屿的方位 巨龙的飞行速度 可不是一般生物能比的 它们虽然身躯庞大 但是飞行速度极快 仅仅是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麒麟就已经在自己的视线中 看到了大海 他早就想来 海边查探了 只是主线任务更重要 这才一直搁置了 这座岛屿 并不是与他认知中的 普通岛屿一般 海岸边并没有沙滩 而是一座 高高垂直向上的悬崖 高度少说有50米 他脚下的巨龙 就是站在海面上 抬头都看不到地面 悬崖太高了 下面是汹涌澎湃的海浪 正在不断地拍击着 悬崖底部的巨石 巨龙悬浮在空中 一眼望去 所有的海岸线 几乎都是这种悬崖 是这座岛屿本身的特色吗 其他化身 目前并没有到达过 海岛的边缘 其他岛屿的情况 他也完全不清楚 至于本体那边 金陵族登陆的地方 是一个环形海岸 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港口一般 两边也是越来越高的实地 那是特殊情况 岛上的其他地方 一定不是这样的 甚至有可能 和他眼前看到的情况是相同的 就在麒麟思索之际 他的余光看到了地面 刚刚还在自己脚下的 一棵树 现在俨然 已经出现在了自己前方 巨龙没有他的命令 是不会胡乱移动的 这就说明 是这座岛在移动 悬崖底部的海浪 也根本不是大海冲击而来的 而是岛屿 移动造成的 岛屿为什么会移动 它又要移动到哪里 是了 岛屿的边缘 如此陡峭 有极大 可能各座岛屿之间 是能相互合并的 而这个触发条件是什么 完成主线任务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麒麟立马骑着巨龙 绕着岛屿边缘环视起来 再次花费了两个半小时 它已经再次回到了 现在的这个位置 而自己的结论 也已经得到了证实 岛屿所有的海岸 全部都是这种陡峭的高牙 就是用来和其他岛屿 进行合并的 有意思 麒麟喃喃自语 骑着巨龙向着 自己的领地返回了 同时也将这个消息 传递给了自己的本体 目前 除了巨龙化身以外的 所有化身 包括本体 它们距离 完成主线任务 都只有一步之遥了而已 值得庆幸的是 主线任务的奖励 是单独发放的 这无疑能进一步地强化 所有化身 而在领地之内 收到消息的本体 无疑也是吃惊的 它立马将消息 传给了所有的化身 让它们 加统一岛屿的速度 看来接下来 就是各个岛屿统治者 之间的争斗了 麒麟的目光看向远处 它对此倒是毫无担心 反而是跃跃欲试 毕竟 自己同时 可是四座岛屿的统治者 难不成最后 这些岛屿 还会合并成一座大陆不成 它这么想着 但很快就摇了摇头 目前已知的信息是 只有精灵化身 是与自己 同处在一片名为 平凡的区域之内 巨龙化身所在的地区 名为黄金 刚刚被魔化身 传来的消息 它那里 又是一个全新的地区 名为堕落 平凡 黄金 堕落 这所代表的 又是什么意思 就连这些岛上的领主们 也是不尽相同的种族 似乎只有 平凡区域 才会有人族领主 如此看来 像是以种族来进行区分的 这时 麒麟突然看到 亡灵化身归来 她的心中 突然产生一个想法 若是将她驱逐 是不是也会直接 离开这个 平凡区域 但亡灵化身不能走 只能等下个 分身出现 再做实验了 喂 本尊 你在发什么蛋 她用自己的小手 在对方的眼前晃了晃 没什么 她回过神来解释着 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她举起右手 拿着一个篮子 上面装满了新鲜蔬菜 咦 哪来的 终于不用吃肉了 当然是拿的那些领主们的 不过先生命一下 我也要吃 好一个拿字 第61章 完成主线任务 岛屿上 一处盆地之内 一名领主 有些忐忑地站在领主大厅 四处张望着 自从麒麟联盟放出话来说 要一桶岛屿之后 她的内心 就忐忑地不行 没有其他原因 就因为她曾在世界聊天上 狠狠地羞辱过对方 至少在她看来 整个岛屿那么大 对方未必能够找得到自己 虽然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 但她还是将自己的兵种 全部召回了 用来以防万一 千万别来啊 实际上男子 只是个墨流领主 在世界聊天上 之所以强势 也是为了掩盖事实罢了 是个典型的网络喷子 真在现实中遇到 她也许会被吓得尿裤子 是这里没错吧 突然 领地之外的 一道声音传来 男子顿时大惊 慌张地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男子身后 跟着一群身披黑袍的幽灵 正如一位死神一样 站在那里 你 你是谁 男子惊恐地喊道 兵种们也下意识地戒备 将自己的领主 围在了中心 杀了 对方没有回应这名领主 只是淡淡地吐出了两个字 紧接着身后的亡灵 就一拥而上 惨叫声 回荡在领地之内 但很快就没人会听到了 另一边 同样是几名领主 聚集在了一起 他们就是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 集合了力量 试图做出一些反抗 嘿嘿 领地之外 突然传出一阵怪笑 紧接着四面八方 就开始涌出戈布林 他们手持武器 没有丝毫地解释 屠杀着领地内的一切 戈布林 是麒麟 几人彻底慌了 他们集合起来的兵力 根本就不是数量 高于他们近乎十倍的 戈布林的对手 大佬饶命 我们知道 错了 莫人会理会他们的求饶 因为麒麟也根本不在这里 两天的时间 岛上的各处 基本上都在发生着 这样的事情 世界聊天上 已经闹得领主们人心惶惶 反倒是那些 提前缴纳了高额入盟费的领主们 暗自窃喜 他们不仅不用担心 面临清算 还成功地抱上了大腿 越来越多的领主 开始在世界聊天上 主动向着麒麟 发起臣服 到了现在 他们哪里 还能不明白 对方根本不是在和他们开玩笑 杀鸡儆猴的效果很好 麒麟这么做 只是把那几个跳梁小丑 解决掉罢了 他也并不是真的 要解决所有人 待到这些领主们 对于他的实力 以及地位得到认可以后 那这个主线任务 自然而然的 也就完成了 除此之外 精灵化身 也集合了所有领主之力 向着数人一族 发动了全面战争 魅魔化身正好相反 他带着统治种族开始 深入深渊 讨伐一众领主 时间一直到第三天的晚上 化身以及本体 都相继收到了 终端的提示 恭喜您完成主线任务 领地之内 麒麟和亡灵化身 挤在一起 看向面前的终端 同样露出了一丝 欣喜之色 恭喜您完成主线任务 您的特殊奖励 已完成转化 请从以下奖励中 任选其一 天使本源 泰坦本源 血族本源 这次居然没有神通强化 天使 泰坦 血族 几乎都是强力种族 麒麟的面色 有些欣喜 这次的奖励 简直比之前 要丰厚了太多 哪怕是闭着眼睛选 随便抽到一个 都能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巨大提升 本尊 我们怎么选 亡灵化身的睫毛 一眨一眨的 歪着头 看向麒麟 首先排除血族 这个种族 虽然不弱 但与另外两个比起来 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麒麟淡淡地说着 那就从泰坦 和天使之间选择了 选天使吧 好看一点 亡灵化身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行 麒麟点了点头 同时领取了终端的奖励 一枚金色的本源结晶 出现在她的手里 她金光闪耀 透露着一股无上的威严 神圣又不可侵犯 散发出的能量 是一股极为神圣的光明之力 仿佛能净化世间的一切无悔 亡灵化身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她对这种能量 有着天生的抵触 就像是黑暗与光明 二者永远都不可能相容 随着分身 将其融合 一道金色的光束 瞬间冲天而起 照亮了夜空 散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芒 金光闪烁之间 一道身影 缓缓地浮现 她一身纯白的衣衫 领口袖口处 有着金色的装饰 洁白圣洁的羽翼展开 她赤裸双足 手持圣剑 宛如天神下凡 仿佛世间的一切 都没有此刻的她那么耀眼 天使缓缓降落 站在了麒麟二人的面前 对方的容颜倾城 神圣不可侵犯 她面无表情 但默着周围的一切 本尊 你命犯桃花爱 亡灵化身调侃了一句 召唤出来的本源全部都是女的 把她们这些化身害得好惨 天使 这就是天使吗 她喃喃自语道 我的感情被削弱了 也对 这种几乎被捧为神明的存在 怎么会允许有感情呢 也许就是这种种原因夹杂在一起 才造就了天使的黑暗面诞生 对于自己变成了一个女人 她表现得没有丝毫在意 只要能够掌握力量 是男是女 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可以召唤兵种 天使化身此言一出 两人都投来了一丝诧异的目光 你能召唤天使 麒麟有些将信将疑的问道 嗯 她淡淡地轻声回复着 随着主线任务的完成 也正如巨龙化身所猜测的那样 麒麟本体所在的岛屿 也已经开始了移动 要不了多久岛屿合并 新的争霸又将展开 如此一来的话 天使分身倒是可以不用着急地先驱逐出去 可以暂时留下来帮助自己 先留下吧 到时候 争端少不了 麒麟开口说道 她就不幸 集合两位顶级兵种的化身 还不能拿下他们 嗯 对方没什么意见 身为化身 自然是要无条件地听从本体的命令 话说天使需要睡觉吗 第62章 岛屿合并 争霸开始 七天时间 眨眼过 在这段时间里 终端没有更新出任何的主线任务 以及发布活动等等 一切都仿佛恢复了平静一般 七天 时间太久了 麒麟对于岛上的统治已经愈发稳固 她怀疑终端就是故意所为 这段时间 又有不知道多少领主 完成了统一岛屿的主线任务 进入到了合并之中 一开始建立出的优势差距 就这么被终端用时间硬生生地拉回去了一段距离 但没关系 麒麟可不只是一座岛屿的统治者 而是整整四座 集合着四座岛屿 它的资源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 本体的发育非常迅速 目前 新的兵种已经解锁 分别是狼骑兵与重甲骑兵 城墙也已经建设完毕 等级提升到了与领主大厅持平的水平 城墙环绕之下 此刻它的领地已经俨然变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当然 变化巨大的 还有联盟大厅 随着它的等级提升 目前能够容纳的联盟成员数量 已经到达了500名 各项设施也全部都建设完全 最主要的是 当前的联盟大厅解锁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那就是 领主搬迁功能 即领主们可以搬家来到联盟附近 全线仅限于精英成员及以上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这些成员们也多少了解了麒麟的伟人 对方实力强大 招收联盟成员的标准只有一个 那就是忠诚 除此之外 即便是顶级领主 他也不一定能够看得上 毕竟 就算是顶级领主 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他的高度 领主们发现了这个功能以后 自然也相继迫不及待的搬家 来到了联盟大厅附近 一座座小镇连接在一起 似乎已经有了一种小城的感觉 搬家到这里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当然是毗邻麒麟的领地附近 可以说 除非联盟毁灭 否则 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没有之一 而那些新加入联盟的成员们 自然也是羡慕无比 可他们都是自麒麟消灭 救赎联盟以后加入的 无论申请了多少次 想要成为一名精英成员 可谓是难上加难 七天的时间 麒麟本可以将自己的领主大厅 提升到高级小镇之后的 但与他自身的等级一样 受到了终端的限制 他猜测 这一切可能得等到岛屿合并 发布新的主线任务之后 才会解锁了 岛屿边缘 视线之中的各个岛屿 已经越来越近 马上就要相互碰撞在一起 上面站着许许多多 探查情报的领主兵种们 他们毫无疑问 也对自己的岛屿完成了一统 并且发现自己脚下的土地 正在移动 随着一声巨响 岛屿之间相互碰撞 整个大的都发出了剧烈的震动 就像是在经历地震一般 合并麒麟岛屿的 足足有六个 它们围绕在附近 就像是一个六边形 将这里牢牢包围 当然 更远处还在有岛屿 持续不停地移动过来 这七座岛屿 不过是第一批而已 用不了一天的时间 这上千个岛屿 就会相互之间挤压 就会形成一块全新的大路 这一刻 各个领主之间的兵种探子 踏上了其他的岛屿 开始搜集情报 了解信息 因为主线任务 还没有发布的原因 众人之间 也不一定就是绝对的敌对关系 但即便如此 一座合并而来的岛屿统治者 也是毫不犹豫地 向着自己最近的岛屿 发动了战争 七座岛屿刚刚合并 就已经有两座岛屿 开始大打出手了 一开始就发动战争 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 另一边 领地之内 三人面前的终端 已经谈出了一系列的消息 岛屿合并中 当前大陆名称 平凡争霸大陆 世界聊天合并中 主线任务更新中 当前主线任务 制霸大陆 限制已解除 请正式开启您的争霸之路吧 三周目活动开启 战争纵横 说明 发动战争赢得积分 第一名获得特殊奖励 前十名获得固定奖励 备注 战争规模越大 获得的积分也就越多 果然 是在等待着岛屿合并 麒麟微微皱眉 眼中 已经开始逐渐兴奋起来 刚刚还说 那个发动战争的领主是傻子 现在看来 我们好像慢人一步了 亡灵领主 歪着头思考着 不 他没办法继续提升了 只能发动战争 而我们还有 麒麟打开了 中端的领地界面 笑了一声 即便是岛屿的统治者 可上千名顶级领主 汇聚在一起 双方之间的权力碰撞 很容易让人黄雀在后 目前 静观其变 才是最好的做法 这么久的时间 麒麟早就攒够了 升级领主大厅的资源 等的就是现在这一刻解除限制 升级高级小镇前置条件 拥有一座联盟 已达成 联盟大厅等级达到三级 已达成 提示 升级之后 将以领主大厅 将与联盟大厅为基础 建造城池 该操作将通知所有的联盟成员 他们将作为宁城邦之内的居民 小镇的下一个等级 果然是城池 麒麟对此 没有丝毫意外 他早就猜到了 只是没想到 联盟大厅竟然是必须建筑 这就导致了 没有创立联盟的领主们 等级只能停留在小镇 当然 他们也会成为这个城池的一员 眼下 格局已经形成 除非是统治一座岛屿的顶级领主 其他领主是 没有建造城池的权利的 这无疑是在找死 哪个领主也不会容忍自己的领土上 多出第二座城池 那他们不能建造城池 又没有加入联盟 最后会如何呢 麒麟当即按下了升级按钮 这一刻 所有的联盟成员都得到了通知 他们没人是傻子 基本上都能想得明白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放弃领主身份 加入盟主的城池 何乐而不为 连争霸岛屿的资格都没有 难道还想争霸这块大陆 生而为人 就得有先见之名 能躺平就绝不起身 升级时间 三十天 这么久 麒麟一愣 自己的十个工人一起建造 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他当即就要花费两百金币 召唤出两百个工人 可得到的消息 确实 工人上限数量 一百 好说 送给自己联盟成员几个工人 然后再让他们来帮忙建造 不就可以了 要送就得羽露均毡 精英成员一人先送十个 五百个工人一起 还搞不定一座城池 第六十三章 搞什么 来送死吗 升级时间最低期限为三天 还有这个限制 算了 三天就三天吧 至少麒麟可以肯定 哪怕是所有人都在岛屿合并的这一刻 准备好了物资 也一定是自己第一个完成升级 这样 他仍然有机会和这些领主拉开差距 世界聊天上 因为各个岛屿合并激增的人数 此刻已经是混乱无比 因为有岛屿统治者的存在 领主们基本上都是各分阵营的 再加上当前的主线任务 又已经确定了敌对关系 虽然这场争霸的关系与他们不大 但谁都不想自己追随的领主输掉 更不要说输给其他种族了 此刻 世界聊天的信息正在飞快刷屏 若是不点击一条信息让它停下来 甚至根本看不到这些人在说什么 这才是上百万领主聚集在一起的真实场景 原来 我们都是井底之蛙 刚刚走出新手村 盟主大人会带我们干掉这些丑八怪的 听说精灵族的女人都很漂亮 我也听说人类男性都很猥琐 你什么意思啊 把你们统统抓来当容不求 能不能别给你们盟主丢脸 呼叫艾坤 加1 加10086 目前 这座平凡争霸大陆已知的领主种族不多 分别有矮人 人类 精灵等 基本上都是高智慧生物 上线与下线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世界聊天有些混乱 这些领主们用一些特殊方法 分辨着自己的同族 避免误伤有君 他们已经上升到种族攻击的地步了 除看世界聊天之外 同样更新的 还有联盟榜单 目前合并的七座岛屿 并不是只有七座联盟 而是九座 这个排名不分先后 麒麟猜测 应当是按照联盟的等级 或者是人数来排序的 麒麟联盟位于第五位 至于前面几名 他们的联盟等级也都达到了满级 但是他们的人数都是满的 可在这之下 还有四座联盟 他们同样也是满级 人数也是满的 却排在了麒麟联盟的后面 麒麟猜测 这四座联盟应该是联合统治的岛屿 所以排名较低 换句话说 这些岛上的顶级领主 并不是真的顶级 只是相对顶级 依靠自己很难完成一统 那就只有联合其他领主同盟 这也就导致了一座岛上 出现了两座统治联盟的原因 而其中发生战争的地方 恰好就是一座顶级联盟 向着这样的联合联盟发起的 你们两个分别负责好白天 和夜晚的防护 待到所有岛屿合并 和城池剑道之前 我暂时还不想主动发动战争 麒麟看向自己身边的 两个化身吩咐着 本尊你是说 会有人向我们发动战争 亡灵化身眨巴着大眼说道 一旁的天使化身 则是简单地点了一下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是必然的 那四个联盟是首要目标 接下来就是我们 麒麟毫不在乎地说着 自己的联盟人数最少 受到攻击是必然的 不过这也不是他有意为之 反正自己完成了一统 要那么多废物做什么 更何况 依靠两具化身就能吊打他们了 哦 不对 是三位 我明白了 现在是晚上 亡灵化身立马 吩咐亡灵们去行动了 岛上那么大 他当然不可能亲自出马 好了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我要去睡觉了 麒麟摆了摆手 向着领主大厅走去 眼下 他只需要静静等待着 自己的城池建造完毕即可 至于其他领主攻打自己 除非是大陆上 所有的领主一起上 否则他来一个灭一个 本尊 我也去 亡灵化身也跑了 只剩下天使化身呆呆地站在原地 另一边 其中一位盟主 已经将目标 放到了麒麟联盟身上 对方的人数少 必然实力 不会太强 但作为能独自完成 一统的联盟 他也不敢小瞧对方 保险起见 他还是选择 联合了另一位盟主一起 发起战争 毕竟战争的规模和积分也有直接的联系 二人通过了好友 开始秘密交谈起来 时间来到第二天的早上 经过一晚上的时间 又有数十座岛屿完成了合并 这些领主们在接到终端的提示之后 立马就发动了战争 整片大陆正在愈发混乱 领地内 正在熟睡的亡灵 化身猛然惊醒 看着自己的锁骨之下的大手 他微微有些脸红 本尊 快醒醒 有人打过来了 嗯 去吧 麒麟翻了个身 继续睡觉 对于这个消息 没有丝毫的意外 更加没有放在心上 哎 他有些疑惑 怎么感觉看起来 像是无事发生的样子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选择去边境看看 直到他通过传送 来到联盟边境之后 看着不远处 已经近在咫尺的大军 他的脸上 才终于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对方的两个盟主 都是精灵领主 联合在一起 很正常 可其中有一个 貌似是本尊的化身嘛 他们都位于平凡区域 又是第一批 完成一桶的岛屿 合并之后的距离并不远 怪不得本尊一点也不担心 原来是这样 而在远处 两位盟主聚集在一起 对方看向麒麟 脸上浮现一丝喜悦 没想到 他们防备竟然如此松懈 人族果然不是一般的蠢 是啊 你看那名女孩 应该就是派来侦查的领主吧 我们把她抓了 麒麟也在一旁见一拙 好 身旁的盟主果断同意 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不仅仅是占领对方的领土 更重要的是 发动战争获取积分 在一支对方极弱的情况下 那这些人类 就得全部成为他们屠杀的对象 一小队 去把他给我抓来 这名盟主 当即对着身后的几名领主命令到 几人也是 立马带兵向着 亡灵化身杀去 搞什么 这几个人 是什么意思 来送死吗 他看着对方的几名精灵领主 正向着自己快速移动 他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疑惑之色 第64章 新的本源 黑色的灵力刀光闪过 挥出一刀月牙之刃 面前的几名精灵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斩杀当场 地上的尸体 涌现出一道道淡蓝色的能源 最后汇聚在一起 融入体内 麒麟只感觉自己的身体 在这一刻发生着 天翻地覆般的变化 全身都充满了力量 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 就像是普通人 向着修仙者 转化的过程 腹部有一股暖流正在溢出 然后涌向四肢百骸 随后颈跟来的 便是一股 极度的舒适 他的眼中 闪过一丝光芒 这一刻 他的各方面能力 全部获得了加强 不仅仅战力 还有召唤能力 对面的精灵盟主眼中 闪过一丝诧异 他没想到 对方的一个人类领主 居然这么强 既然如此 他也就不再磨叽了 当即打开终端 向着麒麟联盟宣战 宇宙无敌联盟 向麒麟联盟宣战 直接动手吧 此刻的他 已经失去了耐心 扭头看向身边的 另一位盟主 催促着他 也一同宣战 只是 看到对方 有些脸红的面部 和扭捏的身体 他微微错愕 上前关心道 怎么了 片刻之后 他缓过神来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没事 扑哧 一道散发着 光明力量的匕首 瞬间 刺入了对方的搏梗 周围的领主 和兵种们 瞬间打惊 这是什么情况 动手 精灵化身 抽出长剑 瞬间杀向了 对方的几名亲信 这名搏梗处 鲜血喷涌的盟主 感受着自己的生命气息 正在逐渐消失 他不明白 对方为什么要向着 自己出手 为什么 明明我的争霸之路 才刚刚开始 他是想独吃两场 这场战争的积分吗 到死 他也没想到 精灵族会和人族 联合在一起 此刻的联盟军 瞬间混乱了起来 精灵们突然出手 涂露着周围的兵种 对方的兵种 是狼人 一种在夜晚战斗力 获得强化的强力兵种 但比起数量上千的 光之精灵来说 他们的数量 还是太稀少了 至于其他的兵种 不过是一群杂鱼罢了 对方的突然倒戈 让他们一时之间 全部陷入了慌乱 只能趁着混乱 赶紧逃离现场 他们知道 盟主死了 他们已经失去了 争霸的资格 亡灵化身 也从远处狂奔而来 准备加入战斗 他不需要带上什么亡灵 因为他一个人 就可以召唤出 一整支亡灵大军 战场中央 剑光四起 火星迸射 血肉飞剑 一名敌人 倒在了光之精灵的剑下 他们的战斗力 比起狼人丝毫不弱 而这些光明能量 又恰好是对方的克星 突然 一道巨大的 灰色魔法阵凭空展开 战斗的战斗 逃跑的逃跑 根本没人注意到 脚下突然出现的 这座法阵 法阵散发出光芒 无数在这之上的 尸体血肉被吞噬 融入了其中 碰 一只巨大的骷髅手臂 瞬间破土而出 周围的兵种们 瞬间大惊 有军 不用管 精灵化身此言一出 周围的精灵们 瞬间放下警惕 不再管这只 突然出现的巨大骷髅 大地震动 一只头戴皇冠的 巨大骷髅破土而出 它只有上半身 这些骨骼的比例 出奇的大 像是人形 但更像是一只怪物 它的下半身 只有一根细细的尾骨 就像是美人鱼的尾巴一样 不过比例很小 它燃烧着紫色火焰 就这么承载着 这只巨大的骷髅身体 立于乱军之中 哄 它的一掌 瞬间就将面前的敌人 全部横扫 这些兵种的攻击 落在它的身上 就和脑痒痒 没什么区别 完全造成不了 任何伤害 这只骷髅怪物 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战争机器 肆意地在战场中穿行 横扫着周围的一切 兵种名称 亚格鲁斯 兵种等级 超凡 技能 亡灵射线 陨石召唤 看着对方的面板 麒麟一阵欣喜 没想到自己 牺牲这么多尸体 召唤出来的这个兵种 居然这么强 但召唤它是有CD的 它还不能连续召唤 所以其他的尸体 就全部被召唤成了 普通亡灵 随着亡灵大军的浮现 精灵化身 也只灰光之精灵们 退出了战斗 一是避免被误伤 而是减少损失 毕竟精灵和亡灵不一样 被捅一刀 是会死的 怎么样 帅不帅 亡灵化身 来到精灵化身的身边 一把搂住他的肩膀 嘴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帅 他也笑着点点头 周围的兵种们都惊呆了 没想到这两位竟然认识 而且看他们的谈话 好像是熟悉无比一般 怪不得对方会被刺 原来是将计就计 但很可惜 他们发现这一切 已经太晚了 无论是光之精灵 还是亡灵 任意一方拿出来 都能让他们全灭 更何况 现在两方还联合在一起 战争很快就结束了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 也是结束 最快的一场战争 一开始 发动战争的三座联盟 还在热火朝天的交战之中 这一边 同样是三座联盟的战争 却是已经结束了 对于此战 麒麟没有丝毫的意外 你都联系我的化身 跟你同盟了 我拿什么说 此刻 他的手里 正拿着一枚 浑浊无比的本源结晶 正是狼人的本源 随着这道本源的融合 一道黑气 自领地之内爆发而出 这一次 都是狼人了不会 也给我来个女性吧 他自言自语地说着 那画面 光是想想 就有够辣眼睛的 黑气很快散去 麒麟 见到对方以后 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是一个男的 他一身黑衣 高大魁梧的身材 凸显着夸张的肌肉 皮肤很黑 体毛也是异常的旺盛 脸上长着落腮糊 眼神异常锐利 我能召唤兵种 不 准确地说是转化 他沙哑着嗓子 看着面前的本体 主动开口解释着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啊 狼人的转化 需要他去撕咬目标 诸如自己的血液 转化过程与吸血鬼类似 但并没有对方那么完美 一般被转化的狼人 要么是失去理智 要么就是变成怪物 当然 他们是会听从 转化者的命令的 这么一想 狼人作为刺顶尖兵种 有些缺点 也是很正常的 第65章 集合化身 狼人这种生物 麒麟思考了一下 感觉应该是和亡灵 恶魔这种 有某种共同属性的吧 非要说 有什么共同点的话 那可能就是会堕落 他愣了一下 一个大胆的想法 自他脑海中浮现 如果将狼人化身驱逐的话 会不会和魅魔化身一样 也是前往那个 所谓堕落的区域 可堕落 黄金 平凡 这三者之间 又有什么区别 种族嘛 平凡争霸大陆上的人族 精灵 矮人 这些都是高智慧种族 同时 他们似乎也称得上一声平凡 至少比起恶魔 巨龙 亡灵 天使这类的兵种来说 他们确实是一些平凡种族 明白了 但眼下 麒麟还不能让狼人化身离开 三具化身同时帮助自己 能够加快争霸的脚步 至少一切要等到 到完成这次主线任务再说吧 而狼人化身 身为麒麟的分身所转化 除了继承自身的实力以外 他们之间的记忆 自然也是互通的 因此 对方能够很清晰地认识到 大陆上目前所处的情况 更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些什么 我认为 在我们四人的联手下 即刻就能向着整座大陆发起战争 城池的建造 对于之后的战争起到的作用 并不是很大 狼人化身沙哑着嗓子开口 显然他是一个激进派 也不是不行 既然如此 那就召回精灵化身吧 麒麟也点了点头 同意了对方的观点 目前他已经晋升超凡 而所有的顶尖领主 还都停留在九级 他能依靠的实力的差距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之前想要稳妥起见的原因 单纯是因为敌人众多 而自己与对方的实力 还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若是表现得太过亮眼的话 那必然会遭到 所有领主的群起而攻之 当天晚上 一则震惊的消息 就传遍了这上百个岛屿 组成的频繁争霸大陆上 德鲁伊联盟与麒麟联盟 将宣布合并 此则消息一出 所有的领主们都猛了 这是什么情况 在他们看来 德鲁伊联盟的排名 稳稳占据前十名 必定是一个实力 极其强大的对手 并且才刚刚消灭一个顶级联盟 实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可就是这样一个联盟 竟然与一个排名一直下降 甚至人员配置 都不齐的小联盟合并了 查出来了 德鲁伊联盟是精灵族 麒麟联盟是人族 尼玛 两个同族联盟 我还能接受 一族联盟是什么鬼 难不成是两个盟主 私定终生了 操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或许只是一个阴谋呢 大陆上联合的联盟多了去了 他们能掀起什么浪花 就是 难不成 还想直接向着大陆 所有盟主开战 哈哈 兄弟 你可真会开国际玩笑 一日清晨 领地之内 此刻已经聚集了 岛上所有的化身 要发动全面战争 四具化身 就要同时出动了 其中 精灵化身 需要联合联盟之力 亡灵与天使化身 则单单是凭借自己一人 就可以成军 至于狼人化身 因为它的转化效率并不高 所以 暂且依托于麒麟联盟的兵力 这就是麒麟计划好的兵分四路 此刻全军出击 拿下整座大陆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经过这一夜 又有数百座岛屿合并过来了 这座大陆也越来越大了 那还等什么 趁着现在发动进攻 争取所有岛屿合并之前 彻底攻下这里 这句话 当然是狼人化身说的 身在其他岛屿的化身联盟 能否与我们进行联合 一向不爱说话的天使化身 突然淡淡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这倒是一下子提醒了麒麟 他立马开始联系自己的 另外两具化身 但大家都不在一个频道 能通过终端加上好友 似乎就已经是越界了 至于联合联盟 难 不过 在联系巨龙化身时 对方并没有立即实验 因为他现在就在战场上 岛屿合并之中 几乎所有的盟主 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 联手除掉这个最大的威胁 所以他现在的情况 和麒麟这边相差不大 一个是被所有盟主围攻 一个是要向所有盟主开战 只是麒麟并没有参透黄金之意 不知道在这其中 都包含了哪些种族 否则就可以针对性地 派出其他化身 去支援巨龙化身了 这边帮不上忙 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打算直接开战了 那边自身难保 帮不上忙了 你们先去联盟调集军队 各自准备一下 一切就绪 我会向着所有联盟宣战的 他又补充了一句 同时四具化身 也各自点头离开了 王林化身 带着狼人化身 前往了联盟大厅 召集所有领主 考虑到失去了顶级兵种 加持在对方的联盟面前 可能会不堪一击 麒麟还派出了 自己的兵种大部队 承担主力 精灵化身 也返回了自己的联盟 双方联盟的领主们 从收到合并消息的那一刻 所有人的情绪都没平复下来 一方面 认为自己的盟主无双 拥有超凡魅力 另一边 则是有些抱怨他们 为什么要去找一个 这么弱小的联盟合作 当然 当日参加战争的那些精灵领主 在亲眼见识过 王林的恐怖之后 可不会认为 对方是一个表面上 看起来的小联盟 他们甚至认为 这个麒麟联盟 也只是见过对方的一名成员而已 并且 两位盟主的关系 看起来非常要好 既然如此 合并就合并吧 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 至于天使化身 他的神通名字名为 天使转生的拥护 他手中的圣剑 可以化作天使转生池 召唤绝对听从于他 服从于他的天使兵种 而且还能帮助他扩大信仰 让其他种族疯狂崇拜 简而言之就是 他除了天使本身 还可以操纵其他的兵种 这就是顶级兵种的强势之处 他们自生下来 就高高在上 与脚下的那些普通人 形成了天壤之别 第66章 降临战场 麒麟联盟与德鲁伊联盟 向战神联盟 宝龙联盟 艾坤联盟 发动战争 此则公告一出 瞬间震惊了整座大陆 麒麟打开终端 是根本看都没看 直接勾选了大陆上所有的联盟 至于那些还在合并之中的 岛屿统治联盟 就暂时先放他们一马 他有预感 统一了大陆之后 他或许就可以真正踏上 这遥远异世界的大陆了 那里又会是怎样的风景呢 那片大陆之上 会不会有神明的存在 麒麟不知道 但也许等待他的事 这几座特殊的争霸大陆 也说不定 所有领主之中的王者 才有踏入那片大陆的资格吗 宣战的那一刻 四驹化身 就已经早早带兵出发了 此刻 想必已经向着其他联盟 发动战争了吧 而在另一边 黄金争霸大陆 数条巨龙携带着庞大的身躯 重重地俯冲向地面 它们屹立于山林之间 盘旋于山峰之上 它们形态不一 体型之间也有着细微的差距 但毫无疑问 它们都是纯血的巨龙 是巨龙化身的兵种 巨龙们的数量多达十几只 它们张开巨口 整个脖梗上的鳞片 都在这一刻翻动 紧接着一道道 粗壮灼热的土西 横扫着地面上的一切 哪怕是一座山峰 都能在这道强烈的攻击下 被削平了山头 空气中伴随着灼热的高温 融化的岩石变成了岩浆 地面俨然已经化作了一片火海 到处都是狼藉 还有兵种与领主们的尸体 联盟的领主们 在看到这一幕时 无不心潮澎湃 它们为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 巨龙 这种顶尖生物 实在是太强了 哪怕是面对大陆上 所有的领主围攻 竟然都不落下风 而在下方 这些聚集在一起的盟主们 无不脸色骇人 它们知道巨龙很强 可没想到 居然强到这种地步 它们身为顶级领主 兵种同样强大 它们拥有巨魔 拥有笔盟 这同样是 强大无比的兵种 争霸岛屿时 它们曾凭借着自己的兵种 一路横推 直到遇见了巨龙 它们虽然也是庞然大物 但在巨龙面前 就显得有些不够看了 最为主要的是 笔盟和巨魔都是陆军 而巨龙不仅能够入战 还特抹的是空中霸主 恐怖的龙溪 能够摧毁一切 让所有的物品 都化作灰烬 即便前者拥有 极强的恢复能力 可还是逃脱不了 被融化的命运 可是到如今 不打下去 又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 它们想要争霸 眼前的巨龙领主 就是它们 绕不开的一道坎 不解决它 一众盟主 很清楚这片大陆上的 最后结局 该死 为什么会有巨龙领主 空军呢 我们的空军呢 你们的神通呢 盟主联军的兵种们 高达数十万 可面对十几只巨龙 却是没有一点办法 这让他们感到了一种 深深的无力之感 空军之流 不过是一群屌人 猛禽 蝙蝠罢了 在巨龙面前 别说破防了 就是接近对方 都做不到 看着一支支的笔蒙 和巨魔倒下 盟主的心如刀脚 可却没有一点办法 空中的麒麟 冷眼注视着一切 它的表情 没有任何变化 不 倒是有一个想法 要是亡灵化身在这里 就好了 不知道可以召唤出 多少具亡灵 盟主 实在不请我们投降吧 再这么打下去 和送死 有什么区别啊 他们似乎才迟迟反应过来 这一点 但还有一点 更加奇怪 那就是领主 是依靠兵种杀敌 分掉微量能源 直来进行升级的 也就是说 兵种的等级普遍 都是在领主之上的 而对方 不仅的等级 比自己的兵种要高 甚至实力 还要强上许多 开什么玩笑 一个混血人 强过巨龙 除非 他是真正的龙族 这个想法 出现在这名盟主的脑海之中 瞬间把他 惊出了一身冷汗 有些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不能再打下去了 否则所有人都要死 比起争霸 显然还是活着 更加重要 我们 这名领主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队伍后方 传来了动静 一道魂后未知的声音 打断了他 即将要说出口的话 别这么急着投降啊 就是呀 我们才刚来 两名男子 并肩走来 他们的脸上 带着一丝笑意 其中一人人高马大 就像是健身教练 另一人的体型 稍微矮了那么一些 但贴身的衣物上 也呈现着饱满的肌肉 他的脸上有着 一双月牙状的纹身 你们是谁 为首的几位盟主脸上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他们并不记得自己的队伍之中有这样的一号人物 听到盟主略带疑惑的发言 身旁的小弟领主们立马上前拦住了二人 我们啊 我们是什么呢 两人摆出一副思索的表情 把周围的人看得是一阵咬牙切齿 别他娘的废话了 不打就滚 我一个人也能搞定 突然 天空传来一道不屑的怒骂声 盟主们闻言一愣 抬头看去 是巨龙领主在说话 他在和谁说话 等等 他们猛地回头看去 只见刚刚的那两名男子嘴角带着笑意 紧接着周身恐怖的能量涌出 一道浑浊的光束冲天而起 两个庞然大物就如同神魔 一般降临在了整片战场之上 一个是浑身肌肉隆起 蓝紫色皮肤 长着獠牙利齿的怪物 赫然是比萌巨兽 另一个海蓝色皮肤 秃顶 脖梗处长 满着红色毛发 手持一根巨大的冰棒 全身散发着冰寒之力 俨然是一只巨魔 完成变身的那一刻 他们二话不说 直接向着周围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领主们 发动了攻击 天空一道渺小的身影 也自巨龙背上脱离 然后顺着重力飞快下降 哄 一条庞大威严的黑色 巨龙降临战场 也就是在这一刻 天空之中所有的巨龙 全部都开始自上方俯冲而下 选择了正面厮杀 此刻的局面 已经完全形成了 一面倒的局势 第67章 种族越多越兴奋 巨魔本源进度100% 比蒙巨兽本源进度100% 看着这两个刚刚进度 达到100%的新能源 麒麟的脸上 闪过一丝欣喜之色 并且从巨龙化身那里 传回来的消息 他已经得知了 对方大陆上的一些种族 从而推断出了 那里的一些特性 正如之前所说 那里没有什么人类 精灵等的这些种族 全部都是一些 体型巨大的生物 例如巨龙 笔蒙 巨魔 甚至是一些亚龙等等 这些生物放在人族之中 每一个都是体型 无比巨大的怪物 可能这就是黄金的特点 正如之前的平凡一般 怪不得要区分开来 麒麟明白了 在这些生物 没有超脱之前 天生的种族优势 会带来巨大的差距 这是没办法弥补的 所以终端 也许是为了公平 这才将万族 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区分 哪怕是一级的巨龙 也能秒杀上万名一级的人族战士 这就是差距 但是这个差距 会随着等级的逐渐提高 而失去优势 所有种族 同为神明 麒麟想 就算有实力差距 那也不会太过明显了 不过所谓的神明 还真的属于原本的种族吗 巨龙化身 传回来的这个消息 让他对这个神秘的大陆 又多了一丝了解 两枚本源 被他毫不犹豫地使用 现在自己这里拥有四具化身 已经完全足够了 正好 可以用这两具化身用来实验一下 随着一蓝一子两道光芒浮现 两个分身 分别完成了融合 两人都是男性 拥有着和狼人化身 不大相同的魁梧 奇怪的是 这些种族的原型 明明并不是人类 但每一次麒麟融合的化身 都是人形 它们与巨龙化身一样 拥有着变身的能力 简单来说 就是拥有两种形态 这在它们原本的种族设定上可是没有的 但能够变成人形也好 起码做起事来方便一点 感觉如何 力量 还有恢复力 嗯 我还能使用一点冰霜之力 两名化身向着本体解释着 文言麒麟一致 这好像并不是什么强大的技能 算了 我先将你们送走 他转身走进领主大厅 打开了终端 两具化身 当然也明白眼下的情况 没有过多的言语 随着一阵光芒闪过 两道人影已经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算了 不管怎么说 他们也是巨魔和笔蒙 就算是再弱 那也要比精灵什么的强吧 无形之中 他的脑海里 就已经认为 平凡争霸大陆上的种族 是最弱种族了 统一岛屿之后 不过是从一个新手村 来到了一个新手这而已 其他大陆上的那些生物 天生就很强 若是没有自己 那这座平凡争霸大陆 对上他们 是什么结果已经可想而知 另一边 魅魔化身 在控制了类猎魔人以后 很快就统一了整座岛屿 虽然是魅魔 擅长使用一些精神控制手段 但不要忘了 他的本质 仍然是一只恶魔 既然是恶魔 那战力 就不会弱 这座岛上 河边城的大陆名为 堕落争霸大陆 他不能召唤恶魔 最多转化一些使徒而已 加上猎魔人 以及那些半人半魔的领主们的兵种 放在这座大陆上 并不出彩 与大多数联盟的盟主 近乎相同 最关键的是在这里 他没有一个化身帮忙 总感觉自己 被本体遗忘了呢 随着他的暗中控制 敌人的兵种也好 领主也罢 很快就对这座岛屿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 这里的种族 非常博杂 有形如鬼魅的影族 操纵附身的鬼族 食人鲜血的吸血鬼 对着月亮狗叫的狼人 宛如火焰巨人的炎魔 长着三个脑袋的地狱犬 这些 毫无疑问 全部都是顶尖领主 也就是大陆上那些盟主们的兵种 每一个都要比他强上 不知道多少倍 当然 最离谱的还不止于此 在这里还有不死的亡灵一族 实力强大的恶魔一族 以及诡异神圣的堕落天使 这三个种族 才是这里真正的王 而彼时 三位盟主已经达成了联盟 他们要如麒麟一般 直接横扫整片大陆 即便前者之中 也多有强力兵种 但在这三族面前 相比起来似乎差了点意思 不过 也不是没有弱族 只是不值一提罢了 例如什么史莱姆 触手怪等等 这要怎么打 别的化身都是天狐开局 就我上来地狱难堕 魅魔化身有些无语 他明白 这里为什么名为堕落了 就是因为知道 他才更明白 自己有可能就是 第一个被激活的 没有其他 因为猎魔人掌握的力量 属于光明 在这里 是不能够被接受的禁忌 这下麻烦了 兵种的信息 早晚是要暴露的 他此刻愁眉苦脸 并不知道 种族与区域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 本体马上就要 失去自己这个化身了 眼下的状况 就是任何一个化身 单独面对都吃不消吧 自己死了就死了 但不能让本体认为 自己是个废物 所以 即便一直被忽略 他还是选择了 主动联系对方 将自己这里的情况 一一转述 谁知对方文言 不但没有沮丧 反而表现得 异常兴奋 啊 自己就这么 让本尊讨厌吗 用你的魅惑 想办法接近他们 然后多骗几个出来做掉 放心吧 临死前我一定会为你 做些什么的 谁说你要死了 难道还有其他破局的办法吗 只要你杀的种族够多 帮手也就越多 可他们要怎么过来 帮我 随着他的疑问 麒麟也顺便讲出了 大陆的区域划分 以及驱逐功能的 发配规律 魅魔化身文言 双眼一亮 自己果然 没有被放弃 那这样 岂不是说 自己的帮手 将会是最多的 这么想着 他的嘴角 升起一个诡异的弧度 种族越多 越兴奋 节节节 第68章 第四块争霸大陆 仅仅三天的时间 整座平凡争霸大陆 已经完全完成了合并 比其林预计的岛屿数量 要少了很多 他原本以为这座大陆 如何也是有 3000多座岛屿所组成的 毕竟目前的区域 一共有三个 万岛平分下来 就是这个数量 但整片大陆 只有2000座岛屿 一座不多 一座也不少 他开始怀疑 一共是有五个区域了 直到魅魔化身 和巨龙化身 相继传来情报 堕落争霸大陆 一共有3000座岛屿 黄金争霸大陆 一共有2500座岛屿石 麒麟 恍然 还有一处神秘的领主大陆 是他目前所没有发现的 可这些种族 还能如何划分 混乱 体型巨大 以及频繁的智慧生物 还有什么 他思索着 脑海里不知道怎么回事 出现了魅魔化身的那张脸 恶魔 亡灵 堕天使 吸血鬼 这些种族 有什么共同点 堕落 不 不对 应该是黑暗 想到这里他瞬间反应了过来 那这最后剩下的一座大陆 就没有那么神秘了 应该代表的是所谓的光明种族 天使 麒麟呢喃着 想着战争结束以后 将自己的天使化身送走 来证明自己内心的猜测 自上次巨魔 与笔门化身召唤出来以后 在这期间 他又相继召唤了吸血鬼和炎魔 吸血鬼化身 如同一位优雅的贵族 脸色苍白没有血色 一身黑红色的燕尾服 带着一顶礼帽 他与狼人相同 同样拥有转化兵种的能力 但相比后者 能够做到的更完美一些 至于炎魔 同样也是男性 他变身之后 整个人会 化作一只高温火焰缠绕的巨人 所过之处焚尽一切 两具化身没有例外的 被麒麟送去了堕落争霸大陆 成为了魅魔化身的帮手 只是三具化身的力量加起来 目前仍然无法抵抗 对方三位顶级盟主 联合起来的清算 局势并不是很好 其他本员目前都没有集齐 麒麟就是想帮他们 也没有任何办法 局势大好的 只有巨龙化身 他毫无疑问 是所有化身之中 实力最强的 再加上两个帮手 要不是大陆的面积实在太大 恐怕早就结束了战争 其次 麒麟本体这边的战争形势 也同样如此 毕竟亡灵加天使的 双顶级兵种组合 在所有岛屿完成合并的前夕 他他就已经统治了大片区域 局势一片大好 没人知道 这座纵横无敌的麒麟联盟 是在同时挑战三块争霸大陆 另一边 大陆的一处巨大平原之上 这里聚集着数十座顶级盟主 所组合而来的大军 他们早就研究过了亡灵 想要战胜这种生物 除非一次性彻底将对方击垮 否则再想战胜对方就很难了 这一次的交战 他们是所有盟主集合而来的 顶级兵种们 根本没让其他成员参与 因为其他成员的这些兵种 只会让亡灵的数量越来越多 这样不仅不能让他们赢得战争 反而还会大大加快他们失败的几率 至于另一边的战场 这就不是他们当下需要操心的了 对方会来吗 一处瞭望台上 几十位盟主聚集在这里 目光看向下方的大军们 脸上不免地浮现出一丝担忧 除非他不想要这次的奖励 否则就一定会来的 只要我们击败了亡灵 也算是重创了对方 到时候 有联盟成员的兵种庇护 倒也不至于被他联盟占了便宜 这边是他们简单的计划 大路实在太大了 不是所有领主都会把麒麟的一句 他要挑战所有联盟放在眼里的 更远的位置 这些盟主们 只当他是跳梁小丑一般的存在 更何况 各个盟主之间互为敌人 原水救不了近火 更没有哪个盟主 敢放任其他盟主 在自己的联盟领地内穿行 所以 理论上所有盟主联合在一起 对抗麒麟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这或许就是平凡种族们的智慧吧 唯一见识到对方恐惧的 只有麒麟联盟周围的这些联盟们 只有他们才深深明白 亡灵的恐怖 所以 不得不联合在一起 即便如此 他们在边境地区 也还需要提防其他联盟的入侵 来了 不知道哪个盟主喊了一句 所有人的目光 顿时聚集向战场的方向 只见远处的草原上 什么都没有 但却出现了一条暗黄色的分界线 正在向着这里快速移动 所有的草地 在被掠过以后 他做了枯草 呈现一片灰败之色 毫无疑问 那些家伙隐藏在了地底 准备迎敌 这些盟主们 纷纷向着自己的兵种 下达着命令 整个场面瞬间混乱起来 他们都发现了 远处袭来的异常 可谁也不知道 亡灵为什么会遁地 近处 一只巨大的骷髅 破开泥土 庞大的身躯 瞬间出现在了敌军之中 哄哄 一只只巨大的怪物 开始出现在战场之上 他们俯下身子 张开那燃烧着蓝色火焰的骷髅头 下一秒 一道炽热的光线横扫全场 血肉飞溅周围 响起了一片哀嚎 上百只亚格鲁斯 高举他那骷髅手臂 这一刻 天空仿佛都变得暗淡起来 紧接着 一颗颗燃烧着紫红色火焰的巨石 恍若流星 从天而降 可在对方看来 这哪里是什么流星 分明就是天灾 他们的兵种 有元素生物 有精灵 有矮人 兽人 甚至是巨人 可在这等的情况之下 盟主的大军们 根本没有一丝的反抗之力 这些兵种 没有受到撤退的命令 只能义无反顾地 向着眼前的巨大骷髅怪物杀去 只要解决了他们 这场天灾 应该也就结束了 可他们高估了自己 也低估了亡灵 一座座洞穴之中 数不清的亡灵们 开始从中涌出 他们有冲锋而起的亡灵骑士 也有笨手笨脚的骷髅士兵 更有悬浮在空中的幽魂 他们在亡灵亚格鲁斯的面前 显得很是渺小 可却足够给眼前的敌人们 带来绝望 因为 亡灵的数量 足足是对方的五倍 第69章 是时候结束战争了 恭喜您领主大厅升级完成 恭喜领主麒麟完成成就 您成为了一名城主 可对您的城池进行命名 一连串的消息弹出 麒麟面色欣喜 立马来到了领主大厅之外 查看情况 只见自己的整个领地 都被高大的城墙包围起来 一眼看去 直接连接到了 最远处的联盟大厅 城内所有的一切 在这些工人的建设下 已经焕然一新 原本掌满杂草的土地 此刻也都被清理干净 用石头铺设出了 三条宽阔的主路 身后的领主大厅 也不在原本破破烂烂的模样 而是有了一座城堡的雏形 领地的升级 带来的不仅仅是 生活条件的提高 这些只不过是附属品而已 真正增强的 还是军事力量 他调出面板 查看自己的领地信息 一千万单位木头 一千万单位石头 建筑物 领主大厅 联盟大厅 金矿 能源塔 城墙 解锁建筑 无 召唤所需费用 一金币 下一集没有解锁建筑 看来是已经解锁完毕了 麒麟尼南一声 升级到城池以后 所有的建筑功能都将开放 而自己的城池 若想和其他领主的有所不同 那就只能依靠那些图纸 建造出特殊建筑了 当然 多多少少 也是和兵种有些关系的 一个兵种是野猪的领主 即便最后升级到了城池 又有什么用 不过是一个大号的猪圈吧 而麒麟的城内 还有这所有领主 都没有的特殊兵种 工程师 他们能够更好地 完善城池内的一些建筑 打造出一些人族 独有的特殊设施 接下来就是升级兵营 完善城池内其他的建筑了 这场战争 也是时候该结束了 至于城池的名字 麒麟倒是没有什么 其他的想法 就继续沿用联盟之名 城池就叫做麒麟城池了 而与此同时 麒麟建造城池的消息 瞬间在世界聊天传开 一众盟主们不淡定了 那些远离麒麟联盟的存在 似乎在此刻 也终于迟迟地反映了过来 一个联盟人数最少的联盟发展 竟然是最快的 开什么玩笑 这就建成了 它哪来的这么多资源 只是重点嘛 建造城池需要60天 集合全盟之力 最快也要25天 岛屿合并都没这么长时间 也就是说 对方从合并之前 就开始了城池的升级 死 这怎么可能 这下所有的盟主都开始不淡定了 那些想要置身世外的盟主们 立刻开始打听起了 这位盟主的情况 紧接着 又一个震惊的消息 在世界聊天上传开 近200个盟主联军 竟然被对方一个联盟击败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德鲁伊联盟 合并对于麒麟联盟的帮助 并不是很大 对方本就有着这个实力 这下所有人都慌了 他们这才明白 对方当初所说的话 并不是在吹牛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真的有战胜的可能吗 这让其中的一些盟主 不由得动了其他心思 这场战争 我似乎有些高估 平凡争霸大陆领主们的实力了 仅靠亡灵 应该就能完成统一 不过是速度要慢上一些而已 麒麟对着面前 自己的话身说道 他点了点头 嗯 目前已经要接近尾声了 我可以离开 相比起统治眼下的岛屿 作为本体的麒麟 更像要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想 看到敌有没有第四块所谓光明的争霸大陆 而眼下最好的人选 自然就是天使化身 一座未知的大陆 代表着那里有着许许多多的新种族 能够转化出更多的分身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 加快自己的发展速度 最主要的是 麒麟不想统一岛屿 这样的奖励 白白让到其他领主的手中 所以 趁着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他当然要选择实验一番 即便没有第四座大陆 天使化身 去到那里 也都是对其他化身的一个巨大助力 自己身为本体 拥有着随时转化分身的能力 是不怕没有帮手的 领主之间的争锋 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 我们的目光 要看向那未知的大陆 麒麟眼神深邃 看向远处 只有灯灵那里 才有探寻成神的资格 我会好好利用信仰之力的 天使化身淡淡地说着 在这里 信仰之力 就是成神的一种方法 这是对方告知麒麟的 顾名思义 就是凝聚信仰 眷属越多 信仰之力也就越庞大 相对的 这位神明也就越强 但似乎有着很大的弊端 可天使生来 就有这种优势 是灯灵信仰神的最佳种族 麒麟自然不想浪费这个机会 毕竟自己到底 能不能成神 还是一回事呢 哪有资格挑东拣西 莫人注意到 领主大厅内 一闪而过的光芒 城内的农民们 还在忙碌着 来来往往 天空时不时飞过的天使 他们也早已见怪不怪 远处的联盟边界 战争也已经结束了 亡灵化身再次率领亡灵大军 将对方的联军击溃 成功回援精灵化身 看着身后的一片死气沉沉 以及一眼看不到边界的亡灵 精灵化身不惊地倒吸 一口凉气 这得有多少亡灵啊 不多 也就一百多万 他笑了一下 回答着对方 要知道一座联盟的兵力 才只有两三万而已 这可以直接横推了吧 到了现在 精灵化身 还是生出了一种 自己是来凑数的感觉 这也太离谱了吧 嗯 除非遇到难缠的兵种 否则 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了 而且最近投降的盟主 也越来越多了 你去帮老人化身吧 你们两个会合 以后兵力 由你接管 让本尊送他 去堕落争霸大陆吧 亡灵化身说着 接下来的战争 他一个人就足够了 嗯 对方点了点头 指挥着身后的精灵们离开了 第七十章 不是第四座大陆 您已被驱逐 随着一道光芒闪过 麒麟的身影 出现在了一片陌生的环境之中 他环顾着四周 眉头紧皱 周围散发着一股 让他极为不适的气息 这与他预想中的 所谓神圣的区域 似乎毫不相干 黑色的天空 笼罩着大地 让人感到无尽的压抑 空气中 弥漫着尘土的味道 一片死寂 没有丝毫生机 在这里 太阳似乎永远失去了光芒 这是一个 完全灰败的世界 这是第四座大陆 他声音清冷 带着一丝疑惑 可无论怎么看 这里也和神圣 联系不到一起 反倒是 更是一个末日 一道金光闪过 麒麟的身影 消失在了原地 有了之前 化身们的经验 他当然知道自己眼下 应该要做什么 当务之急 就是先找到一名领主 然后夺取对方的身份 站稳脚跟 至于这里的情况 只能之后再做探索了 金光划过天际 他的身影 向着一个方向 飞速移动 不知道移动了多远 麒麟却始终没有见到 一名领主的身影 直到他的视线之中 出现了一座灰败的城池 身为天使 他对着死气 以及黑暗 有着天生的感应能力 他清楚地看到城内 散发着浓郁的死气 甚至根本就 不止一个种族的气息 至少在他感应之中 就已经出现了 三个让他厌恶的种族 恶魔 亡灵 堕天使 可城门口 衣衫褴褂归地 乞讨的分明 就是一个个人族 甚至还有矮人 这里并不像 魅魔化身所描述的 堕落争霸大陆一般 虽然名为堕落 但对方所在的整个大陆 也并不像眼前 这般灰白 这太不寻常了 他感受到 对方的气息同时 对方同样也感受到了 他的存在 下一秒 城内就冲出三道黑影 一个身材魁梧 浑身布满肌肉 长着恶魔之脚 一个身披黑袍 骨瘦如柴地 拿着一柄破烂法杖 最后一位 形象与他几乎相同 只不过 对方是黑色的羽翼 透露着 极为邪恶的气息 天使 这种种族 也能被放逐 少说废话 这里不欢迎神圣种族 杀了他 堕落天使眼含恨意 当即杀了上去 另外的恶魔 和亡灵见状 也是立马行动 火焰 冰霜和黑暗的力量 在他们手中肆虐 麒麟手持圣剑 喷波而出的光明之力 净化着眼前的一切 见光焦明 光明与黑暗的力量 相互碰撞 堕天使怒视着对方 麒麟的脸上 一脸平静 圣剑闪耀大地 瞬间逼退对方 可还不等他喘息 恐怖的魔龙 肆虐而出 紧接着迎来的 就恶魔权力的一拳 猝不及防之下 麒麟请客间 就被击退了数十米 城外的种族们 淡淡地看了天上的战况 就挪回了目光 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惊奇 在这里 几乎每天 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不过这次比较特殊 来了一名天使而已 但这和他们底层的 这些种族 又有什么关系 天使虽为顶尖种族 拥有越即而战的实力 而他的对手们 同样也不逊色 更何况他们 还是三打一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二打一 身后的亡灵至此 还未曾出手 可即便如此 麒麟已经落入了下风 对方的等级 都要比他高 这里不可能是 一座领主的城池 因为现阶段 几乎没有几个领主的水平 能够达到 和他持平的程度 更不要说 一次性遇到三个 他的内心 确定了一个想法 对方或许只是 边陲之地的小角色而已 当然 前提是 他们来自大陆 否则 绝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实力 突然 一道巨大的灰色法阵 凭空浮现 麒麟扭头一看 是刚刚一直在蓄力的亡灵 他才是三人之中最强的 他从那座亡灵召唤阵法里 感受到了 极为恐怖的气息 先解决它 麒麟高举圣剑 下一秒便爆发出 极为耀眼的光芒 金光裹挟着神圣的力量 直冲天际 仿佛要斩断眼前的一切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一道低沉 且带有威严的声音传来 够了 不要忘了 放逐之地的规矩 对方的语气 很平淡 听不出喜怒 可就是这么平淡的一句话过后 金光消失 恶魔与堕天使纷纷恢复原形 就连亡灵的阵法 也在顷刻之间溃散 麒麟心头剧震 对方的实力极强 绝对不是超凡之上的尊王 甚至有可能是传奇 欢迎来到放逐之地 对方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了四人的面前 三名黑暗种族 当即向着他行礼 见过城主大人 他摆了摆手 三人立马心领神会地退下了 麒麟观察着对方 他的脸上 戴着一副无脸的白色面具 额头上 画着一个抽象的图案 看起来像是一只山羊 但山羊向来代表恶魔 他从男子身上 看不出任何种族的痕迹 也感受不到 对方身上的黑暗力量 不像是恶魔族 可他又这么强 我是人族 男子 似乎知道麒麟内心所想 主动解释着 我没有名字 你可以称呼 我为玉阳 也是身后 这放逐第八城的城主 既然来到了这里 不管什么原因 那我们就是同类 你的天赋不错 有资格进城 跟我来吧 对方对他并没有敌意 况且自己 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麒麟没做思考 静止地跟着玉阳 走进了城内 他看着城内的景象 内部看上去 要比外面大上许多 但仍然是一副 脏乱差的景象 城内的种族很多 仅仅是跟随对方 走了一段路 麒麟就看到了 不下二十个种族 这里为什么 被称为放逐之地 他忍不住 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在这里 或多或少的种族 都会对天使族抱有敌意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暴露你的种族 玉阳没有直接回答麒麟的问题 就像是个老头一样 在自言自语 文言的麒麟也明白了过来 想到一路走来 这些种族 对他憎恶的眼神 虽然他并不在意 但为了能在这里站稳脚跟 还是要稳妥一点 身为化身 他们都是有着 一个共同能力的 那就是 可以向人族转化 顷刻之间 他就已经化作了 倾国倾城的人族少女 前面的玉阳健壮 也露出了一丝 欣慰之色 第七十一章 边境 麒麟跟随着 他的居所 对方坐在椅子上 虽然看不到表情 但他知道对方的心情 似乎不错 你好像并不知道 放逐之地的情况 不过也情有可原 许多人 在来之前 都不知情 能说说 你是因为什么 被驱逐到这里的吗 这里是放逐之地 但你记住 从我们踏足 这里的那一刻 我们背负的罪名 就已经被抵消了 麒麟哪里知道 这里的一丝情况 但从对方的言语之中 似乎也能分析出 不少的信息 来到这里的 都是有罪之人 他前面又说了驱逐 看来这个地方 并不属于领主的四块大陆 但似乎也不属于 本土的大陆 像是夹杂在 这其中的一片黑暗之地 他的大脑 飞速地思考着 自己身为天使族 有什么是与天使族 不同的地方吗 是思想 受到本体的影响 他对天使一族的神明 没有任何的信仰 硬要说区别的话 可能这就是他和本土 天使的区别 虽然没见过本土天使 但他麾下兵种的情况 还是一清二楚的 受到天使转生池的影响 这些天使兵种们 对他有着绝对的信仰 服从 控制 没有一丝感情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 活着的生物 我讨厌他们的虚伪 与他们没有相同的信仰 他们将我认定为 有罪之人 所以才将我驱逐 说完这番话 麒麟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对方 他不知道 自己这么解释 会不会露出破绽 对方三言两语 透露出的信息 与自己的猜想 到底一不一样 怪不得 你确实是个异类 天使就是这样 容忍不了没有信仰的存在 玉阳淡淡地开口 不过这种 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 能来到放逐之地的天使 是极少的 你已经脱离了种族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继续流浪 直到到达下一座城池 当然 那里的生物 同样也会对你出手 至于第二个选择 那就是加入我们 玉阳语气平淡 并没有说出 来到这里的种族 还能返回的这种话 这只能说明 来到这里的生物 对于他们本族来说 就代表着死了 我加入你们 麒麟淡淡地开口 几乎没有思考地脱口而出 对方文言 也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所谓放逐之地 是万族定义 用以驱逐有罪之人的地方 这里荒芜 破败 来到这里的生物 基本上没办法生存下去 这是对他们的惩罚 放逐之地面积极大 每座大陆之间 有着不可融合的力量 影响着这一切 这股力量将原本的 一整块大陆一分为四 我们更喜欢称呼这里为 边境 玉阳起身 回答了麒麟一开始的问题 简单的三言两语 也已经让他明白了 自己身为何处 边境嘛 确实是个很贴切的称呼 那些种族不知道边境之内 他们流放的罪犯 还活着吗 知道 不然你以为 我们在这里建造城池 收容种族 是为了什么 玉阳冷笑一声 边境与大陆的争端 从未停止过 但如今万族局势复杂 单凭一个种族 是不可能进入边境 横扫所有的势力的 也是 毕竟边境位于 四座大陆的分界线 这些种族最多清扫 自己大陆边缘的边境势力 其他大陆 他们管不着 也不敢管 而边境之间是相互联通的 哪边受到攻击 都可以辗转挪移 就像是在打游击 当然 罪犯的来源在边境的人口中 占比极小 大部分都是受到战争压迫和剥削 以及种族内部势力斗争 被迫进入的这里 这种情况 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 边境的势力 也越来越壮大 这里是放逐第八城 是位于平凡大陆 与堕落大陆之间的边境 没错 遥远神秘的大陆 也因为麒麟的天使化身 进入边境 而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大陆同样分为四座 与灵主所在的大陆名称 完全相同 他怀疑 下一步争霸大陆统一 恐怕就会要与本土大陆 进行合并了 到时候 也就正式地向着这个世界进军了 本体所在的平凡争霸大陆 应该是与平凡大陆相近的 两座大陆之间 是不是也有边境的存在呢 麒麟一直以为 大陆之间的界限会是大海 没想到 居然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眼下他刚加入玉阳的第八城 还未完全得到对方的信任 不疑问太多 与边境毫无相关的问题 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了 需要我做什么 麒麟看向对方问着 既然加入了这里 那肯定自己 是有某种利用价值的 战争 他只淡淡地吐出了两个字 天使的能力 对这些黑暗生物 还是很有作用的 我们不仅要提防大陆的青角 还要小心其他城池的进攻 其他的边境城池 那不应该是队友吗 麒麟疑惑地说着 看来这里比想象中的还要乱 队友 玉阳长输一口气 这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吧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回忆之色 但并没有多说 而是拿出一件吊坠 递给了麒麟 这是第八城的标记 除了手持标记之人 不要相信任何种族的话 他接过来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目前我们与第一城的矛盾越来越大 那只该死的亡灵 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起全面进攻 说着 他带着麒麟 来到了城池后方的广场上 带你去认识几个队友 所谓的队友 其实就是与麒麟一样 同样效力第八城的其他种族们了 来到这里 他定睛一看 正有之前那三个向着自己出手的家伙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新面孔 人数不多 只有不到十个 这些人应该就是玉阳的心腹了 在这里 大家都没有名字 以后你的代号就是02 玉阳看了一眼众人 又转头 看了一眼麒麟冷漠地开口说着 文言 在场的种族 全部都露出了一副吃惊之色 只有之前的那只恶魔 表现出一副不屑的神情 他是03 但他没有多说 他知道自己一人不是对方的对手 第72章 兵临边境 恭喜您成功完成主线任务 获得特殊奖励 奖励已转化 请从以下奖励任选其一 恶魔本源 泰坦本源 仙灵本源 如今 整片平凡争霸大陆 已经被麒麟的亡灵大军横扫 整片大陆上 目前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又是三种本源奖励 他略加思索了一番 泰坦 在他印象中 泰坦还是某种身形巨大的强大种族 实力应该与龙族类似 既然体型巨大 那应该当属黄金之名 现在自己有了巨龙化身 那边倒是不缺什么战力 至于仙灵族 这是一个他从未了解过的种族 具体的实力更是无从得知 或许只是各次一流种族 这样看来就只能选择恶魔了 终端奖励的恶魔本源 是该种族的终极形态 与他自身杀敌所挤满的本源 是不相同的 所以 这具恶魔化身的实力 绝对会远超魅魔化身 一团散发着浓郁魔气的结晶 出现在他的手里 麒麟召唤出分身 没有犹豫的 就将本源交给了对方 随着一道冲天魔气 自麒麟城中升起 他的分身也完成了融合 对方一袭黑衣 外貌与人类无异 只不过整个人散发着滔天的邪气 星红的双眼之中 透露着令人胆寒的目光 这才是真正的恶魔 他感受着自身的力量 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去吧 麒麟淡淡地说着 另一边 平凡争霸大陆的边缘 亡灵化身 独自一人站在这里 大陆完成了一统 可他脚下的土地 毕竟是由两千多座岛屿组成 总会有个边界 展现在他面前的 并不是无尽的汪洋大海 脚下的陆地并没有断层 反而是连接着一片未知之地 一道巨大的黑幕 将这块大陆拦腰斩断 抬头望去 这道屏障仿佛直冲天际 他细细感受了一下 从中感受不到任何的能量波动 他纤细的手指触碰在上面 黑幕宛如实质 透着一丝冰冰凉凉的触感 像是一道结界 这就是他说的所谓边境之地嘛 麒麟嘻喃着 只不过被这道黑幕阻绝 他并不能进入其中 如果说争霸大陆 与本土大陆之间的隔绝地带 被称为边境的话 想要真正地抵达对岸 这里就是非要跨越不可了 实际上 边境与大陆之间 虽有明确的分界线 但并无结界阻拦 眼前的结界 不过是终端对于领主们的一层保护罢了 毕竟现在主线任务完成了 可下一道主线任务 却并没有发布 跨过广阔的边境 在频繁争霸大陆的对岸 这里是真正的频繁大陆 此刻大陆的边境位置 已经聚集了大批的军队 由三族主导 分别是 人族 精灵族 矮人族 他们在这座大陆上的实力极其强大 以三族为首 联合其他种族共同组合而成了一个联盟 实行议会制度 表面上 公平公正 实际上三族 作为发起者 在议会上有着 绝对的权力 大陆上的所有争端 几乎都是三大种族之间的博弈而已 平日里 他们纷争不断 但这一次 却是出奇地达成了一致 人族士兵们身穿厚重的盔甲 手中的长矛 笔直地朝向天空 他们整齐排列 一言不发 除了这些普通士兵的方阵以外 还有一些身穿轻甲手持剑盾的骑士 身披长袍的刺客 以及手持魔法杖的法师们 这是一支人族的精锐军队 身为大陆的三大顶尖种族之一 他们的实力 绝不是一般种族能够挑衅的 一旁的精灵族 同样气势非凡 他们的军队 总共分为了五个方阵 其中以 背负弓箭的森林精灵数量最为之多 除此之外 还有着精灵族的顶级战力光之精灵 和一些没有见过的精灵种族等等 矮人们的军队 就相对比较平凡一些了 他们的人数众多 矮小壮硕的身体上露出结实的肌肉 他们手持战锤 胯下骑着野猪 甚至能够从有些矮人的身上 看到火气 三大族的统帅 位于最前方的位置 三位指挥官 以及他们的副官 正聚集在一起商量着什么 似乎是在等待着一个时机 不用警告一下边境 哼 我们在此屯兵多日 这群老鼠机灵着呢 恐怕早就得到了消息 我们的目标是吞并附属大陆 不过是借到边境而已 他们若敢阻拦 连他们一起灭了就是 这里距离放逐一城的 一座附庸城很近 那只骷髅虽然胆小 但亡灵的力量 我们还是要做好提防 显然 三大族的种族联军聚集在一起 根本就不怕什么 边境势力的骚扰 当然 作为平凡大陆上的三大顶尖种族 位于边境的种族们 自然是时刻关注着 这些种族的一举一动的 即便他们扬言要进攻争霸大陆 但也不排除他们是阳攻 真正目的是边境的情况发生 因为几百年来 这些种族不止一次地使用过这种招式 夜晚很快降临 位于边境的亡灵化身 依旧观察着这道黑幕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总感觉 黑幕之上流转的能量正在变淡 今晚是三周末的战争 奖励结算 城内的麒麟还在等待着终端的奖励 可奖励还没有等来 等来的却是天使化身传回来的一则消息 争霸大陆边缘 跨过边境之后果然就是本土大陆 只不过本土大陆此刻正集结大军 欲要进攻这列 他们为什么会知道领主的存在 又为何要进攻这列 据麒麟所知 恐怕只有完成了当前的主线任务 这到最后的屏障才会解除 可你让一个刚刚统一争霸大陆的领主 去直面本土种族 那不是在找死吗 这下有点麻烦 到底是巧合还是必然 他看着终端上的信息 思索着 眼下只能利用边境祸水冬营了 恭喜您完成三周目活动 排名第一 获得特殊奖励 奖励已转化 请从以下奖励之中任选其一 暗夜精灵本源 影族本源 神通强化 我选神通强化 第73章 联合 相比起两道本源 让自己多出一句化身 对于目前的状况 并不能有所缓解 倒不如去选择神通强化博一博运气 您的神通以强化生命链接 您的分身将与本体共享生命 分身即是本体 本体亦是分身 简介很简单 但所表现出的效果 却是非常强大 简单点来说就是现在的麒麟 如果可以的话 已经没有了本体与分身的明确差异 它可以分出数十个分身 只要分身没有全部阵亡 那他就是不死的 即便是杀了本体 也不行 因为本体与分身之间 已经能够做到 随时转化了 他思索着 开始计划着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本土种族虽然强大 但他也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另一边 边境第八城 这里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个看起来枯瘦无比的老者 他手握法杖 将其当作了拐杖 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城外 就在对方靠近的同时 玉阳就已经感受到了他的存在 他带着自己的下属们 来到了城墙之上 站在身后的麒麟 也看清了那人的模样 他身披黑袍 衣袖之中露出的手臂 只剩下了皮包骨 他戴着一副黑色的五脸面具 额头的位置 画着一只红色的动物 看样子像是一只抽象的老鼠 麒麟看了身旁的灵妖一眼 他是王灵 与不远处的那个老头 散发出的气息几乎相同 而对方又同样戴着面具 毫无疑问就是边境第一城的主人 与玉阳的身份相同 城外的流民们 见到城外来人 纷纷向着四处逃窜 只有一些新来的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抱着看热闹的心思 留了下来 玉鼠 玉阳 别来无恙 城墙之外的老者 发出沙哑的声音 带着善善的笑意 看向城头之上的玉阳众人 你来这儿做什么 玉阳的口中带着质问的语气 先前两帝差点就要开战 可见他们的关系并不好 但通过他们的代号 也让麒麟明白了 这两者或许之前 是属于同一组织的 只是不知 因为什么原因 而分道扬镳了 大胆一点 或许以前的边境 是有统治的 而他们都是那位的手下 麒麟还站在一旁思考着 而玉鼠 也道出了他此行前来的目的 平凡大陆边境三族 成兵百万 欲要进攻所谓的 附属大陆 若是换作以往 边境的大部分势力 都会选择退避 因为对于 所谓的附属大陆 他们同样也是知情的 但这一次 玉鼠似乎另有打算 你想赌上第一城 在边境与三大族开战 玉阳开门见山地直接说道 没错 大陆的势力会越来越大 若是一直放人不管 我们早晚失去 最后的生存环境 他们苟活于 暗无天日的边境之中 本就成为了老鼠 可大陆势力 却仍然要一直 将他们置于死地 若再不反抗 岂不是要重蹈覆辙 仅凭第一城和第八城 你如何确定 拦得下对方的百万大军 玉阳仍有些担忧 这场战争打下来 除了会激怒三大种族以外 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好处 更何况 获利最大的必然是眼前的玉鼠 因为 他是亡灵 还有玉珠 我已经说服了他 他会出手 玉鼠淡淡地说着 闻言 面具之下的玉阳神情 也是一愣 微微有些惊讶 没想到他居然会同意出手 既然如此 那我也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了 一旁的麒麟 微微一愣 他明显感觉到对方 并不想参与这场战争 可却在提到玉珠以后 果断地同意了 这人又是什么来头 不过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至少这样转移了 双方矛盾 让他们暂时无暇顾及 争霸大陆 好 位置在第一城的 附属城池附近 你只需要负责对付矮人族 就可以了 剩下的交给我和玉珠 他说完 手持法杖勾搂着身躯 转身离开了 身形很快消失在了 远处的黑暗之中 玉阳沉思了片刻 转身回到了城中 其他人见状也是 立马跟上 麒麟扭头 看了一眼城墙之外 那些还滞留在这里的流明 随着对方的离开 已经化作了一句巨干诗 他们听到了不该听的 被灭口了 城主 什么是附属大陆 麒麟也趁机 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眼下正是多获取情报的时候 附属大陆 很久远地称呼了 这关系到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他顿了一下 从怀中 拿出一本泛黄的古籍 自己去看吧 麒麟正正地接过 对方早已不见了 那张泛黄的纸张 仿佛承载着岁月的沧桑 散发出一种古老神秘的氛围 有些地方 已经被侵蚀的面目全非 自己模糊不清 难以辨认 这本书历经风雨 不知被保存了多久 仅仅只是匆匆一瞥 他的眼神便猛地一缩 瞳孔中透露出惊恶之色 这本书所记载的 不仅仅是大陆的悠久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 它详细记录了 他们这些生活在边境的 生物的起源与过往 这似乎是原本 玉阳这个组织内部流传的东西 他赶紧仔细地阅读了起来 同时将这边的情报 一字不差地传回了本体 虽然边境会和本土种族 发动战争 但本体身为附属大陆的主人 也不可能会独善其身 必须要早做准备 至少实力也要提升到 玉阳这个水平才可以 它的能源值早就满了 之所以还停留在超凡级 也是因为附属大陆的封印 没有解除 否则以它目前的等级 边境 第七十四章 大陆历史 相传在数百万年以前 广袤无垠的大陆 本是浑然一体 宛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各族生灵和谐共居于此 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惊天巨变 打破了这份宁静与祥和 在这场巨变中 万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 无数生命凋零陨落 面对如此绝境 九大强族的神奇挺身而出 齐心协力 最终成功地平定了这场浩劫 劫后余生之际 众族开始对此次事件 展开深入调查 结果令人震惊 这些凶残的敌人 竟然来自遥远天外 这次不过是对方的先前部队 他们或许已经盯上了这里 为了防止类似的灾难 再度降临 九大族群毅然决定 倾尽全族之力 不惜耗费巨大的种族气韵 联手施展封印 将整个世界彻底隔绝起来 从而与外界断绝 一切联系 就这样 世间暂时恢复了安宁 可惜好景不长 短短不到一万年的时间过去 那道坚不可摧的封印阵法 突然崩裂开来 整个世界再度陷入 战火纷飞的乱局之中 而这一次的入侵更为猛烈 致使原本完整统一的大陆 分裂成四块彼此独立的区域 边境之地受到诡异力量影响 从此寸草不生 宛若境地 之后九大族群 紧急召集会议 商讨应对之策 然而 令人诧异的是 其中有一个族群 却无故缺席 这一族到底是什么种族 麒麟也不知道 因为上面的信息被人抹去了 只是记录的是 这一族的领导者消失了 这让剩余八族 将矛头全部指向了对方 毫不留情地向着 他们发动了战争 最终 这名领导者被抓获 可面对八族的逼问对方 却是矢口否认 当问到失踪的原因时 对方又沉默不语 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 再加上某些种族出面 替他求情 考虑到过去的交情 最后大家决定 不将这位领导者处死 而是将其流放到边境 任由他自生自灭 自此 对方销声匿迹 原本的种族 也选举出了新的领导者 可以说 身为同族 他们都不曾信任于对方 九大族再度联合起来 共同抵御外敌入侵 但这一次敌人的实力 异常强大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这场战争旷日持久 持续了好几年之久 导致整个大陆 陷入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四座大陆以外 突然出现了数座小岛 这些小岛相互融合 最后形成了一座座大陆 他们也是一族 同样会向九族发动进攻 可他们的实力太弱了 并且击败他们以后 还可以吞并这些附属大陆 扩大自己的领土 他们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些好人 但也不敢将这些异族赶尽杀绝 因为正是这些小岛异族的出现 才终止了诡异异族的进攻 从此 那污染边境的异族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险些被灭族的九族 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可事件还没完 之前被流放到边境的那位 领导者在这里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势力 他向着大陆发起了反攻 九族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报应 边境势力达到巅峰时 甚至曾经一度统一神圣大陆 可惜 天使族一位神明的出世 亲手将这一切彻底粉碎 他死了 但也被冠以了一个 响彻的名号 边境王 他的势力退回边境 在各族的清脚和讨伐之中 过着苟延残喘 的生活 部下们听信谗言 又或者本就各有一心 最后分裂了 各自为战 而刚当的玉鼠 玉阳 以及提到过的玉珠 都是对方曾经的旧部 他们被称为玉疆 不过时间线来到现在 他们早就不是第一代了 这些家伙之间 似乎有着特殊的传承 会各自挑选出 合适的继承人 到自己死后 接替自己的位置 成为新的玉疆 在这里 所有一切都无关种族 看得只有天赋 以及实力 这便是大陆的历史吗 看完之后 麒麟的内心 似乎还不能平定 他没想到 附属大陆 边境这些地方 竟然都与大陆的历史有关 怪不得这些本土种族 会对附属大陆动手 一旦统一 两座大陆是会合并的 本土大陆的面积扩大 他们这些种族的实力 自然也就会加强 而边境一方 自然是不愿看到这幅场面的 要不是边境太长 里面地势复杂 恐怕早就被本土种族灭掉了 边境势力 其实对于附属大陆 同样是有着野心的 不过他们 虽然有这个实力 可却没有直面大陆种族的勇气 边境之内 他们还能迂回拉扯 要是真的打下附属大陆 无疑是将他们摆在了明面势力上 更何况 他们不想本土种族的势力扩大 对方同样也想着 要如何将他们消灭 夜幕降临 玉阳召集了自己的所有下属 开始制定这次的战争计划 麒麟赫然也位列其中 此时此刻 他也终于明白 自己为何这么受到对方的重视了 玉阳一直都忌惮玉鼠的发展 时刻预备着 两城之间 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战争 亡灵的恐怖 无需过多阐述 而他身为天使 对这些黑暗生物 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 他是要将麒麟 作为自己用来对付玉鼠的一个杀手锏 以至于这次的战争 其实和麒麟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场边境三城 与平凡大陆三族之间的碰撞 也正是 有了这次的变故 迫使边境的势力们走向了联合 成功将内部矛盾转化为了外部矛盾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眼下 边境势力主动帮助他 挡下了本土大陆的攻击 他也必须得做点什么 第75章 限制解除 麒麟城 领主大厅内 气氛紧张凝重 麒麟坐在守卫 眉头紧锁地思考着 化身刚刚送达的消息 他深知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 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来 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 作为一名杰出的人族领袖 麒麟深知 城市建设对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于是 他迅速调动其手下的人族兵种 投入到这场浩大的工程之中 无数工程师 农民和工人被耗费巨资召化而来 他们肩负着升级城池的重任 凭借着独特的天赋能力 推演 麒麟早已洞悉了 城池即将晋升的下一阶段 成立强大的王国 然而 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并非一世 尽管他现在已掌控整片大陆 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 目前来看 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是缺乏资源 而是时间紧迫 毕竟 要想成功建立一个王国 必须满足诸多条件和要求 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 便是至少统侠十座城池 不过相对来说 这也并非无法达成的任务 只要能够协助那些效忠于自己的盟主们 顺利建成各自的城池 便可轻松跨越这道门槛 另一方面 他更为关切的是 边境的那些势力 究竟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抵挡住来自平凡大陆的三族联军 而且 这些边境势力 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 企图燃指这片土地呢 还是实力太过弱小了 他叹了口气 终究还是因为自身实力太弱呀 他不禁叹息道 这场战争将会带来巨额的能源值收益 他绝对不能错失这个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良机 只是不知道 以自己目前的状况 能否扛得住 三天后 位于平凡争霸大陆边陲的那片黑色帷幕 终于彻底消散无踪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苍凉破败 灰蒙蒙的景象 毫无生气可言 而那里 便是边境所在之地 此处一如往昔 并无任何一样 麒麟即为发现边境的势力踪迹 意味见大陆方面的军队身影 然而他心里清楚 在那灰败的边境区域内 双方已然展开了行动 随着化身斩杀的第一名敌人 吸收其能源值开始 他的等级封印再次解除 一股暖流瞬间涌变全身 紧接着就是一股极度的舒适 他知道 自己的等级突破了 这对眼下的战争很有帮助 姓名 麒麟 种族 不死族 等级 尊王 领地等级 暂无领地 技能 亡灵召唤术 暗黑魔法 此处一如往昔 并无任何一样 麒麟即为发现边境的势力踪迹 意味见大陆方面的军队身影 然而他心里清楚 在那灰败的边境区域内 双方已然展开了行动 他暗自下定决心 如果敌我双方中的任意一方露出败己 他都会果断出击 无论成功与否 当前这场争夺大陆霸权的战争 对他而言都如同困兽之斗一般 他必须想办法 让自己的影响力突破这片牢笼 此时此刻 整个大陆上 至少盘踞着上百万的亡灵大军 但这些军队大多实力雷弱 等级低微 因此 面对如此局势 麒麟并无十足把握 毕竟敌对双方都有顶尖强者压阵 相比之下 自己手头可用的 无非就是无穷无尽的廉价炮灰罢了 边境那边的战局 就交由你来掌控了 麒麟转头望向亡灵化身 对方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 精灵化身也肩负着属于他的使命 两具化身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军队 迅速展开了行动 他们借助联盟强大的传送技术 眨眼间便抵达了争霸大陆的边陲之地 此时此刻 中端屏幕中的画面陷入了沉思之中 如今 这个世界聊天系统并未与其他大陆的 世界聊天合并 因此 在这个平台上 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控一切 换句话说 现在的世界聊天 已然成为了它统治下的一个内部交流频道 它就是这里的王 不仅如此 这些领主们 无法与其他大陆取得联系 有些人甚至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 误以为这片大陆便是整个世界的全部 面对这样的局面 麒麟并未做出任何解释 毕竟 它并不担心会再度涌现出内奸之类的人物 通过天使化身传递而来的大陆历史知识 它深刻地认识到 这些土生土长的种族 对任何外来异族都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 毕竟 从漫长的历史长河来看 它们曾多次濒临被异族剿灭的边缘 这种经历 使得领主和本土种族之间 几乎不可能产生合作关系 更重要的是 除了神圣争霸大陆之外 其他两块大陆都已牢牢掌控在它手中 因此 它根本无需担忧这个问题 就在下一瞬间 麒麟似乎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决定 它毫不犹豫地 一次性取出了所有积攒下来的全部种族本源 只见五彩斑斓 晶莹剔透的本源水晶 如同一颗颗璀璨夺目的宝石般 出现在它的手掌之中 就在它念头转动之间 眨眼间 整个宽敞的大厅里 便突然浮现出数十个分身来 只见每个分身手中 皆紧握着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 并同时开启了融合进程 刹那间 一股股雄魂磅礴的能量 如火山喷发般喷涌而出 自威娥耸耸的麒麟城中腾空而起 静止冲向云霄 这一刻 不论是城内的普通居民 还是地位尊崇的领主们 全都不约而同地 把视线投向了领主大厅所在之处 他们心里清楚 这些强大无匹的能量 源自于那位深不可测的领主大人 所施展的绝世神通 然而 像这般一次性涌现 如此众多璀璨夺目的光柱景象 却是他们 生平头一回目睹 短暂耀眼的光芒稍纵即逝 转瞬间 原本空旷的大厅内部 已然多出了一大批形态各异的身影 有羽翼丰满的鸟人 身材矮小 却精明能干的地精 身躯庞大 且力大无穷的树人 以及记忆精湛的矮人等等 毫无疑问 他们统统是来自平凡大陆的种族 相比起信任那些难以揣测的臣民 麒麟内心深处 更为信赖的 始终是自身实力 毕竟 只有让这些化身为自己的眼线 悄无声息地潜入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全面掌控所有局势变化 他才能真正放下心来 第76章 发兵 附属大陆 竟然已经是尊王级了呀 玉阳凝视着眼前的麒麟 眼中不禁流露出赞赏之情 他深知 麒麟早已抵达超凡级别的巅峰境界 突破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然而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 这一天近来得如此之快 此时此刻 时机恰到好处 你如今已具备成为灵妖的资格 玉阳平静地说道 听闻此言 麒麟微微一正 这段日子以来 通过对麒麟所处之地的深入了解 他已然明白了 玉阳为何要给属下编号 一切都取决于实力 既然玉阳表示 现在的自己 有资格成为灵妖 那么意味着原先的灵妖 即乃至亡灵 同样也是尊王级别的存在 甚至可以推断出 玉阳自身的实力 恐怕更在尊王级别之上 这些边境城市的主宰者们 其真正实力果真深不可测 这次由你守城 我会把城内的阵法和机关告知于你 切解 没有我的命令 战时随意出城者 格杀勿论 玉阳一脸严肃地看着麒麟 眼中透露出坚定和决绝 他深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性 必须确保城池的安全 麒麟默地点点头 表示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他知道这座城市 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也清楚 一旦城破 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当然 这么做也是为了进一步 获得玉阳的信任 接着 玉阳带领麒麟来到一处密室 这里隐藏着城市的核心机密 各种强大的阵法和精巧的机关 玉阳详细地向他介绍 每一个阵法的作用和启动方法 同时强调了机关的使用时机 和注意事项 麒麟全神贯注地聆听着 努力将这些信息铭记于心 当讲解结束后 麒麟忍不住问 城主 那你呢 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疑惑 毕竟原本的计划里 玉阳并不打算出城亲自率军战斗 而是由灵妖和其他人协同作战 玉阳深吸一口气 缓缓说道 这场战争无论胜败 都会激怒三足 玉鼠向来胆小怕事 这次却主动挑起战争 我不相信 他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那么简单 所以 我决定亲自出城调查真相 他的话语中 透露出对局势的担忧 和对敌人意图的怀疑 麒麟瞬间明白了玉阳的想法 他知道 这位城主不仅关心城市的安危 更在意背后可能隐藏的阴谋 麒麟挺直身子 向玉阳表示决心 城主放心 这里的一切就交给我了 玉阳微笑着拍了拍麒麟的肩膀 给予他鼓励和信任 你是天使 来到这里的种族我 从未见过天使 我也了解他们 所以 你的底子是干净的 相比其他人 我更信任你 当然 这不单是因为你自身所拥有的天赋 更多的 还是因为你所属的种族 他一脸严肃地开口说道 仿佛在讲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 原本对方如何抉择 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毕竟大家都是各自为战 然而 如今情况却有所不同了 由于他看在玉珠的面子上 才组建起了所谓的三城联盟 那么自然而然就要对那个家伙 多留一个心眼 边境虽然与大陆矛盾不断 可自从他们的势力分裂以后 几乎很少会向大陆 主动发起进攻了 虽然这次是因为附属大陆的关系 但也不可否认其他 交代完这一切 玉阳就带着 领着大军出发了 麒麟静静静地站在原地 目光紧盯着 那渐行渐远的身影 直至彻底消失于夜幕之中 他毫不犹豫地 遵照对方指示 迅速行动起来 伸手按下隐藏在城墙角落处的 神秘按钮 刹那间 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 整个庞大的城池 竟如幻影般 骤然从原本所在之地 蒸发得无影无踪 仿佛他从未存在过一般 只留下一片空荡荡的荒芜原野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麒麟微微错愕 但很快便如梦初醒般 喃喃自语道 竟然是这样 此刻 他终于明白 为何要耗费巨资 兴建这些看似毫无防备 无人驻守的附属小城了 原来 每一座城中 都蕴藏着一座神奇无比的传送法阵 可以在瞬间 将近乎半数城名 安全转送至其他遥远的附属城池内 这些附属城池 犹如星罗旗布般 散落在四块大陆的边陲地带 且每次传送后的落脚点 都是完全随机性的 即便是自家军队 也无从知晓 具体落点 究竟位于何方 更何况那些 被他们穷追不舍的本土种族呢 然而 世事难料 自从边境王者势力分崩离析之后 这些曾经统一的附属城池 也逐渐被各个御将所瓜分 但即便如此 属于豫阳统领的附属城池数量 也仍然多达15座 怪不得这些边境势力 能够在边境之中残存至今 也无法被大陆所完全消灭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应对方法 在遥远的彼岸 大陆的边陲之地 一片紧张肃穆的气氛弥漫着 三个族群的指挥官们 齐聚一堂 严阵以待 他们精心策划 摩拳擦掌 只为即将到来的跨越边境之战 一场对附属大陆的讨伐 全军出发 一声令下 如雷贯耳 瞬间传遍整个军队 刹那间 上百万雄狮 如同庞大的机械巨兽般启动 迈着整齐华裔的步伐 向着前方进发 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杀伐之气 仿佛能震慑天地 令人胆寒 他们整齐的前进 跨入了面前 这片荒芜挥败的地界 随着指令下达完毕 三位指挥官 分别回到各自的阵营之中 他们脚跨微风的坐骑 行走在大军的最前方 三军不断向前推进 他们之间的距离 也渐渐拉大 尽管表面上三族结盟 但对于附属大陆的划分问题 始终存在分歧 使得他们难以共同行动 他们制定出了 奋兵进攻的策略 每个族群都将独自攻击目标区域 而最终领土的归属 则完全取决于 各军的攻击速度和战果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 发挥各方实力 还能避免因内部分歧 导致的混乱与冲突 第77章 突袭 边境 一个灰败且残破的地界 被大陆上的种族 视为生命的禁区 阳光在这片土地上显得无力 无法驱散笼罩其上的阴霾 使得这片土地 常年处于阴暗之中 空气中弥漫着死寂和腐朽的气味 仿佛时间在这里都停止了流动 这里荒凉至极 没有任何资源 能够支撑生物的生长 而弥漫的污染 更是如同慢性毒药一般 侵蚀着周围的一切 即使是最顽强的生命 也难以在这片土地上存活 一直由数十万人组成的庞大军队 就这么行进在这片 悄无声息的大地之上 空气之中弥漫的腐朽气味 让他们的指挥官微微皱眉 加速前进 尽快离开边境 他向着身后的士兵们下令 这次的敌人对于他们来说 不过是轻而易举 便可击败的小角色而已 因此 指挥官并未打算在边境地区过多停留 以免耗费士兵们的体力 毕竟相比耗费体力 他更担心 自己会被这里的空气污染心肺 现在已经是大军 进入到边境地区的第三天了 即便这位指挥官 已经很多年未曾踏足这里 可周围熟悉的环境 勾勒出他脑海中的记忆时 他还是忍不住想到的曾经的情况 不知为何 他的内心一直都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也是他想要尽快离开这里的另一个原因 忽然 一阵狂风袭来 卷起漫天沙尘 军队不得不停止前进 士兵们纷纷用手遮住口鼻 周围本就灰暗的环境 这下因为烟雾的作用能见度变得极低 已经到了无法辨认方向的地步 指挥官眉头紧皱 立马下令 全军警戒 边境内不可能会有风 下一秒 一枚眉箭矢刺破烟尘 从四面八方袭来 仅仅是片刻时间 就已经有数名士兵 重箭倒在了地上 指挥官的眼神冷冽 他伸手抓住了一只 射向自己的骨剑 这只箭矢的质地 让他微微一愣 这是一只用骨头制成的箭矢 上面还残留着些许的黑暗能量 他当即就明白了过来 脸上浮现出愤怒之色 全军列阵 法师团就位 随着指挥官的命令下达 周围的大军们 立马行动了起来 他们手持塔顿 以极快的速度 向整个大军蔓延 推的盾牌城墙 这个由盾牌组成的城墙 如同铁壁一般 轻易就挡下了 所有袭来的箭矢 与此同时 人群中的法师团 也开始分散开来 他们身穿长袍 手拿法杖 口中念念有词 开始涌唱起咒语 随着咒语的涌唱 他们的身边 开始泛起阵阵的魔法波动 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正在汇聚 下一秒 整个大军各个方位 都爆发出了耀眼的白光 整个战场上 都弥漫着强烈的魔法波动 这些光芒与周围的烟尘所触碰 就像是废水遇到积雪一般 请客间就将它们全部驱散 军队周围的烟尘全部消失 指挥官也看清了周围的情况 此刻 四面八方都已经被一只只骷髅占领 他们手持弓箭 空洞的眼眶之中 燃烧着蓝色的火焰 这些亡灵 没有因被人族发现而退缩 他们如同没有感情的机器 继续执行着杀戮的命令 他们的箭矢 如雨点般落下 每一箭都带着死亡的气息 玉叔 你这是在找死 指挥官上前一步 对着周围的亡灵怒吼道 他知道对方就在这里 否则 没人可以调动这么多的亡灵 然而 他的怒吼并未得到回应 在骷髅大军之中 一道冷漠且沙哑的声音响起 沙 这个声音如同来自地狱的召唤 让所有的亡灵都为之振奋 他们再次发起了冲锋 此时此刻 周围的亡灵大军们 立马不要命地 向着被他们包围的人族大军 发起了冲锋 骷髅是死物 在这片灰败的世界 更适合他们战斗 无声的冲锋 只有骨骼摩擦所发出的 令人牙酸的声音 看着袭来的亡灵大军 指挥官并未放在眼里 他们既然敢联合进攻附属大陆 当然早就做好了 会被边境势力进攻的准备 跳梁小丑 他冷笑一声 随后高举手中的武器 立马开始指挥大军迎敌 全军听令 服下圣光粉 发动共鸣 听到指挥官的命令 所有的士兵立马从怀里 取出一包金色的粉末 吞入口中 身为平凡大陆的 三大统治种族之一 人族发展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没有应对 黑暗种族的方法 圣光粉 便是他们的杰作之一 服下此物 他们的灵魂将得到净化 具体效果为 被亡灵杀死之后 无法转化成新的亡灵 不会被恶魔蛊惑 不会被魔器侵染等等 当然 副作用也有 那就是 持续时间短 会消耗士兵的寿命等 这也是人族士兵 在战时才能得到的一种药剂 随着圣光粉药剂的服下 所有的士兵眼中 都闪过了一丝金光 他们此刻的感官无比的清明 大脑也不会再受到 任何情绪的左右 一些士兵当即低下身子 从死去的士兵尸体身上 摸出药剂 撒在了他们身上 巨大的塔盾宛如墙壁 士兵们挡住了亡灵的冲锋 军阵之中的其他士兵 也是立马开始了反击 一道道沾染金色光芒的武器 从中刺出 无数的箭矢与魔法 也跟随着倾斜而下 仅仅是几个呼吸之间 周围的亡灵们 就已经伤亡惨重 他们不过是一群 低等级亡灵而已 而人族这边呢 他们可全是精锐部队 每一名士兵的等级 都在三级以上 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战争 这场没有悬念的战争 很快就结束了 除了一开始 在对方的偷袭之下 战死的几十名人族士兵以外 后续的他们几乎是灵阵亡 反观亡灵这边 对方已经全部化作了一地碎骨 周围再次恢复了一片死寂 这些骷髅的数量多达几万 看似很多 可在数十万的人族军队面前 就显得有些渺小了 继续前进 指挥官下令道 他知道对方这次只是阳攻 为的是消耗他们的圣光粉药剂 前方或许还有大军正等待着他们 可他对这一切并不在乎 他们的目的是 附属大陆 怎么可能因为边境的骚扰 就放弃目标 没错 这在他看来 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战争 最多就是一场骚扰而已 这里的边境 只有两座城池 就是两方加起来 都不一定能抗衡一族军队 更何况 他们是三族联军 他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强势 也是为了震慑边境的这群老鼠 他们要做什么 人族管不着 但只要别来 找自己的麻烦就好 第78章 一人之力 与此同时 遭到袭击的 不只有人族军队 边境之内 御将们洞察着他们的一切 同一时间 矮人族与精灵族 也同时遭受到了 御珠与御羊的进攻 只不过 御羊与御鼠的做法 近乎相同 他们知道 几方不是两族军队的对手 只能选择进行游击 来牵制对方 同样的 两族军队 也没将他们放在眼里 他们一开始的目标 就很明确 那就是 直指附属大陆 至于这次 对方骚扰他们军队的行为 到时候 他们自然会找这些边境势力算账 与两者不同的是 另一边的精灵族战场 在这片灰败之地 污浊的力量 侵蚀着这些精灵纯洁的躯体 让他们的状态 都受到了一丝 微不可查的影响 而他们所面对的 也不是边境势力的试探性攻势 是一座城池的全力进攻 荒芜的平原之上 所有的精灵整齐地排列地在一起 他们手持武器 全神灌注 目光警惕地看向四周 此刻周围已经被阴霾笼罩 在这视线无法穿透的黑雾之中 仿佛有道道诡异 位于其中 发出低沉的嘶吼 精灵族的统帅面色凝重 三族之中 他们是与边境势力纠纷最少的一家 精灵们只了解 位于平凡大陆周围的这些边境势力 而对于其他御将 基本上处于一个一知半解的状态 情报中 这种诡异黑雾 似乎并不属于御羊和御蜀 他眉头紧皱 察觉到了一丝危险 若是碰上某些边境的城主 那他今天 恐怕就得跟随整个军队 葬送在这里 但凭借一成之力 就能够战胜他身后 这三十万的五族精灵大军的 所有的御将之中 不会超过三位 黑雾侵蚀 精灵族大军的活动范围 正在逐渐缩小 大军之中的光之精灵们 立马上前 集合发动光明之力 试图驱散这些黑雾 但却根本无动于衷 既然无法驱散 那就吸收 黑暗精灵接天上 他们试图鼓动体内的黑暗能量 将周围的黑雾吞噬 但在两种能量相互触碰的一瞬间 他们就像是被遏制住了喉咙 整个精灵的生命力 正在飞速流逝 片刻之间 一明明黑暗精灵 就化作了一具具干尸倒在了地上 无法驱散 更无法吸收 这下 就连身为指挥官的精灵脸上 都浮现出了一丝凝重 他上前一步 朝着面前的黑雾开口 我精灵族与阁下势力 向来无冤无仇 为何在此拦我 他动听的声音 穿过黑雾 就仿佛石沉大海 根本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你可知得罪我精灵族的后果 软得没用 指挥官立马向着对方威胁道 但依旧没有得到回应 眼看黑雾即将吞噬大军 他手持利剑 从麋鹿坐骑上跃起 骤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见到指挥官出手 大军之中的所有光之精灵 也是立马释放出了 体内的光明力量 与对方融合在一起 耀眼的金光 瞬间刺破了黑雾 照亮了前方的道路 指挥官也看清了 不远处一座小山之上 独自站立的人影 对方一身黑衣 洁白的面具 之上一尘不染 秀丽的黑色长发 从中洒落而下 精致曼妙的身材 冷漠射人心魄的眼神 这是一名女子 虽然看不清长相 但从这优美的曲线 也能判断出 是一个容颜倾城的美人 直到她看清对方面具 额头上的图案 瞬间大吃一惊 全身汗毛炸裂 那是一只黑色的野猪头图案 长长的獠牙 在面具上肆虐 玉珠 虽从未见过对方的真人 但她依旧明白 对方的恐怖 她怎么会在这里 她不应该是在平凡 与堕落边境吗 黑雾之中 除了玉珠以外空无一人 对方仅凭一己之力 就拦住了精灵族的 三十万大军 这次的袭击不是巧合 人族和矮人族军队 一定也在遭受着袭击 多名边境城主联手了 给你两个选择 跟我走 或者为了你们所谓的种族荣誉 试着和我战斗 玉珠冷漠地开口地说道 语气之中听不出一丝情绪 似乎是在诉说着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将军 对方只有一人 一名副将 上前为他们的指挥官提供建议 只是话还没说完 就瞬间化作了一滩血水 血液建设在周围的几只精灵脸上 他们的瞳孔 剧烈地收缩 一股巨大的恐惧 涌上心头 玉珠再等对方的指挥官 做出回复 任何一个人的多嘴 不会遭到他的抹杀 前辈 我等无意冒犯 在下城诺利玛撤兵 还请您高抬跪手 指挥官 立马向着 对方低头 同时这也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即便是强如玉珠 也不可能对抗到了整个精灵族 沉默 玉珠没有说话 依旧静静地站在那里 此刻的指挥官 脸上已经布满了冷汗 他咬紧牙根 低着头 似乎是在做着什么决定 跟对方走 等同于叛族 这是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同意的 可战斗 又没有一点胜算 怎么办 一个字 逃 他读几方 在全力逃跑的情况下 对方不可能 将他们所有人赶尽杀绝 只要有一个精灵 能够活着回去 带出消息 那等待他的就是精灵族 无穷无尽地报复 沙沙 就在这时 周围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他看向四周 此刻他的眼中 也只剩下绝望 一只只体型巨大 全身黑色 常有巨大獠牙的巨魔 出现在精灵大军的周围 已经将他们的退路 完全堵死 对方根本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还带来了边境 十二层的兵力 指挥官看了一眼 身后的士兵们 他们绝不会白白牺牲 杀 第79章 玉珠出手 随着指挥官 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 周围的精灵们 人之剑般冲向那些巨魔 虽然双方体型差异巨大 实力也有着云迷之别 但这并不能动摇 精灵们坚定的决心 只见森林精灵们 稳稳地立于原地 拉满弓弦 箭头闪烁着寒芒 刹那间 无数箭矢 如同密集的雨点般 倾洒而下 光之精灵全身 散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蕴含着 无尽光明力量的攻击 如同一颗颗璀璨流星 狠狠地砸向敌人 暗夜精灵低声吟唱着 神秘的咒语 黑暗魔法 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大网 而黑暗精灵 则一马当先 冲锋在前 然而 尽管精灵大军拼尽全力 但他们的攻击 对于这些皮操弱厚的黑暗 巨魔来说 简直就是隔靴搔痒 巨魔们 毫不费力地挥动着手中 巨大的武器 掀起一阵 狂暴的黑暗刚风 这股强大的力量 犹如汹涌澎湃的海啸 转瞬间便将眼前的一切 彻底吞没 巨大的兵器撕裂开重重黑雾 从天而降 以泰山压卵之势猛烈 轰击在地面上 引发了一场 惊天动地的爆炸 刹那间 大地崩裂 烟尘滚滚 数不清的精灵 在这恐怖的一击之下化为肉饼 整个战场顿时 陷入一片混乱 断枝残骸 四处飞舞 鲜血和碎肉 见得到处都是 空气中 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血腥味 和腐朽气息 让人闻之欲偶 就在这时 一道耀眼夺目的金光 如闪电般划破黑雾 撕裂黑暗 原来 这正是精灵大军中的 最强领袖 那位指挥官亲自出马了 只见他全身散发出 浓烈的光明之力 宛如一颗璀璨星辰 熠熠生辉 手中挥舞而下的利剑 更是锋利无比 似乎能够斩断 世间万物 面对汹涌 包围而来的树枝巨魔 他眼神冷酷犀利 毫无畏惧之色 突然间 他腿部猛然发力 身形瞬间腾空而起 如同一只矫健的猎豹 高高跃至半空 与此同时 数到灵力至极的 金色斩击划破长空 带着无间不摧的气势 轰然袭向四周的巨魔 刹那间 金光四剑 血雨腥风 那几只被攻击的巨魔 甚至来不及 发出一声惨叫 便以伸手一触 惨死当场 眼见指挥官如此勇猛 周围的精灵们 顿时士气大震 信心倍增 虽然他们自知 实力远逊于这些巨魔 但毕竟人数众多 正所谓以多摇死相 哪怕拼尽全力 也要跟这些可恶的敌人 周旋到底 面对成千上万只精灵 奋不顾身 誓死如归的自杀式冲锋 恐怕换成 任何一个其他种族 都会心生恐惧 萌生退役 然而 他们此刻所面对的 却是巨魔 而且还是 那些长期生活在边境地区 遭受邪恶力量侵蚀 而发生异变的巨魔 对于巨魔而言 敌人越是强大 他们就越发兴奋激动 眼见对方的指挥官 率先出手 这群巨魔 立刻将凶狠 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对方 全部都争先恐后地围攻上去 至于周围的这些精灵军队 他们太弱了 完全没有挑战性 这位精灵族的指挥官 出生光之精灵一族 虽然浓郁的光明之力 对这些黑暗生物 有着天然克制 但不要忘了 这里是边境 边境的污染源 比想象中的要更强 尤其是对于这些光明属性的种族来说 这也是为什么 边境之内鲜少见到 有光明种族的原因之一 一般种族 受到边境诡异力量的污染 要么是实力削弱 要么是完成变异变得更强 相反 对于光明种族来说 他们在这里 发挥出的实力 本就受限 若是被污染 那就是死路一条 根本不存在变异一说 边境之内的诡异能量 可不单单只有 黑暗能量那么简单 随着一只只巨魔庞大的身躯 轰然倒地 伸手一触 鲜血似箭 染红了整片土地 这位指挥官手中的 长剑闪烁着寒光 不断地收割着敌人的生命 然而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 他的体力逐渐消耗殆尽 斩杀敌人的速度 也不再像刚开始那样 勇猛迅速 尽管如此 面对这些实力 远逊于自己的低等生物 他仍然游刃有余 绝不会被这些 微不足道的蝼蚁 所拖累致死 而真正令他心生忌惮的 唯有那个静静地 助力在不远处 一动不动的玉珠 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不语的玉珠 突然有了动作 只见他伸出 那白皙纤细的玉手 缓缓地将扣合 在脸上的面具揭开 然后微微低下头 轻轻松松地 便取下了面具 面具之下 展露出一张 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 美得令人窒息 毫无瑕疵 简直与普通人类女子无异 只是 他的美丽太过惊心动魄 反而成为了 最诡异离奇之处 刹那间 他如同一抹鬼魅般 骤然跃起 身形快如闪电 诡异的黑雾 弥漫开来 遮挡住了他在空中的视线 紧接着 在所有精灵精恶的目光注视下 黑雾 中的那道 恶挪多姿的身影 突然急剧放大 只听一声巨响 哄 的一声 一个巨大无比的身影 犹如陨石一般 狠狠地砸落在地面之上 震得大地都为之颤抖起来 指挥官的心脏狂跳 他当然知道一名御将摘下面具 意味着什么 对方要动真格的了 这些面具都是特制的 可以压制边境之内的诡异污染 而摘掉面具 就意味着 对方将以变异的全新种族参与战斗 换句话说 没摘面具的御将 仍和他之前原本的种族 没有什么区别 可摘掉面具之后 那就是原本种族实力的强化版 从指挥官选择动手的那一刻起 对方就再也没有选择 给他留下任何谈判的余地 尽管他知道自己 不是御珠的对手 但这一刻 他之前选择保留的力量 还是义无反顾的权力杀向对方 金光闪耀 灵力的斩机一挥 而尚在这一刻刺破了黑雾 似是照亮了这片边境之地 但迎接他的 同样也是御珠权力的一拳 巨大的拳头 携带着诡异的冰霜之力 宛若冻结了周围的一切 指挥官在这一刻 感觉自身的血液都要凝滞 但他没有退缩 反而是咬紧牙关 权力硬上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两大强者的碰撞开始了 周围掀起的恐怖余波 摧毁着眼前的一切 周围的精灵们 全部都被波及掀飞出去 就连巨魔们 都被这股强大的气势 逼退了数米 这一刻 所有的生物都停下了战斗 面色骇然地看向了场地 两位同龄者的交战中心 第八十章 逃离边境 在远离精灵族 和巨魔激烈交战现场 好几公里外的地方 有个看上去非常虚弱的身影 正艰难地从边境内显露出来 他手里紧握着一把 已断裂成两段的武器 浑身上下都沾满了 漆黑如墨般的鲜血 整个人的气息微弱的 仿佛风中的残烛一般 随时都会熄灭 尽管如此 他还是咬紧牙关 努力支撑着重伤的躯体 试图继续前行 但仅仅迈出几步后 便因体力不支 而狠狠跌倒在地 不行 不能留在这里 一定要尽快逃离边境才行 不然 一旦被那些邪恶力量侵蚀感染 同样只有死路一条 他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 并凭借顽强的意志力 再度挣扎起身 拖着亮枪不稳的步伐 朝着前方缓慢挪动 那可是整整三十万精锐大军啊 却在还未抵达附属大陆之前 就在这片边境之地 永远消失殆尽 想到此处 他不禁紧咬银牙 怒目原睁 暗自立下誓言 无论如何 也要替那死去的三十万英勇将士 讨回公道 难道你们当真觉得 边境之地 是任人随意出入的吗 正当他全神贯注思考之际 忽然间 一阵充满戏血异味的笑声 从其背后传来 他惊恶回头 只见一名身着黑袍的神秘人物 正从弥漫的黑雾中 徐徐现身 你是谁 女指挥官瞬间提高警觉 手握半截残剑 死死盯着眼前之人 同时也迅速进入战备状态 堂堂传奇强者 不知道现在又能发挥出几成实力 黑影笑着 下一秒直接化作了一道阴影 顺移到了指挥官的面前 手中的黑色匕首 更是直刺对方的胸膛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利剑击射而出 瞬间刺穿了对方的胸膛 匕首掉落在地 黑影一脸的不可思议 是谁 身旁的指挥官 也是立马抓住机会 用手中的断剑 刺入对方的身体 引足他大口喘着粗气 看向剑士袭来的方向 只见一只金发优雅的女精灵 手持弓箭走了出来 你还好吧 他一脸关切地问道 没事 多谢阁下出手相助 指挥官虽是虽是这样说着 但却依旧没有放松警惕 他是这次精灵族的总指挥 而侥幸逃脱的他 却是被另外一只精灵所救 对方没有身穿军队的盔甲 相反 他的衣着反而有些破烂 毫无疑问 对方同样来自边境 边境势力之间相互争斗厮杀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这里虽然有着各种各样 强大的势力盘踞其中 但并不能说明 所有的生灵 都会心甘情愿地为那些所谓的御匠们 卖命效劳 实际上 与那些趾高气扬 不可一世的御匠相比较而言 更多的 则是在这片土地上 艰难求生 苟延残喘的流民生物 你似乎受伤颇重啊 想必就是此次 胆敢闯入边境地区的那群精灵吧 需不需要我送你一程安全离开此地呢 对面之人轻声说道 感激不尽 有劳了 身负重伤 且毫无还手之力的女指挥官 并未矫情推脱 毕竟以她目前这种 糟糕至极的身体状况 如果再遭遇其他敌人袭击的话 那恐怕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于是乎 二人 一同并肩穿梭于滚滚翻腾的黑雾之间 并朝着那座平凡大陆的边缘地带 奋力前行 只可惜 由于指挥官伤势过重 导致行动不便 所以 他们前进的步伐 异常缓慢 而对于这位拯救了自己性命的大恩人 无论是出于对其本人的好奇 亦或是想借此机会 多了解一些 关于边境之地的情况也罢 女指挥官总是会抓住一切时机 主动与其攀谈交流 通过一番深入沟通之后 方才知晓 原来此人打从一出生 便一直流落在这片荒无凄凉的边境区域内 至于他所居住生活的地方 则聚集这一群 因犯下重罪 而遭到流放至此的精灵罪犯 可他却是无辜的 这让这位指挥官 不禁生出爱才之心 流放的精灵太多 他们在这里培育出生命之术 指挥官发出了自己的邀请 边境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说着 他的眼中还闪过一丝悲痛和厌恶 这对方竟然犹豫了 可他们说 我是有罪之人 不 你没罪 你不仅没罪 还救了我的命 是大功臣 有罪的是他们 指挥官反驳着 这一次是他们的情报有误 没想到 位于堕落边境的玉珠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不用想也知道 人族与矮人族的下场 不会比他们好上多少 可至少 自己能够将消息带出去 玉珠一动 边境势力意图染指附属大陆 偷袭平凡大陆三族联军 他们这是在找死 此行过后 势必会迎来三大势力猛烈报复 边境 也是时候再次清扫一遍了 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对方问出了一个自己 一直好奇的问题 指挥官看向对方的眼睛 那双唇洁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对于外界的向往和蹊跡 这种眼神是不会有错的 他绝对没有到过平凡大陆 美好 和平 各种族之间虽有暗斗 但至少一切平静 说着 他想到了自己的处境 于是又补充了一句 除了边境里的这群罪犯 他们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挑起战争 哼 杀猪的屠夫 也好意思调侃 刽子手杀气重 他似乎忘了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侵略平凡 争霸大陆 我愿意和你走 对方一脸真诚地说着 文言的指挥官 也是露出一丝笑意 他或许还以为 自己只是个士兵吧 好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 对方也笑了 不过喜悦的笑容之中 还蕴含着一丝得逞的意味 他立马将消息传递给了本体 第81章 增援 而在另一边的矮人族战场 经过数次巧妙的迂回 到达预定地点后 玉阳终于率领自己的大军 来到了一处腐朽的山谷 并准备向矮人族军队发起总攻 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十分关键 它不仅是对方 想要到达附属大陆的必经之地 而且 山谷内复杂恶劣的环境 还能够极大的限制住 矮人骑兵们的机动性和战斗力 可以说 玉阳已经充分考虑 并利用了各种因素 为自己创造出了最大的战略优势 与玉珠领导的巨魔部队 以及玉鼠指挥的亡灵军团 有所不同 玉阳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兵种 然而 这并不影响他的军事 才能得到施展 在他的麾下 聚集了来自各个种族的精锐战士 他们分别由众多忠心耿耿的 心腹将领所率领 这支庞大的军队 融合了数十个不同种族的力量 虽然被其他人戏称为杂牌军 但实际上 在他的指挥下 军队之间配合默契 亦能发挥出强大的实力 山谷前方 数不清的各族士兵 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声 如潮水般涌向矮人们 与此同时 站在山顶处 负责指挥作战任务的领武 果断下令 让手下那群力大无穷的巨人 推下一块块巨大无比的石头 迅速封锁住了敌人的所有退路 此时此刻 被困在山谷中的 三十万矮人大军 陷入了绝境 前无进路 后无退路 摆在他们面前的 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背水一战 拼个你死我活 而身处大军之中的矮人统帅 他那张坚毅的脸庞上 并未流露出 丝毫预期中的惊恐之色 事实上 对于敌人再次射服 阻击一事 他早已有所预料 然而 这条路乃是通往目的地的必经之道 别无他选 经过短暂观察 矮人统帅一眼 便看穿了这只突然杀出的边境势力 正是御阳 与御鼠相比 眼前这帮家伙 显然稍训一筹 尽管对方拥兵七八万 但毕竟只是由各个种族拼凑 而成的杂牌军罢了 即使占据着地理优势 又能怎样呢 只见矮人统帅大手一挥 高声喊道 第十三 第十七小队留下 负责清除前方路障 其余众人 随本将军一同冲杀过去 话音未落 他已高高举起手中那柄 闪耀着寒光的战锤 随着一声令下 身后那群装备精良的矮人骑兵 如同离弦之剑般 急驰而出 他们胯下其这凶悍的野猪 借助其强大的冲击力 再加上自身娴熟的战斗技巧 和手中沉甸甸的战锤 爆发出令人惊叹的杀伤力 即便是那些身躯高达数倍 与矮人的庞然巨武 巨人 一旦被这世大力尘的一锤击中 也必然会命丧黄泉 此刻 一个个身其野猪的矮人骑士 宛如战神附体 英勇无畏地向前冲锋 他们气势如虹 锐不可当 所过之处 敌人纷纷倒下 毫无还手之力 一个个身其野猪的矮人 骑士勇猛无比 一往无前 他们在战场上横冲直撞 要砸烂眼前所有的一切 矮人族 整体实力相比 人族和精灵族稍稍略逊一筹 可毕竟也是顶尖种族 哪里是这些流放的各族罪犯 所组成的军队能比的 看着麾下的士兵 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 玉扬的内心并没有产生一丝波澜 因为自始至终 他都清楚 无论是自己还是玉鼠 都不可能是人族与矮人族的对手 这场战争 想要胜利 唯有依靠玉珠 而他所要做的 不过是拖住对方前进的脚步罢了 战锤闪耀 战场之中猛然发生着 惊天动地般的爆炸 仿佛整个世界都要被撕裂开来一般 山谷剧烈摇晃着 似乎随时都会崩塌 就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刻 大军中的一道身影 如鬼魅般骤然消失 其速度快如闪电 令人瞠目结舌 眨眼间 这道身影便直扑位于后方的玉扬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迎来的竟是矮人指挥官 倾尽全力挥出的一锤 这一击威力惊人 蕴含着无尽的破坏力 仿佛要将一切都砸碎 然而 面对如此凶猛的攻势 玉扬却毫无巨色 只见他单手 换出一道防护罩 另一只手 轻轻附上面具 然后缓缓将那张 象征着他身份的面具摘下 露出了一张 满是沧桑的脸颊 当面具脱离他脸庞的瞬间 一股神面强大的力量 从他体内喷涌而出 原本透明的防护罩 突然变得漆黑如墨 散发出一种 诡异至极的吞噬之力 仿佛要将眼前的敌人 彻底吞噬 矮人指挥官健壮 心中大惊失色 连忙与对方拉开距离 此时此刻 对方嘴角微微上扬 流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 他毫不犹豫地脱去身上 厚重的盔甲 展露出一身坚实健硕的肌肉 充满了力量感和威严 他用挑衅的目光 直视着玉扬 眼中闪烁着自信和不屑 这样才有意思 玉扬没有理会对方 手中光芒连闪 数颗黑色光球击事而出 直奔矮人指挥官而去 后者侧身躲避 同时挥动战锤 试图击碎这些光球 然而 当战锤与光球接触的瞬间 光球竟然直接融入了战锤之中 使得战锤变得沉重无比 矮人指挥官瞬间感觉 自己的身体变得僵硬 动作明显迟缓下来 是边境的那股污染之力 这种力量能够让人变强 但却需要用时间去适应 相反 他亦可以作为攻击手段 玉阳趁机栖身而上 双手连续挥动 一道道黑色气流 如同利刃般 斩向矮人指挥官 矮人指挥官 重锤砸击地面 恐怖的爆炸喷发 而出阻断了对方的下一步进攻 他连忙取出一包药剂 吞入口中 驱散了体内的污染之力 周围的士兵们 正在一个个倒下 矮人大军 占据了全面的优势 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成功突围 矮人指挥官胜券在握 若是在征伐附属大陆 路上顺手 解决一名玉疆 那也是大功一箭 两人身处乱军之中 隔空对峙 片刻 就在他们即将再次要向着 对方发动进攻时 大军后方 却是传来了一股震动 第82章 偷袭 击败矮人大军 两人几乎同时转头 目光落向战场后方 那里 黑雾翻滚涌动 其间闪烁着一道道 幽蓝色的火焰 玉扬心中一沉 他太熟悉这些火焰意味着什么 那分明就是亡灵 粗略估算一下 这些亡灵的数量 至少有数十万之多 他们究竟从何而来 难道说玉蜀 得到了玉珠的援助 已经击败了敌人吗 矮人指挥官 虽然无法透过黑雾 看清里面的情况 但却能感受到 对面阵营 传来的异样气息 他看到对方 将领脸上露出疑惑 与凝重交织的神情 不经心生疑虑 这些突然出现的军队 到底是敌室友 然而 当越来越多的骷髅 刺破黑雾 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答案便不言自明 这些骷髅二话不说 竟直朝矮人大军 扑杀过来 不好 施欲说 矮人指挥官 失声惊叫 立刻下令全军 收缩阵线 迅速靠拢 摆出防御阵势 面对如潮水般 涌来的亡灵大军 矮人们严阵以待 放眼望去 四周竟是密密麻麻的骷髅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他们早已将此地团团围住 让矮人们插翅难逃 见此情形 岳阳稍稍松了一口气 他深知此时 正是绝佳战机 绝不能给对方指挥官 任何逃脱的机会 于是 他毫不犹豫地率领部队 冲杀出去 只要自己能够成功 拖住敌人 再加上 强大的亡灵大军助力 这场战斗 己方必胜无疑 看到袭杀而来的岳阳 矮人指挥官 如何还不知道 对方的心思 但他没得选择 只能再次和对方站在一起 眼前指挥官无法脱身 副将们主动接替起了指挥重任 命令矮人们构建出一道防线 面对亡灵 他们的目的不是以击杀为主 因为亡灵是杀不完的 他们同样 也可以利用这里的地形 堵住前方的道路 最大限度地 减缓对方进攻的速度 只要这些巨石被清理干净 他们就可以离开这座山谷 一旦发挥出骑兵的优势 就能轻易地脱离这场战争泥潭 然而 他们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就连玉阳也不禁大吃一惊 只见那团黑雾翻滚不休 仿佛有无尽的邪恶力量 从中喷涌而出 突然间 那些原本步履蹒跚的骷髅们中间 杀出一群 骑着骷髅战马的亡灵生物 他们浑身燃烧着诡异的紫色火焰 周围弥漫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之力 亡灵骑士 玉阳清楚地记得玉鼠 根本不能召唤亡灵骑士 那这些家伙又是哪来的 在这一瞬间 他甚至想到了 对方有可能来自堕落大陆 面对如潮水般 汹涌而来的亡灵骑士 矮人们仓促建立起的防线 在转瞬间土崩瓦解 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 亡灵的数量不断增加 与矮人大军逐渐形成对峙之势 但他们涌出的速度 丝毫未见减缓 可恶啊 亡灵的数量 还在源源不绝地增多 矮人指挥官紧紧咬着牙关 额头上青筋爆起 如果不能迅速打破僵局 整个军队恐怕都会在此全军覆没 麒麟位于大军后方 视线穿过黑雾目光 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战场 矮人大军已经插翅难飞 现在整个战场 最关键的便是玉阳 与矮人指挥官之间的战斗 最好的结果 当然是两败俱伤 这样才有机会同时 吃掉双方所有人马 也许玉阳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并不是玉鼠派来的帮手 但他没得选择 眼下 他必须要依靠这些亡灵的力量 两人的战斗还在进行 矮人们已经抵挡不住亡灵的攻势 正在节节败退 随着两人的全力进攻 恐怖的余波再次扩散而出 两者的实力相当 二人双双退后 玉阳苍老的面容上脸色异常的凝重 虽然他很想杀掉对方 但眼下在有第三方势力的介入之下 对方并没有人主动上前 交代任何信息 他不得不保留实力 以防应对接下来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意外 而这也正和矮人指挥官之意 现在他只想着抓紧时间突围 哪里还有继续战斗下去的心思 二者默契十足地停下 手中动作不再打斗 前者冷静观察局势变化 以静止动 而后者则迅速重新掌握矮人大军的控制权 就在此时 只听吃一声响 一柄漆黑锋利的刀刃 猛然从背后刺穿了玉阳的胸膛 刹那间情况骤变 四周众人皆惊恶不已 玉阳满脸难以置信 缓缓转过头去 只见一名身着黑衣的年轻男子 正用一双冷漠无情 如寒冰般的眼眸死死盯着自己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那双眼眸 居然呈现金黄色的树桶 龙 玉阳声音发颤 结结巴巴地开口道 这里为何会出现龙族 紧接着 轰一声巨响传来 黑色利刃突然迸发出极其可怕炙热至极的高温 黄暴炸裂的能量喷涌而出 转瞬间便将玉阳的身躯撕成碎片 与此同时 黑衣身影也凭空消失不见 下一秒钟 黑雾弥漫之处 竟接二连三涌现出数只身形巨大无比的骷髅怪物 不仅如此 原本隐匿于混战军队中的一支支幽魂此刻 也毫无征兆地显出身形 并对除亡灵以外的所有人 展开了不分敌我全方位无差别攻击和诅咒 大军后方 麒麟的分身出现在亡灵化身的身边 搞定了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嗯 他点了点头 考虑到玉鼠或者玉珠的增援 随时都有可能感到 他们也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至于这位矮人指挥官 他是麒麟故意要放跑的目标 不然如何激化三大种族与边境势力之间的矛盾 将军 撤军吧 副将们看着一鸣鸣的矮人族战士 倒在血泊之中痛心无比 可对方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文言的矮人指挥官眉头紧皱 立马手持缰绳 控制着缰绳 向着山谷内部前进而去 对方能够杀掉玉阳 同样也能够杀掉自己 边境的一变 他必须要汇报上去 随着矮人指挥官 势大力臣的脱离一击 残存的巨石终于被他清理 全军撤离 他一声令下 残存数量不到一半的矮人大军们 立马升起野猪调转方向 开始向着山谷内部全速撤离 而在这其中的一名矮人 嘴角却是流露出淡淡的笑意 第83章 新的身份 另一边 边境第八城 此时此刻 只有麒麟孤独地坚守着 这座空荡荡 失去生机与活力的城池 此次玉阳率军出征 几乎抽空了城中所有的精英力量 如今城里仅剩下一群 毫无战斗能力的流亡之名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此时有任何一股 来自边境以内的弱小势力 企图攻击此城 只要麒麟不亲自出手干预 并且这些敌人能够准确找到城池所在方位 那么他们轻而易举 便可攻陷这座防御空虚的城市 通常而言 当一名玉江战死沙场后 随之而来的 往往是其他玉江 对其领地和势力范围的蚕食精吞 这些幸存的玉江会竭尽全力 培养出新的玉江来掌控更多资源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大殿内突然涌起一团黑雾 伴随着黑雾闪烁 一个身形雷弱不堪的身影 骤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麒麟定睛观桥 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此人竟是 濒临死亡边缘的玉江 谁能料到 他有保命手段 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城主大人 您感觉如何 他故作惊讶状 急忙上前表达深切关怀 并向玉江发问 只见玉江无力地瘫倒在地 面色苍白如纸 满脸 净显疲态与憔悴 仿佛一阵清风 就能将他吹倒 他颤抖的手中 紧握着那张神秘的面具 原本就布满皱纹的面庞 此刻更是不见一丝血色 看上去如同风中摇曳的残烛 随时可能熄灭 战场出现了意外 其他人可能回不来了 他呼吸缓慢 仿佛说话 都在用着自己最后的力气 有第三方势力介入 是亡灵族与龙族 我怀疑是玉鼠和玉姬 玉姬 麒麟面色疑惑 但也明白了 对方所透露出的信息 看来这个玉姬的种族 应该就是一名巨龙 没想到边境之内 竟然还真的有龙族存在 她应该在黄金大陆边境 玉杨手臂微动 举起了那张白色面具 我不行了 也活够了 以后你就是新的玉杨 麒麟面色平淡 伸手接过了对方手里的面具 也就是在这一刻 玉杨突然抓住了她的手 别动 这座城已经不剩下什么了 这是我最后能给你的了 她一脸虚弱地说着 紧接着 麒麟便看到一个微小的魔法阵 自她的掌心浮现 虽然她不懂魔法 但也能感受到眼前的这个魔法 对自己并没有伤害 于是 她静静地等待起来 玉杨虚弱地念着咒语 伴随着银唱声 一个微弱的魔法阵 在她的手心中逐渐显现 魔法阵也在她的手心 缓缓勾勒完整 随着彻底融入麒麟的体内 她才明白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这些信息 包括对城池的控制方法 当前局势的分析 以及各种重要情报 原来 玉杨深知麒麟对于这一切一无所知 便通过这种神奇的魔法手段 将自己所知晓的所有关键信息 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她 此刻的麒麟有些震惊 正在努力地消化着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 对于目前一无所知的她 至关重要 至于对方为何会这样做 或许是出于对麒麟的信任 当然 她现在也没得选 交给麒麟 总比被其他玉将吞并要好得多 然而 就在这时 一旁的玉杨的身体 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她的身躯 渐渐变得透明 最终化为无数微小的光点 消散在空气之中 房间内依然弥漫着淡淡的魔法气息 似乎在诉说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原来 这只不过是对方在临死之前 强行续下的一口气罢了 不过麒麟并没有任何的惋惜 因为无论是边境还是大陆 自始至终都是她的敌人 两方若不是在此刻发起战争 那现在死的一定是自己 正好 借着这个身份 她能完美地 融入到边境势力之中 麒麟走出大殿 手中瞬间出现了一把金色的圣剑 她眼神平淡地目视前方 看着城内残破腐败的情况 正好 我也可以不用再隐藏实力了 她深吸一口气 然后用力地将手中那把 散发着璀璨金色光芒的圣剑 向上抛出 只见圣剑如同一道流星般划过天际 直直地坠落到了城池中央的地面上 刹那间 一团极其耀眼夺目的金色光芒 猛然爆发开来 如同一颗太阳骤然升起 这道光芒如此强烈 以至于周围弥漫的浓浓黑雾 在瞬间就被彻底融化消散 紧接着 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巨大天使雕像 开始缓缓 从城池中央浮现出来 这座天使雕像 通体洁白如玉 背后伸展着六对华丽而庄严的羽翼 双手环抱在胸前 散发出一种无法言喻的神圣气息 以它为核心 扩散蔓延 形成了一个直径数百米的圆形池塘 这个金色池塘中的能量神圣无比 仿佛能够净化一切 此时此刻 原本笼罩整座城池的无尽黑雾 已经全部被驱散殆尽 城外似乎有一层看不见的金色护盾 悄然升起 牢牢地挡住了所有污秽之物的入侵 就在这时 无数的天使从中央的金色池塘中 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拍打着翅膀 飞向了高远的天空 虽然这些天使来到此地后 其实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影响 但它们 毕竟属于最为顶尖的神圣种族 即使身处边境之地 面对那些被邪恶力量 侵蚀污染的黑暗种族时 依然显得游刃有余 毫不畏惧 毕竟 可不是每个狱将的兵种 都是顶尖种族的 净化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几十只天使 麒麟轻声说到 他的声音凭劲坚定 透露出一种无可动摇的信念 随后这些天使 瞬间向着 这座城池的四面八方飞去 消灭着这些被污染的 且没有一丝战斗力的流民 这座城池 麒麟只允许有天使的存在 至于其他的什么 对自己根本不重要 他也无需像玉阳一样 收服那些有天赋的罪犯 第84章 剑城备战 平凡争霸大陆 麒麟城 此刻的麒麟 孤身一人站在领主大厅内 看着终端上面 谈出来的提示 恭喜您击杀传奇及人族 解锁人族专属兵种 魔法师 没想到 居然还有意外收获 麒麟面露喜色地 喃喃自语道 他毫不犹豫地 立即花费大量金币 召唤出了一批 神秘而强大的魔法师 这些魔法师 身着一袭黑色长袍 手持一根古老的枯木法杖 浑身散发出一种 神秘莫测的气息 然而 他们所掌握的魔法力量 却是根据自身的等级来决定的 由于魔法师们 主要依赖于自身独特的天赋 并通过后天的不断学习和修炼 才得以变得更加强大 因此 在缺乏魔法书籍的情况下 这些兵种的实际表现 相对较为有限 尽管如此 这些魔法师 仍然掌握着各个系别的一些 基础魔法技能 比如火球术 水流弹等 虽然其攻击力稍显不足 但在功能方面 却堪称一流 可是问题在于 麒麟手中并没有魔法书 那么这些拥有巨大潜力的魔法师 岂不是要被白白浪费掉吗 要想潜入人族 去获取珍贵的魔法书 绝非易事 而且 这也并非能在短期内 轻松达成的目标 此外 兵种毕竟不同于自己的分身 如果把他们 当作间谍派往人族 谁又能确保 他们日后不会背叛自己呢 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 麒麟不禁开始焦虑起来 他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踱步 苦苦思索着解决方案 有点麻烦啊 魔法师之所以能成为魔法师 最重要的原因 便是其拥有的独特元素亲和力 可以说 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才能 而麒麟耗费大量金币 召化而来的这群魔法师 无疑都具备这种可贵的天赋 既然如此 何不让他们自行探索钻研魔法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 麒麟立刻付诸行动 没过多久 一个全新的组织 魔法师协会 就在麒麟城中 悄然诞生了 这是除了猎魔人公会之后 又一个新兴的人族势力 这个协会 不仅有专属的总部 而且位置相当显眼 就在麒麟城的正中央 与领主大厅和联盟大厅 仅相隔一条街道而已 如今 这座城市里不仅仅有工人 农民等普通兵种 还有领主和联盟成员 此外 随着时间推移 整座城市的人口数量 正在快速增加 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物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皆出自那些工程师之手 此时此刻 这里已不再 仅仅是一个联盟那么简单 更像一座货真价实的 完全不属于 本土大陆人族的繁华都市 除此之外 整个平凡争霸大陆上 在麒麟这位统治者的资助下 也已经陆续建立了 起了几座新兴城池 例如第二座人族城池 风暴城 第一座精灵族城池 德鲁伊城 第一座矮人族城池 阿曼城等等 麒麟一开始的目的 就和这些灵主讲述得很清楚 它要建造的是一座座城池 而不是以联盟为中心的战争堡垒 当然 这在中端的定义之中 也是被称作城池的 然而 这些目标城市 被麒麟巧妙地安置在边境地带 仿佛一颗颗 严阵以待的棋子 时刻准备着迎接 即将降临的战火纷飞 因为 如今他深知 要想称霸这块大陆 就必须实现 本土大陆的大一统 而这无疑预示着一场 惊心动魄的大战 不可避免 好消息 是对方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现在有边境转移了矛盾 正是麒麟 暗中发育的绝佳机会 这些所谓的战争城池 实际上几乎是空无一物 仅仅是由联盟 召集全体成员 匆匆筑起一道城墙而已 宛如一个空心的去窍 当然 边境堡垒 这么重要的位置 麒麟当然不会 允许一些不信任的人 担任此位 所以他的选择 是用自己的分身 来进行驻扎 只有自己亲自守城 才能让自己放心 此外 这些计划中的战争城池 还具备另一项重要职能 接纳各路领主 麒下的兵种 并将其汇聚于一处 作为未来战争爆发时的 后备军援 这样一来 一旦战事起 便可迅速调遣 充足的兵力 投入战场 不过这一切都是最后 被逼无奈的选择罢了 他目前 有着更好的想法 就看化身们 有没有机会成功了 一旦成功 挑起三大种族间隙 再加上 边境势力的矛盾 众多势力 相互牵制之下 那自己所在的 附属大陆 就会成为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 无论哪一方想要踏足 都会成为其他几方 集中针对的目标 传奇 麒麟站在领主大厅 看着远方喃喃自语着 他目前的等级 已经到达尊王 在发动几场大型战争 他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到达出传奇级 而那 不过是三族指挥官 两位御将的水平而已 这一次 对方知道了御珠的存在 下一次恐怕 就会派遣出圣域强者了 圣域强者 自己又拿什么党 突然 此刻的麒麟收到了 天使化身传来的消息 嘴角流露出了一丝 淡淡的笑意 他立马将消息传递给了 其他几具潜入 平凡大陆的化身们 只要他们将这个消息 透露出去 麒麟相信 三大种族一定会放弃 针对附属大陆的行动 转而全面针对边境势力 甚至有可能还会说 将这些消息传递 给其他大陆的统治种族 联合他们一起 再次向边境发动 一起全面进攻 因为 在这些本土种族看来 附属大陆 只是一块蛋糕 什么时候拿都可以 而边境 眼下已经再次形成了威胁 威胁 哪怕是有一丝可能 也需要 将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边境王虽然已经死去了几百年 但他带给四座大陆的恐惧 却是始终未曾减少 九族平日里 是各自为战 在路上互相博弈 争夺着自己的资源 可一旦面对边境 他们便会出奇的一致 联合在一起共同消灭 这些被污染的罪犯 在他们眼里 这些罪犯 事情开始变得有趣起来了 第85章 玉龙帅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边境之地 第八座城池 孤零零地处立着 这座附属城池 位于边境深处 毗邻堕落大陆 常年受到战火的洗礼 城墙高耸 戒备森严 而此时此刻 守城的麒麟 正紧张地注视着前方 突然间 一阵黑雾滚滚而来 仿佛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正在靠近 在黑雾之中 一个身影 渐渐浮现出来 这个人身穿黑色长袍 不乏轻盈而优雅 眼神冷漠如冰 透露出一种 让人不敢直视的威严 当麒麟看清来人的面容时 心中骇然 是玉珠 虽然她对这位玉珠 早有耳闻 但却从未亲眼见过 玉珠的出现 让麒麟感到十分意外 她来这里做什么 只见玉珠从黑雾中 缓缓走出 她的身上 散发着一种 独特的气息 让人不寒而栗 她的目光 轻轻扫过眼前的 这座城池 仅仅只是一瞬间 便洞察到了这座 附属城池的异样之处 然而 她并没有过多 关注这些细节 对于其他玉江的 所作所为 她也毫无兴趣干涉 玉珠此次前来 只有一个目的 亲自向这些玉江 传达一件 至关重要的事情 站在城墙上的麒麟 虽然并不认识玉珠 但她那张 争宁恐怖的獠牙面具 却是格外引人注目 麒麟万万没有料到 这位传闻中的强者 竟然会是一个女子 玉珠大人 麒麟快步走到城下 对着玉珠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我你本事同级 不必多礼 玉珠冷冷地回应道 她的声音如同寒冰一般 没有丝毫感情波动 玉阳是怎么死的 玉阳大人曾言 是被一名龙族强者 偷袭而死 临死之际 返回了第八城 将面具交给了在下 属下曾是玉阳大人 麒下的灵味 嗯 听闻麒麟的回答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既然她认定 你为新的玉阳 那你就是这第八城的主人了 是 麒麟点头 双方虽然是同级 但谁不遵从强者 玉珠的实力强大 她也必须要表现得 稍微卑微一点 毕竟说到底 她可能是目前 最弱的一名玉疆了 抓紧提升实力 我这次来是通知你的 龙帅醒了 不日之后 会召集你们 前往边境王城 玉珠的言语 依旧平淡 可这则消息 在麒麟听来内心 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玉蓉醒了 这代表着边境 分裂数十年的局面 将要再次迎来统一 统一的边境势力 是完全 足以匹敌 四座大陆上的任何一族的 被称为第十族 也毫不为过 若是在边境王活着的那个时期 边境势力 几乎是站在九族的顶点 在下明白 麒麟郑重地点了点头 把你们的小心思都收一收 到时候 有的是你们发挥的机会 玉珠说完 转身就走 是 麒麟再次点头 看着对方的背影 消失在了黑雾之中 他这才转身回到城中 正如玉珠所言 他确实是在计划着 要向玉鼠发动进攻 好让化身取而代之 但现在玉蓉醒了 他势必要整合所有的玉疆 眼下已经没有机会了 当年 在边境王战死以后 也正是玉蓉率领全体 玉将与四座大陆 展开殊死搏斗 他没有自封成为新的边境王 而是依旧担任着当初的称呼 玉蓉帅 那时的他们 并没有想着替自己赎罪 仅仅是出于对边境王的忠诚 和感激之情 决心要为其复仇血恨 而边境王的初衷呢 不过也是想要 整合边境内的势力 向四座大陆的九族证明 即使身处 这片平级荒芜之地 也依然能够建立起 井然有序的社会 除此之外 这位传奇般的强者 心中还怀揣着另一个目标 探寻当年事件背后的真相 因为 他本就是 被推出的替罪羊 是被那个隐藏在九族之中的真凶冤枉的 但是 这一切对于九族来说 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在他们眼中 边境王手握重兵 企图带领那些罪恶滔天的罪犯 重回大陆 这些人早已堕落腐化 成为肮脏不堪 令人生厌的存在 绝对容不得他们 踏足大陆半步 于是 他们发动了对边境的全面战争 边境王被迫开始了反击 甚至边境王这个头衔 都不是源自边境内部玉江们的尊称 而是由九族强加给他的恶名 这一刻 他终于觉醒了 明白了九族的丑恶嘴脸 但即便如此 面对九族的联合 各路强者的围杀 他尽力了 之后就到了玉龙统领的第二时期 他最后的结果 是被重创 陷入了自我封印之中 甚至到底能不能活过来 都没人知道 这一次 数名玉将战死 第一代之中 也只剩下的龙 虎 诸三人 当然 他们三个也是现在最强的 玉虎闭关寻求突破 在边境之内杳无音讯 玉珠要与大陆势力周旋 之后来到了第三时期 剩下的这些玉江们 不知道经历过了多少次的换代 他们只明白自己的这个身份 是实力与地位的象征 各个玉将心怀鬼胎 开始了明争暗斗 边境势力 也是自此开始土崩瓦解的 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了近乎两百年 而麒麟自己 已经是第四代玉阳了 身为第三代的玉阳 明明是一个寿命最短的人族 却是各个玉将之中活得最久的 当初他追随第二代玉阳时 就深深明白 边境势力早晚会迎来统一 即便是玉龙死了 也还有玉虎和玉珠 他们三个可是同生共死的同伴 是边境王的心腹 怎么会眼睁睁地 看着边境势力土崩瓦解 所以 玉阳知道的信息 要比一般其他玉将更多一点 同时身为人族 他也有着足够的智慧 懂得审时多事 而距离第八城不远的 第一城玉鼠就不同了 他已经是整整第七代了 哪里还有什么敬畏之心 这则消息非常重要 麒麟当即将玉龙苏醒的消息 传递给了本体 这下 频繁争霸大陆 应该说是所有的附属大陆 都应该可以安定一些了 第八十六章 边境王城 三日之后 麒麟也收到了玉龙所传递出的消息 据传闻 那些玉江所戴的神秘面具 正是出自玉龙之手 这些面具 不仅能够压制住边境的可怕污染 还具备一项特殊的能力 让玉龙得以借此传递一些基本信息 边境王城地处四块大陆交汇处的正中央 其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 异常显赫 然而 如此嚣张跋扈之地 九族却也束手无策 原因无它 此地的污染能量已然极度浓稠 甚至演化成一道坚不可摧的节节 若想从此地穿越之内部 已是绝无可能之事 唯有自两块大陆交界之处的边陲地带 方可觅得入口 麒麟紧紧握着手中的面具 不乏坚定地迈向第八城的核心区域 在那里 有一间隐蔽至极的密室 整个房间都被一团漆黑深邃的魔法阵所笼罩 而在阵眼处 则设有一个专门用来放置面具的凹槽 只要将面具嵌入其中并激活法阵 便能瞬间抵达边境王城周边的十二座附属城池 且每座附属城池均归属于一名御将管辖 放好基石 麒麟毫不犹豫地启动了阵法 整个魔法阵 在他放入面具的那一刻瞬间亮起 屋内瞬间被浓密如墨的黑雾所笼罩 这些黑雾与边境之地 那令人窒息的污染截然不同 它们仿佛是某位绝世强者 强大力量的具象化体现 尽管麒麟对这种气息感到似曾相识 但受到此地严重污染的干扰 他一时竟难以确切地辨认出 这究竟是何物 黑雾以惊人的速度填满了整个房间 紧接着 一阵强烈的超乎想象的空间波动 骤然袭来 眨眼间 麒麟便发觉 自己手中紧握着面具 身处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当中 这同样是一间密室 其布局虽与之前相差无几 但显然已非原地 麒麟迅速戴上面具 脉步走出门外 展现在眼前的城市景象 让他不禁为之惊叹 这里的建筑格局 与寻常所见的附属城池迥异 甚至可与他所属的第八城乡媲美 整座城池气势辉弘 且庄重肃穆 城墙高耸入云 历经无数战火洗礼 却依然坚如磐石 傲然挺立不抖 而脚下那堆积如山的厚厚尘土 则默默诉说着 此处早已荒芜人烟许久 在城中央 一尊巍峨壮观的山羊巨像 微然耸立 它不仅是这座神秘之城的标志性建筑 更代表着这片土地曾经的统治者 只是这座雕像 麒麟仿佛自己正被一头来自深渊的恶魔所凝视 御将们的这些代号 到底又有什么用意呢 麒麟环顾四周 心中涌起一股悲凉之感 整座城内空荡荡的 没有一丝生气 仿佛时间已经在此停止许久 除了它自己 再也找不到任何活着的生灵 然而 麒麟并没有选择沿着街道出城 而是展开背后圣洁的羽翼 静止飞向天空 它深知这座城市的布局和秘密 所以决定以最快的方式离开此地 果然如它所料 在城外 还有另外十一座规模宏大的城池环绕着 每一座城池之间都相隔一定距离 但又彼此呼应 形成一种独特的阵法 站在高处 可以清晰地透过黑雾 望见不远处高耸入云的城墙 而在这十二座城池的中央 有一座最为壮观的巨城 微然处理 那座城气势磅礴 令人心生敬畏 漆黑的宫殿群 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 与灵力的城堡交织在一起 构成一幅神秘而庄严的画卷 整座巨城 散发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气息 仿佛它就是这片土地的主宰 就连周围翻滚的黑雾 似乎也不敢轻易冒犯 只能远远地围绕在它的四周 就像是麒麟的第八城 因为天使的缘故一样 眼下的边境王城 同样形成了一道绝对的纯净领域 头顶上方的黑雾愈发浓郁 其蕴含的能量汇聚成一团 犹如实质一般 这些能量逐渐凝结 最终形成一道看不见的黑色屏障 将这片边境之地紧紧封锁起来 无论是外界的人想要进入 还是里面的人企图逃脱 都会受到这道屏障的阻碍 有了这十二座坚固的城池作为护卫 这里简直就是一处天然的要塞 任何人想要攻破这样的防线 恐怕都是难如登天 毫不夸张地说 这里已然成为一片绝地 让人望而生畏 降落在城外 麒麟重新化作人形 穿过黑雾向着王城走去 非必要的情况下 他还不想暴露自己的种族 就是不知道 这副面具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哟 看样子玉阳那个老家伙死的 还真是时候 这时 麒麟身后传来一股轻蔑的笑声 这种语气 他似乎看到了巨龙化身的影子 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戴着红色面具的人影 正双手插都缓缓走来 他身材魁梧 散发出的气息很强大 脸上面具的图案 是一只展翅而飞的雄鸡 透过面具 麒麟直视对方的双眼 那是一双树童 虽然没有散发出金色光芒 但他无比肯定 对方的种族就是龙族 他没有理会对方 转身继续向着王城走去 现在玉龙苏醒 所有的玉将都将成为队友 更何况 这里是在王城脚下 见到对方不理自己 玉姬也不再自讨没趣 而是心中冷笑一声 希望你从王城离开时 还能示意玉阳的身份 紧接着 他背后一对巨大的肉翅展开 向着王城静直飞去 进入王城 这里如同其他城池一般 虽然宏伟壮阔 但街道上的尘土 以及厚重腐朽的城门 也在说明着 这里已经荒废了许久 自从玉龙沉睡 这里就成为了禁地 不只是王城 就连周围的十二城 也在没有人踏足过 这里 已经荒废了数十年 至于那些别有用心的玉姜们 为什么不来这里 对身受重伤的玉龙 痛下杀手 从而取而代之 也是听闻玉虎守护在这里 王城内没有一只生灵 有的只有 一座座赤身裸体 双手环抱的黑色雕像 这些雕像活灵活现 恍若一鸣鸣活着的人族女子 难不成玉龙也是人族 第87章 边境议会 在城中心那座 最为高大雄伟的宫殿里 有一道笔质宽阔 通向上方的石阶 石阶上堆积着厚厚的尘土 但却清晰可见 一双双曾经踏过这里的脚印 这些脚印 见证了无数的辉煌时刻 此时 那扇巨大庄严的 黑色城堡大门 正毫无保留地敞开着 门内一片漆黑 宛如一头能将人 吞噬殆尽的凶猛巨兽 麒麟毫不畏惧地迈步 走进其中 然而就在 她跨过门槛的一刹那间 周围的空间 骤然发生变化 转瞬之间 她惊觉自己 已置身于一个 辽阔宽广的大厅之中 展现在眼前的 是一张硕大无比的圆形桌子 除了位于守卫的 一把华美的王座外 四周还环绕着总共 十二把精致的胶椅 桌面上摆放着 一盏盏古老的油灯 他们散发出来的 已经稀稀拉拉地 坐着几个人 其中包括 麒麟熟识的玉珠 以及刚才 才打过照面的玉姬等人 麒麟如今扮演的角色 乃是玉阳 她专属的位置 便是第八章交椅 于是 她静静地走向那里 在距离玉姬 紧隔一个座位的地方 轻轻坐下 环顾四周 她仔细地搜寻着玉龙的身影 但却一无所获 不仅如此 就连玉虎 似乎也不在这里 对于其他 大多数玉姜而言 他们也仅仅只是 听闻过这两个名字而已 有些人 甚至根本未曾亲眼见过 这两位传说中的人物 此时此刻 整个大殿内 弥漫着一种 令人窒息的沉默氛围 每个人都安静地 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默默等待着 彼此间 没有丝毫交流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不久之后 又有几位陌生的玉姜 相继抵达现场 这些玉姜 对她来说 完全是陌生面孔 其中包括玉牛 玉兔 这些玉姜无一例外地 都呈现出人类形态 除了佩戴着 各自标志性的面具外 他们与常人毫无二致 据麒麟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并不是所有种族 都具备转化为人形的能力 像龙族和恶魔族 这样特殊的族群暂且不论 如果说 在场的玉姜们 全都来自那些 拥有此种能力的种族 倒也说得通 她微微定神 问题应该是出在这张面具上 应该是她让这些家伙 拥有了可以转化为人形的能力 眼看着所有玉姜已经悉数到齐 唯独缺少了玉龙和玉虎二人 这使得场中的一些人心急如焚 他们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投向了玉珠 希望能从他那里 得到一些指示或者解释 然而 面对众人的注视 玉珠依然保持着坚默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虚语之间 万类聚集的大厅内 传来一阵沉闷压抑的脚步声 犹如战鼓泪动 震慑人心 众人闻声 皆如惊弓之鸟般 瞬间将视线汇聚于城堡 幽深之处 只见两道黑影 徐徐自黑暗中显现 一掀一厚 宛如鬼魅 当先一人 其面旁被一道蜿蜒曲折 气势磅礴的苍龙所覆盖 紧随其后者 则被一副面目争宁 凶神恶煞的猛虎面具 遮掩真容 众人皆目不转睛地凝视着 队伍最前列的玉龙 那位明镇四方的边境 最强之人 无人知晓如今 他的实力 究竟真至何等境界 亦无从度量 自身与其相差几何 他的双眸冷冽如冰 锐利四剑 恰似雄鹰 俯冲密实时的灵力目光 环顾扫射全场 众人在如此威压之下 不禁心生惶恐 与敬畏之情 恍若觉得他便是这方天地间 至高无上的主宰 伴随着他步步逼近 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气息 如潮水般 汹涌澎湃而来 他的嗓音低沉浑厚 充满雌性 字字诛击 铿锵有力 仿若九天惊雷 在虚空中轰然炸裂 阵龙发聩 这个世界必将 因无等而改天换地 诸位 欢迎立临 边境王城 然而 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是 这位威震天下的王者 并未端坐于首座的王座之上 反倒像其他玉江那样 安然落座于 那把专属于他的第五 把交椅 这次 所有人都到齐了 落座之后 他又扭头 看向周围所有人 似乎是在审查 他的目光 刻意在麒麟的位置 多停留了一秒 相距一个位置的 玉姬冷笑一声 实力这么弱 当然不配成玉江 而麒麟本人 却是从对方那深邃的 眼神之中猜到了什么 他应该是 看出了自己的种族 毕竟 如果面具都是 对方制造的话 那当然瞒不过他 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 恩怨也好 利益也罢 我都既往不救 现在 我希望诸位 能够团结一心 共同继续力量 随我一同反攻大陆 玉龙淡淡地开口 声音不大 语气之中 也没有任何的命令语气 但所有玉姜听了 没有一人 胆敢开口反驳 对方的苏醒 这些玉姜 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 如今 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缺席 自然是接受 玉龙的统帅的 见大家沉默不语 他再次开口 很好 我相信 大家也不愿意 生活在这片荒芜之地 随后 他缓缓道出了自己的计划 如今的边境势力 太过孱弱 想要在九族的眼皮子底下发育 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 几方变强不代表着对方 就会停滞不前 缺少了边境王的领导 整个边境势力 如今集合在一起的实力 在九族之中 也仅仅只是处于中下游 而贸然向着大陆开战 无疑会遭到对方的群起而攻之 边境将会迎来再一次的失败 玉龙说到这里 顿了一下 所有玉姜 也都猜到了他的想法 边境想要获得成功 就必须得依靠外部势力的帮助 可问题是 有哪个外部势力会帮助他们 又有哪个势力敢帮助他们 附属大陆 玉龙缓缓地吐出四个字 此言一出 瞬间让在场的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他们那么弱 能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恐怕在场最弱的玉扬的 出马杀的他们 溃不成据 说话反驳的是玉姬 他并不理解 玉龙这么做的原因 相据一个位置的 玉姬冷笑一声 实力这么弱 当然不配成玉江 第88章 任务 见到有人反驳自己 玉龙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云淡风轻地继续说道 我明白 大家对于附属大陆心存疑虑 但实际上 你们对他的了解 还远远不够 说吧 他转头看向玉姬 轻声问道 那么 玉姬 以你之见 要突破至传奇巅峰境界 需耗时几何呢 玉姬倒也磊落 并无丝毫隐瞒之意 如是达到 短则数载光阴 长则历经百事 岁月方能达成 他深知自身种族优势所在 身为龙族一员 即使无需刻苦修炼 单靠纯正血脉传承 待其成长 只完全成熟阶段时 便可轻松迈入传奇之境 然而 由于龙族长寿无疆 此特性同时 也注定了 他们缓慢无比的成长速度 正因如此 龙族方才选择通过 勤修苦练 来加速这一进程 听闻此言 玉龙微微一笑 然后缓缓伸出一根手指 与其平静地道 而你们可知那些 附属大陆上的一族 所需时长又是多少 一年 话音未落 现场诸位玉江 就以震惊的目瞪口呆 脸上 皆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因为他们深知 玉龙绝对不会信口呼舟 竟然只需短短一年时间 而且还是最长限度 众人不禁失声惊呼道 紧接着 另一名玉江迫不及待地抛出 心中疑惑 如此说来 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 岂不是都能够成神了 一时间 全场议论纷纷 众人皆被这惊人事实 震撼的无以言表 不 一年时间对于他们来说 已是极限长度 如果想要更进一步 只能向大陆发起战争 才能实现目标 因为他们天性好战 发动战争 只是为了提升自我实力 并无其他目的 其实所谓一族称谓 仅仅是由于九族担忧 其势力扩张后 可能危及自身地位 所赋予的称号罢了 听完玉龙此番阐释 在场诸人 皆如是重负般松了口气 毕竟若是仅止步于传奇境界 便需冒险攻打大陆以求突破 无以等同于自寻死路 如此看来 称传奇为巅峰 确实名副其实啊 当然 一族同样能够修习功法记忆 然而相关密集 均藏匿于大陆之中 这些附属大陆 宛如一片荒芜贫瘠之地 几乎一无所获 听闻此言 麒麟不禁恶然 心中暗自私存 为何玉龙会对附属大陆 了解得这般透彻详尽呢 要知道 此前他可是 一直处于沉睡状态 此时此刻 众多玉将经玉龙一番解说点拨 以大致理解领悟了 他内心真实意图 长久以来 附属大陆 一直被强大的力量所封印 关于此事 众人或许多少都有些听闻 这意味着其内部各势力 仍在激烈争斗 争夺霸权 而当封印解除时 则表明 其中某个势力 已成功实现大一统 现今 四块大陆均已解开封锁 但令人惊讶的是 神圣附属大陆 竟在天使族 如暴风骤雨般的凶猛攻击下 惨遭横扫 整个附属大陆 已然完全与神圣大陆融为一体 画壁 玉龙的目光 似有意无意地扫过麒麟 此时此刻 他的内心再度掀起轩然大波 难怪自己未曾被放逐 至神圣争霸大陆 原来那片土地 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再看平凡大陆这边 如果不是边界势力横插一角 恐怕所有局势 都会走向崩溃 司机此处 麒麟仿佛恍然大悟 他终于明白了 玉珠为何会突然现身 极有可能是接到了 玉龙下达的指令 特意前往拦截三族联军 以阻止他们 顺利攻占附属大陆 原来如此 龙帅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 联合剩下的三座附属大陆 一起反攻大陆是吧 一众玉将齐声说道 正好 我们需要发育的时间 这些异族也需要发育的时间 我们养精蓄锐 利用对方 先拿最弱的平凡大陆开刀 玉狗开口喊道 仅仅是这样还不够 我们阻止了对方 进攻附属大陆 这一次 他们损失惨重 势必会将矛头指向我们 面对几大种族的联军 我们依旧吃不消 玉龙补充道 但现在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 九族还不知道 玉龙已经醒了 玉虎也突破成功 凭借着情报差距 依靠着边境的有利地形 依旧能够拖延住对方 很长时间 玉虎 你带着玉鼠 以及玉兔 前往堕落大陆 玉珠 你带领玉鸡和玉牛 前往黄金大陆 你们的任务是 调查清楚 大陆内部各种族的情况 想办法挑起他们的内战 说完玉龙扫尸了一眼 在场剩余的几人 发现 没有合适的人选了 玉将之中 根本没有平凡大陆的三大族群 想要混入对方 是很难的 上一任的玉扬 就是十二玉将里面 最后的一位平凡种族了 当然 平凡大陆的内乱不重要 因为他们最弱 除此之外 堕落大陆的黑暗种族们 内战也是最好挑起的 因为那里最乱 相反 神圣大陆是铁板一块 玉龙直接放弃了那里 他们体内有边境的污染能量 去了那里 很容易就会被发现 玉羊 玉狗 玉猴 剩下的三座附属大陆的情况 就交给你们了 与那里的一族达成合作 玉龙又淡淡地补充了一句 若是那些一族拒绝合作怎么办 玉狗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杀了 选出下一个领导人 直到对方同意为止 玉龙没有让他们取而代之 因为那样没有任何作用 不过是多了一群杂兵而已 相比那些一族 玉江们可没有快速提升自己实力的手段 剩下的人 留在边境驻守 王城将重新启用 十一座拱卫城池的恢复诸位 也尽早地提上日程 玉龙说完 转身就向着城堡深处走去了 十一位玉江同时叩手 齐声答应道 是 随后 他们也各自离开了城堡 向着殿外走去 麒麟与玉侯和玉狗对视了一眼 刚刚玉龙只说了 让他们三个负责附属大陆 但并没有交代 具体由谁来来负责 显然是让他们私底下进行商议 玉阳 你的实力最弱 就去负责平凡附属大陆吧 我就来自堕落大陆 那里的附属大陆交给我 玉狗你说呢 玉侯看向两人主动提一道 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 第89章 取而代之 而在另一边的天使化身 像是要前往那片充满纷争的 平凡争霸大陆进行谈判 但其真实目的 却仅仅只是返回第八城而已 在那里 他与自己的本体 展开了一场简短而高效的交流 毕竟此时此刻 整座城市都被天使们所占据 根本不存在任何其他种类的生物 因此 完全无需担忧自身的行为 会被外界察觉 至于那场会议中的信息 他当然也是毫无保留地 逐字传递给了本体知晓 正是由于这些情报的改变 使得麒麟不得不对原有的计划 做出相应调整 最初的时候 他本打算借助边境地区的各方势力 来牵扯住大陆方面的注意力 从而为自己赢得宝贵的发展机遇 然而如今 当他洞悉了九族 对于边境地带的深深仇视之后 如果再让玉龙苏醒的消息 不慎走漏出去 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 整个边境恐怕都会遭到 彻底清算了无生机 即便是那些边境势力 能够从九族手中 夺得一心半点好处 但以目前麒麟的实力而言 依然难以与之抗衡 所以说 玉龙当初的考虑并没有错 在获取到足够充分的信息和意见后 麒麟自己也抱持着相同的看法 敌方在明处 而他们则处于暗处 只要给予充足的发育时间 这场战争胜负尤未可知 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 所谓的九族并非团结一致 坚如磐石 只要御用智谋策略 巧妙地离间他们 成功几率必将大幅提升 追本溯源 关键核心仍在于 麒麟当前的自身实力尚有不足之处 即便是作为玉江 也不过是其中最为弱小的存在罢了 然而 无论是平凡争霸大陆也好 亦或是黄金争霸大陆也罢 皆已完成一统大业 如今仅于堕落争霸大陆 尚未收服 在此事上 玉龙所掌握的情报有误 原本此处的结界是可以解除的 但恶魔化身后却改变主意 蓄意破坏了同盟关系 致使原本逐渐弱化的结界再度增强 只能寄往于 恶魔化身能多斩杀些敌军 助力麒麟尽早突破至传奇极了 三日之后 天使化身已然下令城中全体天使 铲除周边所有的流民 及其他敌对势力 此举一来是为隐匿自身兵种信息 二来则是谋求获得更为丰厚的经验值 带到诸事妥当 他便再度启程奔赴边境护卫城 这一次 他没有前往边境王城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十二座护卫城的最后一座 那座属于玉珠的城池 麒麟来到这个地方后 果然如玉漆般 在城内看到了玉珠及其麾下部队 这些家伙 浑身漆黑如墨 仿佛被污染元素侵蚀过一般 其实力更胜其手下天使一筹 可以说是截至目前 麒麟所见最为强大的兵种 当玉珠看到麒麟时 隐藏于面具下的脸庞流露出些许疑惑 任务完成 麒麟点了点头回答道 是的 平凡附属大陆的统治者乃是个人族 其实力与我旗鼓相当 但天赋一禀 我曾与其交手一场 如此看来应当是获胜而归 倒也未丢颜面 玉珠的语调依然平静如水 丝毫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 麒麟不禁心生好奇问道 若是我战败身亡又当如何 呵呵 玉珠轻声笑了起来 似乎对这一问题感到有些诧异 他可是龙帅锁定之目标 摆在面前仅有两条道路可选 要么生死浑霄 要么取而代之 顶替你成为新一代玉江 听闻此言 麒麟脸色微微一变 至此总算得到了 内心一直渴望知晓的答案 杀死对方 当然不是在为玉江们报仇 只不过正如玉龙所说 是为了完成他的目标 与对方达成合作 可麒麟明白 在双方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 哪里来的什么合作 说白了 不过只是一名傀儡罢 相反 若是取而代之 成为玉江的一员 那情况就又有所不同了 这等于是让玉龙间接地 掌握了对方身后的附属大陆 同时也是这些附属大陆的领导者 对于自身实力和天赋的一个体现 玉龙巴不得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接下来 麒麟又与玉珠 进行了一番简短的交流 事实上 玉珠知晓麒麟所属的种族 此次私下会面 麒麟不仅能从侧面巧妙地 探得所需信息 更可借由自身种族之事做演示 从而巧妙规避对方疑虑 烧请 麒麟便辞别十二成 折返至第八成 与此同时 他意味遗漏任何细节 将此间讯息 如十转达与本体之息 至此 巨龙化身只需牵制住敌手 再凭借恶魔化身实现突围 如此一来 七等皆便能与那些玉江相持平 将之机馈子不在话下 待到取代 这群玉江之后 即可顺利渗入这个 规模宏大的边境组织 彼时 一旦对麒麟而言 熟悉了边境的一举一动 便是时候向大陆进军了 现阶段 除却平凡大陆外 其余三块大陆 于他而言 皆充满神秘感 毕竟 那可是有机会成神之地啊 对此 他怀揣着无限遐想 而在另一边 遥远的堕落 争霸大陆 麒麟的恶魔化身正 携手一众其他分身向着 这座大陆上的顶级领主们 发动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 狼人 鬼族 阎魔 隐族 魅魔 血族 再加上恶魔 整整七具化身 可以说是三座大陆之中 麒麟安排化身最多的一座大陆了 通常而言 每个化身所拥有的力量 是完全相同的 毕竟他们汇聚一堂 人数众多 按常理推断 成为首个 实现大一统的大陆 顺理成章 然而事实 却并非如此 堕落争霸大陆的局势 与另外两块大陆大相径庭 先看平凡争霸大陆 麒麟完全能够借助 庞大的亡灵军团来席卷天下 再观黄金争霸大陆 巨龙化身高贵的血统 和无与伦比的实力 足以让他战胜任何敌手 那么堕落争霸大陆 又是如何呢 实际上 仅从麒麟召唤出的化身数量 便可亏得一般 此地种族繁多 堪称五花八门 而且顶尖领主的数量 更是遥遥领先 恶魔 堕落天使 亡灵 这三方顶尖势力联手 其综合实力之强 简直令人咋舌 几乎可以横扫 大陆上的其他所有领主 若不是魅魔领主 倾尽全力 并联合自己的数个分身 顽强抵抗 恐怕这片大陆早就被征服了 其统一进程 或许会比 频繁争霸大陆 还要迅速许多 第九十章 三大顶尖领主 幸好麒麟的奖励 抽到了恶魔本源 这里的恶魔本源 可是与魅魔那种杀敌 及骑出来的本源 完全不同 他与巨龙 天使 亡灵一样 拥有着这个种族的巅峰血脉 是极其纯正的始祖恶魔 正是有了恶魔化身 以及后续一系列 一流本源诞生出的化身的门帮助 才与对方形成了对抗之势 当然 恶魔化身的横空出世早就 让麒麟拥有了 统一这里的实力 毕竟他自身的实力等级 是要碾压这些顶级领主的 唯一的区别 就是兵种而已 可他却发现了一个bug 让他不得不停下了 统一大陆的想法 将这里规划 成为了一座经验场 仅靠这些领主的兵种们 无法让麒麟顺理突破 而如今 大陆上只剩下两股势力 所有的末流领主 现在都是墙头草 哪边剩 他们自然而然的 也就选择臣服哪边 大陆的区域是固定的 里面的生物同样也是 这就代表着资源固定 同时金币也是如此 战争若是一直持续 这座大陆早晚会 或做一片荒凉之地 所有领主的金币消耗光 以后就再也没办法召唤兵种了 可亡灵却是个例外 他们仅仅是依靠尸体 就能召唤而出 属于死灵 又具备战斗能力 与兵种没有任何区别 而在终端的判定之下 击杀这些亡灵 同样能够获取经验 虽然他们的等级低下 可剩在数量多啊 并且 只要战争不停止 亡灵的数量 就永远不会停止 麒麟打算拿 堕落争霸大陆的亡灵领主开刀 用对方 能够无限召唤亡灵的手段 来为自己获得海量的能源值 也算是弥补了 其他两座大陆 统一太快的弊端 只要他突破传奇 就立马着手统一堕落争霸大陆 然后杀掉边境线上的玉江江 其取而代之 成功打入到对方的组织内部 在广袤无垠的大陆之上 有一道令人瞠目结舌 极其庞大的深邃裂缝 他犹如一把晴天之剑般 笔直的穿透东西方 并一路延伸至神秘莫测的黑幕结界处 这片由数千座岛屿 拼凑而成的辽阔陆地 仿佛被这条深不见底的鸿沟 硬生生劈成了两半 深渊南边 则是属于麒麟掌控的疆土 而跨越过这道足有数百米宽阔的险峻深渊后 便抵达了 由三位顶尖领主 盘踞控制的领地范围 南方地区 汇聚着形形色色的 各类种族和兵种 相较于北方那铺天盖地 遮蔽苍穹的亡灵大军 以及翱翔于天际间的堕落天使军团而言 他们的数量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 这些种族散发出来的威压气势 却毫不逊色于对方半分 麒麟 你背信弃义 背弃蒙约 挑起战火纷争 原本我们完全能够携手合作 共同挥师 挺进堕落大陆 难道你天真的认为 仅凭一己之力 就能战胜我们吗 伴随着一声怒喝 只见深渊对岸 一个周身漆黑如墨的身影 缓缓从浩荡军阵中步出 此人乃是三位顶尖领主之一 恶魔领主 与麒麟所属同一族群 少特么的废话 有本事杀了我 麒麟面带挑衅 脸上近视不屑 而在身后 则是静静站立着的六具 其他种族化身 他们同样 冷眼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面对对方的数十万大军 没有丝毫地放在眼中 没必要和这个疯子交流 不过是一个稍微有点实力的愣头青吧 另一名青年开口制止了对方 他身披黑袍 全身骨瘦如柴 正是三大顶尖领主之一的亡灵领主 而身后浩浩荡荡的大军 也正是出自他的手柄 说的没错 一名女子自阴影里走出 面带冷意 下令吧 三名顶级领主 以这名恶魔领主为首 同时也是他的实力最为强大 每一位顶级领主 都拥有着无限的可能 争霸大陆太小 不够他们施展 可是本土大陆呢 这也是他提出来的方法 建立同盟 选一个人作为盟主 这样就能迅速完成统一 到时候禁军堕落大陆 哪里还会缺什么资源 本来三位顶尖领主的联盟 就足以统一这里了 奈何突然又冒出了一个恶魔领主 并且单论实力 竟然比他们每一人都强 而这样一位强者 是他们不得不联合的目标 可此人目中无人 自以为是 竟然完全没有将三人放在眼里 不知道从哪里拉拢起一批领主 直接开始了与他们的公然对抗 即使在此刻 这位恶魔领主 仍然抱着能够与对方结成同盟 共同进攻堕落大陆的期望 然而遗憾的是 对方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话语 既然言语沟通已经失效 那么就唯有凭借实力来一决高下了 杀 伴随着恶魔领主那声怒吼 无穷无尽的魔气 如汹涌澎湃的洪流般 从他体内喷涌而出 静止冲向前方的深邃渊骨 与此同时 站在他身后的另外两位领主 也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身处深渊对岸的麒麟 嘴角泛起一抹冷冽的笑容 他原本漆黑的双眸刹那间 变得腥红如血 似乎是感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召唤 眼前的深渊突然剧烈颤动起来 紧接着 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魔气 如火山爆发般 从深渊底部狂涌而出 其散发出来的黑暗能量 犹如食物一般凝重 在这一刹那 整片大地都开始剧烈摇晃 如果仔细观察 甚至可以看到 深渊竟在缓慢地移动 每一寸角落 最终汇聚成一座 由黑暗能量构筑而成的巨大桥梁 下一瞬间 双方背后 严阵以待的庞大军队 像是得到了统一指令似的 同时发动攻击 如潮水般越过深渊 向着敌人冲杀过去 第91章 深渊之战 战场上 阴云密布 冷风呼啸 犹如 末日降临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那支由亡灵领主率领的庞大军队 他与麒麟之前所见到的亡灵军队 截然不同 充满了诡异与恐怖 亡灵领主的麾下 不仅有形态各异的骷髅兵 更有一种名为地穴蜘蛛的诡异生物 这些蜘蛛身体巨大 八只长腿如刀 闪烁着寒光 在地面上飞快地穿梭 如同死神的使者 而更为可怕的是 那些直立行走的食尸鬼 他们浑身长满腐烂的肉块 面目猙獰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每一次冲锋都像是死神的咆哮 这支亡灵大军的规模之庞大 让人瞠目结舌 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浓烈死亡气息 仿佛能吞噬一切生机 而在这支军队之后 是一群全身漆黑的恶魔 他们面目猙獰 咆哮着冲向战场 更有一些堕落天使 原本神圣的形象 在此刻变得扭曲而邪恶 他们震翅高飞 撒下致命的攻击 相比之下 另一侧的敌军 则显得杂乱无章 尽管以恶魔作为主力 但其中还混杂着吸血鬼 狼人 炎魔等其他各类兵种 这些兵种虽然各具特色 但在数量和质量上 都无法与亡灵大军相提并论 其中 只有恶魔算是顶级兵种 但即便如此 他们也无法改变整个战局 在双方数量上的巨大差距面前 这场战争几乎毫无胜算可言 然而 战争不会因为希望渺茫而停止 就在下一个瞬间 两支军队在深渊上方 那座由魔器凝聚而成的桥梁上 展开了激烈厮杀 漫天由古剑形成的剑与挥洒而下 无差别地覆盖着战场的每一个角落 让对方所有人都躲无可躲 然而 箭矢只是释放了一轮就停止了 双方经过多次交手 三大顶尖领主 当然知道对方那些兵种的特性 这种程度的物理攻击 对于敌人来说完全无效 他们为的 不过是减缓敌军的速度 打乱他们的阵型罢了 狼人与吸血鬼 他们虽然不是不死生物 但是却如亡灵一般 拥有着常规的不死手段 这里表现为极强的自愈能力 至于炎魔 鬼族这些 前者是元素生灵 后者是灵体 天生就具备的免疫物理攻击的特性 影族更不用说 他们身为天生的刺客 能够顿入阴影 杀人于无形 然而 这些种族能力 在面对亡灵生物时 却失去了作用 亡灵的特性更为强大 无论是自愈 免疫 还是潜行 都无法对他们造成威胁 更为糟糕的是 当这些种族 面对堕天使和恶魔时 他们甚至可能遭遇反杀 堕天使和恶魔 作为更高级的存在 不仅拥有强大的魔法能力 还拥有独特的种族特性 这使得他们在战场上几乎无敌 战场上 亡灵与恶魔的交锋 达到了白热化 魔器缭绕的武器 刺入骷髅的躯体 伴随着每一次的碰撞 都有无数的碎骨飞溅而出 恶魔们在乱军之中 难以抵挡 然而 亡灵们的优势在于 他们那庞大的数量 和永不疲惫的躯体 尽管恶魔们 能够轻易秒杀单斗亡灵 但在亡灵大军的围攻下 他们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 随着恶魔们杀掉的骷髅越来越多 他们的体力开始下降 最终无法抵挡亡灵大军的冲击 被淹没在了其中 当恶魔与恶魔交锋时 战斗更是变得激烈无比 双方都在拼尽全力 试图利用自身的实力 和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 来击败对手 在这里 没有单挑的机会 任何一点小小的破绽 都可能导致死亡 影族们则全场隐藏在阴影之中 他们没有直接击杀亡灵的能力 但他们的存在 却对恶魔们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一旦有恶魔露出破绽 影族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发动偷袭 将其击杀 至于炎魔 在这场顶尖与一流兵种交战的战场上 他们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释放出漫天的火焰 试图减缓敌军进攻的脚步 然而 在恶魔们的强大实力面前 这些火焰只能起到微弱的阻碍作用 最终等待他们的 将是恶魔们的无情杀戮 吸血鬼和狼人的表现 也是重归重举 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协助恶魔击杀亡灵 通过自身的速度与力量优势 在战场上 为恶魔们提供有力的支援 然而 当面对三大领主的恶魔与堕天使时 他们就显得力不从心 完全不是对手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 麒麟一方就陷入了绝对的劣势 他们的大军虽然庞大 但在三大领主的强大兵种面前 却显得不堪一击 七人此刻还站在大军之后 冷漠地注视着战场的一切 并没有参与战斗的打算 他们似乎在等待某个时机 或是有着其他的计划 此刻的战场混乱一片 无数的亡灵与恶魔在战场上厮杀 然而 没人注意到 天空中的那些堕落天使们 表面上是在参与战斗 其实只是在乱军之中摸鱼而已 他们似乎从未爆发出真正的实力 下场参与这场战争 这让人不禁怀疑 他们是否有着其他的目的 或是受到了某种限制 而麒麟一方的兵种 也有意地避开了 对这些堕天使的进攻 随着军队的逐渐溃败 对方的兵种已经压制到深渊对岸 仿佛随时都会逼近麒麟所在的位置 战局愈发紧张 胜利的天平似乎正在向三大领主一方倾斜 在另一边的三位顶尖领主中 亡灵领主露出了一丝冷笑 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看来他们已经灯枯油尽了 他低声自语 眼中闪烁着残忍的光芒 恶魔领主则评价道 能将我们逼得清朝而出 亲自带军前来 他已经非常不错了 然而 他的眼神却始终穿透大军 与远处的麒麟对视 在那一刹那 他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压迫感 不知为何 恶魔领主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意识到 这场战争可能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麒麟虽然身处劣势 但他的眼神却异常坚定 仿佛早已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 这种眼神 让恶魔领主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 他意识到 对方或许还有什么底牌没有展现出来 第92章 育狗的底牌 恭喜您晋升至传奇集 麒麟城内 麒麟看着终端上弹出的消息 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兴奋 许久的能源值 终于在这一天迎来了 他期盼已久的升级 升级的瞬间 他只觉得 腹部仿佛有一股炙热的火龙 即将喷波而出 四肢百骸都沉浸在一种 前所未有的舒爽感中 他张开双臂 感受着自己实力的飞跃 低头看着双手 眼中闪过一丝冷冽的光芒 是时候该行动了 而在另一边的黄金争霸大陆 巨龙化身 坐镇于一座巍峨的大殿之上 他高居守卫 俯视着下方众领主 身后是一只张开巨口的巨龙雕像 目光如炬 仿佛能洞穿一切 这里是他的联盟 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实力 他将这片土地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与人族 精灵族 矮人族 这些高智慧种族不同 黄金大陆的本土种族 似乎对这片附属大陆 并不感兴趣 在他们眼中 这片土地不过是弹丸之地 实力的强大 源自于自身 而非领土的大小 同时 他们也是高傲的 对于这片土地并不屑一顾 龙族选择了沉默 而另外两大顶尖种族 比蒙与巨魔 也默契地没有提及此事 整个黄金大陆异常平静 没有任何风吹草动 这种平静 与平凡大陆上三族之间的暗中较量 勾心斗角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平凡大陆上 各族为了自身利益 而争斗不休 而黄金大陆的种族们 则似乎更注重于 自身的修炼和实力的提升 这一刻 麒麟无需等待本体的通知 就已经深刻感受到了 自身实力的变化 他站起身 身影在刹那间消失 与此同时 大殿内的笔蒙化身 与巨魔化身 也一同消失无踪 黄金争霸大陆的边缘 狱狗正不耐烦地等待在这里 经过与对方沟通 他得到的答复 是三天思考时间 这让他极为不满 要不是 对方是龙帅点名的人 他早就想动手了 狱狗本就有此打算 但观察后他发现 这片附属大陆上 只有三名领主 具备领导 整个大陆的实力 且这三人关系密切 犹如铁板一块 这让他在愤怒之余 也感到了一丝棘手 正当他思索之际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突然从后方袭来 狱狗不假思索 迅速挥舞手中的法杖 一道恐怖的黑暗能量 喷波而出 直击身后 哄 一声巨响 恐怖的余波 掀起满地的尘土 驱散了 边境之内浓郁的黑雾 狱狗看清了 偷袭自己之人的模样 正是巨龙化身 麒麟 他冷笑一声 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好胆 狱狗没想到 这些附属大陆的统治者 竟然敢向他出手 而且对方的实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传奇级 这对他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意外 敢得罪边境 还真是年少轻狂 狱狗手持法杖 与麒麟对峙着 他本以为这是一场 双方抵运与耐力的较量 但麒麟显然不打算 给他这个机会 麒麟嘴角露出一丝 不懈的笑容 那是对狱狗的嘲笑 看到对方的笑容 狱狗的心跳瞬间加速 一股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 就在这一刻 他的身后再次出现了两道身影 比萌化身与巨魔化身 两人的突然出现 让狱狗反应了过来 但已经来不及躲闪了 轰隆 三位传奇级强者的联合进攻 瞬间迸发出剧烈的爆炸 狱狗的防御顷刻间溃败 恐怖的威势冲天而起 宛如火山喷发 狱狗在爆炸中受到了重创 他艰难地稳住身形 眼中满是震惊与愤怒 他没想到这些 附属大陆的统治者 竟然如此强大 更没想到 他们会联手对他发起攻击 一座附属大陆 怎么可能诞生出 三位传奇级强者 你们 竟敢如此 狱狗怒吼道 但声音中却带着一丝颤抖 他意识到 自己可能已经陷入了绝境 麒麟 比萌化身和巨魔化身在爆炸中 迅速与狱狗拉开了距离 见对方还未完全失去战斗力 他们立即再次联手 发动进攻 三人全程沉默 没有一句交流 但他们的配合却默契至极 仿佛经过无数次的训练 这一刻 狱狗甚至怀疑 对方是否掌握了 某种心灵交流的能力 但随即 他便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三人并非亡灵族 狱狗手握脸上的面具 毫不犹豫地将其摘下 面具之下是一张布满了凌乱白发 满脸褶皱 且眼中充满血丝的脸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疯狂 怒吼道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何谓边境欲将 他双手反握法杖 法杖顶部迅速凝聚出 浓郁的黑暗能量 下一秒 他双手紧握 用力地将法杖砸向地面 法杖伴随着散发 而出的能量彻底化作了积粉 融入了大地之中 瞬间 一道巨大的灰白色魔法阵 从地面扩散开来 向着四周迅速展开 几乎在同一时刻 三人的攻击 竟然被这座魔法阵 所散发出的防护照所打断 三人都被被这股力量 生生地逼退了 魔法阵的光芒 越来越亮 黑暗能量 在其中疯狂涌动 狱狗站在魔法阵的中心 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他准备施展出 他的最强一击 来应对这三个 传奇及强者的联手攻击 两侧凌乱的白发翻飞 他身处的这座魔法阵 就像是一座泥潭 他的身体正在缓缓开始下沉 此刻 麒麟也看出了对方的种族 狱狗与狱鼠一样 都是亡灵族 亡灵族所掌握的魔法之中 没有任何是能够用来逃跑的 而感受着这座魔法阵 所发出的恐怖能量 麒麟明白 这是眼前这个家伙的拼死一击了 可他们却对此毫无办法 因为无论如何尝试 三人都无法击碎 这座魔法阵的防护照 下一秒 狱狗的身体完全陷入魔法阵之中消失不见 一道恐怖的气势释放而出 这是召唤魔法 第93章 斩杀狱狗 魔法阵中 一股极致的寒冷气息骤然扩散 仿佛连空气都为之凝结 周围的土地也都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紧接着 一声震天的吼声响起 如同来自深渊的咆哮 恐怖的威势席卷而来 让不远处的麒麟也不禁皱眉 他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不适和厌恶 那是对某种生物的本能排斥 下一秒 一只巨大的龙头 自魔法阵中浮现 他的头上 有两只向后延伸的脚 整体都是冰蓝色 紧接着他的翅膀 也伸展而出 宽大的蓝色翅膀上面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孔洞 他的身躯 覆盖着一层 寒冷尸骨的冰霜 散发着凌冽的寒气 也就是 在他出现的一瞬间 这个巨大的家伙 猛地扇动翅膀 一时间 寒风呼啸 冰霜飞舞 周围的大地 瞬间被冻结 三人立马掉及自身的力量挡下 这股寒风 但手臂上 还是挂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这是一头巨龙 一头冰霜巨龙 只不过他的身躯 看上去有些残破 散发出的气息 也与龙族完全不同 两位化身疑惑地 看向巨龙化身 想不明白 亡灵怎么会召唤出龙族 看我干什么 冰霜巨龙是亡灵 不是龙族 恶心的家伙 说着他已经杀了出去 这种东西 出现在他的面前 是绝对不能忍的 这对龙族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不过 也从侧面 再次证明了亡灵 一个依靠炮灰的种族 为何能成为顶尖种族 恐怖的蓝色光束 贯穿天际 一路横扫而过 甚至就连身处 黄金争霸 大陆的领主们 此刻也都知道 这里正在爆发着 一场恐怖的大战 麒麟身形 如鬼魅般灵动 轻松避开了 冰霜巨龙 那庞大身躯喷出的寒霜 瞬间 他如同闪电一般 瞬移到了巨龙侧身 紧接着高高跃起 右臂肌肉紧绷 一股强大至极的力量 汇聚于拳头上 给我砸 随着一声怒吼 麒麟全力挥出一拳 这一拳蕴含着 无尽的暴力 与毁灭气息 如同一颗陨石般 直直地砸向 冰霜巨龙的头部 刹那间 只听得一声巨响 轰隆 恐怖的爆炸声 在上空响起 震耳欲聋 浓烟滚滚之中 冰霜巨龙 那硕大的头颅 被硬生生地砸飞出去 鲜血似箭 他原本威风凛凛的 外表此刻 变得极为狼狈不堪 周身覆盖的厚重冰霜 也已消融大半 露出里面 破碎不堪的鳞片 然而 作为不死生物的亡灵 冰霜巨龙 并不会感受到疼痛 他愤怒地咆哮着 张开血盆大口 锋利的龙牙 闪烁着寒光 一双巨爪 以惊人的速度撕裂空气 带着凌厉的进风 朝麒麟飞扑而来 似乎想要将他碎尸万段 麒麟不敢有丝毫怠慢 他敏捷的侧身 闪过巨龙的猛扑 却不想紧随其后的 还有一道 极其恐怖的冰霜之力 这股力量 犹如汹涌澎湃的海浪 全方位 无死角地攻击着 周围的一切目标 麒麟连忙举起 双臂护在身前 但仍被这股强大的 冲击力震退数十米远 才勉强稳住身形 他双脚着地后 用力一蹬 抖落掉附着在手臂上的冰霜 目光紧紧 锁定空中的冰霜巨龙 此时 那头受伤的巨龙 正拍打着翅膀 腾空而起 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骨头真硬啊 我自己来 他挥手制止了 另外两句 想要帮忙的化身 传奇级已经能够飞行了 但要是进行空战 对于陆地种族来说 仍然是 无法弥补的烈士 两人没有说话 点了点头 他们可以不相信对方 但是他们了解自己 巨龙化身 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下一秒 高空盘旋的冰霜巨龙 俯冲而来 口中肆虐的刺骨 寒霜冻结着周围的一切 一路向着 三人横扫而来 这一刻 麒麟冷眼注视着一切 他的双眼已经化作了金黄色 冰霜如狂风般席卷而来 眨眼间 一个庞大的令人窒息的身影 骤然浮现 那身影遮蔽了天空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其阴影笼罩 他静静地俯卧着 双翅紧紧收拢 然而当刺骨的寒霜 侵蝕到他的躯体时 却毫无作用 突然 一声震耳欲龙的咆哮声响彻云霄 犹如惊雷炸响 这声怒吼 竟然将边境四周弥漫的黑雾 驱散殆尽 这条巨龙身形巨大 且威武雄壮 犹如一座移动的巍峨山岳 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龙威 它的鳞片 闪烁着神秘的幽光 如同墨浴一般漆黑深邃 冰冷而坚固 黑色巨龙 猛地展开翅膀 瞬间引起周围空气的剧烈涌动 形成一股 强劲无比的气流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它那庞大如山岳般的身躯 腾空而起 虽然不知道狱狗死没死 但这只冰霜巨龙必须要死 黑龙的体型比对方更大 速度极快无比 对方根本逃脱不了 只能正面迎击 可惜 它最为自豪的冰霜之力对于 黑龙来说 简直就是隔靴搔痒 毫无威胁可言 再加上双方体型上的悬殊差异 使得它在近身搏斗中 完全处于下风 两条巨龙在空中盘旋俯冲 宛如两名相互冲锋的骑士 只见黑龙的锋利爪子 如闪电般出击 轻易地撕开了冰霜巨龙坚硬的鳞片 刹那间 大量鲜血如雨点般洒落 每一次的交锋 都会让它的伤势加重一番 经过数次激烈对抗后 冰霜巨龙身上已是伤痕累累 显然处于下风 它意识到 继续战斗下去 只会让自己伤势更重 于是 当再次面对黑龙的冲锋时 它毫不犹豫地扭转身体 选择逃离战场 黑色巨龙见到这一幕 张开了锯口 一股令人恐惧至极的强大能量 从其腹中喷涌而出 并迅速汇聚于口中 它逃 它追 随着双方距离逐渐拉近 那道毁灭性的龙溪 终于喷不而出 仿佛一座火山骤然喷发 带着无间不摧之势 瞬间贯穿 并融合了前方的一切 此刻反应过来的冰霜巨龙 再想躲开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两者的距离 实在是太近了 它慌忙回头 口中吐出冰蓝色的寒霜气息 只是它的反抗 在于对方龙溪触碰的一瞬间 就被轻而易举地融化 只剩下巨大的光束 自它的视线里 飞速放大 庞大的蓝色身躯 最后自空中坠落 随着轰隆一声 重重地摔倒在地 此刻这条冰霜巨龙 双眼之中的光芒 已经彻底熄灭 整个身体都被贯穿融化着 麒麟重新化作人形 降落在了对方尸体的面前 看着面前的生物 缓缓消散 而在这堆枯骨之中 一张雕刻有凶猛狗头的面具 正静静地躺在那里 狱狗死了 看来是和这只冰霜巨龙融为了一体 否则身为一个亡灵 在临死前 怎会恐惧到逃跑 麒麟不入其中 弯下腰捡起了地上的那张面具 同时也将这里的消息 传回了本体 只要对方再想办法联系一下 他就能胜利加入边境 不过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要想进攻大陆 眼下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第94章 完成统一 另一边 堕落争霸大陆 深渊战场 七人都在这同一时间 感受到了自身实力的变化 如果是之前 他们就能依靠尊王级的实力 以七人合力 在大军弱势的情况下 战胜对手的话 那现在他们已然晋升传奇及 毫无疑问就是碾压 动手 抓紧时间完成统一 然后去宰了狱猴 恶魔化身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他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 仿佛根本不在乎 会不会被对方听到 面对如此嚣张的态度 对面的三大领主自然不会买账 其中一名领主怒不可遏的吼道 真是可笑至极 你真以为我们都是软柿子吗 然而 话音未落 只见一道鬼魅般的身影 如闪电般 瞬移到他身前 紧紧扼住了他的咽喉 是 什么 这名领主惊恐万分 试图挣扎 却无能为力 影族化身 显然不想再与他多费口舌 手中锋利的匕首 无情地刺穿了他的胸膛 鲜血喷涌而出 旁边的亡灵领主见状大惊失色 立刻准备发动反击 但影族化身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与此同时 堕落天使领主 毫不犹豫地震翅高飞 冲向云霄 此时此刻 这名亡灵领主终于意识到 情况有些不对劲 自己的这名队友 行为很反常 他疑惑地环顾四周 仔细观察着战场上的局势 果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自己一方的堕天使部队 在这场混乱的战斗中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这些堕天使们 翱翔在天空之上 时而俯冲入敌阵 时而施展强大的魔法攻击 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正在奋力作战 但实际上造成的伤害 微乎其微 可以说是几乎为零 你 他瞪大双眼 满脸不可置信地 想要质问对方 但他的话语尚未说出口 便被一柄闪烁着 诡异血光的长剑 无情地刺穿了胸膛 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见到了那些堕落天使倒戈 见到了敌方那几位 来自不同种族的领袖人物 纷纷展现出惊天动地的强大力量 正以无可匹敌之势 改变着整个战局 你们明明有足够的实力取得胜利 为何非要拖延至此 方才出手 堕落天使轻盈地飘落至地面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疑惑 直直地望向麒麟 轻声问道 此刻 他已化身为一名身姿曼妙 肌肤圣血的美丽女子 相较于其堕落天使时的模样 实在是增色不少 其实 早在麒麟所率领的势力 与三大领主陷入对峙局面之前 他便已悄然归顺于他们一方 麒麟特意将他留在敌人内部 并不是把他当作制胜的关键筹码 而是担心 若提前除去其中一名领主 剩余的恶魔领主修和亡灵领主 很可能会选择放弃抵抗 直接认输求和 那样一来 这场战争恐怕就无法持续下去了 那自己刷经验的想法就失败了 所以 必须要时不时地给他们一些希望 比如几场胜仗 势敌以弱等等 你不懂 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少问这么多 麒麟冷冷地说着 受到恶魔本源的影响 这句话声 无论对谁都可以说是冷漠无比 有了堕落天使的加入 两方的战场 已经变成了堕落天使加恶魔 与恶魔加亡灵的对局 双方皆属于顶尖兵种之列 然而随着亡灵领主的阵亡 这些亡灵已无法继续增兵补充军力 其数量注定会日益减少 更何况 有数位身负传奇战力之人 投身战局 这场战争胜负已定 毫无悬念可言 众恶魔听着 我给你们一次投降的机会 麒麟面朝战场 高声呼喊道 当然 他接纳的仅限于恶魔一族 至于那些亡灵 则不过是些低级生物而已 既缺乏智慧 又毫无用处 尤其在失去高阶亡灵统领后 更是形同虚设 反观恶魔则大不相同 如此一来 便可省去他 再次召唤所需耗费的精力与时间 恶魔这类生物 天性邪恶且孤僻 其中不乏残暴至极者 在这个弱肉强食 以实力说话的族群里 他们所尊崇敬仰的 唯有强者 此时此刻 面对这位明显胜过自身领主 一筹的新领袖 发出的主动邀约 他们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于一回绝 虚余间 众多恶魔纷纷选择归降 而战场之上 仅剩那些茫然无措的骷髅兵 直至最后 他们亦被尽数剿灭清除 麒麟也终于在这一刻 收到了终端提示 恭喜您完成主线任务 堕落争霸大陆封印结界 即将解除 走吧 不要让我们的这位客人久等了 麒麟淡笑着 对其他几位化身说着 身旁的堕落天使领主 露出一丝疑惑 他的眼界 如今还被限制在争霸大陆内部 对于外面的消息一无所知 他跟上妻人的身影 一同向着堕落争霸大陆的边界出发了 然而此时此刻 边境之内的玉侯 正躺在一棵枯树的枝干上休息着 他来到这里时发现结界还没有解除 慵懒的他并没有返回边境王城去汇报 毕竟他能想到 汇报过后 这里大概还是由自己来负责的 所以 还不如索性在这里多逗留两天 突然 他感受到了什么 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着消失的结界 喃喃自语着 终于结束了吗 第95章 主动投诚 终于结束了吗 玉侯从树枝上跳下 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 目光穿过黑雾 看向不远处的堕落争霸大陆 早点办完 正是好回去睡觉 他内心深处 其实并不愿意成为一名玉将 原因很简单 太麻烦了 如今 随着玉龙的苏醒 边境势力开始整合 各种琐碎之事 更是层出不穷 起初刚来边境时 他一心想着 依附此地最强势的力量 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平即可 凭借着自身不俗的实力 他毅然决然地 投身于上代玉侯麾下 可谁曾料到 这玉侯竟然说死就死了 而且令人费解的是 明明有那么多亲信可用 却偏偏将自己的位置 传给了那个最渴望安逸 毫无野心的他 临终之前 还要再三嘱托 如果龙帅苏醒过来 务必让他来当家做主 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就这样 他被赶鸭子上架 硬着头皮 干起了这份苦差事 而且一干 就是整整52年 唉 他忍不住重重的叹息一声 真是一言难尽啊 至于那片附属大陆 看上去倒也不失为 一个理想的栖身之地 毕竟 无论是所谓的罪犯 还是异族 对九族而言 都并无本质区别 也不知道 那个异族的领导人 好不好说话 要是能听得懂人话 就更好了 说实话 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动武 打打杀杀这种事 实在太烦人了 然而 正当他胡思乱想之际 突然间 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涌上心头 几乎是本能反应一般 玉侯二话不说 身躯瞬间变得 如同透明般 虚无飘渺起来 成功避开敌人袭击的同时 也迅速与对方 拉开了一段安全距离 那是一个浑身散发着 滔天魔气的少年 仿佛从黑暗深渊中 走出的恶魔一般 他冰冷的目光扫视四周 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威亚 鬼族 他冷哼一声 言语之中充满了不屑 似乎对于这个身份 并不以为意 或者说是根本不放在眼里 而此刻的玉侯眼中 却满是骇人之色 作为鬼族的一员 他对气息和自身的感知力 都极其敏锐 仅仅从对方出手的一招一式 他就立刻判断出了 对方的实力 一个心境的传奇级 要知道 按照之前玉龙所说 这座附属大陆的统治者们 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便是传奇级 而如今 眼前这个少年 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个限制 可是玉龙说过 这是对方需要一年时间 才能达到的上限 这才几天 可就在这时 一 二 三 整整六道身影 相继出现 这些人来自各个不同的种族 但无一例外 他们竟然全部都是 传奇级别的强者 区区一座附属大陆 怎么会突然涌现出 如此众多的传奇人物 这完全超出了 玉侯的认知范围 他不禁开始怀疑 这里 是否已经被堕落 大陆的三族攻陷 而他们 则是特意再次守候自己 可是 刚才明明还看到了 完好无损的结界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正当玉侯陷入沉思之际 麒麟可不会 给他太多时间去琢磨 事实上 刚才的等待 只不过是为了 让其他分身赶来会合罢了 此刻 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下一秒 七人同时向着玉侯攻来 他瞬间打惊 开什么玩笑 同级别以一敌戚 等等 我没有恶意 我来这里 这是想和诸位交个朋友 他赶忙解释着 但是 麒麟才懒得听他废话 因为他们都知道 玉侯接下来会说什么 而且 他们的目的一开始 就是对方御将的这个身份 靠 你们都听不懂人话吗 玉侯眼见沟通无望 只得迅速化为灵体 身形如鬼魅一般 在人群中飞速穿梭 巧妙地避开一次次攻击 难不成你们都是一群哑巴 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他遇到的对手 不仅比他强 还根本无法交流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权力 财富 只要你们开口 一切都好商量 麒麟对他的话语充耳不闻 攻势愈发凶猛起来 这片大陆远超乎你们的想象 而你们这些异族 不过是些自高自大 目光狭隘的井底之蛙罢了 杀了我 对你们毫无益处 玉侯仍不死心 还在苦苦劝说着 然而此时的他似乎 已渐渐失去耐心 语气也变得越发急躁起来 你肯磨的废话还真多 这时 生性暴躁的狼人化身 忍不住地开口了 同时 他还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鬼族化身 你们鬼族都这么怕死吗 什么叫我们鬼族 他立马回怼了一句 靠 原来会说话 玉侯内心暗骂着 还有 这七个人 怎么有种看起来又熟又不熟的感觉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战斗愈发激烈起来 玉侯的灵体变得越来越模糊 虚幻 仿佛随时都会消散一般 这无疑表明他所受的伤势 正不断加剧 但令人诧异的是 从头到尾 他都未曾摘下脸上的面具 更别提示出全部实力了 麒麟不禁心生疑惑 难道说 他和狱狗一样 都暗藏杀招 正因如此 包括麒麟在内的几个人 借暗自积蓄力量 等待那个能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绝佳时机 毕竟 玉侯本身的实力 确实要强过狱狗 尽管 二者处于相同等级 但初级阶段和巅峰状态之间 可谓有着云泥之别 然而此时此刻 苦苦思索其中原由的玉侯仍然想不通 为何对方会突然向自己发动攻击 他此次前来 可是抱着谈判的目的 怎会遭遇这般近况 不仅如此 这群人看上去 似乎对此处颇为熟悉 等等 玉侯脑中灵光一闪 似乎突然间恍然大悟 他们既不贪图权力 也无意敛财 甚至对情报毫无兴趣 那么 他们想要的 莫非是自己 仔细想想 如果将自身的身份地位 与附属领导人相比较 究竟哪一方对玉龙更为重要呢 答案显而易见 自然是后者 如此一来 玉龙等人 非但不会替自己报仇血恨 恐怕还会利用自己的身份 去拉拢收买对方 能够成为御将 并且在位五十多年 他是除了龙虎猪三人 最长时间的御将了 若是没有脑子 恐怕早就死了 这一刻 他恍然大悟 虽然不知道对方一个 刚刚解除封印的附属大陆领导人 为何会知道边境内的情况 可他们本就是一族 谁又说得准呢 玉侯一个闪身拉开了距离 身体实质化 手臂开始附上脸上的这张面具 麒麟等人见状 也纷纷开始蓄理 只见他摘下面具 竟然直接扔到了 恶魔化身的面前 这让欺人一时之间都愣住了 面具之下 是一张英俊年轻的脸 看模样只有青年 只是脸色惨白 看起来有些阴柔 面具是玉将的象征 拿上它 你就是新的玉侯 我会负责帮你们引荐 他淡淡地说着 同时不等众人反应 又继续开始补充 我愿加入你们 你们也看到了 我是鬼族 来自堕落大陆 那里的情况 我比你们更了解 多一个敌人 不如多一个朋友 这些人出手果断 今天他看到了这一切 若是提出交出玉将身份 放自己离开 他们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 加入他们 成为他们的一员 麒麟微微一愣 心中暗自惊讶 没想到眼前这个家伙 竟然这么聪明 正所谓 实时误者为俊杰 此时此刻 他的确急需像这样机智的人 来协助自己 无论是面对边境势力 还是堕落大陆 眼下这些都是 他尚不了解的领域 可以 你是个聪明人 麒麟面色冷峻地说道 听到这话 玉侯心中 悬着的石头 总算落了地 这是 对方自打出手以来 说过的第一句话 而自己果然猜对了 他们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夺取玉将的身份 与此相比 他如今 身处在边境各势力纷争不断 各自为战的环境之中 对这个庞大的势力 早已毫无留恋之情 毕竟 在生死关头 还有什么能比保住性命 更为重要的呢 所以 抛弃身份 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我叫 修斯 很高兴认识诸位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 才缓缓开口 毕竟这个名字 已许久未曾使用 以至于他几乎都快忘却了 自己原来的性命 麒麟 麒麟简洁明了地回应道 玉侯 应该说是上任玉侯修斯 就这样顺理成章地 加入了堕落争霸 引荐了麒麟的恶魔化身 成为了新的玉侯 负责这些事情的 乃是玉虎 对他而言 这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信手拈来之事 然而 令他出乎意料的是 附属大陆的领导者 竟然心甘情愿地充当玉江 积极投身于他们麾下 总的来看 无论对方怀揣何种意图 这无疑都是一则喜讯 至于那些尚未离世 便放弃职位的玉江 他们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一时漠然置之 这些人无论是选择离去 还是留守原地 与他们均毫无瓜葛 原因在于 他们深知 九族绝无 可能再度收容此类罪人 倘若开创此先河 那么族内的犯罪率 必将大幅攀升 那些陷入绝境的罪犯 根本不会坐以待毙 近代军队前来拘捕 反而会迫不及待地 涌向边境 寻求一线生机 如此一来 势必会进一步促使 边境势力不断扩张 诚然 当前正值玉龙觉醒的非常之时 边疆区域的分为异常紧张 实际上 每一名狱将 接触于玉虎的严密监控之下 若在此特殊时期 他们未曾接获指令 胆敢贸然闯入大陆 那么等待他们的唯有意思 另一边 边境王城之内 玉虎将这些情报 转告给了玉龙 对方听闻之后 沉默了 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信息 或者是担忧 只是一副 无所谓的表情 而身旁的玉珠 则是在思考着 前脚玉阳 刚刚找他谈论过这个问题 马上玉猴和玉狗 就被杀了 这两者之间 很难不让人怀疑 可仔细一想 他又觉得 是巧合 先不说 附属大陆 一直处于封闭中 单单说 他们登陵传奇 作为他们遇到的 第一个解除封印之后的 本土生物 又是同级别 这些异族 确实没有任何谈判的想法 哪怕就连玉阳 也是在和对方 打了一架的基础上 进行的谈判 当然 那是因为他赢了 否则下场 不会有任何改变 再者 玉阳是天使族 这个种族 往往讲究的是 信仰与绝对的实力 他们会收服 弱小的种族 为自己所用 但绝不会摆弄全谋 所以基本可以排除 玉阳是间谍的可能 更何况 经过相处 别说玉珠自己了 就连玉龙 都亲自开口说过 玉阳与一般的天使不同 这么想来 同级之下 他能应完全依靠的是 种族优势 毕竟他的对手 只是个人族 且同样差点 杀掉他 所以才会问出这个问题吧 我们什么时候 召集他们 来边境王城见一见 玉珠开口提议着 这是玉虎主动接话 玉龙的身份 不能暴露给他们 我来负责 嗯 交给你们了 我还需要些时日 才能恢复至巅峰 玉龙平静地说着 你好生修养 我一个人 也能压得住他们 如今突破之后的玉虎实力 可是与玉龙处于同一级别 这也是他们 敢于再次集结 反击大陆的主要原因所在 只剩下人族的附属大陆 不是我们的人了 我们要不要取而代之 玉珠冷声说着 只见玉龙摇了摇头 无妨 这些异族都是高傲的 合作与归负 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在他们看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 只有这样他们 才会专心地帮我们 不要忘了 对附属大陆 窥视最深的 就是平凡和神圣的这些种族们 也对 万一对方表面归顺 被地里投靠了 平凡大陆的三大种族 怎么办 三族联手就已经够压他们一投了 更何况 真到了那个时候 那些狡猾的人族 怎么可能会自己出兵 他们势力会联系其他大陆 嗯 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尽量避免为好 第96章 剑玉虎 边境第八城 这里是玉虎所在的城池 四周依然被浓稠 如墨的黑雾紧紧环绕着 一片混沌迷蒙之景 令人心生畏惧 而就在这片神秘莫测的黑雾上方 隐约可见一座气势辉煌 金碧辉煌的巨大城池 威然处理 此地乃是处于堕落大陆 和神圣大陆交界之处 可谓是诸般边境地带中 最为凶险之地 玉虎发出了一则紧急召唤令 成妖新任的玉侯 玉狗 以及那位一统 频繁争霸大陆的领袖人物 前来此处供商要事 众人约定好 相聚之时已是数日以后 但凭借他们那 堪称传奇级的实力 即使是在如此险恶环境下 亦可畅行无阻 遥想当初 三族联军图谋攻占附属大陆之际 三位统帅的修为 也仅仅止步于传奇境界罢了 要知道 这样的境界 即便是放眼于万千族群之间 亦绝非泛泛之辈所能企及 然而时过境迁 如今的麒麟 面对眼前这座 被黑雾重重遮掩的神秘城池 心中却是平静如水 毫无波动 他就这般稳步朝着城池内部迈进 与此同时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另外两具分身早已提前抵达城中 和麒麟所了解的第八城相同 这里仿佛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城内人头传动 熙熙攘攘 形形色色的人 汇聚一堂 有衣衫蓝绿的流明 全副武装的兵种 还有各式各样的属下 他们来自于堕落大陆的各个角落 种族繁多 令人眼花缭乱 要从这些人中 辨认出玉虎所属的种族并非一世 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是玉龙还是玉虎 乃至所有的玉江 他们大多都源自于九族 这些族群被公认为顶尖种族之一 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天赋 玉虎很想知道 三位附属大陆的领导者见面时 会是一番何等景象 或许会展现出无比的狂妄与自信 但事实却让他大失所望 三人仅仅只是相互对视了一眼 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整个场面显得异常安静且沉闷 难道是因为自己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太大了吗 玉虎不禁暗自私存报 不过仔细一想似乎也不无道理 毕竟这三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更不存在绝对的敌对关系 此刻 他们共同面对的敌人 乃是与其乡对应的本土大陆 这才是促使他们选择与边境合作 或是加入边境的关键因素所在 虽然你们加入了边境 但是还有另一层身份 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还会继续 玉虎语气平静地说道 接着缓缓站立起身 伸展出粗壮的臂膀 让我们共同憧憬登顶大陆之巅的 那日降临吧 他率先向恶魔化身体伸出手掌 仿佛在其意识深处认定 这位战胜过玉侯的恶魔化身 乃是三者中的最强之人 不出所料 紧接着轮到巨龙化身与之握手 而最后才轮到麒麟的分身 显然 这里没有任何组织精神可言 众人仅对实力强大者顶礼膜拜 诚然 平心而论 在玉虎心目中 这三位均具非凡天资 实难分高下 然而 他如此看重恶魔化身 无非是从前任遇侯处 获知了相关信息 单就一座大陆而言 竟能拥有七位传奇人物 着实令人瞠目结舌 这般实力 已然足以独挑出龙虎之外的全体欲将 更为关键的是 这些传奇 居然都心甘情愿地追随于他 至于巨龙化身 大陆上同样有三位传奇 就连最为平凡的人族 都能打破种族制固的枷锁 同级战胜天使 种族天赋 在玉虎看来三人 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硬要说的话 他更欣赏这名人族 想必诸位已经猜到了 既然要联合你们争霸大陆 为什么只来了三人 作为合作的诚意 接下来的情报就送给你们了 因为神圣争霸大陆已经被合并了 玉虎看了一眼三人 发现他们的表情终于出现了一丝变化 于是接住开口 先灵族 神圣三族之一 他们的种族天赋 能够穿过一切结界 也正是他们 在附属大陆 还未统一的情况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拿下了那里 之后的天使族 不知与对方达成了何种交易 也从中分得一杯羹 而这时的麒麟 眼神微缩 反应了过来 没想到这个仙灵族 竟然也是九大顶尖种族之一 这让他错过了本源选择的机会 听闻阁下 一直在闭关突破 如今重现 想必是突破成功了 不知道 如今是什么等级 恶魔化身 开口询问道 知道的还挺多的吗 玉侯 玉虎笑了笑 沉思了一下 他们这些异族 见识到一般的玉江 只有传奇级以后 想必已经在心中 看清了他们 若是不漏锋芒 他们还以为边境势力 是软柿子 静一不想 这样的势力 多敢挑战九族 他们不是同样可以 半神 玉虎平淡开口 这一次 他从三人的脸上 看到了惊骇之色 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半神 距离成神 只有一不知遥的那个境界 身为边境元老 玉虎拥有这个实力 似乎也合情合理 毕竟他也是经过 数百年的沉淀刚刚才突破 不久的心境半神 这么说来 比他还强的玉龙 很有可能是神 这样的阵容和实力 向九族挑战 到底是强还是弱 这是现在麒麟 迫切想要知道的事情 九族的实力 到底如何 他们是不是有神 巨龙化身 率先开口问道 当然 玉虎一副 理所当然的语气 没有神明坐镇 也配位列九族 但他似乎又觉得 这样说 会给几人 造成太大的压力 于是又立马补充道 放心 九族神明 除非遭遇灭族危机 否则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即便是神明 也有着属于他们的枷锁 神明不能轻易出手吗 这似乎也合情合理 否则第一个诞生神明的种族 恐怕早就 统一了大陆 哪里还会有九族割据的局面存在 要不是天外一族降临 被迫让他们走向了联合 恐怕九族会一直争斗到底 第97章 九族有神 一共有四座大陆 那我们的目标呢 先进攻哪一座 恶魔化身 再次开口问道 这就是我接下来 要和你们说的第二个问题了 玉虎顿了一下 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 先共同抗击一座大陆 他的话意思很明确 三人包括整个边境势力 要想进攻大陆 只能选择其中一块进行攻击 而在此刻 另外两位领导人 调集大军支援的情况下 自己的领地将会毫无防备 随时面对着 有可能会到来的 与之对应的大陆的再次袭击 三人顿了一下 这看似是个选择题 但实际上根本没得选择 各自进攻 三面开战 那是在找死 不发动战争的话 那眼下的等级 便已经是他们的上限了 先进攻哪座大陆 麒麟问道 平凡 玉虎脱口而出 显然早就已经做好了计划 理由呢 虽然平凡大陆看上去最弱 但混乱无比的堕落大陆 显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那些家伙最容易挑拨 只要瓦解他们的同盟便可 并且也正如你们所猜测的 四座大陆之中 综合实力最弱的 就是平凡大陆 堕落大陆虽然混乱 但三族的底蕴强大无比 一旦被拖住 就会深陷战争泥潭 黄金大陆不问世事 我们也没必要主动去招惹他们 至于神圣大陆 他们天然对我们的边境生物有着克制 这种差距在强者之间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在底层 我们的军队绝不会是对方的对手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是 即便被对方发现 也能起到一定的拖延作用 玉虎讲述出了 为何进攻平凡大陆的原因 确实 如此看来 唯有平凡大陆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更何况 先前就已经与对方的矛盾激化了 接下来进攻其他大陆的话 平凡三族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何时动手 不急 玉虎摇了摇头 如今你们需要安稳发育 我们也需要休养生息 这段时间 你们多多积累兵力 越多越好 我会暗中派出人手 前往平凡大陆 挑起三族之间的矛盾 瓦解他们的同盟 说着 玉虎又看向麒麟 你也可以派出人手 或了解大陆 或挑拨离间 或者 提前适应一下 你们接下来的战场 嗯 我会的 他点了点头 接下来 玉虎又交代了一些其他的事项 不过从始至终 都没有提过玉龙一个字 而另外两句 同样身为玉将的化身呢 也默契地没有询问 玉虎给他们的印象就是 他就是边境势力的领导者 而所谓的玉龙或者玉珠 不过都是 与其他什么蛇马羊猴 一样的小角色罢了 毕竟 一位半神 一个神明不出 即是无敌的级别 作为这边境最大势力的领导者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这次密谋的会议 很快结束了 双方各有各的心思 边境势力 想着重新踏上大陆 而麒麟呢 不过是想要变强 追求那至高无上的位置罢了 既然玉虎说了 让他们安心发育 那麒麟当然会照做 你想要安心发育 之前与平凡三族计划矛盾的他们 可不代表同样会善罢甘休 不过 这也是玉虎侧面给出的承诺 若是这些家伙 胆敢再次进入边境 不管是为了清扫玉江门也好 还是为了攻占附属大陆也罢 他都会让他们有去无回 神明作为一族的至高强者 集万千信仰于一身 这就注定了一个种族 至多只能拥有一位神明 而半神呢 他们的数量 同样也不是很多 他们是预备神明 同时也是 整个种族的真正掌权者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会遭到神明的窥伺 可以说 一旦成为半神 就再也没有机会 脱离这个族群了 只能一直活在神明的注视之中 一位神明 他是高傲的 但却不是无私的 他绝不会允许自己的一名眷属 站在与他同等的位置上 当然 也因为 他们受到整个族群的信仰 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 即便神明不愿去做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失去了信仰的神明 就像是没了毛的孔雀 忠看不忠用啊 不过 身为一名种族半神 也是有好处的 他们虽然在神明在世时 成神的机会为灵 但身为族群的顶尖力量 是会收受到神明庇护的 神明的注视 可不仅仅只是监视这么简单 这就是这些半神 与玉虎这样的半神的差距 所以说 即便他实力强大 也没有办法杀掉 九族的任何一名半神 那些家伙 是可以借用神明力量的 虽然有代价 但总比死了强 几天之后 三人都已经各自返回了自己的领土 终端的活动 似乎已经消失了 唯一的主线任务 还停留在争霸大陆上 可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几个发展上千年的古老种族 怎么会被他们这些 刚刚穿越不到几个月的领主们打败呢 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活动了 交易所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 各个领主相互之间 交换着自己所需的物资 世界聊天 如同一个巨大的群聊 热闹无比 一切都没变 但好像 一切又都变了 领主们似乎在慢慢地融入这个世界 麒麟城越来越繁荣 城内的联盟大厅 已经成为了地标性建筑 领主大厅也变成了一座宏伟的宫殿 象征着绝对的权利 城内三大势力并尖存 分别是最早建立的猎魔人工会 以及后来的教会骑士团 再加上新兴的魔法士协会 文化传播 人才招揽 赏金工会 他们各司其职 相互进步 除此之外 麒麟还建立的城防护卫队 用来专门负责维持城内的秩序 开辟市场 促进经济流通 建立科研部 专精人族科技水平 他的定位一直都很清楚 那就是 将这里打造成一个繁荣的人族城池 各族分城而至 互不干扰 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种族矛盾的发生 也为了更加方便管理 第98章 动员 建立王国 频繁争霸大陆之上 随着一座座城池拔地而起 边界大军开始齐聚 建立起防线 内部则大兴设施工程 完善着这些城池的职能 让他们真正成为一座座城池 这里 不仅仅是麒麟城 所有的一切都在无人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着 当未来某一天 有人前来揭开 频繁争霸大陆的面纱时 他们会在这里发现一个无比强大 让人望而生畏的国度 但现在 他们还欠缺着那么一丝机缘和时间 青龙城 这座宏伟壮丽的城市 宛如一颗璀璨明珠 镶嵌在广袤无垠的大陆之上 它不仅是大陆上仅次于麒麟城的第二大城池 更是众多领主汇聚之地 为了让每一个领主 都能积极参与到城市的发展与治理之中 麒麟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方式 议会制度 除了由麒麟直接领导外 城市内的各项设施建设 以及政策推行 均由议会负责决策 这种民主的管理模式 充分调动了领主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得青龙城蓬勃发展 蒸蒸日上 今日 阳光明媚 风和日烈 城内那宽阔无比的广场上 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 数以万计的人们聚集在此 但他们并非寻常士兵 而是清一色的领主 这些领主们身份显赫 地位尊崇 各自肩负着重要使命 他们来自不同联盟 有的担任盟主 统领一方 有的出任副盟主 辅佐大业 还有德高望重的长老 以及旗下各新兴组织的领袖人物 毫无疑问 他们皆是这片大陆的中流砥柱 此时此刻 麒麟身姿挺拔地 站立于宫殿前方的台阶之上 居高临下地 俯瞰着下方的一众精英豪杰 尽管他实力强大 并不依赖这些人去征战沙场 但若想实现大陆的长治久安 繁荣昌盛 仅靠他一己之力 实难达成 因此 他需要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共同努力 携手共建美好未来 时隔多日的沉寂 想必诸位已经对大陆之外的情况 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有人说我停滞不前 有人说我只敢窝里斗 更有人说我要投靠本土大陆 麒麟站在高处 俯瞰着下方涌动的人群 仔细观察着每一个人脸上 细微的表情变化 这段时间以来 他一直按兵不动 这种无为而至的策略 使得一些领主 对麒麟产生了疑虑和困惑 这些领主们 刚刚踏入这个陌生的世界 心中或许还怀揣着 满腔的热情与壮志豪情 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单凭盲目的勇气 去冲锋陷阵显然是行不通的 可笑 突然间 麒麟发出一声冷烈的哼声 与此同时 一股磅礴无比的气势 如火山般喷涌而出 刹那间席卷全场 并迅速向整座城池蔓延开来 这股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力量 令在场所有人都心生恐惧 他们惊恐地望着上方那个身影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位曾经熟悉的盟主 究竟拥有怎样恐怖如斯的实力 无人能知 我如今已然登上传奇之境 如果在座诸位有人觉得 自己的等级能够超越我 并且对我的领导心存不满 可以随时站出来取代我 但若无人敢挑战 当麒麟说出 传奇 二字的时候 下方的领主们顿时瞠目结舌 惊恶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要知道 他们当中实力最强之人 此刻也仅仅勉强迈入超凡境界而已 距离尊王上有一段遥不可及的路途 更何况是凌驾于尊王之上的传奇了 已经到了如此强大的实力 为何还迟迟不对本土大陆发起进攻 本土大陆的实力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这一刻 下方的这些精英们几乎都已经反应了过来 他们能够成为管理者 自然都不是傻子 至于麒麟所说的后半句 只要等级追上他 他就可以推为让贤什么的 开什么玩笑 或许等你到达传奇的时候 对方都已经成神了 这种天才 是他们这些普通人永远无法追赶的 王主大人 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是啊 说出来让兄弟们知道知道吧 外面的那些家伙 到底有多强 一连串的提问从人群之中冒出 他们对此当然是好奇无比的 麒麟对此并没有隐瞒 这次召集众人 本就有将外面的信息告知他们的打算 大陆边境 那里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雾 到处都是一片破败之景 任何生物进入其中都会感到强烈的不适 大家将这里称呼为禁地 但那里有一个更加官方的名字 名为流放之地 而本土生物将其称为边境 接下来 麒麟又讲述了边境的起源 以及他们与本土大陆之间的争端 大陆对于他们这些异族的看法等等 直到他亲口说出这一切 下方的领主们才明白 眼下的局势究竟是有多么的严峻 他们的头上 正悬着一把随时都会掉落下来的刀 正所谓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面对如此强势的本土大陆 不仅是我们抵抗不住 就是边境之中那么强的势力 都要望而生畏 于是 他们找上了我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两座争霸大陆的领导者 四方达成了合作 将于不日之后 向着平凡大陆发起进攻 麒麟话音一落 文言的众领主 似乎已经开始兴奋了起来 虽然听上去 他们是弱势的一方 可天塌下来了高个子的顶上 人家边境都不怕 他们怕什么 更何况 退一万步讲 你不去主动进攻对方 难道等着本土大陆叙事待发 以后自己再进行反抗吗 我知道你们很急 但是先别急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将会是绝对的安全时间 诸位所需要做的 就是加速大陆上的发展 筹备兵力 准备迎接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战争 麒麟平淡没有感情的声音 在青龙城的每一个角落传播着 现场一片沉默 下一秒 所有的盟主们 也就是城主 都在此刻收到了一条来自终端的提醒 是否以 麒麟城 为王都建立王国 所有城主在此刻都满脸兴奋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就点击了确定 平凡争霸大陆 这里以后将不再仅仅指示 一座大陆 更是一个新兴的王国 第99章 相继建国 另一边 堕落争霸大陆 由于此地存在大量化身 麒麟在此地建造的城市 几乎都环绕着那七座主城而建 这些城市的名字 十分简洁明了 直接采用各个种族的名称来命名 其中 恶魔城位居首位 被当作王都 并已进入最终的升级阶段 其余的像炎魔城 魅魔城和鬼城等 则建于恶魔城附近 与这座即将成为王者之都的城市 遥相呼应 共同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 至于其他那些普通的城市 则与一般争夺大陆霸权时 所设的城市功能无异 它们散布于边疆地带 其主要目的在于 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 可以说 这些位于争霸大陆边缘的城市 实际上就是国家的边界线 毫不夸张地说 由三座附属大陆 所构建起的这个国家 其疆域将极其辽阔 足以媲美本土大陆上 堕落争霸大陆总共拥有七个化身 且在这个崇尚强者的地方 它们恰好掌握着绝对的实力 因此管理起来可谓轻而易举 恶魔城 这座本该处立于深渊之下 由恶魔主宰的王者之都 却因麒麟对那片幽暗之地的厌恶 而建在了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之上 毗邻此地的 便是那条割裂整块大陆的深邃裂痕 而魅魔城 则奉命坐落于旗下 此时此刻 恶魔城中群衔避致 尽管它们再次仅冲作工具人 但仍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这座城市弥漫着浓烈的魔器 城中所见之处 无论是亭台楼阁 亦或其他建筑物 几乎进阶漆黑如墨 恶魔一族虽擅长战斗 但论及基础建设能力 确实烧讯一筹 即便贵为王都 其繁荣程度 亦难以与同样身为王都的麒麟城相媲美 然而 对于这个好战的族群而言 这些细枝末结石无足轻重 如此推断 要么他本身源自堕落大陆 要么便是御龙出身自那里 众人议论纷纷 试图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真相 他不清楚吗 另一名化身又问道 这里的他指的是天使化身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众人当然不能道出对方的身份 一旁的堕落天使领主 以及修斯 前任御侯听得一愣 他们掌握着这么多的消息 果然背后是有势力的 而且竟然知道 御龙才是边境的真正掌权者 不过已经和现在的他 没有什么关系了 修斯作为一个传奇巅峰强者 每天只想着躺平 毕竟已经见过御虎了 说不定是对方告诉他的 而堕落天使领主 对于众人的诧异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知道什么 自己该听什么不该听 至于普通领主们 他们更是听得云里雾里 丝毫不知道 几人在说什么 御龙的种族 很有可能是堕落天使 恶魔化身沉生说道 这时 几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身旁的这位堕天使领主 这也是天使化身 灯灵传奇发现的异样 最主要的是 他的种族来自天使 而与之对立的 正是堕落天使 这种与生俱来的敌人 他对此有感应 是很正常的 当然 他感受不出御龙 是在边境王城内部的 那些女子雕像中 发现的端倪 那些石像 很有可能就是堕落天使所画 里面蕴含着一丝堕落气息 对他来说无比敏感 画一个对立种族 同级之间的狼人和吸血鬼之间 同样也能互相感应出对方 堕落天使吗 这样的一个强者 在原本的大陆 有着自己的势力 似乎也并不奇怪 不管如何 接下来大家抓紧时间发育 没有了堕落大陆的威胁 集合我们所有人的力量 一座平凡大陆 在半神不出的情况下 应该很难是我们的对手 建立王国吧 其他两座大陆已经开始了 恶魔化身微微汗手 表示同意 紧接着 伴随着终端提示的弹出 每一位领主都毫无迟疑地 点击了确定按钮 然而 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王国 所需的时间实在太过漫长 竟然长达180天之久 相当于整整半年 在这个世界里 并没有所谓的工程师和建筑师 这类职业兵种存在 这些职业通常只属于 人族和矮人族所有 因此 可以预见的是 在这一方面 这两片大陆 无疑将会成为最晚完成 建国任务的地方 相比之下 本体所在之处的建成速度 则要快得多 其所需时间直接缩短了一半 两者之间的差距一目了然 面对如此困境 恶魔化身当机立断 立刻将这一情况 传递给了本体 凭借着自身天使化身 以及玉江的特殊身份 他打算从边境调遣一批人族工人 前来协助建设 毕竟 如今各方表面上维持着合作关系 即便在边境被察觉到这种举动 想必他们也不会有过多言语 而在黄金争霸 大陆的这一边 巨龙化身的行动 同样开始了 他的所作所为 几乎不需要和任何人商量 在崇拜强者的这个层面上 黄金大陆的种族 更加彻底 他在这里 是毫无疑问的王 巨龙之城 建立在这座大陆的 一座最高的山峰之上 象征着无与伦比的权力 以及地位 任何其他建筑 都不能超过王都的高度 否则将会被视作为一种挑衅 当然 这座大陆上也是 没有平原的 整片土地都被山脉所占领 高耸入云 崎岖不平 这是一片独属于空中霸主的领土 任何不会飞的生物 在这里作战 都会受到巨大的限制 虽然黄金大陆风平浪静 但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 麒麟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那里 就交给你们了 这场对于平凡大陆的战争 我来负责 巨魔以及笔蒙化身 也是分别点了点头 这里的地形 对于陆地生物很不友好 他们其实也蛮讨厌这里的 明白 第100章 新生国度 平凡三族 为何能够位列九族 孱弱的人族 比之巨龙犹如蝼蚁 平凡 不只是这座大陆的名字 更是贴在三族之上的一个标签 他们实在是太普通了 几乎没有任何特点 难道仅仅是因为 当初有功 麒麟不这么认为 九族之名位于大陆之巅 若是真有那么不堪的话 恐怕在堕落大陆混战的那些 一流种族们 早就冒险跨过边境来侵略这里了 平凡大陆 是人口最多的一座大陆 这简直是亡灵的天堂 人族之中有魔法师 圣光骑士 精灵族中 有那些掌握着奇特能力的 神奇精灵等等 这些可能都是他们 与九族并列的实力证明 但到底是依靠的什么 只有真正打过才知道 此刻的麒麟城内 麒麟正在传递消息 给自己的化身们 三座附属大陆之上 除却那些主流兵种之外 还有着许许多多的附庸兵种 这些 兵种的上限很低 但下限却很高 并且虽然有智慧 可也不高 它们在万族之中 像是凑数的存在 争霸什么的 与它们从没关系 这些种族 尤其以黄金大陆的族群居多 其他大陆当然也有 不过没有黄金大陆的墙罢了 这些类似的种族 有施旧 一些亚龙 以及各种植物系的生物等等 以施旧为例 它们的上限平均在超凡 但下限呢 只要正常成年的施旧 等级都会在这个级别之下浮动 它们根本不会修行 依靠的不过是 自身的种族天赋罢了 麒麟的想法是 利用这些种族 与平凡三族 组成一支骑兵 空军也好 陆军也罢 至少在同族之中 能够做到碾压对手 这起码 是要比数以万计的骷髅兵 是要强上不少的 更何况御将之中 还不知道隐藏着 几个来自亡灵族的家伙 他尽可能的 还不想暴露自己 频繁争霸大陆亡灵的这张牌 毕竟对于一些强者而言 到底是人族召唤的亡灵兵种 还是说本身就是亡灵 他们是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很快 兵种的输送开始了 麒麟并没有汇报给玉虎 当然 从黄金附属大陆进入边境 一直抵达频繁争霸大陆 这么长的距离 输送了如此多的兵力 对方定然是会知晓的 但身为一个半神 他在乎这些吗 无非是看到几座附属大陆的领导人 达成了合作 他看到 是这群人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势力 当然 边境的发展也没停过 自从上次会面以后 沉寂了许久的御将们 再次对这边破败的土地 开始了管辖 他们要让边境的一些其他小势力知道 流放之地为何被称为边境 短短的几天时间 玉疆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征服了所有的势力 让这里从此再只有一个声音 可这样还远远不够 毕竟就算是这里所有的人口全部加起来 也远不及九族任一的一族人口 更不要说兵力 所以 他们还必须要不断派人在大陆 与边境交界的这些地方 制造霍乱 逼得一些人不得不进入边境 不过这种行为 他们目前也只敢在暗地里进行 真要摆在明面上 进入大陆掳人 这无疑是在打脸 恐怕原本计划三个月后进行的战争 明天就会全面爆发 双方势力稳步发展 平凡大陆 因为上次与边境的矛盾 似乎也陷入了沉寂 又或者说是他们正在暗中密谋着什么 转眼之间 三月已过 在这个风和日历的日子里 平凡争霸大陆 沐浴在河绪的阳光下 金色的光芒洒落在大地上 仿佛给这片土地 注入了无尽的生命力 大陆的边缘 高耸入云的城墙宛如巨龙一般蜿蜒曲折 将一座座城池紧密相连 构成了这座新兴国度坚不可摧的边界 每一座城池都至少有一名实力强大的尊王级城主镇守 他们麾下聚集着至少两万精锐之师 这些边陲城池 犹如钢铁堡垒 共设有72座 肩负着守卫国土 抵御外敌的重任 然而 这些城池的功能仅仅局限于军事防御 城内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 如领主大厅 联盟大厅 兵营和防御塔等 几乎别无他物 反观王国内部 主城之间则由宽阔平坦的道路相互贯通 这些道路如同脉络般穿越茂密的森林 跨越险峻的高山 横跨湍急的河流 将各个主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交通网 王国内部的主城不仅是领主们安居乐业之地 更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核心区域 这样的主城共计36座 他们承载着国家繁荣昌盛的希望 综上所述 这就是整个麒麟王国的版图布局 一个充满活力与机遇的地方 这是一座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新生王国 它以惊人的速度崛起 并迅速超越了大陆上其他绝大多数 由智慧生物所建立的国度 麒麟城 这座曾经已是繁华非凡的城市 如今更是焕发出令人瞩目的辉煌 城中涌现出许多新兴势力 他们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这里汇聚了麒麟联盟的所有核心成员 每天都吸引着无数来自远方的领主们 分智踏来 渴望亲眼目睹王城的壮丽景象 青砖石铺就的道路贯穿整座城池 宽阔的主路两旁 罗列着数不清的商铺 人们穿梭其中 有的是身披铠甲 威风凛凛的骑士 有的是风度翩翩 谈笑风生的领主 还有行色匆匆 赶着去执行任务的魔法师等 在城池的正中央 矗立着一座气势辉煌的宫殿 宛如一颗璀璨明珠 镶嵌在大地上 宫殿前方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广场 四周环绕着各大势力的总部 净显繁荣昌盛之态 而在另一侧 城池的最东方 同样有一座雄伟壮观的宫殿 联盟大厅拔地而起 其周边散布着各式各样的兵营 全副武装的士兵们 身着厚重的盔甲 严密地巡逻于各个区域 维护着城市的安全与秩序 东区是城池内的军事区 飞闲杂人等禁止入内 第101章 三枚结晶 此刻城中 一名身着黑色长袍 形色匆匆的魔法师 正快步从联盟大厅走出 只见他怀中 似乎捧着什么重要物品 脚步匆忙地 朝着位于城池中央的魔法师协会 急迟而去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嘎吱声响起 那扇陈旧古朴的木制大门 被缓缓推开 发出令人牙齿发酸的摩擦声响 这位神秘的魔法师踏入屋内后 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屋内原本安静的氛围 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众魔法师纷纷将目光投向他 会长大然 这是刚刚从大陆那边 送回来的火系魔法书 男人迅速掀起黑袍 露出里面紧紧抱着的 一本古老庄重的魔法书籍 众人定睛一看 眼中皆流露出期待之色 太好了 有了这本书 我们对火系 魔法的研究必将更上一层楼 会长激动地说道 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 其他成员们也难掩兴奋之情 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立刻开始抄写复制 尽快将其传递给各个分部 作为总部的魔法师 他们有幸第一时间获得原始版本 但对于其他分部来说 就只能等待手工印刷版了 这项任务既紧迫又重要 不容有丝毫耽搁 当然 收到好消息的不只是魔法师协会 如今的平凡大陆 三大族群之中 都有麒麟的化身存在 包括一系列分身的潜入等等 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不可能陆入无为 与此同时 城外扬起一阵尘土 一对身着银白色盔甲的骑士 如流星般急驰而来 他们胯下的战马嘶鸣着 马蹄声响彻云霄 这对骑士风驰电车的冲进城内 马不停蹄地朝着城中心的 圣教骑士总部奔去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他们激动万分地 撞开了教堂那扇厚重的大门 声音之大犹如惊雷乍响 教父 我们在五十六城区 发现了一座尚未开采的银矿 一名骑士满脸喜色的高声喊道 蠢货 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 在教堂里不得喧哗 回话训斥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他身披一袭褐色长袍 胸前悬挂着一枚闪耀的十字架 手中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籍 留着一头长长的卷曲绣发 看上去温文尔雅 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威严和睿智 尽管被责骂 这些骑士们对他依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恭敬 抱歉 教父 是属下们失态了 这个组织的成员构成 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虔诚的教徒 他们精通治愈术 祈祷 以及占卜之法 另一部分则是勇猛无畏的骑士 肩负着身披重甲 冲锋陷阵的重任 这些骑士们的装备 都是经过特制的 主要材料为营 经过附魔与祈祷加持以后 搭配上他们远超超人的体质 就能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力量 所以 一座银矿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记得通知猎魔人公会 去吧 教父摆了摆手 骑士们对此倒是没有什么不满 毕竟他们同属麒麟的兵种 对他有着绝对的忠诚 这座银矿不仅对他们有帮助 对猎魔人公会同样如此 很快 城内的一群人 就风驰电掣般地开始行动了起来 恭喜您完成任务 建立王国 获得特殊固定奖励 包含以下三项 矮人本源 血精灵本源 仙灵本源 这次居然一下奖励了三枚本源 麒麟的脸上露出笑意 这对自己来说可是一件好事 现阶段的情况下 随着等级的越来越高 每多出一枚本源结晶 就代表着 他又能出现一位同级的帮手 不敢想象以后成神 直接召唤出万族神明的场景 当然 麒麟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 他还没有天真到这种地步 一只哥布铃 他们的上限最高也就超凡而已 而他的等级早就远超超凡了 若是这个时候召唤哥布铃化身 会如何呢 显然 他并不会因为麒麟当前的等级 而进行同步 反而是因为 种族的原因被卡在最高上限 这在哥布铃一族之中 也许已经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了 可放在万族之中 还远远不够看 那要有多少种族 具备成神的潜力呢 麒麟不知道 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九族是可以的 这代表着 他日后最少会有九名同级别的帮手 血精灵本源 这好像是最后一个了吧 他坐在椅子上 看着手里的这枚血红色 本源结晶 喃喃自语着 精灵化身 曾与他讲述过精灵族内部的种族分类 分为五种 分别是森林精灵 光之精灵 暗夜精灵 黑暗精灵 以及最后的血精灵 而同族化身之间的本源 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所以之后 麒麟获得的各种精灵本源 全部都融合给了精灵化身 不知不觉都已经极其了 他手里的这枚血精灵本源 自然也不例外 选择融合给了对方 自此 精灵化身的形态 也已经达到最完美的状态了 至于桌子上 剩下的两枚本源 麒麟对于矮人本源的兴趣不大 因为他先前就已经召唤过矮人化身了 不过是被他派遣进入了大陆 让麒麟真正好奇的是 这枚散发着金色能量的先灵本源 一个他曾认为是普通种族 但实际上 却是一枚顶尖种族的本源 随着他召唤分身 融合本源结晶 一道许久未曾出现的光芒击射而出 静止地射向天空 在这其中 蕴含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天使的神圣气息 毫无疑问 仙灵也是神圣种族的一员 是神圣大陆的三族之一 随着一道曼妙的女子从光柱之中走出 麒麟对此没有任何的意外 她虽是仙灵族 但是外貌却是与一般人族女子无异 只是皮肤更加白皙 当然 排除是否隐藏了其种族特性 麒麟已经发现了 一些种族不只是单单地为了变成女生 而是因为 女性在这其中表现的实力更为强大 仙灵化身细细地感受着体内实力的变化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果然 我已经习惯了 第102章 谣言四起 仙灵有什么种族特征 麒麟好奇地问着 这个听上去 远没有表现上的 那么强大的种族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仙灵化身仔细地感受了 一下自身的实力 以及种族自带的能力 片刻后 他缓缓开口说着 这是个辅助 好吧 言简一概 仅仅两个字 就让他明白了 这个种族的定位 仙灵族 体内同样蕴含着 浓郁的光明之力 但他们 却是将技能加点 都点在了防御上 除此之外 是远超一般人的自愈能力 以及种族自带的特性 穿过一些结界 仅凭这个种族特性 麒麟就明白 他们为何位列九族了 又肉又能回血 同时还免控 这不就是一个辅助吗 当然 这并不能证明 对方没有战斗力 只是相比起其他能力 他们的战斗力 没有那么出彩罢了 稍后 我会将你驱逐 到时候 你大概率会出现在边境之内 不要去杀灵主 获得身份 直接前往神圣大陆 麒麟看着自己的化身说着 神圣大陆 是他目前 唯一一个 没有探索过的大陆 始终保持在一片神秘之中 而之前的天使化身 加入了边境 这下仙灵化身的到来 刚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被驱逐的话 能剥离我身上异族的标签吗 他问道 不清楚 至少半神看不出来 听到麒麟的这个回答 他也是彻底放心下来 神圣种族 对于他们之外的 种族感知异常的灵敏 他们甚至能够轻易 分辨出哪些生物 被边境污染 哪些种族 到底是异族等等 所以这也是麒麟以及边境势力 两方都没有向着神圣大陆 进发的原因 眼下只能寄希望于仙灵化身了 就是不知道 神圣三族的团结性怎么样了 城内闪烁的光芒来得快 去得也快 很快宫殿之内 就再次变得空空荡荡起来 只剩下了麒麟一个人 在遥远的地方 有一片神秘壮丽的大陆 这片大陆广袤无垠 土地肥沃的让人惊叹 仿佛大自然对它格外眷顾 天空清澈湛蓝 阳光明媚灿烂 万里无云的景象 令人心旷神移 这片大陆上 山巒起伏 峻林耸立 河流奔腾不息 贯穿大地 平原辽阔壮美 一望无际 各种自然景观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 美不胜收的画卷 在这个多彩多姿的世界里 生活着数千个不同的种族 这些种族 虽然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但偶尔也会发生一些 小摩擦和纠纷 然而 总体来说 他们相互之间 还是能够和谐共处的 之所以能如此相安无事 是因为 在这片大陆中央 矗立着一个 庞大无比的联盟 平凡联盟 这个联盟 由岛屿上的所有族群 共同组成 其中最为强大的三个族群 更是居于领导地位 他们分别是矮人一族 精灵一族 以及人类一族 这三大族群实力超群 彼此协作 共同掌管着 这片大陆的方方面面 他们携手建立起强大的帝国 一座座宏伟壮观的城池 拔地而起 不仅如此 他们还积极推动 科技进步 钻研魔法之道 持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平凡大陆 被巧妙地划分成了三个区域 每个区域 都以其中一个大族的名字 来命名 在这段时间里 各族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和平与繁荣成为了 这片大陆的主旋律 在这之前 大陆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但这种平静 却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打破 一场史无前例的 竟是由平凡联盟中的三个族群 联合发布的 目的是 征召大陆上 所有勇敢无畏的战士 一同前往边境 抵御外敌入侵 然而 就在此时此刻 三大帝国边境城市周边 突然间谣言四起 这些谣言 来自于各种不同的种族 其中不仅有帝晶 哥布林和树人等 常见族群 还有许多 其他稀奇古怪的存在 他们对战争深恶痛绝 并强烈反对三大族群 颁布的征兵令 或许是因为 长期享受安宁生活 使得他们变得懒惰起来 面对征兵令 表现出极大的抵触情绪 尽管如此 三族 起初并没有太在意这些谣言 认为 只是一些人的抱怨而已 但随着时间推移 传言变得越来越严重 甚至传出了三族 在边境遭受重创 实力受损的消息 更有甚者说 所谓的征兵令 只不过是抓捕无辜 生命充当炮灰的借口 至此 三族再也无法坐视不管 纷纷采取行动 清除这些造谣声势之人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就连他们自己 族群内部 居然也开始流传起 这样的言论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背后操控着 整个舆论走向 一时间 整个大陆 陷入了一片迷雾之中 据传闻称 平凡即将向边境 发起攻击 整个大陆 都将再度被卷入 熊熊战火之中 更有甚者传言 这次战争 竟然是由平凡主动挑起的 要知道 双方已经和平共处了 数百年之久 为何突然间要 燃起战火呢 这个消息 最初是从三族内部 传出来的 而且三个月前 三族大规模调动军队时 还有不少其他种族 亲眼目睹过 然而至今为止 那些被调遣的军队 仍未归返 这让众多弱小种族 不得不开始相信 这些传言 在联盟议会上 上千个种族团结一致 共同抵制三族的征兵行动 人族对这种情况 感到愤怒至极 但却束手无策 毕竟 当初制定规则的 正是他们自己 如果此时动用武力强行镇压 恐怕会引发 整个大陆的混乱局面 更何况 这世上并非仅有 平凡这一块大陆存在 其他六族 若是旁观偷笑道也罢了 最为令人担忧的是 他们可能会借此机会 介入其中 吸引平凡的族群 加入自己一方 甚至以此为借口 发动新一轮的战争 相比之下 边境所带来的威胁 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 这些情况 最不能让三族接受的是 恐怕以此会损失神明的信仰 导致三族的神明实力减弱 第103章 消息走漏 一时间 大陆陷入了舆论混乱之中 虽然三族进行了镇压 却是始终查不出 那散播谣言的源头所在 局势正在向着三族 越来越不利的方向发展 但实际上 三族对于这些根本不在乎 他们注重的是信仰 既然这些种族反对征兵 那不征他们便是 直接出动本族兵力 没必要引起更大的慌乱 到时候进军边境 一场胜利凯旋而归 会让这些肤浅的种族闭嘴的 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而在大陆的南端 一片广袤无垠的高野森林 扑展于此 仿佛无边无际 在这片神秘的丛林中 各类生物和谐共生 不同种族间充满了欢乐与友爱 四周弥漫着一种 令人心最神秘的宁静氛围 若能定睛凝视 穿透那层层叠叠 茂密交织的树林屏障 就会惊异地发现 一个个灵动的身影穿梭其间 原来 这里竟是精灵们的栖息地 没错 此地乃是精灵帝国的疆土所在 自上次边境之战落败后 两位指挥官孤身归来 尽管高层为此大发雷霆 但这个怒火 并未波及底层的精灵百姓 至于征兵一事 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毕竟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 其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强大军队 一旦战士不利 自然由军队出面应对 与这些平凡的精灵毫无瓜葛 他们从未料到自己的帝国 竟有朝一日会遭受外地侵袭 所有的纷争 似乎仅限于高层与外族人之间 在这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 平静的不能再平静的日子里 大陆和流放之地 接壤出的边境线上 突然掀起了滚滚黑雾 犹如汹涌澎湃的波涛 一般向外翻滚而来 负责侦查的森林精灵们见状 立刻惊恐万分 毫不犹豫地将警训传遍四周的城池 此地乃是精灵帝国的边陲要地 鉴于其上的每一座城池 皆有重兵驻守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他们展现出惊人的应变能力 迅速集结大军 严阵以待 做好了全方位的守城准备 并同步向帝国内部传递情报 从这一系列动作可以看出 尽管边境地区已近百年来 未受任何侵扰 但精灵一族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防御体系严密异常 似乎早已对此类情况进行过上百次预言 然而 让众人始料未及的是 他们苦苦等待的 并非来自边境的敌口侵犯 而是 一对对身着破旧装备的精灵族勇士 当他们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时 每个精灵的面旁 都洋溢着无法抑制的喜悦之情 这些精灵族战士人数众多 粗略估算 起码超过十万人之众 城池的守将 兼任城主的一名黑暗精灵 立马认出了他们 是讨伐附属大陆的军队 此消息一出 周围的精灵们瞬间大惊 消失了三个月的大军 竟然在此刻归来 可得到的消息 分明是对方已经全军覆没了 精灵大军残不归来的事情 远比边境势力的入侵 要更加复杂 立马封锁消息 通知帝国 如今外族谣言四起 唯独精灵族相安无事 无论原因如何 三族的大军全军覆没 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事情 可你精灵族大军 凭什么能回来 你精灵族内部 凭什么没有谣言 若是被有心人知道 很容易被拿来做文章 到时候 整个精灵族 就会站在风口浪尖 所以 这个消息无论如何也要封锁 高层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无比震惊 他们立刻采取行动 短短数小时内 一名光之精灵的指挥官 和他的副官 便风驰电车般地 抵达了事发现场 并立即展开调查 他们首要任务 是查明那些深陷边境 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战士 是否受到了污染 然而 检测结果却出人意料 除了光之精灵 全部不幸感染身亡外 其他所有种族的精灵 竟然安然无恙 那么 究竟为何会被困如此之久呢 答案其实很明显 边境地区被浓密的黑雾所笼罩 伸手不见五指 根本无法辨别方向 若想重返大陆 非得有人引路不可 而引领他们归来之人 居然就是当年的御珠 指挥官不禁面露狐疑之色 因为他曾险些命丧于对方手中 当初御珠不仅收留了这支军队 如今还将他们放行回归 这一连串举动 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其中必定隐藏着巨大的阴谋 大人 我认为 应该将他们分批控制起来 然后询问事情的原委 这样可以很轻易地判断 到底有没有撒谎 身旁的副官建一拙 指挥官文言一愣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于是立马开始指挥边城的将士 将他们按照种族划分 进行控制起来 可经过一天的审问以后 得到的结果 让他感到大为吃惊 消息的保密级别 甚至高到 要直接汇报给皇室 就连他身边的副官和城主 都没资格知道 诉调森林城大军前来 接替诸位的职务 指挥官语气坚定地喊道 站在一旁的城主 满脸惊恶之色 忍不住开口问道 将军 难道事态真的已经发展到 如此严峻的地步了吗 然而 面对城主的疑问 指挥官并未做出回应 他那张严肃而沉重的面庞 始终未曾改变 紧接着 指挥官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 今日此地众人 皆需随残军一同返回皇城 命令下达后 现场一片死寂 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疑惑和不安 但又不敢有丝毫违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终于在漫长的等待后 三天后的清晨 森林城的大军 如钢铁洪流般抵达目的地 双方迅速完成交接仪式 指挥官紧绷多日的神经 终于稍稍放松下来 在此期间 凡是得知大军返回消息的精灵 无一例外 全都被严密监控起来 确保他们无法脱离自己的视线范围 最后 他亲自带领着所有参与此次事件的人员 穿越茂密的森林 悄无声息地朝着皇城进发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几天之后 当指挥官率领大军 风尘仆仆地赶回皇城时 一个惊人的消息却突然传来 这个消息竟然不进而走 他不禁大惊失色 因为此消息连自己最为性爱的副官 都未透露过半分 那么 究竟又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 无数个问号涌上心头 让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是边境之内 还有其他幸存的精灵 亦或者就是边境势力所为 可这与他们的如今的做法 就完全矛盾了啊 难道 真的是人族 第104章 间隙 在平凡大陆的西北部 人族帝国之中 一条惊人的消息 如同一颗巨石 投入平静的湖面 激起千层浪 这个消息 不知从何处传出 但却迅速传遍整个人族高层 令所有人震惊不已 原来 已经失踪三个月之久的 三族联军中的精灵族大军 竟然悄然返回 更令人费解的是 他们似乎有意封锁了消息 使得外界对其行动一无所知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人们不禁心生疑虑 莫非这是精灵族与边境势力勾结 共同策划的一场阴谋 其目的是否在于 削弱其他两族的力量 以确立自己 在这片大陆上的绝对话语权 要知道 当初人族和矮人族的军队 几乎全军覆没 而唯独精灵族能够幸免于难 这实在难以解释 毕竟 他们所面对的敌人 可是玉珠 那个众所周知的强大存在 玉珠的实力 堪称恐怖至极 即便是三族联手 也未必能敌 然而 如今精灵族居然能从这样一个强敌手中 逃脱升天 怎能不让人生疑 面对如此局面 人族选择了沉默 他们不再理会国内四起的谣言 反而暗中派遣大批探子 潜入精灵族领地 及边境地区 试图探听真相 一时间 整个大陆风起云涌 局势愈发扑朔迷离 如果残不回归精灵族一事 确凿无误 那么 即使他们问心无愧 肯定也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机密 关于矮人族的行动 他们和人类如出一辙 也派遣了间谍 去刺探情报的真伪 毕竟在矮人王国里 也流传着各种疯言疯语 一时间 整个大陆谣言分歧 搞得人们心神不宁 然而 经过粗略的调查之后 两个种族都注意到了一个怪异之处 为何精灵族国内 却没有任何谣言传播开来呢 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两族之间的猜忌 此时此刻 在精灵帝国的领土内 局势同样紧张异常 高层们自然清楚 一旦消息泄漏 将会引发一连串的棘手问题 不过幸运的是 被泄露出去的 仅仅是残不归来的消息而已 他们传递回来的重要情报 并未遭到曝光 如此一来 精灵族尚有转环的空间 从精灵族残不带回的消息来看 人族打算借边界之机 向两族发难 这样做 既能够削弱两族的实力 又能让人族独霸附属大陆 更能挑起两族与边疆地区的矛盾 真可谓是一箭三雕啊 然而 玉鼠察觉到了是有蹊跷 并迅速向上级报告情况 于是乎 实力强大的玉珠登场了 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 一眼看穿了 人族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 显然 他们绝不甘愿 被人族当作随意摆布的棋子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最终只有精灵一族得以幸存呢 原来 关键时刻 附属大陆横插一脚 这一变故 也从矮人那边得到了确凿证据 玉扬竟然命丧于某位神秘强者之手 要知道 这位神秘人物 还统领着数不胜数的亡灵军团 如此正是 绝非玉鼠所能抗衡 当然了 值得庆幸的是 三族 残存兵力当中 人族仅剩下一名指挥官 孤苦伶仃 相比之下 矮人们则较为幸运 好歹 还有数万名残兵败将 成功撤回 如今听闻精灵族大军人马 尚存于世 按照人族那贪得无厌且善度的天性 想必其心中定会愤愤不平吧 事已至此 尽管边境局势略显棘手 但尚未构成实质性威胁 毕竟 这样一个连半神级强者 都未曾拥有的边陲势力 竟敢妄图进翻内陆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不仅仅是人族 几乎所有的种族 都对如今的边境地区不屑一顾 因为这里早已不再是 当年玉龙和边境王主宰的时代了 此刻 在森林中心的精灵皇宫里 一群精灵高层们汇聚一堂 正紧锣密鼓地商讨着下一步的计划 人族很可能会借此机会向我们发难 所以 关于这次事件的情报 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一名精灵长老 忧心忡忡地说道 但如果他们反咬一口呢 那我们该怎么办 另一个声音质疑道 那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矮人族 有人提议道 数日之后 矮人们陷入了沉默 他们撤回了派出的探子 并对这起事件保持尖默 选择暂时观望局势发展 一方面 人族提供的情报显示 精灵族心怀鬼胎 似乎已经与边境势力勾结 而另一方面 则是精灵族主动坦白 表示这一切皆为人族所为 目的就是要削弱两族的信仰力量 尽管三方属于同盟关系 但归根结底 每个族群都是以自身利益为重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纷争中 矮人们面临着两难抉择 任何一个决策 都可能影响到整个局面的走向 所以他们选择了沉默 但境内的流言 却是向着精灵族一方一边倒的趋势 导致底层的民众都已经知道了此事 并且一切都是人族所为 还是先管好族内再说吧 这无疑是矮人族的做法 但现在 两族该如何应对此事 已与他们毫无瓜葛 当务之急 是要查明 究竟是何人散布这些谣言 这些谣言 究竟有何凭据 以及消息来源何处 至于其他弱小族群 自征兵令下达以来 便被三族接二连三的传闻 搞得晕头转向 原本和谐共处的三族 因攻打边境全军覆没一事 产生嫌隙 使得整个大陆氛围愈发紧张 面对大族之间的纷争 这些小族束手无策 他们在大族中的存在意义 仅仅在于 能贡献出些许微不足道的 信仰之力罢了 于是后 这些小族纷纷暗自选边站 以求在事后避免受到牵连 而他们大多数人的选择 无非就是保持中立 静观其变的矮人族 毕竟唯有如此 方可确保自身安全无余 然而 人族获着这些情报后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矮人族也有其他想法 当人族已经确定 精灵族的残军返回以后 高层一致决定 发起联盟会议 当面质问对方得到的情报 究竟为什么选择保密 第105章 三族内乱 可联盟会议的结果 其实早已注定 在这场充满火药味的会议上 精灵族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 面对人族毫不留情 针锋相对的质问 他们始终紧闭双唇 一言不发 精灵族的大军 究竟是如何在与玉珠的战斗中 存活下来一半以上的兵力呢 要知道 当初矮人族在遭遇玉扬的时候 如果没有那个神秘势力 及时出手相助 恐怕他们也会一败涂地 你们到底隐瞒了些什么 你们这样做 简直就是在损害联盟的共同利益 完全不顾及大陆上 其他各族的生死存亡 议会现场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人族代表们情绪激昂 一个个怒目原争 不断向精灵族发难 然而 精灵族的沉默 却让他们愈发恼火 不仅如此 一旁的矮人族 从头到尾 也是坚默不语 仿佛这场争论 与他们毫无关系 至于那些位于台下的小族 则完全成了旁观者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整个宽敞的大厅里 唯有人族代表们的怒斥声 响彻云霄 震耳欲容 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的精灵族中 终于有一位代表 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 站起身来 直面人族 毫不客气地反问道 矮人大军 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 尚且能够有残余力量逃回 为何偏偏 你们人族在对阵御蜀时 竟然会全军覆没 他的声音清脆响亮 带着一种无法忽视的威严 瞬间打破了原有的沉寂 到底是我们在隐瞒事实 还是你们在欺骗在座的各位 紧随着 又有一名精灵族的代表挺身而出 这一届的御蜀是亡灵 人族的代表怒发冲冠的吼道 难道你是想说 人族比不上亡灵族吗 你们精灵族心里肯定有鬼 别妄图混淆是非 依我看 心怀鬼胎的 明明就是你们人族 双方的代表互不相让 激烈争吵起来 整个联盟会议大厅 顿时被他们的怒斥和谩骂所淹没 这场会议毫无结果可言 任何一方都未能获得满意的答复 最后只能以不欢而散收场 这一局面 使得两族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 隔阂也日益加剧 没过多久 人族在边疆地区 惊喜一个震撼性的消息 所有的边境势力已经被彻底整合 现在统统由豫江们统帅管辖 更糟糕的是 他们还察觉到 玉蜀以及新一代的玉阳 正在集结边境大军 显然企图侵占大陆 至此 人族对于心中的猜想愈发坚定 但人族并不在意 边境地区目前展现出的那点实力 他们真正担忧的是 如果到时玉将来袭 必然会分散他们的精力 而那时精灵族 极有可能趁机向他们发起攻击 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天性多疑的人族 绝不能掉以轻心 在议会上 矮人族的沉默 清晰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他们虽保持中立 但显然更倾向于信任精灵族 从这一点 人族推断出 矮人族必定知道 那些精灵族残军 折返的部分缘由 可究竟有什么样的情报 是矮人族了解 而人族却一无所知的呢 显然 这则消息极有可能与人族息息相关 又或者精灵族企图借此 设计陷害人族 然而 矮人族对此显然并不相信 故而选择了静观其变 相较于人族毫无根据的情报而言 他们自然更愿意 相信对方多一些 如今 整个大陆的局势 正逐渐朝着 对人族极其不利的方向演变 绝不能坐以待毙 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边境的行动 不如直接派兵前往先发制人 借此消灭他们 那如果玉珠还在呢 一人的发言 瞬间让在场之人沉默 让大将军亲自带兵 这人话刚一说口 立马闭上了嘴 他反应了过来 这或许就是精灵族计划的一部分呢 他们引走大将军这个胜域强者 然后趁机全面进攻 要知道 之前的一些小族站队了 矮人族已经让他们有所损失了 一旦开战 对方必定是全力出手 那到时候 海人族还会坐视不理吗 毕竟 如今一句话 就可以让局势调转风向 到时候两族开战 精灵族大可以来一句 这一切是矮人族的阴谋 而那时的人族示弱 为了挽回之前的损失 高层必然会答应精灵族的联合 所以 无论如何 这都是对精灵族 一个极为有利的局面 这是他们赤裸裸的阴谋 要么就是精灵族联合矮人族 进攻人族 要么就是精灵族联合人族 进攻矮人族 似乎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既然如此 与其成为被动的一方 不如主动出击 他精灵族 能与边境达成联合 为什么我人族不行 面对精灵族可能的阴谋 和矮人族可能的立场转变 人族高层 确实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然而 主动出击并非没有风险 但被动等待 同样可能带来更大的损失 联系玉珠 向边境一方开出条件 与他们达成联合 为首的代表 立马做下了决定 若是直接与对方交涉 即便他们真的与精灵族有合作 也是不会承认的 不如开出更高的条件 与人族达成合作 到时候便能知道 对方到底有没有真的 和精灵族达成合作了 若是有 计划继续执行 若是没有 大不了出而反而 撕毁合作罢了 反正一座小小的边境势力 掀不起什么浪花 时候再向对于精灵族 所造成的误会 进行道歉即可 人族开始行动了起来 只是不知为何 欲将驻军人族边境 人族暗中前往联络对方的情报 被精灵族知晓了 对方的这一举动 无不坐实了精灵族所得知的情报 肯定了他们的猜测 人族果然与边境联合了 于是 精灵帝国境内 五族大军开始征集 暗中集结了大军 准备随时向着人族帝国境内进军 当然 他们也将这则消息 毫无保留地告知了矮人族 请求得到他们的帮助 这一次 矮人族没有选择沉默 竟然破天荒地同意了 第106章 谈判 上 边境第一城 这座玉鼠之城 宛如一座孤城般矗立于此 它被一层神秘而诡异的黑雾 紧紧环绕着 仿佛与世隔绝一般 城内城外 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死寂气息 没有丝毫生机可言 放眼望去 只见一句句惨白的骷髅 散布在城池四周 如小山般堆积在城墙脚下 整座城市都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 然而 就在这片死寂之地的中心 城池内部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此时此刻 这里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 几乎汇聚了整个边境地区最强大的势力 11名御将和来自三座附属大陆的领袖们 齐聚一堂 共计12位顶尖强者 其中以御虎为首 御珠为辅 共同统率着其他众人 他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划着一场 针对平凡大陆的战争行动 在这群人中 麒麟默地站在角落里 一言不发 对于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尽可能多地杀敌 获取更多的能源值 至于平凡大陆上的三大种族 无论是选择向哪个族群开战 亦或是那里是否隐藏着顶尖强者 这些问题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对他来说 战斗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离间已经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人族和精灵族之间的矛盾 正在不断升级 变得越来越激烈 当人族察觉到 我们的大军 正严阵以待的驻守在他们的边境时 毫无疑问 他们肯定会派遣使者 前来与我们结盟 玉虎详细地叙述着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然而 现场的众人之中 唯有那些普通的御将 对此事一无所知 实际上 玉虎的计划 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取得 这般巨大的成效 其中大半的功劳 都应当归于麒麟的分身 四处散布的那些谣言 正是由于这些谣言的传播 才使得人族和精灵族 不再顾及过去的同盟情谊 胆敢公然对峙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 人族和精灵族 严重低估了边境势力的实力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 如今的边境地区 竟然已经在暗地里 发展壮大到如此程度 更无从知晓 这一切 仅仅只是一个精心策划的 离间计谋罢了 最终 平凡无奇的三个族群 必将为他们的自高自大 付出沉重的代价 他们真的会仅凭一则虚假的情报 就发动战争吗 坐在一旁的玉姬 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对于这些种族的举动 他始终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 当然 只要他们没有察觉到真相所在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然而 要让那些家伙去相信咱们这群罪犯所言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玉虎显得胸有成竹 毫不在意 毕竟历经数百年沧桑岁月 世间各种族群 他早已司空见惯 对九族的特性 更是如鼠家珍 了然于凶 特别是仁族 正是那个将他们的王者驱逐出境 并最终酿成 今日边疆割据之势的始作俑者 尽管玉虎如此断言 但一旁的玉姬仍心存疑虑 原因无他 只因来者并非玉龙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普通的三族确实颇有趣味 倘若换作他们龙族 面对这般情报 恐怕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一下 正当玉姬陷入沉思之际 场中始终坚默不语的玉鼠 突然开枪道 他们已经到了 有两名人类传奇强者 以及数位尊王一同前来 这条消息乃是负责镇守 第一城郊外的亡灵 传递给玉鼠的 听闻此言 四周的玉姬们皆是一愣 显然未曾料到 局势发展果真如玉虎所言 所有的一切似乎 都在依照他的精心谋划 逐步推进着 人族摆出如此阵势 显然是抱着求和谈的目的而来 如果不然 那么等待第一城的 将会是他们汹涌如潮的军队 然而 现在的人族 已经不敢轻易地有所动作了 毕竟这样做 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这时 玉虎的嘴角微微上扬 流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 既然如此 你们俩就出去跟他们见一面吧 天使化身与玉鼠对视一眼后 并没有多言 而是默默地站起身来 朝着城门之外走去 第一城外不远之处 一束耀眼夺目的金色光芒 骤然亮起 瞬间驱散了四周弥漫的黑雾 紧接着 一层透明的能量护盾悄然浮现 宛如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横跟于前方 将来自边境的污秽之物 彻底隔绝开来 在这层神奇的防护罩内 七位身着华服 气质不凡的人族强者 正齐聚一堂 静静地助力其中 耐心等待着边境那边派来的使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终于 一阵翻滚的黑雾涌动之后 两道身影缓缓从黑暗中走出 其中一人身材恶挪多姿 脸上戴着一副精美的白洋面具 另一个则身材矮小勾搂 头戴一张漆黑如墨的老鼠面具 诸位前来此地 有何贵干 我们并不欢迎你们 麒麟面臣似水 语气冰冷地质问着对方 哦 看起来 这位新任的御将大人 似乎对这边境之地的情况 支支甚少啊 为首的那个男子轻声回应道 但他的眼神深处 却隐藏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轻蔑与愤怒 很明显 这些人根本没把眼前的这两位 御将放在眼里 若不是事出有因 情况特殊 这群不入流的杂种 根本不配跟自己面对面交谈 虽然心中愤恨难平 但他并未忘记 此番前来的使命和目的 于是面色凝重 不苟言笑地接着说道 我人族自古以来便崇尚和平 从未主动挑起过任何纷争与战乱 今日冒昧前来询问 不知二位将军统领重兵 集结于此 究竟所为何事啊 此地并非属于你们人族的帝国疆土 而等未免守身的太长了吧 若是心有不满 大可率军侵入我方边境 直接开战便是 玉鼠声音沙哑低沉 说出的话语 更是比麒麟还要刻薄无情 刚一开口便叫嚣着 要发动战争 此时此刻 几位人族代表心中的怒火 已然熊熊燃烧到了极点 区区几只老鼠而已 竟然也敢如此嚣张跋扈 真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第107章 谈判 下 然而 从对方这种故意挑衅激怒他们的行径来看 这几个人族代表立刻就坚信了 自己内心深处的猜想 对于玉阳的品性为人 他们并不知晓 但那玉鼠 作为临近人族领地的一名玉江 虽然拥有着堪称传奇般的强大实力 却向来都是个贪生怕死 胆小如鼠之辈 平日里一听闻三族大军有所行动 便如惊弓之鸟般匆忙转移阵地 而精进感当面说出这般强硬的话语 其中必定有诈 两位切莫误会 此番前来并非找二位兴师问罪 而是想同二位商谈一桩合作事宜 人族使者赶忙解释道 毫无兴致 玉鼠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 你们能给我们什么 我们又需要你们什么 麒麟一冷笑一声 附和道 二位 此次我方却系满怀诚意而来 任何条件皆可依二位所言 人族使者仍不遗余力地谄媚道 其实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履行承诺 只求能说服对方 套出所需情报即可 贵国三座城池便是筹码 麒麟开门见山 直接漫天要驾 妄图让对方割舍国土 此等要求对于整个人类而言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人族使者闻听此言 不禁一愣 旋即扬装回首 张望身后的其余几位使者 只见那数人似乎已达成某种共识 紧接着奇刷刷地转过头来 目光坚毅无比 我们同意 这句话让玉鼠和麒麟两人愣住了 他们戴着面具的眼神相互对视着 仿佛在确认对方是否听错了一般 沉默片刻之后 最终还是由玉鼠先开了口 合作之事事关重大 我二人实在不敢轻易定论 还需向玉珠大人汇报才行 人族代表们听闻此言 并没有露出丝毫的吃惊之色 毕竟精灵族敢于和边境势力联手 就足以证明他们具备一定的实力 而这个实力的源头 恰巧就是那位 曾经与精灵族暗中勾结 妄图侵犯人族领土的玉珠 无妨 我等会再次继续等候 有劳了 玉鼠颇为客气地说道 说完这话 她与麒麟的身影 便一同消失在了那团黑雾之中 人族的几位代表 彼此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喜悦之情 对方既然已经同意合作 那么他们此次前来的任务 就算完成了大半 然而 他们并没有进行任何交流 更没有愚蠢到 在对方离开后 对其冷嘲热讽 这里毕竟是边境之地 稍有不慎便可能被人探听 在确保任务圆满完成之前 他们之间的交谈 绝不会出现半句多余的废话 而在另一边的玉鼠 以及麒麟 已经风风火火地 赶回了边境第一城的大厅之中 其他玉江一见到他俩回来 便立刻投来关注的眼神 但只有一旁的玉虎 仍然保持着气定神仙 胸有成竹的样子 情况怎么样 其他人迫不及待地 纷纷开口询问 就像玉虎说的那样 他们谈判的决心相当大 麒麟回答道 并紧接着 向大家详细叙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他们竟然真的同意 只给三座城池 听到这个消息 除了玉虎和玉珠之外的 所有玉江都惊恶不已 这时 玉蛇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 早知道如此 刚刚就该直接要十二座城池 才对吗 咱们这里在场之人美人一座 多好啊 然而 玉虎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其实十二座和三座 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因为人族从一开始 就不打算履行莫言 没错 我提出只要三座城池的目的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在我和玉阳身后 还藏着玉珠 玉鼠也附和着解释道 众人听后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 这些人族是企图空手套白狼咯 准确地说 想要空手套白狼的是我们 一直沉默不语的玉珠 突然开口说话了 他站起身来 看向玉阳和玉鼠 走吧 再次回到人族代表留守的地方 现场的气氛 与之前截然不同 原本只有玉鼠和麒麟两人时 那些人族代表们 脸上满是轻蔑 但现在 多了玉珠 这位强大的存在 他们的眼神变得恭敬起来 甚至流露出喜悦之情 玉珠的出现 无疑意味着 他们已经同意了合作 他冷漠地开口问道 说吧 合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目光如炬 紧紧地盯着眼前的 这些人族代表 其中一名人族代表 谄媚地笑道 大人果然聪慧过人 我们人族帝国 甘愿让出三座城池 绝非仅仅是 想让贵方退兵而已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我们期望诸位 能够与我们携手共敬 共同攻打精灵族 话音刚落 现场一片寂静 玉珠沉默不语 并没有立刻回应 见此情形 另一人族代表 急忙补充道 在攻击精灵族期间 所掠夺的一切财物 都将归贵方所有 而且 我们之前承诺的三座城池 也会毫不犹豫地奉上 然而 玉珠并未被对方 抛出的利益所打动 他依然冷淡地质问 那么矮人一族的立场如何 我要如何确信 这不是你们设下的阴谋诡计 他的声音冰冷刺骨 透露出对人族的怀疑 大人放心 此次行动我人族会作为先锋 大人找准核实机会 发动随时发动攻击便可 人族代表立马开始承诺 同时给出了解释 只为彻底打消对方的疑虑 至于矮人族 同样会由我等去进行说服 联合在一起 这一点大人 您也尽管放心 玉珠听闻此言 稍稍有些缓和 可以 大人 既然我们如今已经是合作关系 有一个疑问 一直困扰我等许久 人族代表们终于问出了 他们最想知道的那个问题 说 玉珠淡淡地开口 当初我等攻伐附属大陆的军队 被玉鼠全军覆没 而精灵族的对手是您 他们是如何能够做到 半数之上而归的 他们与我达成了合作 玉珠短短的几个字 就已经让人族代表 想明白了一切 多谢大人告知 事不宜迟 我等就告辞了 第108章 调兵 仅仅凭借着玉珠所说的合作两个字 人族便已经拥有了充足的理由 向精灵族发起攻击 这无疑证明了 在帝国境内广泛传播的那些情报 全部属实 无论是精灵族 想要换回自己的军队 亦或是原本就心怀不轨 企图叛变 总归而言 他们已然背叛了联盟 背离了整个平凡大陆 如此背信弃义 野心勃勃 且备受鄙夷的族群 绝不能放任自留 必须抢先一步 采取行动予以制裁 这便是人族目前的想法 他们已返回帝国 着手筹备大军 并在暗地里 与矮人族联手 势必让精灵族 遭受沉重打击 即使无法将其置之死地 也要从他们身上 狠狠撕下一块血肉 这场旨在清除叛徒的战争 用不了多长时间 便会全面爆发 一旦平凡大陆陷入混乱 届时边境势力 必将承虚而入 而三族 也终将为他们的狂妄自大 和傲慢无知 付出惨痛的代价 此刻 边境第一城中 原本聚集的众多身影 已纷纷离去 回到各自所在的城池 他们默默地 调遣着大批军马 严阵以待 只待时机一到 便会毫不犹豫地 向平凡大陆发动猛攻 而麒麟 则静静地助力于 宫殿之外的 广阔广场中央 在他眼前 并无各大联盟的 雄壮军队 有的只是 来自城内 三大组织的领袖人物 平凡大陆 即将陷入内乱之中 彼时 我将与边境势力 一同发兵 攻打精灵族 在此 我需要你们 投身于一场 无形的战争之中 麒麟的声音 凭劲而坚定 透露出一种 无可置疑的威严 三位首领闻听此言 当即单膝跪地 表示绝对忠诚 仅尊亡令 然而 这三方 终究仅为一个组织而已 局限于城内 其人数 必然存在一定上限 尽管成员 多细通过兵种 召唤而来 但绝非任何人 皆可轻易加入其中 大多数魔法师 和猎魔人等 仍被视为 人族军队的主力 不过当前形势下 麒麟已然 获得全新的兵种 势必会在 未来的战场上 大放光芒 对于是否要 顺从御虎的想法 按部就班行事 麒麟心中早有定论 那绝不在她的计划之内 信仰 族之根本 我要你们带着人马 进入人族领地 拉拢信徒 那里会有我的人 进行接应 麒麟淡淡地说着 身影来回踱步 随后话锋一转 改变信仰 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潜入人族 融入人族 是 三人恭敬地齐声回答道 去吧 麒麟摆了摆手 身形也消失在了广场之上 她不怕自己的兵种叛变 这不单单 是对他们的信任 更是对潜伏在人族之中的 诸多分身的肯定 而此刻 麒麟城外广袤无垠的大地上 已然汇聚起上百万雄师 一方均荣严整 气势如虹 净显威武雄风 另一方则死气沉沉 满山遍野 竟被漆黑笼罩 静密无声 麒麟军现有两大主力兵种 其一为人族 经他锐意革新后 人族战士成功与某些蛮荒部族融合 蜕变为一只崭新的骑兵静旅 有飞在天空中的翼龙空降兵 身其施旧的弓箭手 有在地上横冲直撞 负责破城的铁甲西兵 与工程师结合 研制出的大型器械 操纵元素之力的魔法师等等 这些兵种表面上看 似乎是依靠身下的坐骑 才能发挥出如此巨大的威力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如果没有背上勇敢无畏的人族勇士 去驾驭他们 那么这些坐骑 只不过是普通的野兽罢了 至于另外一边 就是亡灵族的大军了 幽魂 亡灵骑士 石石鬼等等 还有那些形态不一的骷髅们 有的手拿弓箭 有的手持长矛 有的体型巨大 更有的浑身燃烧着火焰 亡灵族 这个只为战争而存在的种族 一旦卷入战斗 便会展现出其可怕的一面 此次三族之间爆发内乱 如果没有事先制定好 应对亡灵族的策略 那么在战场之上 必将再次领略到 这个种族的恐怖之处 至于其他盟主和领主们 所拥有的兵种 麒麟当然也不会其之不顾 而是将他们统统纳入自己的麾下 以增强几方实力 然而 在众多领主人群之中 还存在着一群颇为特别的领主 这些领主所拥有的兵种 与麒麟自身相同 他们的本体 便是那平凡大陆的三族之一 于是乎 麒麟特意将这类兵种 单独挑剪出来 并精心编排成一支整齐华一的方阵队列 无论是灵动优雅的精灵族群 还是勤劳坚毅的矮人民众 这支特殊部队中的每一员 都拥有着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 一旦面临来自暗处 对三族任何一方发起的攻击时 这支骑兵便能发挥出惊人的效果 以出人意料之事 误导敌人判断 打乱敌方部署 毕竟 长久以来 在三族眼中 那些位于边疆地带的势力 简直微不足道 更遑论这些 依附于大陆之上的异族人了 恐怕他们做梦也未曾料到 有朝一日 竟会遭到这些往日 被视为蝼蚁般弱小的外族主动进击 而此时此刻 恰好有边疆势力作为屏障 所有罪责自然而然地 由他们背负 三座附属大陆的兵力汇聚一堂 总数至少超过三百万之巨 如此庞大规模的军力 实乃罕见至极 近乎达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 也正因如此 边境势力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与其结盟合作 反观边境这边 仅有区区九位御将所能统帅的军队 勉强凑够一百万而已 显然 相比之下 双方实力悬殊巨大 但边境势力最大的优势在于 能够提供顶尖强者支援 说到底 双方此番联手 无非是出于各自的目的极力一考量 彼此各取所需罢了 硬刚三族无疑是自寻死路 所以 分化他们的联盟 是是势在必行的 表面上边境是人族锦上添花的一只助力 但实际上 他们才是隐藏在背后的那只黄雀 而麒麟自己 他不仅要通过战争来获得能源值 还要暗中潜入三族窃取他们的信仰 第109章 开战理由 七天之后 精灵帝国与人族帝国交界的一座城池 这里是两族来往贸易的重城 隶属于精灵帝国 城内极尽发达 聚集着两族许许多多的商人 是他们相互交流的重要城池 底层的平民们 为两族高层的矛盾而产生间隙 似乎早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 三族作为同盟 怎么可能会真的打起来 城内 一名精灵正悠闲地逛街 迎面走来的几名人族 但他没有在意 谁知就在两人擦肩而过之际 这人竟然主动撞了他一下 周围的人立马围了上来 将这只精灵团团包围 小子 是不是没长眼 围守的那人凶狠地说着 直接抓住了这只精灵的衣领 将他提起 你知道我是谁吗 精灵冷笑一声 即便被对方抓着 也依旧没有反抗 反而是露出一丝不懈的笑容 老子管你 特么是谁 说着 男子直接给了对方一拳 将他打倒在地 给我打 男人一声令下 周围的几名同伴 立马蜂拥而上 对着这名精灵全打脚踢 这名精灵平日里嚣张跋扈 身为城内的贵族子弟 哪里受得了这种气 更何况 这里还是他们精灵族的地盘 被人知道了 岂不是要笑掉大牙 这么想着 他的脸色也愈发阴沉起来 眼中一道血色闪过 周围的几人瞬间爆蹄而亡 鲜血喷射出 找死 这名血精灵站起身来 用手腕擦了一下自己的嘴角 刚要转身离开 却发现周围已经慌乱起来 杀人了 杀人了 他没有理会 继续向前走去 而在他面前 却是出现了一道人影 挡住了他的去路 难道贵族 就能随意杀人了吗 滚开 此刻的血精灵 正在愤怒之中 但他也知道 杀人会带来负面影响 这次的出手 只是为了教训眼前的男子 并没有下死手 只是他刚一出手 还没看清对方的动作 他的视野里 便出现了蔚蓝的天空 最后 整个人就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这人是个高手 执法队的人马上就到 阁下 还是老老实实地 在这里等待片刻吧 男人的声音平静如水 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听到这话 他心中暗自叹了口气 尽管内心十分不甘 但他也清楚地知道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想要反抗这个男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 嘴角却微微上扬 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 所谓的执法队 他又怎么会不知道 这些人究竟是谁的手下呢 更重要的是 明明是那几个可恶的人族 率先挑起事端 他所面临的 顶多算是一个过失杀人罢了 一旦被带回执法队 想必很快便能获得自由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于情于理 他都稳稳地占据着上风 自然也就没什么好畏惧的 这名血精灵略显狼狈地缓缓站起身子 眼神如冰般寒冷 毫不退缩地与眼前的男子对视着 一时间 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两人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 事实上 根本无需特别去通知执法队 刚才那场骚动 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毕竟 这里可是一座极为重要的贸易重城 并没有军队常驻其中 而担负起维护城市秩序 保障居民安全重任的 恰恰便是那些令人敬畏的执法队 虽然他们的人数不算太多 但每个队员 皆拥有超越凡人的强大力量 可以说是实力超群 毕竟 此地虽处两国交界之处 但放眼整个大陆 却绝对称得上是核心区域 完全不必担心 会有战火蔓延至此 没过多久 两支执法小队 便迅速抵达现场 要知道 最为棘手之势 莫过于处理两族间的纷争 而此次事件更为严重 不仅闹出人命 且当时一方竟是精灵贵族 他们岂敢掉以轻心 待得双方会面 那名血精灵 立即上前向执法队员 详述事情经过 只不过对于自己 圣怒之下杀人一事 则便称 纯属意外失守所致 执法队长听后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 原来如此 既然如此 还请阁下随我等走一趟吧 显然 这便是他所做出的裁决 同时也毫不掩饰其偏袒之意 至于那位以丧命之人所属的人族 执法队压根位于理睬 此时 几名精灵正准备自顾自地 将这位血精灵带走 只见那男子嘴角微微上扬 流露出一抹冷嘲热讽之色 说道 大人这般处置 似乎略有不妥吧 此事与你无关 休要多嘴 执法队长一脸不耐地呵斥道 扑吃 滚烫的鲜血 如喷泉般四溅开来 那名血精灵 满脸惊恶地瞪着眼睛 难以置信 得望着穿透自己胸膛的手臂 他的脸上 写满了震惊和疑惑 随即立刻将求救的目光 投向身旁的精灵伙伴们 周围的人们 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得目瞪口呆 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 这个男子会如此果断地出手杀人 一时间 整个场面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哎呀呀 真是不好意思呢 一时失手 就把他给杀了 在此 我深表歉意 男子若无其事地 甩掉手臂上沾染上的鲜血 然后朝着执法队 微微鞠了一躬 仿佛刚刚发生的一切 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小意外 随着男子手臂的抽出 那名可怜的血精灵 在无尽的绝望中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身体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直到此时 执法队才如梦初醒 而周围的其他精灵 也纷纷紧张起来 迅速做出随时动手的准备 大胆狂脱 竟敢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行凶杀人 此人罪大恶极 绝不能姑息 必须以命抵命 给我杀了他 那位精灵队长 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 语气中充满了愤怒与威严 大人好大的官威啊 面对精灵队长的怒斥 男子不仅毫无聚色 反而嘴角微扬 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 精灵族杀我人族 为何不偿命 难道就因为他是贵族 那我人族的几名弟兄 就是该死吗 男人怒急返笑 骂着对方 只见他淡定地打了一个响指 第110章 两族开战 下一秒 只听了一阵呼喝之声响起 周围突然涌现出数十名人族商贩 这些人手中紧握着锋利无比的长刀 其身上穿着的衣物 虽然看似破旧不堪 但他们 每一个人的眼神之中 却都流露出冷酷无情与腾腾杀意 而且更为惊人的是 他们的平均修为 竟然高到了一种令人择舌的程度 毫无疑问 这些家伙绝对都是伪装者 只见这群伪装者迅速行动起来 将那只精灵族的执法小队 紧紧地围困其中 站在最前方的那个男人 向前迈出一步 他用充满寒意的目光 死死盯着眼前的精灵族队长 口中冷冷说道 精灵一族 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的族人 还公然包庇那些犯下罪行之人 如今被我撞破真相 居然妄图将我灭口 各位兄弟听令 立刻动手将他们擒拿下来 押回帝国接受审判 随着这名男子的话音落下 周围的众人 立即展开了伶俐攻势 然而 他们的出手却是凶狠毒辣 毫不留情 丝毫没有半点要生情活捉的意思 分明就是存心 想把这些精灵全部置于死地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 精灵族的执法队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立刻组织起力量 展开还击 刹那间 刀光剑影交错纵横 喊杀声响彻整条街道 双方激战正憨 难解难分 但由于精灵族一方 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实力方面 均处于下风 短短片刻之间 便已渐渐难以抵挡敌人凶猛的进攻 与此同时 在城内的另一个角落里 那些原本隐匿于黑暗中的人族 纷纷现身 他们行动敏捷如猎豹一般 以惊人的速度 夺取了城市的控制权 并果断地关闭城门 升起象征着人族帝国荣耀的旗帜 紧接着 一场残酷而激烈的战斗展开 人族战士们 无情地扫荡着城中 每一个可能藏匿着精灵的角落 然而 这样的场景并非仅限于此地 事实上 几乎所有位于精灵族边境的城池 都在同一时刻 遭到了人族突如其来的攻击 面对如此诡异且迅猛的攻势 精灵帝国完全措手不及 尚未等他们回过神来 人族便毫不犹豫地 发出了宣战声明 并义正言辞地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对精灵一族横加指责 这份通告 如同燎原之火般 迅速蔓延开来 不仅传遍了整个平凡大陆 更引起各族一片哗然 毫无疑问 在此事件背后 麒麟功不可没 正当其他族群惊恶不已 精灵族陷入震惊 矮人族保持沉默之时 人族早已部署在帝国边境的 数百万雄狮 终于接到了进攻的信号 刹那间 战鼓喧天 喊沙声震耳欲聋 人族军队如潮水般 涌向精灵帝国 全面战争正式打响 在人族精心策划 和出其不意的袭击下 短短一天内 精灵帝国边境的数座 城池相继沦陷 局势岌岌可危 随着如潮水般 汹涌而入的人族大军 毫无准备的精灵族军队 猝不及防之下 被打得全线崩溃 仅仅数天时间 他们便以接连失去 数十座城池 领土更是损失将近五分之一 直到退至森林深处后 如梦初醒的精灵族大军 方才回过神来 并迅速组织其有效的力量 借助着复杂多变的地形优势 成功止住了败事 并开始策划反击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其中也有人族 故意放慢进攻步伐的因素在内 毕竟此时此刻 他们所攻占下的土地面积 已然足够庞大 需要花费一定时间 去慢慢消化和巩固统治 倘若继续冒进深入森林腹地 去直面精灵族 那无疑将会是个非常愚蠢的举动 要知道 双方作为彼此结交数百年之久的盟友 对于各自种族的特点 可谓知根知底 如今人族已然改变了原先那种 大规模军团扫荡式的进攻策略 转而采取派遣精锐特种兵小队 悄然潜入森林内部 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方案 虽然精灵族拥有形形色色 能力各异的各类精灵 但人族这边 自然也有着专属于自己的特殊兵种 予以应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两国接壤的边境地带 为了确保此次战役 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果实 人族帝国竟然不惜 将他们自主研发出来的 最新型秘密武器 投入战场使用 这款武器乃是 极科技与魔法于一身的 化石带杰作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烧毁这片森林 让精灵们彻底失去地理优势 正当前方战线激战正撼之时 矮人族这边也同时接到了 来自两个族群的求救信号 然而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矮人们却陷入了两难境地 一方面 双方各持己见 互相指责对方 与边境势力暗中勾结 妄图打破联盟数百年来的 稳定局势 以扩张自身实力 在他们激烈的言辞交锋中 对方俨然已被描绘成 偏激而不可理喻的种族形象 仿佛丝毫没有 通过和谈解决争端的意愿 毕竟作为顶尖族群之一 如果哪一方率先示弱提出求和 无异于公开承认 自家族群不如另一方强大 况且 目前形势尚未恶化至 非得拼个你死我活的程度 另一方面 三大族共同掌管着这块大陆 如今其中两家已然开战 矮人一族自然难以置身事外 可他们仍在观望等待 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出现 又或是等待去证实 双方所提供情报的真实性 此时此刻 按兵不动 静观其变 或许才是最为明智之举 不过 无论如何 矮人们终究需要做出抉择 究竟该站在哪一边 他们绝不能扮演 那坐收余力的黄雀角色 因为这样做 很可能招致其他两族联手回击 届时 三族鼎立的格局 依然无从改变 在此复杂微妙的局势下 矮人们必须权衡利弊 谨慎行事 每一步决策 都关乎着整个族群的未来命运 当然 这一切矮人王的内心 早就做好了决定 只是向高层透露出的消息 是还在抉择之中 在这片大陆上 哪里有什么道义可言 唯有的只有利益而已 第111章 边境出兵 在遥远的彼岸 平凡大陆与边境交界之处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一边是阳光灿烂 晴空万里的绚丽景色 宛如世外桃源 而另一边 则是阴森恐怖 被死寂的黑雾 所笼罩的神秘地域 这块大陆的边缘地带 并不归属于 三大种族中的任何一方 它实际上是由大陆上 众多弱小族群 所统治的领域 这些小族群 选择在此定居 实属无奈之举 毕竟 这片土地平级荒凉 资源匮乏 而且还时刻面临着 来自边境势力的侵扰威胁 相比之下 大陆的中部平原地带 才是真正富饶肥沃之地 那也是三大种族的 核心区域所在 然而 谁能想到 就在这样一个 看似不起眼的角落里 竟藏匿着 数百万规模庞大的 边境大军 他们悄无声息地 藏身于黑雾之中 让外界难以察觉其存在 对于生活在这片 土地上的小族群来说 边境始终充满了 无尽的神秘感 和莫名的恐惧感 由于历史原因 以及对未知危险的畏惧心理 他们向来不敢轻易涉足此地 正因如此 目前他们尚未发觉 黑雾内部的异样情况 不过 造成这种局面的 关键因素 还在于精灵族 仍然坚信着边境 曾经向他们透露过人族的阴谋 面对这样的信息 精灵族并未多加思考 便信以为真 并没有意识到 如今的边境 已然与人族暗中勾结 正在筹谋一场 针对他们的侵略行动 这里是属于 帝精一族的领地 虽然无法与强大的 平凡三族相提并论 但在帝精一族 自身看来 他们已经称得上是 除此之外的强族了 只要能够越过这片土地 就可以直接抵达 精灵帝国的核心区域 在这片 由草木藤蔓等 天然材料所构建而成的 庞大银寨中央 有一座 略显简陋的宫殿 那便是帝精们的 王宫所在之处 整个营地内部的设施 都十分简单质朴 并没有太多 华丽的装饰或建筑 四周燃烧着 熊熊大火的巨大篝火 照亮了整片营地 那些手持长矛 不断穿梭巡逻的 帝精士兵们 尽职尽责地守护着 这里的安全 而在营地的四个角落 高耸的哨塔之上 同样站立着帝精哨兵 他们时刻保持警觉 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以防任何潜在的威胁 尽管的精一族 长期生活在大陆的边缘地带 经常遭受来自 边境各种势力的侵扰 但他们的防御体系 却不可谓不严密 实际上 如果真的遭遇到 强大敌人的攻击 帝精们 最大的作用 恐怕仅仅是 将信息迅速传递 给其他三个族群罢了 然而 在此之前 他们所面对的通常只是 边境地区的流寇 以及那些 被通缉的罪犯而已 直到今日 帝精一族 才终于深刻理解到 为何数百年来九大族群 都会对边境之地如此忌惮 王宫之内 一片静谧 仿佛时间都凝固了一般 就在这寂静之中 一个身影 如同鬼魅般 悄然出现 没有引起任何 帝精的警觉 这个人全身 笼罩在黑色的斗篷之下 脸上戴着一副神秘的面具 只露出一双 冰冷至极的眼睛 正死死地盯着眼前 那位年迈的帝精王 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 向精灵族发兵宣战 玉蛇的声音 冷酷无情 带着一种 不可抗拒的威严 他并没有说出 第二个选项 因为那 已经无需多言 帝精王感受到了 来自对方身上 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场 心中不惊一颤 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绝非此人的对手 但与其 将整个种族拿去 冒险送命 他宁愿选择 奋力一搏 这样想着 帝精王的眼神 渐渐变得坚定起来 他紧紧握住 手中的权杖 试图站起身来 然而 就在他刚刚用力的瞬间 一道血光闪过 一柄血色的长剑 如闪电般刺穿了 他的胸膛 你 帝精王的瞳孔 骤然收缩 满脸惊愕与不解 明明他们同为传奇 为何实力差距 会如此巨大 鲜血从伤口涌出 迅速凝结成 一把锋利的血剑 玉蛇轻易地抽出武器 连看都懒得 再看一眼帝精王的尸体 而是将目光 投向了大厅后方的 某个角落 出来吧 他高声喊道 声音在空气中回荡 带着一种 让人无法忽视的震慑力 显然 他早已察觉到那里 还有别的存在 在一片幽暗深邃的角落之中 一只年轻 而略显稚嫩的帝精 逐渐显露出身形 这只帝精身份非凡 他乃是帝精一族的王子 同时也是帝精王的次子 迟到该怎么做吧 玉蛇语气平静地 轻声问道 听到这话 年轻的帝精王子 立刻双膝跪地 表示出 对玉蛇绝对的忠诚与顺从 属下明白 时间悄然流逝 转眼间 整个帝精一族 便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迅速调动起 大批精锐部队 并借助各种巧妙的伪装 和掩护手段 使得一支 位于边境地区的强大军队 悄然无声地朝着 精灵帝国进发 边境军队规模异常庞大 如果一开始就全军出动 势必会引起 三族的恐慌 因此 尽管他们已经答应了 人族将会出兵相助 但实际上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 表明自己的立场 让精灵族和矮人族知晓 这边境势力 是站在人族一边的即可 只要能够逼迫的矮人族 不得不参与其中 那么他们的计划 就算大功告成了 前线战局胶着 边境势力 也开始踏出边境 参与其中 位于平凡争霸大陆的麒麟此刻 却是在执行着他的计划 三族混战 从目前各方势力的心怀鬼胎来看 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无不再诉说着一个结果 可一个拥有神明作证的种族 真的有那么容易衰败吗 或许 人族的行动 就是得到了人神的许可 毕竟 没人说过神明 就一定是没有感情的生物 既有感情 那就少不了私欲 但精灵族灭亡以后呢 两族消化掉他们的领土 收纳俘虏 转化信徒 这只会让两族的实力 更上一层楼 麒麟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 第112章 夺城之战 在人族帝国的边境线上 一片静密笼罩着这片土地 然而 一支神秘而悄然无声的军队 正趁着夜色的掩护 悄悄地潜入到 人族帝国的领土之中 随着两国之间 紧张局势爆发 战火熊熊燃起 城市内的大批军队 纷纷被调离至前线战场 以应对到来的激烈战斗 由于人族与边境势力 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合作协议 使得这座边境城市的防御措施 稍显松懈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 临近边境的人族城池 竟然会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 基永城 作为人族帝国边界最大的城池 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除了城主之外 城中原本用于抵御 边境威胁的大军 也有一半被调往前线支援 此时此刻 正是这座城市防卫力量 最为薄弱的时候 城主正沉浸在 自己的享乐之中 他在宫殿里 搂着一名娇艳动人的人族美女 尽情享受着云语之欢 而城外的守卫士兵们 则像往常一样 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但谁也没有察觉到 即将降临的危机 突然间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打破了宁静 一群训练有素的精灵大军 如同鬼魅般 从边境的黑雾中冲杀而出 他们身起体型巨大 威猛无比地迷路 气势磅礴地向基永城 急驰而来 这些精灵战士们 沉默不语 却散发出一种 令人胆寒的气息 只见他们 迅速取出手中 锋利的弓箭 紧接着 万箭启发 无数箭矢 如雨点般 密集地射向天空 形成一片遮天蔽日的箭雨 这漫天的箭雨 犹如倾盆大雨 一般倾向下 速度快如闪电 当城墙上的人族士兵 意识到危险来临之时 已经为时已晚 箭雨无情地坠落 瞬间造成了 大量的人员伤亡 惨叫声和呼喊声 响彻整个城头 原本坚固的防线 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面前 变得脆弱不堪 突然间 尖锐刺耳的警报声响彻 整个兵营 与此同时 兵营中的其他战士们 如潮水般 涌向城墙 源源不断地提供支援 就在这时 一道闪烁着黑暗能量的箭矢 以惊人的速度 越过城墙 所有人都认为 这只不过是 又一只射偏的普通箭矢罢了 然而 一名眼尖的士兵 却惊讶地发现 这只箭矢 竟然笔直地朝着 城池正中央的宫殿 急迟而去 那里可是他们城主的官邸 此时此刻 城主大人 或许正在尽情享乐 也许正是他最为放松 毫无防备的时候 宫殿内 城主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样 原本赤身裸体 躺在床上 享受欢愉的他 瞬间一跃而起 凭借着本能 朝旁边闪身躲避 只见那只 漆黑如墨的箭矢 如同闪电一般穿透墙壁 眨眼间 便出现在了 城主刚才所处的位置 好在他动作够快 才侥幸逃过一劫 可惜那位人族女子 就没这么走运了 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剑 直接贯穿心脏 当场毙命 要知道 季永城作为边境地区 规模最大的一座城池 其城主的修为 更是高达传奇级别 相比之下 其他小城的城主 不过只有尊王级别的实力而已 一位传奇 还不至于被一只案件射杀 扑哧 一声突兀 而尖锐的声响 划破空气 紧接着便是 一道寒光闪过 一只箭矢 如鬼魅般 从背后袭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刺穿了她的胸膛 刹那间 星红的鲜血 如喷泉般喷涌而出 剑洒在地 城主瞪大双眼 满脸尽是 难以置信的神色 就在片刻之前 她还全神贯注地保持警惕 但此刻 却毫无防备地遭受重创 她挣扎着想要 转身回望 却只觉得 身体沉重无比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压制住 终于 她用尽全力扭过头去 然而眼前所见 却让她的瞳孔猛地收缩 向她出手之人 竟然是她最为信赖的副官 为什么 城主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艰难地开口问道 声音中充满了绝望和不解 她实在想不通 自己一直对这位 副官器重有加 甚至是其为心腹 为何对方会背叛自己 然而 面对城主的质问 副官只是冷漠地看着她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或愧疚之意 我一向待你不薄 城主强忍着剧痛 试图继续追问下去 但此时此刻 她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位副官 一直都是潜伏在自己身边的间谍 更令她震惊的是 副官显然还隐瞒了真实实力 当初将她从边境带回时 经过魔法检测确定 仅有尊王级别 难道那时的 检测结果出了问题不成 可惜 你站在了人族这一边 副官冷冷地说道 语气中毫无半点怜悯之情 听到这话 城主张大了嘴巴 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但喉咙里 却只能发出嘶哑的乌叶声 她心中满是懊悔与不甘 如果早点察觉到副官的真面目 或许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 边境 城主喃喃自语道 脑海中浮现出曾经的种种过往 错了 我可不是来自边境 副官 麒麟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我真正的来历 乃是那片被你们视为肥肉 肆意掠夺的频繁 争霸大陆 麒麟的话 如同重锤一般 狠狠敲打着城主的心头 她瞪大眼睛 满脸惊愕 原来 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 而这个叛徒 竟是来自那个 备受麒麟的附属大陆 那里 都已经有传奇了吗 城主的瞳孔紧缩 她不可置信 可惜已经没机会 说出这个情报了 临死之际 她只听到对方在喊着 城主遇刺 她明白了 对方要借此上位 那外面的军队 是不是也是他们的手笔 麒麟看着垂死挣扎的城主 脸上闪过一丝绝绝 她毫不犹豫地拔出箭矢 任由城主的身躯 轰然倒地 鲜红的血液染红了地面 仿佛一朵盛开的妖艳花朵 没过多久 宫殿里便挤满了 来自城内各处的大小官员们 当看到城主身亡时 他们的脸色 瞬间变得惊慌失措起来 毕竟连如此强大的城主大人 都难逃一死 那他们又怎能在此时 遭受精灵族大军攻击的情况下幸存呢 毫无疑问 这一定是精灵族展开的复仇行动 他们竟然能够穿越边境前进城池 并对人族帝国和边境交界之处 发起突袭 麒麟的一番话语 更是令在场众人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若他们有意图成 完全有可能将此罪名 推卸至边境一方 从而破坏掉我们之间的联盟关系 听到这话后 周围的人们立刻焦急地询问道 大人 那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才好啊 面对众人的质问 麒麟转过身来 目光扫视着全场每一个人 对于城主的不幸离世 我们固然感到悲痛万分 但如今已无暇哀悼 当前形势紧迫 容不得半点耽搁 我们急需推选出一位新的城主 挺身而出 统领全局 他语气坚定地说道 众人听闻此言 纷纷相视无言 那些原本还觊觎着城主之位的人 此刻也选择了保持沉默 由于当前紧张的形势 挺身而出就意味着必须冲锋陷阵 极有可能会牺牲生命 毕竟谁也不想轻易送死 更重要的是 这位临时城主 是否能得到帝国的认可 上属未知数 当然 如果能够赢得这场战争 那么一切自然不成问题 然而 现实却是最为强大的城主 已然遇害 即便他们这些尊王成功登顶 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这无疑是一场九死一生的战斗 除非精灵族主动放弃攻击 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眼见众人心神不定 惶恐不安 完全被恐惧所吞噬 麒麟此时再度发声 承蒙城主厚爱 唯以副官之职 诸位 实话告诉大家 其实我早已踏入传奇境界 城主大人本欲 将我视为接班人悉心栽培 只恐遭人算计 所以此前一直未曾声张 而今城主不幸遇难 于情于礼 我皆有实力 挑起这副重担 话音刚落 其他几位副官尚欲辩驳 却立刻感受到 一股骇人的威压 喷涌而来 毫无疑问 这恐怖的气场 是传奇极无疑了 众人见状 纷纷实去地闭上了嘴巴 而那几位文官 更像是 抓住了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似的 毫不犹豫的贵妇在地 并齐声高呼 我等参拜城主大人 此时此刻 有这位传奇强者 亲自坐镇城中 他们心中顿时 燃起了一丝希望之火 或许这场战争的结局 并不会如想象那般糟糕 毕竟 凭借着传奇强者 无与伦比的实力 即便无法彻底击溃 城外那些 来势汹汹的精灵大军 但要守住这座城池 直至援军抵达 应该也并非难事 这便是传奇人物 所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至于传说中的 圣域强者嘛 要知道 整个精灵族群内 这种级别的大能者 也是凤毛麟角 屈指可数 所以说 他们基本没有可能 派遣如此顶尖战力 前来攻打这么一座 无关紧要的边境小城 诸位快快请起 不必多脸 当务之急 乃是如何化解 眼前这场危机 麒麟一脸正气的高声喊道 紧接着 他大手一挥 朗声道 各位 随本城主 一同出城迎敌 随着麒麟率领着 浩浩荡荡的大军 如猛虎下山般 杀出城外 原本汹涌澎湃 锐不可当的精灵进攻浪潮 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然而 面对那些身躯庞大 且力大无穷的精灵 始终处于下风 麒麟身先士卒 勇猛地冲入敌阵 奋力厮杀 众人原以为 凭借他 这位传奇强者的实力 便能够力挽狂澜 逆转战局 但未曾料到 敌方阵营中 竟然同样隐藏着一名 实力高深莫测的传奇强者 坐镇其中 两位顶尖高手狭路相逢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 扣人心弦的生死对决 双方激战数百回合 难分胜负 各显神通 你来我往之间 刀光剑影交错纵横 令人眼花缭乱 就在这关键时刻 唯一的传奇强者 被对方死死缠住 无法脱身 而人族一方 则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困境 眼看着战争局势逐渐失控 并不断恶化下去 众人心中 不禁涌起一股绝望之情 难道曾经坚不可摧的姬永成 就要如此轻易地 沦陷于敌手吗 正当所有人 都感到万念俱灰的时候 奇迹突然出现了 只见一支神秘的人族军队 如同天将神兵一般 从另一个方向 急驰而来 这些战士们 全都齐承着 威风凛凛的施救 他们展翅翱翔于天际之上 仿佛一群来自天堂的使者 降临人间 刹那间 无数之锋利无比的箭矢与长矛 宛如密集的雨点般 从天空倾泻而下 迅速打乱了精灵大军 原本严整有序的队形 虽然 要想准确无误地 击中那些敏捷灵活 善于躲避的精灵 并非易事 但要击杀体型巨大的迷路 却轻而易举 更重要的是 由于这支人族军队 牢牢掌控着制空拳 即使是精灵们射出的箭矢 也难以对他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一时之间 战场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高歌猛进 气势汹汹的精灵族军队 瞬间遭受重创 伤亡惨重 为首的指挥官 当即逼退了麒麟 只是没人注意的时 两人分开之际 彼此之间相互对视了一眼 撤军 精灵的命令下达 精灵族大军迅速向着边境退去 麒麟也在这时 下令停止了追击 施救骑兵的指挥官降落 立马恭敬地来到麒麟面前 属下奉命从风暴城前来支援 精灵族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基永城的位置很重要 你们就暂且驻扎在城中吧 麒麟淡淡地说着 对方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城内的官员们 他们更是兴奋无比 这样起码不会担心自己再次遇到生命危险了 欧熙 立刻将此战的结果 上报帝国 麒麟开始指挥这些人 进行善后工作 大军也被他顺理成章地 安插到了城中 不出意外 此战之后 他会名正言顺地成为城主 而这里 不过是人族帝国边境的一处表象而已 不知道正有着多少城池 此刻正在发生着相同的事情 第113章 矮人族出兵 这一天 精灵帝国南部边境 却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袭迹 这场袭击 犹如晴天霹雳 震惊了整个帝国的高层 此时此刻 前方人族军队正全力攻打 使得精灵们疲于应对 根本无法分神处理其他事情 然而 更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 两名边境御将 竟然率领着高达40万的大军 出现在敌后 并展开了疯狂的掠夺行动 他们势如破竹 不断攻占一座座城池 给精灵帝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 精灵族感到措手不及 原本 他们认为 这些边境势力会保持中立 不会轻易卷入战争 但现实却狠狠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 起初 他们并未将这两名御将 及其所带领的流寇放在眼里 认为他们 不过是些小角色 最多只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而已 可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实证明 他们大错特错 这些边境敌人 并非简单的流寇 而是有着明确战略目标的游击队 他们擅长游击战 声东击西 让精灵族防不胜防 尽管精灵帝国企图围剿他们 但每次派出的军队 都如同石沉大海 杳无音讯 当然 精灵族也并非毫无收获 通过后方传来的情报 他们终于意识到 这些边境敌人的真正意图 这种行为 无疑激起了精灵族的怒火 让他们倍感屈辱与愤怒 玉蜀 纯粹的亡灵兵种 征战时间越长 他们的兵力 也就会越来越多 可光知精灵是帝国的精英 他们必须 要用在对付人族的战场上 这就导致了一时间 很难将其彻底消灭 如果是单单一个玉蜀还好 即便是亡灵 他们也能轻松搞定 关键是这位玉阳 他的兵种竟然是天使 边境内 怎么会有天使 天使作为最高贵的神圣种族 他们的实力无比强大 再加上具有空中优势 根本不是一般精灵能够对付的 上任玉阳生死的消息 他们是知道的 没想到这一任的玉阳 竟然比之前还要强 如果放任不管 这绝对会成为 此时此刻在庄严肃穆 每轮美奂的精灵皇宫殿堂之中 来自五个族群的精灵高层们 正齐聚一堂 共同商讨着当前严峻的形势 每个人的面庞都笼罩着一层沉重与忧虑 仿佛心头压着千斤巨石一般 矮人异族那边至今仍未给出答复吗 有人率先打破沉默问道 是的 他们依然选择了肩默不语 另一人语气低沉地回答道 可恶 当初就不应该倾信那些边疆之人的言辞 这分明就是他们与人类精心策划的阴谋 有人愤愤不平地怒斥道 好战且具有强烈侵略欲望的种族 要挑起战争 只需一个导火索而已 即使没有边疆势力 也可能会出现别的导火索引爆战火 又有人冷静分析道 目前最紧迫的问题 是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困局 有人提出关键所在 不得不承认 边疆地区展现出的实力 着实超出了我们的预估 众人纷纷附和 表示赞同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后 最终大家得出了一个令人无奈而沮丧的结论 束手无策 若想打破僵局 仅凭借平凡大陆上现有的各族力量 已毫无胜算可言 唯一可行之路便是割舍一部分利益 引得其他大陆的种族介入其中 然而 究竟该邀请哪个种族参与 这同样是一件棘手的难题 人族在过去数百年间一直默默无闻 形势低调 面对外族时 他们始终秉持谦逊姿态 巧妙地掩盖自身锋芒和实力 正因为如此 相较于天使和恶魔两个族群 人族并未与生俱来地 遭受到其他族群的极度仇视 可以断言 在九大族群当中 并没有哪个种族会对人族 抱持着决然敌对的态度 然而 若想指望这些族群伸出援手 协助解决当前困境 恐怕并非易事 正当众人陷入沉思之际 一名指挥官提议道 不如尝试请求天使族相助吧 确实 如果非要寻找一个 不存在绝对种族矛盾的族群 来说服其参与行动 恐怕只有像天使族这般 具有强烈领土扩张欲望的种族 最为合适了 然而 有人担忧地表示 但天使族贪得无厌 若想让他们出兵援助 恐怕我们必须付出巨大代价呀 接着又有人提出顾虑 况且神圣大陆 距此路途遥远 还需跨越边境线 恐怕此行困难重重 说不定人族与边境势力联手 正是为了封锁我们的出路呢 一时间 各种猜测和一律涌上心头 令原本就艰难的局势 变得愈发扑朔迷离起来 利益问题无需担忧 怎么说 我们光之精灵 也算是神圣种族的一部分 他们会给几分薄面的 正好将玉阳的情况告诉他们 交给对方来处理 边境从未出现过天使族 黄论一名天使玉江 对方还是传气强者 这种种的疑点 实在是太可疑了 几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最终确定了方法 至于玉阳会不会是天使族的人 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 对方自然不会愚蠢至极 如果这样做 简直就是不打自招 暴露自身身份信息 即便是派遣间谍 潜入边境地区 无论是先灵族还是太坦族 都会令人感觉情有可原 这时 一名精灵环顾四周后 开口问道 诸位 你们当中有谁比较了解 边境的情况呢 因为他们必须保证 所派遣之人 能够顺利穿越边境线 索纳 我记得 你手下有位副官 正是来自边境吧 可以派遣他 前去执行任务如何 另一人提议道 此次行动至关重要 切不可张扬行事 而你那位副官 具备传奇般的实力 无疑是最佳人选 其他精灵纷纷汗手 表示认同这一观点 索纳听闻此言 立即躬身失礼 尽管他身为一军统帅 但在此处 无论实力还是官阶 他皆处于劣势地位 谨遵大人教会 会议的最终方案 就此确定下来 众人玄即便迅速离去 毕竟前线战场 仍需他们全力掌控 两日之后 那名精灵化身为普通形态 并带领数名精灵族中的精锐 悄然离开帝国 踏入了边境之地 第114章 精灵族的绝望 麒麟小心翼翼地 向前行进着 心中暗自盘算着 与精灵帝国之间的距离 当他确信 已经足够远离那个危险之地后 嘴角微微上扬 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哼 想让这些家伙 轻易前往神圣大陆 门都没有 麒麟心想 暂且不论天使族 是否会伸出援手 光是得知 天使化身为边境 欲将这一事实 他们必定会 毫不犹豫地选择 铲除异己 对于天使一族 麒麟再了解不过了 那群高傲的生物 绝无法容忍 如此屈辱之事发生 诸位 请稍作停留 麒麟语气平淡地说道 听到这话 身后的五位精灵 纷纷停下脚步 面面相去 不知所措 他们满心狐疑地 望向这位现任小队队长 试图从他的表情 和言行中寻找答案 难道你们真的天真的认为 我们能够安然无恙地 抵达神圣大陆不成 麒麟冷笑着反问 话音未落 其中一名精灵 便按捺不住性子 高声质问道 你这话究竟是何意 然而 还未等众人来得及深思熟虑 树道耀眼夺目的金色光束 骤然间破空而来 如闪电般 迅速穿透了他们的身体 刹那间 鲜血似箭 染红了周围的土地 每个精灵的面庞上 都充斥着惊恶与难以置信 你 你是叛徒 这句话脱口而出时 带着难以置信和愤怒 但事实摆在眼前 却让人不得不接受 那个本应属于森林精灵一族的存在 居然能使出光之精灵特有的攻击方式 然而 这几个目睹此景之人 已无机会知晓其中缘由 只见麒麟手起刀落 瞬间将他们全数斩杀 紧接着 他运用自身强大的黑暗能量 将四周的一切痕迹 清扫得干干净净 做完这些之后 麒麟的身影 如鬼魅般融入黑雾之中 眨眼间便失去了踪迹 两日之后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平凡大陆 矮人族出兵了 要知道 在此前各族之间微妙的平衡下 矮人们一直保持着中立姿态 但这次 他们却并非向众人预料那般 去支援精灵族 反而是选择 在这个敏感时刻 对其发动突然袭击 尽管大家心里清楚 这场战争起因 乃是人族与边境势力勾结社局 陷害精灵族所致 但那又如何呢 正所谓复巢之下岂有顽暖 面对如此局势 矮人一族深知 若想独善其身 几乎不可能实现 眼看着两大族群 已然打得如火如荼 双方均损耗大量军力之时 矮人一族果断地采取行动 毅然决然地加入战局 至于所谓的正义 此刻早已荡然无存 他们所关注的 无非是权衡利弊 判断哪一方 更有利于保障自身利益罢了 此时此刻 暂且不论人族那边 是否真的形成联盟 单从近期战况来看 精灵族不仅未能成功 铲除两名来自边境的御将 甚至还陷入了被动局面 如此一来 矮人一族 自然不会错过这个绝佳实际 毕竟 在弱弱强食的世界里 只有强者才能笑到最后 他们是真的老了 但不得不说 边境也确实是有些实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人族都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因此 矮人们没有任何理由 会选择站在精灵族那边 在这三个族群中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 劣势地位的矮人族 现在终于有机会 通过这场战争 来扩大自身的势力 此时此刻 精灵帝国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困境 它不仅要同时应对 两个强大种族 人族和兽族的夹击 还要承受来自六位 玉江持续不断的骚扰攻击 整个精灵帝国陷入一片混乱 防线迅速崩溃瓦解 其国土面积 已然丧失了一半之多 如今 精灵们已别无选择 必须动用他们 深藏已久的底蕴力量 才能继续抵抗下去 与此同时 他们也越发急切地期盼着 天使族的援助 能早日抵达 毕竟对于这些顶尖大族来说 失去领土和子民 固然令人痛心 但真正让他们恐惧的 还是自身底蕴的损耗 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胶着 麒麟的几十个分身 遍布战场各个角落 犹如死神般无情地收割着生命 并源源不绝地 获取着宝贵的能源值 此时此刻 那位化身为精灵的存在 正悄然藏匿于边境之地 他深知 现在正是归返之时 于是 他决定亲自为精灵帝国 送去最终的绝望 逼迫他们 使出深藏不露的底蕴 只见他手指轻动 汇聚起一束光芒 毫不犹豫地 穿透了自己的肩膀 瞬间 鲜血四溅 但他却强忍着剧痛 装出一副身负重伤 命悬一线的样子 紧接着 他以惊人的速度 朝着精灵帝国急驰而去 在索娜的宫殿里 作为其直属部下的麒麟一回来 便立刻向索娜报告情况 当索娜目睹麒麟满身鲜血 狼狈不堪地出现在眼前时 心中顿时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 一切都结束了 你的伤势如何 究竟发生了何事 其他人又怎样了 索娜心急如焚 迫不及待地发问 声音中难掩惊惶惶与焦虑之情 麒麟语气平淡地回答道 他们都死了 我们未能抵达神圣大陆 反而在边境遭遇敌人伏击 我算是幸运逃脱一劫罢了 其他几人只有尊王级 以麒麟传奇般的实力 能从那场恶战中脱身 也并不令人意外 让我瞧瞧 索娜一边表达对麒麟的关切 一边仔细查看她的伤势 其实也是想借此机会 观察伤口的真伪 可当她看到伤口的那一刻 整个人愣住了 索娜身为光之精灵 对于光明力量的感知 是无比敏锐的 并且她曾经与玉阳交过手 对方的光明力量 与眼前这股力量完全不同 可除此之外 边境之中 就没有其他光明种族了 至于那些天使兵种 传奇之下的生物 还没办法在一位传奇身上 留下不可愈合的伤口 一瞬间 索娜就想到了许多 第115章 半神出手 你是边境的人吗 索娜一脸平静地 说出了这句话 自从这个神秘的身影 踏入精灵帝国的领土那一刻起 每一个细节 都透露出一种 难以言喻的诡异氛围 尽管索娜始终将其置于 自己严密的坚实之下 但谁也无法保证她 是否掌握了某种 能够暗中传递信息的特殊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 索娜早已察觉到 对方体内 潜藏着光之精灵的力量 而她身上那些 猙獰可怖的伤口 似乎也与这种神秘的能量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精灵帝国败局已定 跟我走吧 面对索娜的质问 麒麟并未试图掩饰或否认 而是坦然地点头 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你果然 索娜脸上满是惊恶之色 声音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为什么 她实在想不通 眼前之人分明身为精灵一族 为何会选择背叛自己的族群 难道说 边境之地 真的比精灵帝国更美好 种族 麒麟轻描淡写地吐出这个词 仿佛它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索娜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盯着麒麟 试图从她的眼神中 找到一丝破绽 然而 麒麟的目光坚定而冷静 让人无从质疑 你待我不薄 这点我心知肚明 我承认 之前确实是利用了你 但有一件事情必须澄清 当初你遭受追杀之事 完全是玉鼠那帮手下 自作主张的行为 与我毫无瓜葛 麒麟的语气十分诚恳 显然希望借此 向索娜表明自己 与那些边境势力 并非一路货色 索娜心思聪颖 怎会听不出她的言外之意 再一联想到 之前所言种种 皆是为了种族利益 她请客间便恍然大悟 并生出一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 难道你来自附属大陆 正是如此 麒麟语气平淡地回答道 似乎早已料到索娜 会有此疑问 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 想必也无需我多做解释了吧 面对这番说辞 索娜一时竟无法反驳 毕竟 此次冲突始于精灵帝国 对附属大陆的进攻 即便对方利用了自己 那也是事出有因 况且 若不是他们出手相助 自己恐怕早已命丧皇权 你们的发展速度 着实惊人 索娜不禁叹息一声 她实在没有料到 这些异族 竟然能如此迅速地崛起 甚至出现了传奇级别的强者 要知道 这样的人物 即便是放在大陆之上 亦属于权势滔天 地位尊崇之人 难怪九族始终是附属大陆 为巨大威胁 其潜藏的实力的确可不 仅仅数月时间 他们就能取得普通种族数百年 才能达成的成就 此地乃是精灵帝国 你竟敢再次坦诚相告真实身份 难道就不怕 我换人前来 取你性命吗 索纳反唇相机 心中暗自诧异 不知对方究竟何来这般胆量 一名传奇强者 对于你们这些附属大陆来说 应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吧 她再次开口 麒麟听闻后 忍不住扑斥一声笑出了声 你根本没有那样的机会 而且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如今精灵帝国境内的那些边境军队 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兵力 都来源于附属大陆 他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紧紧盯着眼前的人 你们企图进攻附属大陆 妄图讨伐边境地区 你们如此野心勃勃 但最终还是会被无尽的欲望所吞噬 因为 你们所知晓的事情 实在是太过稀少了 麒麟的脸上露出一丝惋惜之情 似乎再为对方感到悲哀 接着 她语气坚定地说道 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吧 精灵帝国已经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句话仿佛是一道最后的通牒 带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威压 你竟然让我背叛自己的国家 索娜气得浑身发抖 怒急反笑道 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 然而 就在这时 麒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斩首行动即将开始了 什么意思 索娜的心中 突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还未等她反应过来 对方的话音刚落 紧接着 整个大的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数到耀眼的光束 如同巨龙一般冲天而起 瞬间爆发出让人窒息的恐怖气息 这些光芒锁过之处 一切都被无情地摧毁 周围的树木纷纷倒下 化为一片废墟 城内所有的精灵都惊恐地望着四周 只见无数道耀眼的光束 从四面八方及时而来 如流星般冲向精灵王城 索娜惊慌失措地跑到屋外 仰望着天空的方向 她的眼神空洞无神 流露出深深的绝望 那是 半神 没错 是三方势力的半神 他们早就暗中联合在了一起 蓄谋了这场斩首行动 势必要彻底击垮精灵族 这个计划 当时只有核心成员才知晓 别说精灵族 当初人族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 就连边境的狱疆们都大为震惊 暗自感叹他们的疯狂 与此同时 边境整合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人族各地 他们唯一不清楚的是 在这背后 居然还隐藏着一名神秘的狱龙者 然而 正是通过这次 惊心动魄的合作 使得两族 对这位暂时的盟友 边境 有了更清晰 更直观的人士 如今 五位强大无比的半神 以及庶民圣域级别的强者 将整个精灵城严密地包围起来 面对这样恐怖的阵容 即使是唢呐 也心知肚明 此时此刻 精灵族 已面临生死攸关的绝境 既然他们 敢明目张胆地前来 自然就不怕精灵族的神明插手 就在这个时候 城市内部 突然涌现出三道无与伦比 惊天动地的气息 原来 他们来自当今精灵族 最为强大的三个人 三位半神级别的强者 尽管面对如此悬殊的差距 三对五 但如果拼命一战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此刻 八位半神脚踏虚空 悬停于半空之中 彼此对峙 周围那些 圣域境界的强者们 则冷漠地凝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们之间 甚至没有丝毫言语交流 因为对方 已然濒临城下 显然已不存在任何谈判的空间 瞬间 八大半神 同时发动攻势 如闪电般 冲向各自的敌手 狂暴的气势 如火山喷发般 轰然相撞 他们如同闪耀的星辰 在王城上方 急速穿梭 激烈交锋 每一次撞击 都引发山崩地裂 巨石粉碎 大地震战不止 就连原本晴朗的天空 也在此刻 被无尽的黑暗所吞噬 周围的圣域强者 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他们犹如一道道华 过天际的流星 纷纷杀入精灵王城中 然而 精灵一方的圣域强者数量 远远少于敌方 根本无力阻挡所有来敌 第116章 兵灵灭族 不可以 王城绝对不能被摧毁 索纳情绪激昂地喊道 声音中充满了坚定和决绝 他毫不犹豫地 准备冲向战场 与敌人展开厮杀 然而 就在索纳迈出脚步的瞬间 麒麟迅速挡在了他的身前 语气严肃地说 别傻了 你难道真的认为 仅仅依靠一个传奇 就能改变当前的战局吗 索纳并没有停下脚步 他目光锐利地盯着麒麟 回答道 你不懂 显然 他心中有着 某种信念或者计划 使得他坚信自己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 麒麟并没有让开道路 只见他挥动手指 竖道由强大魔法力量 凝聚而成的锁链突然出现 并紧紧地缠住了索纳的身体 这些锁链 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仿佛拥有无穷的力量 任凭索纳怎样奋力挣扎 都无法挣脱束缚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状况 索纳感到无比震惊 这种程度的魔法力量 已经超越了普通传奇级的水平 达到了传说中的巅峰境界 但更令他惊愕的不是这点 这道束缚 魔法分明 是暗夜精灵一族独有的能力 你怎么会使用暗夜精灵的能力 你究竟是谁 索纳愤怒的吼道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和困惑 他无法理解 为何有人能够同时具备森林精灵 光之精灵 以及暗夜精灵的特殊技能 此时的麒麟 并未回应索纳的质问 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默默地注视着天空中的激战 他心里清楚 精灵神此刻 恐怕不敢轻易出手干预战斗 因为那样做 将会引发人类神明 和矮人名神的联手反击 不过 精灵神想必也不会做事 自己的信徒失去信仰 毕竟 这对于他自身的实力 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就在八名半神级强者 激战正憨之时 终于有一名精灵族 半神独目难知 同时面对两名对手的围攻后 身受重伤 只见他的身躯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被对方狠狠地 从半空中击落至地面 掀起一阵惊天动地的烟尘 他全身浴血 但眼神中 却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 反而燃烧着熊熊的斗志 那两名人族半神 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 立刻从高空俯冲而下 发动凌厉无匹的攻势 是要将眼前这位强敌 置于死地 然而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麒麟惊讶地看到 那位受伤的精灵族女半神口中 念起一段晦涩难懂的咒语 刹那间 他的周身爆发出耀眼夺目的金色光芒 此刻 他宛如沐浴在金光中的女神 圣洁而庄严 令人不敢直视 随着光芒愈发炽烈 他身上的伤势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 与此同时 他的气息也如同火箭般节节攀升 直至达到一个令人心计的恐怖境地 很显然 此时他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早已超越了半神的层次 原来 他竟在关键时刻 借助了自己信仰的神明 精灵神的力量 眼见精灵神真的附体将士 那两名人族半神 并没有选择上前打断施法 反而十分默契地主动后撤 与对方拉开一定距离 并在嘴角流露出一抹 不易察觉的狡黠笑容 就在这时 另一名人族半神 竟然也开始借助人神的力量 瞬间 双方的战局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紧张程度直线上升 然而 这样强大的力量 却有一个致命的限制 每个半神都只能动用一次这种能力 换句话说 这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仅能攻击其中一名种族半神使用而已 如此一来 另外两名精灵族半神的命运 似乎已被注定 他们必死无疑 人神附体的半神 与精灵神附体的半神 激战正憨 难解难分 而其余四名半神 则趁机对朔国仅存的两名精灵族半神 展开围攻 显然 如果这最后两名精灵半神不幸陨落 再加上前方战线军队无情的厮杀 和城内圣域联军猛烈的攻势 精灵神所获得的信仰之力 必将大幅削减 那时 精灵神的力量会被削弱 不可能再是人神的对手 整个精灵族群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反观联军这边 实力雄厚的矮人族 尚未使出自己真正的杀手锏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场战斗 对于精灵族来说都是凶多吉少 失败几乎已成定局 此时此刻 麒麟心中暗自私存 这场战争 已然失去继续关注的价值 相比之下 我更应关心的是前线战况 唯有迅速搜集足够的能源值 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方为当务之急 它带着唢呐 不动声色地消失在了精灵王城之中 今日过后 精灵族恐怕要在九族之中除名了 而在另一边 仁族帝国境内 一座无比宏伟 壮观的巨大城市 高高处立于一片辽阔无垠的高原之巅 犹如一头蜿蜒盘踞于大地上的巍峨巨龙 这座气势磅礴的城市 正是仁族帝国的皇城所在之地 那个象征着无上权威与荣耀的神圣之地 即使身处战乱时期 这座皇城依然固若金汤 其守卫之森严令人咋舌 城墙之上 一队对身着重甲的精锐士兵 如钢铁般坚韧不拔地站立着 他们手中紧握各式各样锋利的武器 目光坚毅而锐利地直视前方 更有众多神秘莫测的魔法师 穿梭其间 时刻保持警惕 施展出各种神奇法术 以确保皇城安全无余 不仅如此 在这座皇城周围 还环绕着数座高耸路云的巨型高塔 这些高塔彼此之间 似乎存在某种奇妙联系 每当其中一座塔 发出低沉冥想时 其他塔身也会随之产生共鸣 并源源不断地释放出 强大无比能量波动 这些能量 最终汇聚成一股巨大洪流 向上攀升 直至天际尽头处 交汇融合 并凝结成一层透明护盾 将整个皇城严严实实地包裹其中 仿佛坚不可摧一般 然而 就在这样一个看似戒备森严 水泄不通 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地方 竟有一道鬼魅般身影 悄然掠过 并且没引起任何一名守城士兵警觉 那道身影 浑身被黑色长袍紧紧包裹 脸上还戴着一张诡异面具 让人无法看清其容貌 第117章 进攻人族皇城 此刻人族帝国皇城内 负责坐镇的 正是人族最后一名半神 两族都派了两名半神 再加上边境的玉虎 一共就是五名 即便五对二可能会有损失 但他们依然没有选择清朝而出 在这个关键时刻会发生什么变故 当然 目前三族的混战 由于有边境的协助封锁 仍处于封闭阶段 其他三座大陆 对于平凡大陆的情况一无所知 如果他们知道了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在皇城最中心的那座宏伟宫殿内 一名老者正端坐在椅子上悠闲地喝着茶 他的心情异常愉悦 仿佛正在期待着这场战争的胜利 一旦成功夺取了精灵族的领地 那么他们人族境内 至少还能培养出两名半神 届时 他们将凭借绝对的实力 成为九族中的翘楚 哦不 应该说是八族之首 至于几千年前九族联合签订的 互不侵犯条约 共同维护大陆秩序 抵御外族等等 在如今的局势下 早已变得脆弱不堪 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 和种族崛起的渴望 这些曾经的誓言和承诺 都显得微不足道 在权力与欲望的驱使下 任何规则都可能被打破 异族什么的早就成为过去式了 这个时代哪里还有什么异族呢 不过是一群弱小的蝼蚁罢了 但手可灭 啪哒 突然 老者手中的茶杯掉落在地 茶水与杯子碎片建设一地 他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脸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惊慌 下一秒 老者的身影消失在宫殿之内 身形变幻之间 他再次出现时 已经是来到了城内的一处广场上空 而在他脚下 一位身披黑袍的人影 正静静地站立在那里 对方的脸上 戴着一张黑色的无脸面具 额头上雕刻着一只威武霸气 栩栩如生的苍龙 面具之下 是一双无比冰冷的眼神 玉龙 老者惊呼一声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是已经 我已经死了对吗 玉龙冷声说道 你们未免也太小看我了 往日你们人足做的孽 今日是时候该还清了 玉龙冷声说了一句 声音中充满了无尽的杀意和愤怒 下一秒 只看见一阵空间波动 他的身影竟然凭空消失不见 下一瞬 却又突兀地出现在老者面前 只见他手中握着一把黑色巨刃 猛然挥出 一道黑色的巨型斩击 如同魔神之手一般 带着无尽威压 朝老者呼啸而去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撕裂开来 老者脸色微变 但并未慌乱 口中念起一段晦涩难懂的咒语 瞬间一层透明的护盾 出现在他身前 两者相撞的瞬间 一股恐怖至极的气势爆发开来 如同一颗核弹爆炸般 震耳玉龙 巨大的冲击波 以两人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开来 所过之处 一切都化为积粪 玉龙闷哼一声 被这股强大的力量 直接震退数十米远 而他身后的宫殿 更是不堪一击 被那道黑色斩击 整齐地切出一个巨大的切面 你 你已经半神巅峰了 老者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玉龙 眼中尽是震惊之色 他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这个年轻人 居然在短短时间内 就突破到了半神巅峰境界 玉龙冷笑一声 你以为我会像 你们这群老东西一样 几百年都还在原地踏步吗 说话间 他手中的动作丝毫不停歇 反而加快速度 展开了更为凌厉的攻击 只见他身形闪烁 手中的黑色巨刃不断挥舞 每一次挥出 都带起一阵凌厉的进风 让人不寒而栗 随着他的动作 他脸上的黑色面具 缓缓滑落 露出了面具之下 一张英俊帅气的脸庞 他的五官 犹如刀削斧般立体分明 透着一种刚毅和果感 一头黑色长发 随风飘扬 略显凌乱 却别有一番韵味 只是他的脸色异常苍白 没有一丝血色 仿佛大病出狱一般 但他那双深邃的眼眸中 却闪烁着坚定而冷酷的光芒 让人不敢直视 就在他揭开面具的那一刹那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玉龙的双眸 突然喷涌出一团浓郁的黑气 如汹涌的洪流 一般迅速将他吞没 眨眼之间 三对漆黑如墨的羽翼 从黑气之中伸展而出 他手中紧握着一把 通体乌黑的长剑 整个人散发出一种 前所未有的强大气息 仿佛脱胎换骨一般 毫无疑问 玉龙所属的种族 正是神秘而强大的舵天使一族 面对如此巨变 老者心中暗叹一声 深知已无退路 只得使出自己最后的绝招 只见他口中念起古老的咒语 黄城外那座高耸路云的巨型高塔 竟开始微微颤动 并与他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刹那间 无数道耀眼的能量 光束从天而降 如流星般汇聚到他身上 使得他的气势节节攀升 然而 即便如此 与玉龙相比 老者的实力仍稍逊一筹 你们人族的科技 真是停滞不前啊 居然还在使用 几百年前的陈旧玩意儿 玉龙嘴角 泛起一丝轻蔑的笑容 手中长剑猛然一挥 带出一道凌厉无匹的剑气 刹那间 风云变色 整个世界 都被这道恐怖至极的剑芒所笼罩 大地仿佛 被硬生生撕裂开来 形成一条深不见底的红沟 带着毁天灭地之势 朝前方 袭卷去 似乎要将眼前的这座城池 一批为二 老者紧咬着牙关 脸色变得十分凝重 只见他双手一挥舞 瞬间变换出一把 散发着神秘光芒的法杖 紧接着 他口中念动着古老灰色的咒语 全力发动了静咒魔法 刹那间 原本晴朗的天空 突然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滚滚的天雷 不断在云层中闪烁 仿佛世界末日 即将来临 下一刻 一道紫黑色的巨大雷霆 如同巨龙般从天而降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静直 攻向了那把黑色剑锋 两道强大无比的攻击 在半空中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整个城内都被掀起了一道 恐怖至极的余波 房屋纷纷倒塌 无数的人族战士 和居民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化 为了灰烬 整个城市 此刻已经坍塌了一半 尽数化作一片废墟 老者的额头青睛抱起 脸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他望向面前的御龙 眼中充满了焦急和无奈 他试图解释道 当初边晋王的死真的 与我们人族无关啊 他可是我们的领袖 面对八族的逼迫 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 我们所能争取到的最大限度 也仅仅只是 让他保住性命而已 然而 御龙根本不理会老者的解释 他的眼神中燃烧着怒火 愤怒的吼道 少废话 他的死你们人族 谁也脱不了干系 今天我就要先灭掉你们人族 其他几族 一个也别想逃脱 第118章 生死存亡之计 御龙根本不听对方的解释 反而继续加大了手中的力量 他心中明白 今天必须将对方斩杀于此 因为一旦人族根基被毁 前线的战局将会再度陷入 扑朔迷离之中 人神的实力必将大受影响 说不定已经无法与精灵神相抗衡 只有逼迫矮人神出手 让三方势力都拼得你死我活 才是夺取平凡大陆的最佳时机 当然 想要彻底消灭这些巅峰种族 并非易事 除非拥有足以斩杀神明的强大力量 否则就算神明一时生死 但只要他们尚存于事 便迟早有可能东山再起 然而 这并不妨碍玉龙此刻的决心和行动 毕竟 眼前的敌人不过是区区法则神罢了 眼见玉龙毫无谈判的意愿 一心只想摧毁人族 老者顿时慌了神 他立刻施展魔法 向前线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催促另外两位半神撤军 相比起攻克金灵族 显然人族帝国的皇城更为关键 这里蕴藏着极其浓郁的信仰之力 无论如何都绝不能让他被敌人摧毁 另一边在那精灵帝国战场之上 两位强大的人族半神 当他们得知这份机密情报之后 脸上揭露出惊恶之色 并纷纷怒视着眼前的玉虎 玉虎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 为什么玉龙竞会出现在我们帝国的领土之内 今日 你必须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若无法自证清白 休怪我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两人咄咄逼人的质问 玉虎的反应倒是异常迅速 他立刻伪装出一副无比惊讶的模样 大声喊道 什么 玉龙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少跟老子装算 其中一名人族半神忍无可忍 直接发动攻势 朝玉虎猛呼过去 原本 这场战斗本应是四名三方势力 半神对战两名伤痕累累的精灵族半神 但随着局势的突然变化 转眼间便演变成了三名人类 与矮人族半神 与两名精灵族半神 与玉虎之间的激烈对决 此时此刻 两名精疲力竭的精灵族半神 终于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这突如其来的戏剧性转折 令在场的所有半神 都不禁陷入了短暂的震惊之中 难道说 边境地区与人族之间的盟友关系 出现了裂痕不成 我奉劝各位 当前最重要之事 还是齐心协力 共同对抗精灵族 至于玉龙一事 我确实一无所知啊 如今 我才是边境的首领 十位玉将也都在此处 我又何必欺骗诸位呢 玉虎一边艰难地 抵御着对手的攻击 一边不断向后退却 同时还不妄为自己辩解一番 玉龙不是早就死了吗 人族半神一脸 不可置信地追问着 玉虎则露出一脸无奈的神情 边境之地可不比你们大陆小啊 他到底死没死我怎么可能知道 你们这些身居高位的领导者们 难道不清楚 这几百年间边境地区的局势吗 相信玉虎 此时 另一位人族半神突然开口说道 现在并不是内乱的时机 我们首先要集中精力应对 精灵族的威胁 这位半神心里非常明白 如果因为这件事 导致与边境势力的联盟破裂 那么前线的大军必然会撤军 如此一来 他们便再也无法对精灵帝国构成威胁 更何况这种行为 还会引起对方的仇视 如今的边境 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些小角色了 实在没必要去 招惹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 毕竟边境在这场战争中 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如果不能从精灵族身上 获得足够的利益 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把矛盾 转移到人族身上 而那个时候 刚刚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人族 正处于极度虚弱的阶段 根本承受不起这样的折腾 那皇城那边该如何交代呢 人族半神焦急地询问着自己的同伴 你马上返回皇城 让矮人族请诸神降临 迅速终结这场战争 他毫不迟疑地高声喊道 与此同时 旁边的两位矮人族战士 自然也明白了当前举事 如果不借助矮人神的力量 暂且不论是否能够获胜 光是人族 受到皇城安危的影响 必定会选择撤军 那样一来 这场战争将会白白 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 最终一无所获 显然 这是人族逼迫他们 使出最后的绝招 但他们别无选择 就在这时 其中一名矮人族半神 果断挺身而出 激活了矮人神的力量 刹那间 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 强大气息席卷而来 他毫不犹豫地朝着 两名精灵半神猛扑过去 另一名矮人族半神 和玉虎同样不敢懈怠 立刻倾尽全力展开攻击 精灵帝国 此刻陷入生死存亡之际 无论这场战争的结果 最终如何 都与麒麟的关系不大 此刻的他 正在前线战场 利用精灵族军队进攻人族 和矮人族 利用其他军队进攻精灵族 充分地利用了 这场战争的优势 将所有的敌人 都化作了自己的能源值 同时三族的分身 也没闲着 早就在暗中掌握了数座城池 他们各不相邻 有人族的 有精灵族的 更有矮人族的 这些城池 如同漫天星辰一般 恶魔化身突然向他传来了一则消息 第119章 正在扩大的战争 麒麟的脸色变得异常沉重 他从未想过 局势会恶化到 如此严重的程度 无论是精灵族 矮人族还是人族 甚至是边境地区 任何一方都不能成为这场战争 最大的受益者 因为一旦这样 大陆平衡的局势 将会被彻底打破 到那时 所有妄图争霸大陆的势力 都将如同蝼蚁般 失去生存的机会 这绝对不是麒麟 仍在精灵王城 看来只能派遣精灵化身 前往传递信息了 麒麟凝视着远方 正在激烈厮杀的战场 不禁深深的叹息一声 局势已经变得 越来越错综复杂 令人难以捉摸 而在另一边 漫天的浓雾弥漫 将这片区域笼罩的昏天黑地 这里便是边境 一片荒无凄凉的土地 在与平凡大陆相邻的地方 有一处隐蔽的藏身之处 此时 精灵化身突然接收到了 来自本体的消息 她的脸上也流露出一丝 奇异的神情 她万万没有想到 之前精灵帝国 交给自己去完成的任务 这次本体 居然也要求自己 前去执行 不过这次与上次不同 上次是洋装 而这次 必须得去完成了 否则 大陆的局势将会被打破 同时会压榨他们的生存环境 你们精灵族看来 命不该绝 她看向身旁的索娜 脸上露出一丝 玩味的笑容 索娜满脸疑惑地 看向对方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奇灵招来 自己得一句分身 我去帮你们找帮手 看好她 说着她的身影 便直接消失原地 只留下一脸茫然的索娜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人族帝国皇城之内 玉龙浑身欲血 全身上下 到处都是伤口 她持剑冷漠地站在原地 而她旁边 还有着一名老者的尸体 没错 人族的那名半神 即便拼死 也没能挡下玉龙 自己的舍命攻击 只是重创了对方 玉龙漆黑的长发 随风飘荡 遮住了她那苍白的脸庞 但她那双眼睛 却透露出无比的坚毅和冷酷 她的身上 散发着一种 强大的气息 让人不寒而栗 在她的周围 满地都是鲜血和残骸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 所留下的痕迹 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浊气 仿佛要把体内 所有的污浊和疲惫 都吐出来一般 嘴角流露出一丝冷笑 那笑容中 透露出一种 不屑和嘲讽 下一秒 她高举手中的武器 一股无尽的黑气 如火山喷发般喷涌而出 直冲天际 这股黑气 以惊人的速度 向着周围扩散开来 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无情地摧毁 无论是建筑 草木 还是生命 都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 化为灰烬 仅仅片刻的时间 原本宏伟壮观的人族皇城 就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 皇城的毁灭 让整个人族帝国 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人们心中的信仰之力 瞬间暴跌 实力也因此 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弱 在这一刻 人族帝国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同时 一名正向着人族帝国 皇城持缘而来的人族半神 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挡在他面前的 是一名拥有六亿的 漆黑堕天使 从对方散发出的气息 可以判断出 他竟然也是 一名半神境界的强者 原来如此 原来是你们在背后捣鬼 人族半神愤怒的吼道 眼中充满了怒火 然而 对方根本没有理会他的质问 反而直接扑身杀了过来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 人族半神深知 自己不能与之硬拼 此时此刻 皇城已经被毁 他必须保存实力 以应对接下来的战斗 于是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 尽管双方同为半神 但在同级之下 如果一方决心逃跑 另一方很难将其成功击杀 毕竟 无论哪个种族 半神级别的存在 都是极其强大 且难以捉摸的 而这名堕天使 也没有选择去追击对方 而是向着人族皇城的方向飞去 与此同时 矮人族皇城之内 唯一一名负责镇守的矮人族半神 也惨遭两名堕天使半神围攻致死 他的双眼布满血丝 手中紧紧握着战斧 虽然身上已经伤痕累累 但他依然毫不退缩地 与敌人厮杀着 然而 面对两名强大的堕天使半神 他终究还是难以抵挡 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 身后就是皇城 他已经无路可退 矮人族在堕天使一族的偷袭下 遭受了重创 整个大陆的局势 正在变得岌岌可危 而在精灵王城的中心战场 战局同样已经接近了尾声 两名精灵族半神英勇战死 只剩下唯一一名 借助精灵神力量的半神 还在苦苦支撑 他与矮人族和人族的两位半神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三方都借助了各自种族神明的力量 这场战斗的级别 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半神的范畴 寻常半神根本无法插手其中 玉虎与另外一名矮人族半神 自然也就将目光投向了精灵族皇城 对于一名半神来说 摧毁一座城池简直易如反掌 两人对视一眼 心有灵犀地一同出手 他们全力释放出自己的力量 顷刻间就将整座城池 化作了一片废墟 城墙倒塌 房屋尽毁 昔日美丽的精灵族皇城如今变成了一片狼藉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精灵族半神的口中猛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他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怎么也想不到 精灵族竟然真的走到了这一步 但他并没有放弃抵抗 而是咬紧牙关 继续与敌人周旋 就是死 他也要与眼前的两族半神同归于尽 就在人族半神和矮人族半神 想要乘胜追击一举 将其斩杀之际 三方势力此时此刻全都陷入了僵局之中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 作为各族的领袖人物 他们自然不是愚笨之人 几乎就在转瞬之间 他们便思索出了诸多缘由 这场战争究竟是否早就预谋已久呢 又或者说 是否存在内部叛徒 向外泄露了关于平凡大陆的情报呢 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战斗下去呢 人族与矮人族的两位半神级强者 皆犹豫不决起来 就算此刻立即折返之援 恐怕也是为时已晚了 毕竟 敌人居然能一下子斩杀两名半神级强者 并兵分两路实施攻击计划 其真实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若是继续打下去 一旦精灵族的半神选择拼命 那么他们自身必定也会伤痕累累 到那时 如果再遭受敌方的偷袭 那可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这一次 面临沦陷危机的 恐怕不仅仅只有精灵一族了 整个平凡大陆 或许都会遭受持余之殃 而拥有如此强大实力的种族 想必一定是来自于 其他大陆的顶尖族群了 首先可以排除掉黄金大陆 因为龙族三族对权力毫无兴趣 只要无人招惹他们 他们绝不会轻易挑起战争 至于答案究竟是谁 其实众人心中 早已心知肚明 人族半神 将那深邃而锐利的目光 看向一旁的矮人族半神 两人对视一眼后 正要开口商议一番时 却见远方另一名人族半神 正以惊人的速度朝着这边急迟而来 黄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心急如焚地 冲着刚刚抵达的同伴 开口问道 不知道 对方神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我甚至都来不及赶回黄城去 见到那个出手之人 就已经被敌人给拦下来了 是谁 众人齐声发问 堕落天使 那位半神语气低沉地回答道 此言一出 在场的其余四位半神皆是大惊失色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 此次出手偷袭频繁大陆的 竟然会是堕落天使一族 就连一旁的玉虎 也不禁露出满脸惊恶之色 心中暗自私存 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啊 这可绝对不是原计划中的一部分 玉龙究竟在搞什么拐 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阴谋 瞒着自己不成 玉虎 玉龙极有可能已经被对方所接纳了 就在这时 玉珠突然走到玉虎身旁 压低声音对他说道 两人自然非常了解 玉龙所属的种族 在这种关键时刻 任何一个种族 都有可能对平凡大陆发动袭击 但唯独堕落天使一族不行 我相信他 我一定要去找他 当面问清楚 玉虎紧紧握拳 心中充满了不甘与疑惑 他实在无法接受 那个曾经并肩作战 共同追求力量巅峰的伙伴 竟然会选择回归堕天使一族 玉龙的半神之路 一直以来都是遵循着 法则成神的道路前行 他并不需要依赖信仰的力量 来提升自己 因此 回归族群对于他而言 并没有实际的益处 别傻了 如果你也想加入堕天使一族 那就尽管去吧 玉珠冷声说道 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和决绝 他的话语直白而尖锐 仿佛一把利剑 直刺玉虎的内心 玉虎陷入了沉默 他明白 玉珠所言并非毫无道理 以他目前的实力和地位 若贸然前往寻找玉龙 可能只会面临两种极端的结果 要么像玉珠所说的那样 被玉龙说服 一同加入堕天使一族 要么就是遭遇不测 甚至失去性命 然而 玉虎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成功晋升为半神之境 绝不仅仅是凭借一时的冲动和莽撞 他同样拥有智慧和谋略 只是在面对友情和信念的考验时 情感往往会战胜理智 此刻 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冷静思考 不能让情绪左右行动 那我们该怎么办 玉虎终于放下了固执 向玉珠询问道 玉珠沉思片刻 缓缓说道 撤军吧 眼下三足 自身都难保 倘若堕落天使此时来袭 我们恐怕也难以幸免 他的目光坚定而冷静 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 嗯 确实如此 如果这真的是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 那么此次前来 肯定还有其他种族的元首相助 玉虎深深地叹息着 原本以为自己一方 可以趁着这场战争的机会 进军平凡大陆 但谁能料到 现在的局势 竟然越发混乱了起来 等到参战的种族数量增多时 这里必将变成一个 血腥残酷 混乱不堪的战场 正当玉虎准备抬手 示意所有玉江撤离的时候 他的目光却突然僵住了 只见遥远的天际处 五到七黑如墨的身影 正急速飞来 这些身影无一例外 全都长着六只羽翼 显然是堕天使一族无疑 而且 他们居然全都是半神级别的存在 更让人震惊的是 在这群堕天使之中 玉虎竟然看到了玉龙的身影 原来 他真的已经与堕落天使一族 勾结在了一起 面对这种情况 三族的半神们立刻摒弃前弦 团结一致地汇聚到了一处 他们的眼神冷酷而坚定 死死地盯着那五位 逐渐逼近的堕天使半神 玉虎 人族半神高喊了一声 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此时玉虎能够出手相助 那么以五对五的形式来看 堕天使一族 绝对不敢轻易采取 两败俱伤的策略 而玉虎自然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 对着玉珠开口道 你带领其他 玉江先撤退 说吧 他独自飞向了天空 与三族半神站在了一起 但他的目光 却是死死地盯着 玉龙那张苍白的脸庞 下方的玉珠 招来了所有玉江 告知他们撤军 但其中的三道人影 却是不为所动 你们想留在这送死 玉珠冷声说道 不 我们再等一出好线 玉扬淡淡地说道 玉珠有些不明所以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 自己已经看不透 眼前的这三个家伙了 玉狗和玉猴还能解释 他们毕竟是附属大陆的领导人 可玉扬什么时候 也变得这么深不可测了 三人拒绝撤退 玉珠也被勾起了好奇心 准备留下来看看 会发生些什么 第121章 舵天使与亡灵 玉龙 你最好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 玉虎的声音 冰冷至极 其中蕴含着 无尽的愤怒和失望 他敏锐地察觉到 玉龙身上散发出来的 虚弱气息 心中已然明了 眼前这个 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兄弟 刚刚经历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战斗 而被杀害的那名人族半神 无疑就是他手中的牺牲品 边境 不过是一片荒芜的边陲之地吧 难道我们就要一辈子 被困在那个 暗无天日的地方吗 玉龙的反问 如同一把利剑 刺破了沉默的空气 他的言辞犀利无比 仿佛每一个字 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想要战胜 强大的三族 单凭我们的力量 真的能够做到吗 他的语气渐渐缓和下来 似乎是想让玉虎 理解自己的苦衷 玉虎啊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如果没有神兵的庇佑 我们根本无法守住这片土地 然而 玉虎却不为所动 他的眼神依旧冷酷如冰 这绝对不能成为你背叛边境 投身堕天使一族的借口 玉虎的声音越发严厉 带着一丝决绝 相比于在大陆上苟延残喘 被九族束缚 他宁愿继续隐居 在边境的黑暗角落里 至少这样 那些不知死活的种族 就不敢轻易来招惹他们 说不定哪一天 还能有所突破 登上神位 可玉龙呢 他已经是半神巅峰了 距离成神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却在这个节骨眼 尚选择了回归 堕天使一族 你我是兄弟 我不愿刀剑相向 玉龙说着 然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不如这样 你我对赌一次如何 怎么赌 玉虎问 你我都不出手 双方那边 赢了我们加入 哪边如何 玉龙的话刚一出口 瞬间让三族的半神打惊 玉虎 不要答应他 众人立马呵斥 玉龙此刻的状态 显然已经重伤 没什么战斗力了 就算是旁观 也对战局的影响不大 反观玉虎 他是三族半神之中 状态最好的 若是他选择旁观的话 那这场半神之战 三族几乎必输无疑 玉虎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此刻正在面临两难的境地 他与玉龙几百年的交情 若是参战玉龙 很有可能会死 或许是这里人多 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所有半神的目光此刻 全部都聚集在玉虎的身上 他的决定 似乎决定着整场战斗的关键 玉虎 别被他骗了 这时 满是废墟的精灵王城上 一道人影冷声开口道 玉龙听到声音后 立刻转头瞪向了那个人影 呵斥道 玉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然而 玉猴却丝毫不在意玉龙的态度 反而向前走了几步 继续说道 玉虎啊 你闭关突破已经有数百年之久 而玉龙则一直装死装了数百年 你们虽可称得上是合作了数百年的同僚 但真正相处的时间又有多少呢 难道仅仅因为他是领导者吗 我看并非如此吧 边境王这个位置 他难道不想做吗 只不过 他更想利用边境的情怀来继续拉拢你们 让你们心该情愿地做他的手下而已 玉猴的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晰明了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这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为震惊 无论是玉虎还是玉龙 甚至连站在一旁的玉珠也不禁瞠目结舌 他们从未想到 玉猴竟然会知道如此之多的内情 玉猴 仅仅只是一座附属大陆的统治者而已啊 他满打满算加入边境不到四个月时间 而且从未踏足过边境王城 甚至都不知道还有玉龙这个人物 就在这时 半空中的玉龙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而对面的玉虎则开始暗自私存着什么 见到这一幕 三族半神们纷纷开始劝解起来 真是有趣啊 一个来自附属大陆的一族 明明如此弱小 却还妄想利用我们边境 玉龙冷笑一声 几乎在一瞬间便洞悉了其中缘由 他们边境一直在利用那些附属大陆 但是这些附属大陆 难道就没有想过要利用他们吗 玉珠杀了他 玉龙冷哼一声 下达了命令 下方的玉珠思考片刻后 心想 无论玉龙现在处于怎样的立场 眼前的玉侯 确实已经严重挑衅到了他们边境的威严 下一刻 只见玉珠的身影瞬间消失不见 同时爆发出强大的圣域气息 如同一颗流星般 静止地朝着玉侯攻去 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击 玉侯却是面不改色 无尽的魔气从他身上喷涌而出 毫不畏惧地迎上了对方的攻势 两道圣域的气息相互碰撞 犹如两颗流星在虚空之中撞击 瞬间迸发出一道无与伦比的强大气势 如同一股惊涛骇浪般席卷而来 掀飞了周围的城池废墟 上方的玉虎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不仅仅是因为对方如此迅速地突破到了圣域境界 更是因为此颗玉侯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气势 那股恶魔之力 浓郁的令人窒息 仿佛他就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室贵族 拥有着无上的威严 而下方的玉珠则在感受到对方实力提升后 一击过后便立刻停止了继续进攻 他已经不再想去理会边境的这个烂摊子了 更何况以他目前的实力也无法应备 其他的玉疆原本还打算出手相助 但在见识到玉侯胜遇的力量之后 他们都默默选择了按兵不动 现在总该能听我说话了吧 玉侯冷笑一声 转头看向天空中的玉龙 毫不客气地说道 老灯别再装模作样了 把其他半神都叫出来吧 听到这句话 三族半神以及玉虎的脸上 都不禁流露出一丝诧异 难道还有其他半神存在吗 玉龙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惊讶 随后又变成了一丝冷笑 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你们这些异族了 他心中暗暗思存道 我怎么可能打一场毫无把握的战斗呢 这种势均力敌的场面 其实我早有预料 原本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拉拢玉虎罢了 可惜现在计划已然失败 那也就没必要再继续隐藏实力了 就在这时 只见三族半神的身后方向 突然之间冒出了四道身披黑袍的身影 他们身材矮小 瘦骨灵循 单枯如柴的手指 紧紧握着一根弯曲的法杖 外表看上去似乎异常脆弱 但其体内却蕴含着 令人心计的恐怖力量 原来 这四人竟然是 来自亡灵族的四位半神 此时此刻 他们犹如幽灵 一般从后方骤然现身 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三族半神团团围住 形成了一个 逆不透风的包围圈 如此一来 包括玉虎在内的 五位三族半神 便被彻底困在了正中央 再也无路可退 整整九位半神级别的强者 他们严阵以待 目光冷烈地注视着 被困在中间的敌人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即将展开 第122章 天使族 玉虎 你有本事兄弟 加入我们吧 玉龙再度开口 这种局面之下 两人刚当的赌约 自然也就成为 玩笑话 三族半神的脸上 写满了绝望 玉虎的脸色更冷了 虽然不知道 玉虎没为什么会知道 这么多的信息 但毫无疑问 对方说的都是对的 加入你们 玉虎冷笑一声 是加入堕落大陆吧 到时候成为他们的走狗 一切的努力 都成了一个笑话 他们不费一兵一族势力 就得到了扩张 让我们沦为了免费的打手 当真是好算计 这么说 你是不愿了 玉虎目光一宁 死死地盯着玉虎 你真以为 你们能有胜算 费什么话 把他们宰了再说 亡灵族的半神 开口说话了 对于他们来说 当然不希望 堕天使一族 再添一名半神 哎 等等 下方的玉虎 突然又开口说话了 玉虎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的计划天衣无缝吗 还有 为什么你们就断定 我们没有帮手呢 玉虎此话一出 三族半神顿时 投来了诧异的眼神 虽然这种可能性 几乎微乎其微 还是期望着玉虎 说出下一句话来 罗姨 你话太多了 玉虎愤怒了 当即就要出手 将玉虎斩杀 可就在这时 周围的所有半神 仿佛都感应到 什么存在一般 全部向着 一个方向看去 只见一道耀眼的金光 冲天起 散发着无尽神圣的威严 仿佛能够 净化世间的一切误会 金光之中 是一道道圣洁的身影 他们白衣圣血 六对洁白的羽翼 延展而出 两翼护体 两翼遮面 两翼飞行 他们手中拿着 一把金色的圣剑 蕴含着 极为强大的光明能量 正向着这边 急速掠过 这一刻 三族半神 仿佛看到了救星 而堕天使与亡灵异族的半神们 却是感受到了一股 极为厌恶的情绪 是天使族半神 玉龙当即将目光 看向了下方的玉江 怒吼道 是你们搞的鬼 怎么 只需你摇人 不许我求援 玉侯冷哼一声 同时将目光 看向其他几位同伴 我们该走了 玉侯是纯净的恶魔血脉 必然会被顺手肃清 玉阳是天使 更不用说 只有玉狗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玉江见着三人离开 纷纷将目光看向玉珠 而此刻的玉珠 却是向着半空中的玉虎 使着眼色 边境势力 就这么撤退了 半神们当然 注意到他们了 但是现在 他们自顾不暇 哪里还有 时间去理会这些蝼蚁 堕天使 和亡灵讨厌天使 一如天使 是他们为污秽一样 这是天生的种族矛盾 尤其是堕天使 他们 与天使和其相似 却是一个光明 一个黑暗 单单是这一点 就是天使族 完全无法忍受的 袭来的天使族 半神足足有五名 这个实力 已经足够持平 当下的战局了 玉龙和其他半神的面色 变得阴沉至极 眼看着即将到手的鸭子 竟然要飞走了 这让他们 感到无比的愤怒和不甘 堕天使一族和亡灵族 公然违背九族四大陆 互不侵犯条约 今日本座代表天使族 秉持正义之名 正是向你们这些 卑劣的种族宣战 天使那空灵而威严的声音 在天地间回荡开来 尚未现身 便以仙声夺人 紧接着 不远处的金色光柱 骤然变得愈发浓郁 仿佛被点燃一般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天使们纷纷爆发出 自身强大的力量 加速朝着这边冲杀而来 一群虚伪的杂种 亡灵族半神怒骂一声 随即便转头 看向堕天使一方 开口询问道 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 跟他们拼了 堕落大陆 还有恶魔族坐镇 他们翻不起多大的风浪 堕天使半神咬牙切齿地说道 显然 他们在面对天使时 心中的杀意难以抑制 双方迅速达成一致意见 没有丝毫犹豫地 朝着天使族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三族半神见此情景 也立刻加入战斗 展开全面进攻 在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他们决心将这些敌人 一举消灭殆尽 可就在这时 玉龙面色凝重地突然开口了 不好 堕落大陆正在遭受进攻 他天使族能有多少半神 有恶魔族在 无需担心 亡灵族半神 还在信誓旦旦地保证 恶魔族的实力不容小觑 即便是单独对付天使族 他们都不一定会输 更何况是对方的部分力量 两族在出兵之前 早就商量好了对策 确保万无一失 导致偷家的危机再次上演 不 不只是天使族 还有泰坦族和仙灵族 玉龙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还有一点没说 那就是 玉侯的军队 也向着堕落大陆进攻了 如今对方的实力 已达圣域 在不出动半神的情况下 基本很难拦得下他们了 可以说是上下受敌 形势已经异常严峻 什么 两族半神大吃一惊 撤退 他们当机立断 就选择撤退 可三族半神 却是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后方的天使族半神 也已经赶到 现在想要逃跑 已经晚了 第123章 收获 前线的战局 已经愈发混乱不堪 原本的战场 不过是三族之间的混战而已 但现在却演变成了 九族之间的大乱斗 整个三座大陆 都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天使族 这个天生好战 野心勃勃且充满欲望 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种族 对于同样身为九族之一的 堕落三族 一直怀有深深的敌意 尽管彼此同属九族 但由于结盟的关系 他们不得不勉强 维系着表面的和谐 然而 如今这个绝佳的机会 摆在眼前 他们毫不犹豫地 化身为正义的使者 终于找到了一个 名正言顺的借口 可以向堕落三族 发动攻击 这样的机会 他们怎能轻易放过 不仅如此 他们还试图拉拢泰坦族 甚至让一向厌恶战争的 先灵族也卷入其中 天使族心里清楚得很 想要一举消灭堕落大陆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 他们最初的目标非常明确 给予对方沉重打击 削弱他们的信仰力量 而那些平凡的三族 实在太过愚笨 或许是时间过去太久 他们早已忘却了 曾经面临的威胁 变得自高自大起来 何为九族 这不仅仅是作为顶尖种族而已 而是因为 他们的种族 拥有神明庇护 天外的神明 齐心协力地保护着这个世界 大陆之内 他却发现自己的种族 被其他神明的种族所灭 那合作还能继续下去吗 显然不能 甚至有可能引起 神明在天外的混战 一旦他们离开 没有新进神明的力量补充 整个防守体系 也会分崩离析 大陆将会再次回到 几万年前的状态 另一边 麒麟王国 麒麟罕见地 在这里召集了所有的分身 除了以下有重要任务的 基本上参与这场 频繁大陆战争的化身们 都在这里了 不知不觉 分身都已经这么多了 他难得地感叹了一句 在场的每个分身时 都有圣域集 联合在一起 将是一个无比恐怖的力量 唯一的遗憾是 他们没有半神 也无法快速造就高端战力 当然 麒麟在召唤分身时的选择 也都是以顶尖种族 以及一流种族生物为主 他们之中上限最高的可以登神 上限低的 同样亦能抵达圣域 将近30名圣域强者 这样的数量 几乎可以与一个顶尖种族相媲美了 如果再加上几位半神 那么就绝对是货真价实的顶尖种族了 只要稍加周旋与九族之间 麒麟便有信心 能够统一整个大陆 各位 战争尚未结束 我们仍然需要努力 麒麟目光坚定地 看着在场的众多分身 沉生道 现在又有六个种族加入战局 局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混乱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我们不能坐以待别 普通的杀敌方式 所带来的能源值 已经无法支撑 我们继续升级 接下来的任务是 麒麟稍稍停顿了一下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郑重地说道 猎杀各族圣域 圣域级别的存在 他自然清楚 那代表着什么 这些人乃是各个种族的核心高层 更是预备意的半神 只要有他们在 各族用不了多久 就能补充上一名新的半神 而麒麟要做的 便是除掉这些圣域级别的强者 让他们的战力体系出现断层 从而彻底瓦解这个种族 堕落分身们 你们要负责猎神圣大陆 而神圣分身们 至于其他的人 主要把目标集中在 平凡三族身上即可 这个看似简单的计划 实际上却是非常有效的策略 此时此刻 大陆并未意识到 附属大陆的异族 已经逐渐成长为一种威胁 在他们眼里 这些异族 仍旧只是微不足道的蝼蚁罢了 麒麟此次召集所有分身 除了部署任务之外 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 让他们彼此间分享各种情报信息 无论是关于三座大陆的 还是来自前线战争 或是边境势力的 随着分身数量的不断增加 麒麟作为本体 每天光是负责传递消息 就已经让他感到十分棘手了 众多分身 开始热烈地相互交流和讨论起来 其中以边境地区的情报 最为丰富多样 如今龙虎已然决裂 那么玉虎 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毕竟 玉龙在边境苦心经营了数百年之久 对于当地的情况 可谓是了如指掌 要不是堕天使一族 与天使族开战 一旦他抽出时间 随时都能将边境彻底地肃清 而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所在的争霸大陆 也会危在旦夕 或者说 一旦战争停止 他们附属大陆和边境 都是第一个面临清算的对象 他们 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半身 这是此次历经千辛万苦 从人族帝国抢回来的魔法书 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魔法知识 甚至包括一些高阶魔法 亡灵化身一边说着 一边小心翼翼地 将几本厚重的书籍 放在了桌子上 他的眼神充满了期待 但同时也透露出一丝无奈 静咒魔法是他们的核心机密 我用尽全力也无法获取 不过没关系 我们已经得到了如此珍贵的资料 这足以让我们的实力更进一步 接着 血族化身走上前来 将几本同样厚实的书籍 放在桌上 他的声音带着自信与兴奋 这些是来自矮人帝国的 工程制造技术和锻造技术 对于我们王国的发展 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了这些技术 我们可以打造出 更加强大的武器装备 提升整个国家的战斗力 精灵化身轻盈地走到桌前 他的美丽面容上 洋溢着欣慰的笑容 精灵族如今已名存实亡 战争带来的流民不计其数 幸运的是 我暗中收留了 其中很大一部分 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预备士兵 为未来的战斗 做好准备 恶魔化身则以沉稳严肃的口吻说道 关于堕落大陆那边的情况 我已经彻底调查清楚了 他们只不过是将内部矛盾 暂时转化成了外部矛盾 通过与其他种族结盟来转移视线 但这种联盟是脆弱的 一旦内部矛盾再次激化 他们所谓的联盟就会瞬间瓦解 最后 麒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唯有神圣大陆 才是真正坚如磐石 团结一致的存在 他们可能才是我们最强大 最棘手的敌人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并制定出相应的战略计划 应对他们的威胁 他的语气坚定而果断 显示出对局势的清晰判断 和对未来挑战的决心 这是仙灵化身传来的情报 对方此刻并没有在场 至于化身们交流的其他情报 这些麒麟早在之前 就已经知晓了 这次战争的收获 还是非常丰厚的 不仅得到了许多资源 更是抵达了剩余 第124章 万族历史 对了 这次我暗中进入了边境王城 在里面发现了万族大陆的历史 以及九族的来历 天使化身突然开口说道 其他人闻言顿时将目光聚集了过来 眼中充满了好奇 历史什么的 他们倒不是很关心 但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 为何九族之中有神器存在 可面对他们本族即将覆灭的命运 这些神器却始终未曾出手相助 他们所能做的极限 似乎也仅限于降下自身的力量 来强化半神罢了 显然 神明的力量远不止此 那么其中 必定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缘由 九族共有九位神明 而每一位几乎都是如此 他并未故意吊人胃口 而是站起身来 面向众人缓缓开口道 数万年前 万族大陆 曾被一道强大无比的魔法所笼罩 与世隔绝 这片大陆广袤无边 一望无际 各族人民在此和谐共处 在那遥远的过去 万族大陆宛如一片宁静祥和的乐土 各种奇异的生物栖息其间 共同谱写着生命的壮丽篇章 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破了这份安宁 一道神秘而强大的魔法降临 将整个大陆严密地封锁起来 这道魔法屏障 既阻挡了外界的干扰 同时也使得内部的生灵 无法踏出半步 于是 万族大陆陷入了一种封闭状态 开始了漫长的自我发展历程 悠悠岁月 时光流转 数千载光阴如白居过戏般逝去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部分种族犹如出生之羊 蓬勃发展 势力愈发强大 他们逐步建立其属于自己的国度 并在历史长河中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 命运总是充满变数 某日 当人族的领袖结束 与他国的外坛返程之际 一个惊人的景象映入眼帘 大陆的防护阵法径 生出一道细微裂痕 无尽的黑气 自那缝隙 源源不断地涌出 那是一种 能侵蚀一切生灵的邪恶力量 更令人心悸的是 他透过裂缝 真切地感受到 外界正潜伏着一股 极端强大的恐怖存在 面对此番险境 这位人族领袖 深知责任重大 作为当时 最强大的人族魔法师 他义无反顾地决定 以自身之力修补阵法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 阵法中的修复 但他亦因此 失去大半力量 且身负隐疾 这也成为阻碍 他未来登陵神位的罪魁祸首 可惜 美好的时光 并未长久延续 仅短短123年后 万族大陆的防护阵法 再度破裂 而且此次裂痕 更为巨大 如此严重的破损程度 已超出修复能力范围 尚未等他思索应对之侧 遥远天际的裂缝处 便涌现出无数漆黑身影 这是来自天外的神秘异族 他们犹如噩梦一般 笼罩着万族 这些天外异族的实力 堪称恐怖至极 在历史的长河中 曾经有那么一次 九大族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最终团结一心 共同抵御 并成功击退了天外异族 自那时起 万族大陆成立了联盟 内部的纷争逐渐平息 取而代之的是 对天外异族的警惕和担忧 他们深刻地认识到 若要抵挡外敌入侵 必须修复那道守护阵法 经过各族的携手努力 阵法得以重新修复 如此美好的景象 持续了数千年之久 当万族逐渐适应了新的秩序时 意外却再度降临 这一次 防护阵法竟然遭到了 从内部的破坏 他们面临着 天外异族有史以来最凶猛的攻击 无数的种族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灰飞烟灭 即使是 强大如圣域的存在 也不过是炮灰而已 然而 半神们并未屈服 凭借着千年的发展与成长 最为强大的九个种族中 终于诞生出了神明 九位神奇奇心协力 共同施展神威 成功地将异域种族阻挡在天外 并修复了守护阵法 此后便一直坚守此地 自那时起 大陆上再无神灵存在 然而 由于此次事件的影响 异族残留的力量难以消除 他们侵蚀着大地 使得万族大陆分裂成四块 分别成为了 现今的平凡 神圣 堕落和黄金四块大陆 而这四座大陆 相互毗邻的区域 便是那些被侵蚀的土地 也就是如今的边境地区 天使化身停止了解说 眼神平静地注视着 在场的众人 恶魔化身也流露出 恍然大悟的神情 说道 原来如此 难怪这些神明 无法出手相助 原来他们根本就不在这里 麒麟满心疑惑 开口问道 那名人族的领导者 就是后来的边境王 没错 万族皆怀疑自己 内部出现了叛徒 于是召开万族大会 商议此事 奇料 人族的领导者竟然未能出席 他们派出的 代表遭受了万族的逼迫 所有的指责箭头 都毫不留情地 指向了这位昔日 最强大的魔法师 他们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搜寻工作 然而始终一无所获 就这样 日复一日地过去 直到某一天 对方竟然主动现身 并被抓获 其他种族立刻围拢过来 纷纷质问他 为何会突然失踪 以及在这段时间里 到底在做些什么 面对众人的质疑和指责 他却一言不发 只是默默地低着头 保持着令人费解的沉默 这种态度 让一些偏激的种族感到十分愤怒 他们毫不犹豫地 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对方 认为他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此时 人族站出来极力维护他 表示愿意相信他的清白 然而 人族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他们深知自己 没有足够的实力 与万族为敌 更不敢轻易挑起战争 在权衡利弊之后 他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 牺牲个人 以保全整个族群的安全 最终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和协商 人族无奈地交出了对方 他们所能争取到的最大限度 仅仅是保证他不会死亡 于是 万族做出了一个看似妥协的决定 将他流放到边境地区 任其自生自灭 也就有了后来的一系列事情 第125章 神明诞生 四座大陆的顶尖种族 一共有十二只 但拥有神明 坐镇的却只有九族 他们分别是平凡三族 人族 矮人族 精灵族 堕落三族 堕天使族 亡灵族 恶魔族 神圣三族 天使族 泰坦族 仙灵族 黄金三族 龙族 笔蒙族 巨魔族 其中底蒙 巨魔 仙灵三族虽然从未诞生过神明 但其底蕴 却丝毫不逊色 与九族 也许欠缺的 仅仅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一丝气韵罢了 在神明无法轻易干涉 世间事物的大环境之下 他们与九族之间 其实并无太大差异 甚至有可能 早已在暗中 默默谋划着灯灵神位之事 意味可知 遥远的黄金大陆上 宁静祥和之气 弥漫四亿 这片堪称 最为静谧 且与世无争的大陆 同时也是无智慧生物种族数量 最多的一方乐土 此地处处皆可见到那些 依循本能而行的亚龙 种族身影 这些亚龙种族智力水平 相对较低 仅遵循 极为简易的社会规则 每日的生活 无非便是狩猎秘食 以及相互间 争夺领地资源 他们遵从强者至上的理念 并严格奉行 弱肉强势的生存法则 而龙族凭借自身 凌驾于众多种族之上的 强大血脉 理所当然地 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宰者 在黄金大陆上的一片 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之中 这里的树木 犹如巨竹般粗壮且高大 直插云霄 茂密的枝叶遮天蔽日 阳光几乎无法穿透 这片神秘的森林 是无数体型硕大的 奇异种族的栖息地 他们在这里 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然而 令人惊奇的是 尽管这片原始森林 处于无管辖状态 被视为各个种族的放养区 但在这片巨大的森林中心 却矗立着一座气势辉弘 金碧辉煌的宫殿 这座宫殿底部 由巨大的石块砌城 坚如磐石 上方的一座宽敞大厅 更是规模宏大 足以轻易容纳数条巨龙进入气中 可惜的是 如今的大殿早已布满了厚厚的尘埃 昔日的辉煌不再 仿佛已被遗弃多年 这里便是著名的黄金殿 曾经是黄金大陆 所有种族汇聚一堂 共同商议大事的场所 然而 这些种族对于战争并无太多兴趣 而且是否结盟 对大陆的局势也毫无影响 因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片地方逐渐失去了重要性 最终被废弃 尽管如此 黄金殿依然是这座大陆上 无可争议的权力象征 它见证了过去的辉煌与荣耀 即使岁月流逝 其威严仍在 每当有生物踏入这片废墟 都会被它曾经的壮丽所震撼 感受到那逝去时代的余裕 与此同时 在这片废弃的宫殿之内 却是聚集着一批 实力极其强大的生物 它们一方体型高大威猛 浑身长满尖锐的獠牙 和蓝色的棕毛 身上散发 出阵震寒霜气息 另一方身材修长 同样宛如巨人一般 其恐怖的肌肉之下 似乎隐藏着 无穷无尽的巨大力量 它们一行人 正是比猛族与巨魔族的高层 今日聚集于此 乃是为了商议一件 惊天动地的大事 为首之人 更是两族中的 其中一位领袖人物 以达半神之境 至于其他众人 则皆是清一色的圣誉强者 在各自族群当中 均拥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地位 和强大力量 二者合力将黄金殿 简单清扫之后 这座曾经象征着 无上权力的殿堂 也终于在此刻 重新焕发出 它往昔的辉煌 这件事情 龙族已经同意了 但我们行事 必须要小心谨慎 注意隐蔽 比盟族的代表人物 率先开口说道 话音未落 双方所有人脸上 都不约而同地流露出 一股欣喜若狂之色 太好了 如此说来 龙族已然默许此事了 那要不要通知一下 仙灵族那边呢 愚蠢至极 他们与天使族关系匪浅 没准人家早就 开始在暗中行动了 有龙族撑腰 咱们只要在背地里 默默行事即可 黄金大陆 沉寂了如此之久 向来都是 最没存在感的那座大陆 现在也该让他们 感受一下震撼了 就在这黄金殿吗 就是这儿 有龙族护着 咱们还怕啥 况且外面 早已乱成一锅粥 了 数日之后 身处麒麟王城中的麒麟 预感到今日必将有大事发生 于是乎 天还未亮 他便早早地站立于阳台之上 遥望着遥远的西方 心中略有不安 虚愈之间 他突然察觉到 自己所立足的宫殿 竟产生了轻微的颤动 紧接着 一阵强烈的心迹感 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紧接着 麒麟便看到 遥远的仿佛在万万里之外的 大地之上 猛然间升起一道 直冲天际的金色光束 这道金色光束 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散发出令人敬畏的神圣气息 和无比虔诚的氛围 并以惊人的速度 从光柱中心 开始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如同汹涌澎湃的海浪一般 席卷了整个万族大陆 在这一瞬间 就连处于边境地区 能够侵蚀和污染一切的黑雾 都无法抵挡 这股强大的能量冲击 被迅速消解殆尽 而那些不幸被黑雾感染的生物们 在接触到这股神秘能量的刹那间 竟然奇迹般地恢复到了 原本健康的状态 这股神奇的能量 并未停止前进的步伐 而是继续快速扩散 很快就跨越了边境线 抵达了附属大陆 它犹如一阵无形无色的微风 悄然吹过每一个角落 却对所有的生物毫无伤害 甚至还带来了一些 意想不到的益处 当麒麟亲身感受到这股能量时 一股难以言喻的冲动涌上心头 让它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 想要向那股神秘力量屈服 俯首称臣的错觉 然而 这种异样的感觉 仅仅持续了片刻 便如潮水般迅速消退 它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瞬间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当然 此时此刻 并非只有麒麟一人 凝视着西方那道耀眼夺目的光束 事实上 各大种族的目光 都在同一时间被吸引住了 它们全都陷入了惊恶与震撼之中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 平凡三族半神们满脸惊恶之色 堕落三族半神们 则是充满了嫉妒和不甘 而神圣三族 却显得异常平静 然而 这一切并未结束 那道耀眼的光束尚未消散 紧接着 又一道更为璀璨的光束 再度直冲天际 就在这一刹那间 万族再也无法保持淡定 纷纷陷入震惊之中 第126章 突破半神 它们深知 这些光芒来自于黄金大陆 同时也非常了解 黄金大陆三族之间的紧密关系 如果说神圣三族 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团结一致 那么 黄金三族之间的关系 更像是兄长与弟弟般亲密无间 它们三族之间 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对领土扩张也毫无兴趣 而且 在许多方面 这两个种族 都曾经受过龙族的恩赐 彼此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 正因为如此 每当两族 要采取重大行动时 都会提前通知龙族 尽管这两个种族 属于顶尖族群 但由于缺乏神明坐镇 其他族群并不将它们 视为真正的威胁 毕竟 一个慵懒的神明种族 再加上两个强大的顶尖族群 又能构成多大的威胁呢 古老而神秘的黄金大陆 曾经一直被认为是 四块大陆之中 最为弱小的一块 原因无它 只因为这块大陆上 仅有一位神明存在 相较于平凡大陆 拥有的三位神明来说 这样的顶尖战力差距 实在太过明显 然而就在此刻 令人惊叹不已的一幕发生了 两道耀眼的金光 如利剑般刺破云霄 驱散头顶密布的乌云 并降下了无尽符指 所有低级智慧生物 都本能地朝着这两道 璀璨光束前程跪拜 仿佛它们是来自上苍的恩赐 原来 比蒙神和巨魔神 就此诞生于世 这两位崭新的神明 不仅在世时 便拥有着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 和强大威慑力 更是让原本的九族 可能即将演变为更为庞大的十一族 毕竟 远离尘世的九族神明 如何能与这两位 近在咫尺的心神相提并问 与此同时 在另一片遥远的神圣大陆中央 这里山巒起伏 白云缭绕 一座气势辉弘的金色圣城 宛如镶嵌在彩云之巅 这里便是天使一族的根据地 亦是整个大陆上 信仰之力最为浓厚的圣地 它们似乎天生就居住在高天之上 宛如那群居高临下的神奇 接受着众多弱小族群的景仰和膜拜 它们圣洁高贵 宛如无瑕美誉 一尘不染 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它们的存在 似乎纯粹是为了大陆种族的福祉 没有丝毫个人情感的掺杂 然而 这仅仅是天使族 希望那些弱小族群 所看到的表象罢了 要知道 能够登上顶尖种族之列的 又怎会有单纯之辈 至少 它们绝非表面上那般无情无义 毫无感情的生物 此刻 在圣城的正中央 有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 殿内仅有三道身影 分别是一名拥有六亿的天使 一名美到极致的仙灵族女子 以及一名身材魁梧 浑身布满条纹的泰坦族男子 它们皆是各自种族的领袖人物 此次相聚于此 并无其他缘由 毕竟黄金二族已然成神 它们自然也不愿错过 这个绝佳的机会 实际已至 就由泰坦族为你们提供掩护 务必迅速完成灯神仪式 天使面无表情地说道 声音冷酷而决绝 画风突转 他的脸上闪过一抹森冷的寒光 这个世界 无需容纳十二位神明 太多了 泰坦 仙灵纷纷汗手 表示赞同 三族彼此结盟已久 关系紧密无比 对于后续的计划及各方的行动 自然心知肚明 这不单是天使族 想要如此行事 其他族群亦无例外 此次 只不过由天使族充当引领罢了 数日后 仙灵族的半神成功登上神位 各族对此以习以为常 他们更为关注的是 未来局势的发展方向 对于这位新神的诞生 众人早已有所预见 再过几日 深感形势紧迫的麒麟 决定着手突破至半神境界 然而 主修法则的化身 无法实现突破 但那些专注于凝聚信仰的化身 则具备这种可能 尤其是天使化身与亡灵化身 所积累的信仰之力 最为雄厚 二者单凭这些信仰 便足以登上半神之境 只是如今 神明已然现实 半神是否还能稳定住当前局面 实在难以预料 麒麟不禁叹息一声 面露愁容 圣玉即逝的分水岭 到不了的分身 就已经是上限了 而拥有信仰的分身 则可以更进一步 相反 拥有天赋且没有信仰的分身 就只能老老实实地修法则了 不过法则半神的进度 可要比信仰半神的 进度慢太多了 从上次边境撤军之后 天使化身 便悄悄地返回了边境第八城 这里是他的根基 想要突破 必须依靠兵种们的信仰 玉虎自返回以后 像是受到了打击 这些时日一直没有说话 玉珠也沉默了 此时此刻 边境地区仿佛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 重新陷入混乱和分裂 他静静地站在城内 俯瞰着眼前庞大 而壮观的天使军团 这支军队 如今已拥有十几万人之重 无疑是一股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 然而 与亡灵纳无尽的数量相比 他们之间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幸运的是 天使们的信仰 在所有种族中 堪称最为纯净和坚定 因此 仅凭现有的兵力 便已足够应对当前的危机 他凝视着这群英勇无畏的战士 无需言与交流 他们已然感知到 自身内心涌起的澎湃力量 刹那间 他全身绽放出耀眼夺目的金色光芒 神圣至极的气息 如连一般荡漾开来 然而 这股强大的气息 却被城市的防护结界 牢牢阻挡住 无法透露出一丝一毫 再加上周围弥漫的黑雾 外界无人能察觉到 此地正在发生何种变故 天使们满怀敬畏的双膝跪地 一道道金色的能量流 从他们体内 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最终汇聚成一道璀璨的洪流 融入到天使化身的身躯之中 在这股神秘力量的加持下 他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提升 如同凤凰涅槃一般 正在逐步升华至更高层次 一位半神正在缓缓诞生 第127章 玉虎的合作 另一边 亡灵化身同样位于麒麟王国之内 准备突破半神 在他脚下的是一座弥漫着死气的城池 这里地处边境 乃是王国最为关键的防御要充之一 整座城市内 除了他以外 再无任何一个活着的生灵存在 四处皆是漫无边际的亡灵 此时此刻 这些亡灵全都虔诚地趴在地上 面向着广场中央的那道白发人影叩拜 以此来表明自身对其的忠诚之心 上百万的亡灵汇聚于此 身处这座宏伟壮观的战争巨成之中 伴随着他们的跪拜之举 每一个亡灵身上都产生出某种极为细微的变化 只见他们那具骷髅般的身躯 开始焕发出一种奇特的光泽 体内仿佛有一股神秘的能量在流动 并逐渐汇聚到一起 没过多久 一道青蓝色的光团从其中一名骷髅的体内分离出来 静止朝着上方飞驰而去 紧接着 越来越多的光团如繁星点点般涌现 布满整个天空 就在这一瞬间 所有的光团都朝着场地中心的那道白色身影 汇聚而去 随着源源不断的能量慢慢融入体内 它的气息也开始节节攀升 刹那间 制衡等级的枷锁被打破 它也在此刻踏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拥有了半神 就意味着真正能够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陆上站稳脚跟 麒麟深知这一点 从此不必再担忧附属大陆遭受攻击 然而 此时万族大陆的局势变得愈发混乱不堪 但这恰好为它提供了一层掩护 灯神之路近在咫尺 它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趁乱入局 正当麒麟在王城中 沉思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时 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传来 玉虎妖见我 麒麟的语气中流露出一丝疑惑 指的就是它本人而已 这样称呼并没有什么问题 嗯 这可能是乱局之中弱者的抱团吧 精灵化身在一旁猜测着 并尝试做出解释 那就让他来吧 我们已无需继续隐瞒实力 这些神明种族自顾不暇 正是我们行动的最佳时机 麒麟平静地开口说道 事实上 早在天使化身和亡灵化身登上半神之位时 它便已然洞悉了神路的存在 万族大陆千疮百孔 支离破碎 经历过异族战争以后被一分为四 在这个曾经繁荣昌盛的大陆上 一个庞大而强大的种族 都难以培养出第二位神明 更何况那些逐渐衰落的种族 和其他弱小的族群呢 然而 他们作为异域种族 神灵之路却略有不同 以信仰神为例 无论亡灵化身召唤出多少亡灵 都无法登上神位 只有完全统治 这座大陆上的亡灵异族 并与这里的规则融为一体 才能够顺利登上神位 到那时 远在天外的亡灵神 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力量 只要能将其斩杀 便可掠夺其神位 成为亡灵异族的正统统治者 其他种族也是如此 而法则神则需要自身刻苦修炼 点燃神火 照亮神路 凝聚神阁之后 方能真正踏入神明之列 莫过多久 玉虎一行人便抵达了麒麟王城 当他们首次踏足 这片一直被称为附属大陆的土地时 内心深处也不禁涌起深深的震撼 令人震惊的并不是这座大陆本身 毕竟它与万族大陆相比 并没有太多的差异 真正让人惊讶的是 在边境的那片迷雾之后 竟然矗立着一座繁荣昌盛的国度 这个国家在科技 制度 人口等各个方面 都毫不逊色于万族大陆的那些强国 甚至在某些领域 还有所超越 麒麟王城 难道这就是那位 附属领导人的王城 玉虎那张 原本苍白的面庞此刻 流露出一抹复杂的神情 自从玉龙离开边境后 这些玉疆 就纷纷摘下了自己的面具 恢复了真实的面容 玉虎早已无心继续统治边境 但其他玉疆 也并非愚笨之人 当前大陆局势 一片混乱 如果不能仅仅跟随对方 那么任何时候 都可能面临灭亡的危险 当初他们服从命令撤退 实际上已经表明了 对玉龙的否定态度 然而现在 他们却是心甘情愿地追随着他 这座附属大陆的主人等级 在前不仅等级 还与我们一样 是传奇 短短几天经历的这一场战争 已经让他突破到剩余了 其他玉疆感慨着 没办法 这就是一族啊 他们只要 要通过杀戮 就能变强 其他人也附和了一句 走吧 玉虎语气平淡地说道 然后带头 朝着城内走去 曾经的十二位玉疆 现在只剩下了八位 一行人缓缓 向城内行进 沿途除了各种族的平民外 并没有看到任何前来迎接的人 这显然是对方 给他们的一个下马威 脾气暴躁的玉牛 终于忍不住了 开口骂道 一个小小的圣狱 居然有这么大的官位 还真以为自己是半神啊 就是 才几天没见 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依我看 干脆把这个地方灭了得了 玉蛇也附和道 玉珠依然保持着沉默 他那张冰冷的脸 上面无表情 让人无法猜透他内心的想法 而玉虎 对于这些并不太在意 他完全没有半点半神应有的架子 只是淡淡地说 无妨 这次我们是抱着诚意 来谈合作的 跟玉龙利用他们的目的不一样 抱歉 让各位久等了 正当几人交谈时 一个声音突然从他们身后传来 众人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刚刚明明 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对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他们转过身来 见到的正是那一头白发的俏丽身影 平凡附属大陆的领导者 所有人都在目光差异地 不知道对方何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时 只有玉珠一脸的疑惑 因为他已经感受不到对方身上的气息了 你突破半神了 玉虎脱口而出 此言一出 周围的玉江面露骇人之色 这怎么可能 第128章 欢迎加入麒麟王国 不只是我 王林化身平静地 说着这句话时 完全无视了对面那张惊恶无比的脸 接着 他迅速起身 并带领身后的人们 前往位于王城中心的一座偏殿 进入殿内后 王林化身轻盈地坐上了守卫 目光落在对方所骑成的 那头威猛的老虎身上 对方显然也不想浪费时间 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 我此次前来 是希望能与你们达成合作 如今大陆陷入混乱 甚至有神明将士 我们已无容身之地 如何合作 王林化身冷静地开口问道 其实 在他内心深处早已拟定好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他需要先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和能力 以便判断这场合作是否具有继续推进的价值 玉虎稍作思索 然后说出一句令人震惊不已的话语 神圣和堕落可能要图谋是神之举 他的语调异常平稳 仿佛在讲述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故事 可他话音刚落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玉虎的脸上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这个消息实在太过震撼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范围 或许现在已经开始了 也说不定 麒麟没有说为什么你会知道这种蠢话 而是循着对方的话语 继续猜测了大陆的局势 瞬间 他似乎想明白了对方要这么做的原因 你是说 他们要杀掉平凡三神 彻底抹杀他们顶尖种族的身份 麒麟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玉虎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面前的这位附属大陆领导人知道的 比他想象的要多 他继续开口 我的猜测 是这座世界根本无法支撑十二位神明的诞生 如今已然是在压榨这个世界了 而想要让这里恢复平静 就必须要减少名额 这就是为何巨魔 李蒙和仙灵三族明明有能力成神 但却一直忍耐了数百年之久的缘由所在 如今 由于这场战争 平凡三神的力量受到严重打击 这无疑成为了他们出手的绝佳时机 这么说来 他们选择此时成神 就是为了迫使其他神灵屈服 并联手进行是神行动吗 玉珠也不禁惊讶地脱口而出 玉虎微微汗手 表示认同 然而 麒麟听到这里 脸上却流露出一丝欣喜之色 他深知神战局势 一片混乱 而在这片大陆之上 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神圣与堕落之间的战火燃起 两族大陆的六大族群 几乎每时每刻 都在消耗着彼此的信仰之力 他完全可以趁此良机 对其中一族发起猛烈攻击 令其天外的神明实力大损 到那时 杀红了眼的众神灵 必定会将这位处于烈士的神明 以及平凡三神一并铲除 而那个空缺出来的神位 则恰好是为他自己预留的 既然你与我说了这些 那今日 你来找我合作 必然不是为了谋求生存吧 亡灵化身的嘴角 带着淡淡的笑意 似乎已经洞悉了对方的意图 然而 玉虎却再次抛出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消息 我已经事先与平凡三族的 五位半神沟通过了 不管神战的情况 到底是否属实 他们都不打算坐以待毙 玉虎的语气坚定 透露出一种决然的态度 你的意思是 他们打算鱼死网破 拉其他种族下水 麒麟惊讶地问道 他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局面 玉虎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 本来我今日 前来是找你借兵的 但现在看来 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你竟然突破了半神的境界 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所以 我认为之前的计划 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他沉思了一番后 缓缓地开口说道 我认为 你应该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神路 毕竟 作为异族的你们 想要成为神灵 应该比我们要轻松得多 因此 这一次 我决定 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我 麒麟满脸疑惑 是的 就是你 玉虎肯定地点头道 七个半神齐心协力 可以轻而易举地 摧毁任何一个顶尖族群 只要你能顺利登上神位 其他种族 便再也无法对我们构成威胁 即使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神明 面对一个 处于巅峰状态的心神 也会有所顾忌 麒麟不解地问 可是这样做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 玉虎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生存下去 并展开复仇 他惊讶地看了对方一眼 瞬间明白了过来 无论是玉虎 还是平凡三神 现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如果这场神战得以阻止 世界重新回归和平 那么他们就有机会卷土重来 而后者面临着灭族之危 必然会向其他种族展开报复行动 至于麒麟 作为一名异域神灵 对这个世界并无太多留恋之情 可这样一来 对方不仅助力自己登上神位 同时也成为了他们坚实的后盾 这似乎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合作关系 所能解释的范畴吧 就在麒麟刚刚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 他便看到对面的玉虎站起身来 突然单膝跪地 只见玉虎一脸庄重地说道 今日 我玉虎自愿加入贵方 成为阁下势力的一份子 其他的玉疆们见到这一幕 顿时都愣住了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 对方竟然会做出如此举动 玉珠率先表态 他本来就无家可归 与玉虎的关系 更是如同亲兄妹一般 所以自然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继续追随 而其他的玉疆们呢 此时此刻似乎也别无选择 于是纷纷在此刻表明态度 我等愿意加入阁下势力 玉虎 真的要做到这一步吗 麒麟看着对方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复仇是我神路上的绊脚石 我必须要完成它 玉虎的语气异常坚定 麒麟也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说道 好 既然如此 我尊重诸位的选择 欢迎加入麒麟王国 平凡三族那边的五位半神 又该如何解释 世神之战 他们阻止不了 若是真的发生 走投无路的他们 也没得选择 玉虎开口解释道 同时扭头 看向玉珠 玉珠 麻烦你了 再走一趟吧 通知他们 第129章 七神联手 果不其然 平凡三族那边的五位半神 同样深知目前所处的困境 他们作为半神 虽然无力阻挡神明的行为举止 但还是能够尽力保障种族的繁衍传承 只要种族没有彻底灭绝消亡 他们便存在着卷土重来 重振旗鼓的可能性 次日清晨 五位半神所做出的抉择 竟然几乎和玉虎毫无二致 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 投身加入麒麟王国 尽管对方拥有五位半神强者 人数众多 且势力庞大 但彼此并非属于同一族群 并不能够齐心协力 团结一心 单就人族而言 他们拥有两位半神级别的人物 然而麒麟王国 恰巧正是属于人族的国度 所以他们极有可能会对麒麟王国 有一些别样的盘算和企图 不过对于这一点 麒麟丝毫不以为意 半神同样需要依赖信仰之力 现如今 他们族群的整体实力 已经大幅削弱 绝对无法成为一名 处于巅峰状态下半神的敌手 与此同时 他们率领着残余部队加入进来 麒麟自然满怀信心地 认为自己能够改变那些底层人民的信仰 毕竟 如果想要在这个地方 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对他本人保持绝对的忠诚之外 别无他法 没过多久 七位半神便再次齐聚麒麟王城 共同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此时 亡灵化身毫不掩饰地 说出了自己的成神之路 消灭亡灵族 其余六位半神听到后 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 因为这完全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甚至可以说 相比于他们原先的预期 亡灵化身的成神之路 显得更为简单直接 神圣和黄金不能成为我们的目标 因为在大陆上已经有神明存在 然而 堕落大陆恰好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所有种族都在向神圣大陆发动攻击 这无疑是我们出手的最佳时机 一众半神纷纷附和道 这一切的巧合 就像是上天精心策划好的一样 而这位异族半神又恰巧属于亡灵族 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据可靠消息透露 不久前 由于先灵族成功登神 天使和泰坦两族 在与堕落势力的战争中处于下风 目前的战场仍在神圣大陆 并未被敌方反攻回防 麒麟补充说道 听闻此言 众人脸上再次浮现出一丝喜悦神色 这意味着 现今堕落大陆上三族的半神加起来 数量可能都不及现场众人 而他们完全能够沿着边境进入堕落大陆 实现对某一族的突袭 只要高层一旦被消灭 要让底层那些缺乏智慧的亡灵转变信仰 简直一如反掌 到那时 麒麟距离成为神明也就仅有一步之遥 那还等什么 立刻行动吧 有人类伴神提议道 但是阁下可别忘了答应过我们的事 另一人提醒道 放心 解决完亡灵族后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堕天使一族 麒麟冷笑一声 在他眼中 只要能登神 先解决哪个族群都无关紧要 只要暂时不去招惹那些 尚有神奇在世的种族即可 这场位于附属大陆的会议 就在众人激动与兴奋的情绪中 悄然落下帷幕 此时此刻 万族大陆之上 各族之间的战斗 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仿佛没有尽头一般 然而 他们并不知晓 一场针对他们的阴谋 正在悄悄展开 短短数日之后 一则震惊大陆的消息 从大陆中心传来 神圣三族在前线战场遭遇惨败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有如一道惊雷 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所有人都意识到 这场是神之战 或许真的即将打响 然而 对于堕落三族而言 他们却感到异常兴奋 由于神圣大陆先灵族的撤离 敌方实力大减 这无疑给了他们 在战场上 获取更大优势的机会 至于神战 他们三族的神明 接触于巅峰状态 与他们并无太大关联 相比之下 眼前的利益 显然更为重要 至于平凡三族的五位半神 早已被双方自动忽视 在神战结束后 他们整个族群 都将面临灭亡的命运 谁还有闲暇去顾忌他们呢 但他们 不知道的是 那五位半神 早已趁着这各大种族 松懈的间隙 在暗地里 将整个大陆上的人类力量 悄无声息地 转移到了附属大陆之上 而由于得到了边境的协助 这一系列操作 竟然进行的异常顺利 此刻 在边境第九城内 这里不仅是离 堕落大陆最近的 一座边境城池 而且与亡灵族的距离更近 此时此刻 七位半神早早就已经潜伏在此处 只等前方半神之间的战争正式打响 或是从天外传来异样景象 他们便会果断出手 整座城内空无一人 连一支军队都没有留下 因为他们此次参与的 乃是一场斩首行动 至于军队吗 要知道 一名亡灵族的半神 在战场上 简直就是一座 可以随时移动的庞大军队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 突然间迸射出 数到绚烂夺目的霓虹之光 那绚丽多彩的光芒之中 蕴含着极其神圣的力量 在天外轰然乍响 这一声巨响 甚至引起了大陆内天空的巨变 一时间 所有的生灵都不由自主地抬起头 仰望着天空 他们不知道 此时此刻 到底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 只觉得 有一股令人心计不已的感觉 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让他们发自本能地 想要跪服在地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在神圣大陆的战场之上 堕落三族也在这一刻倾巢而出 毫无疑问 他们同样 也一直在苦苦等待着 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 转瞬间 天外的神战 和陆地之上的六族混战 变得愈发激烈起来 整片大陆 已然彻底陷入到了一片 前所未有的混乱当中 就是现在 玉虎猛然高呼一声 其他七位半神 随即互相对视了一眼 刹那之间 七道强大无匹的气势 犹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 以雷霆万军之势 瞬间驱散了边境四周弥漫的浓浓黑雾 与此同时 他们的身影 也在这一刻 凭空消失不见 如同闪电一般 朝着堕落大陆 所在的方向 急驰而去 第130章 斩杀亡灵半神 这片土地 仿佛被诅咒一般 一片荒芜 死气沉沉 无数的深渊和沟壑纵横交错 让人望而生畏 这里的树木 呈现出诡异的黑色调 仿佛是从地狱中 生长出来的一般 而地上的杂草 却拥有着超乎寻常的力量 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捕获一只老鼠 成为自己的猎物 这座大陆与边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并没有被污染的黑雾所笼罩 但其恐怖程度 却丝毫不减 任何生物 一旦踏足这片土地 用不了多久 便会被铜化 彻底陷入堕落的深渊 这也是这座大陆得名的原因所在 在这片大陆的深处 亡灵帝国坐落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之中 这里终日昏暗无光 仿佛永远处于黑夜之中 森林中遍布着白色的海骨 树木的枝干 如同灵动的舞者 肆意舞动着 捕杀着每一个胆敢踏入其中的生物 而亡灵帝国的王城 则位于这片广阔的海骨森林的正中央 此时此刻 两名手握弯曲法杖的枯瘦人形 正聚集在大殿之内 专心致志地研究着全新的亡灵魔法 对于亡灵族的领导者们来说 除了发动战争之外 严习魔法 便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为热衷的事情之一 正在两名亡灵族 半神全神贯注的钻研魔法的时候 突然间 一阵剧烈的震动传来 打破了他们的沉思 他们的脸色瞬间变得暴力起来 手持法杖 匆匆转身走向殿门外 想要查明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 仅仅是一眼望去 他们眼中的愤怒便立刻消散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 在海骨森林的边缘 气鼓强大的令人窒息的气息 如闪电般迅速逼近 这些气息所蕴含的力量 冷酷无情 毫不留情地摧残着他们脚下的一切 眨眼之间 原本辽阔的海骨森林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口 周围的树木被夷为平地 化作一片废墟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里 七位半神悬停在空中 宛如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将整个亡灵王城紧紧围住 各位 我们与你们无怨无仇 你们这样做 究竟是什么意思 下方的亡灵族半神仰头 对着天空中的七位身影质问道 这七位半神当中 有五位他们都相识 至于玉虎 此时他摘下了面具 一时间让他们难以辨认出来 这都是堕天使一族的计谋 我们也不过是建立形式 诸位不过坐下好好地谈一谈 我们也可以联合诸位 去偷袭堕落天使一族 另一位亡灵族半神也是 立马补充道 然而 他们根本不知道 七人此次前来的 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复仇 他们沉默不语 紧接着在下一个瞬间 身形猛然一晃 眨眼间便化为了七道 耀眼夺目的流光 如闪电般急驰而下 直扑向下方的那两位亡灵族半神 该死 亡灵半神忍不住怒吓出声 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袭击 他们明显有些措手不及 对方出招毫不留情 杀伐决断之势 展露无遗 显然是 怀着必杀之心而来 现在 天外正在发生着神战 他们很清楚 一旦亡灵族受到重创 将会迎来怎样的后果 就算是神圣三神不对亡灵神出手 堕落两神也不会放过 这个绝佳的机会的 两名亡灵族半神健壮 几乎是在一瞬间 就动用了自己的底牌 一名亡灵族半神 借助了亡灵神的力量 而另一名亡灵神 则调动了整座王城的阵法之力 即便如此 七人也毫无畏惧之心 他们深知 即使对手借助神明的力量 暂时增强实力 这种状态也是有实现的 只要避开锋芒 等待对方神力消散后 再进行反击 即可将其斩杀 我来拖住他们 你立刻去通知 前线回援 亡灵神扭头 看向自己的同伴 心中明白现在的局势 十分危急 必须要由半神 亲自去传递消息 因为外界极有可能 已经被敌方提前封锁 唯有半神的实力 才能够突破这层层阻碍 话必 他毫不犹豫地 裹挟着神明之力 如同一颗燃烧的流星般 冲向七人 七人见识不妙 立即分散开来 无人敢于直面 这恐怖的一击 趁着七位半神的阵型 被打乱之际 另一名亡灵神当机立断 毅然决然地 朝着亡城之外 飞速离去 六位半神心中焦急万分 他们深知 如果放任敌人离去 那么精心策划地 斩杀亡灵族计划 便会功亏一篑 拖住他 无需理会那只亡灵 麒麟咆哮起来 双手紧握着巨大的镰刀 其上燃烧着熊熊黑焰 如同一颗黑色流星般 直冲向对手 其他半神们见到此景 无奈之下 唯有清尽全力 决心与之死战到底 他们深知 自己的优势在于神力 如果能够成功耗尽 对方的力量 那么 这场战斗 就算没有白费力气 这成为了他们 最后一次心理慰藉 然而 就在此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道璀璨夺目的圣光 骤然冲销而起 瞬间净化了四周的一切黑暗 紧接着 一把闪耀着金色光芒的圣剑 刺破云层 以排山倒海之势 从天而降 这是来自一位天使半神的权力一击 目标直指 那位正在逃窜的亡灵族半神 然而 此刻这位亡灵族半神 已然踏出了王城的范围 原本的阵法加持 荡然无存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他根本来不及躲闪 只能仓促地展开防御 突然间 一道漆黑如墨的巨大屏障 毫无征兆地 从他身体四周涌现出来 并以极快的速度向上攀升 眨眼间 便将他整个人严密地包裹起来 与此同时 一柄璀璨夺目的金色圣剑 犹如天降神奇般 从高空急速坠落 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 狠狠地撞击在 那道黑色屏障之上 轰隆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 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 瞬间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这股气息所惊之处 原本生长着茂密黑色草木的地面 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 纷纷迅速枯萎 然后又重新冒出嫩绿的心芽 然而 就在这片耀眼的金光 逐渐消散之后 那位亡灵半神 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正当在场的其他半神们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有些猝不及防之时 一个背后 长有六只羽翼的金发身影 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玉虎看到这个身影后 不禁师生惊叫起来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玉扬 他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突破到半神境界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也是一族 此时此刻 那位亡灵半神 心中充满了绝望 本来应对眼前这七位半神 就已经让他感到力不从心了 如今不仅消息无法传递出去 更糟糕的是 居然又多了一名实力强大的敌人 该死 难道天要忘我亡灵族吗 第131章 灯神 神圣大陆 六族战场 当堕落三族察觉到 几方被偷袭时 已经为时已晚 即便亡灵半神 能够借助神明的力量 但却依旧没有绑下王城 因为其他人根本不会想到 围攻他的 整整有八位半神 他是活生生被耗死的 后方被偷家 亡灵族当即放弃了前线的优势 果断撤军 向着亡灵帝国返回 失去了亡灵族的援助 仅凭堕天使族与恶魔族 已经很难在神圣大陆取得优势 无奈地他们选择了撤军防守 同时也开始回源堕落大陆 与此同时另一边 除却亡灵帝国发生的变故以外 几乎所有的一流种族 全部都在遭受着侵犯 这也是麒麟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一流种族 例如狼人族 血族等等 以他们族群的实力 是很难供养出一位半神的 但这一点对于其他化身 却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他们还有着自己的兵种 此刻诸多化身皆为圣域级 几乎可以凭借一人之力 就能对他们所属的这些种族 形成碾压 当然 为了以防万一 在亡灵帝国的战争结束后 麒麟还是让天使化身 前往去帮助其他分身 快速完成任务 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 诸多种族分分一主 这些分身们 也成功将整个族群的信仰之力 全部汇聚几身 期间包括狼人化身 吸血鬼化身在内的 以及鬼族化身 影族化身等等 纷纷晋升半身 此刻麒麟的麾下单单是自己 半神的数量 就已经达到了二十余位 抛开神明不谈 他俨然 已经是大陆上的最强势力 如今没有灯麟半神的 便只剩下几位顶尖种族的化身了 分别是龙族 恶魔族 泰坦族 比猛族 仙灵族 堕天使族 巨魔族 这七位化身 除此之外 但凡不受到种族天赋限制的 如今 均以灯麟半神之境 而前者 因为所在的种族 实在是太过强大 又或者因为个别原因 麒麟选择让他们放弃 信仰灯神的方法 改为修炼法则 其中 玉虎便是修炼法则灯麟的半神 对于这一点 麒麟也不算是一窍不通 只不过 进程会有那么一些缓慢而已 当然 以他如今的这个实力 已经不缺少时间了 另一边 堕落大陆亡灵帝国境内 亡灵化身静静地矗立在这里 在他身旁的 还有玉虎 至于那五位平凡半神 已经前去祖籍赶回来 支援的其他亡灵半神了 对方在不明情报的情况下 竟然不带着自己的们盟友一起 反而是独自返回 简直是愚蠢至极 面对五位半神的围剿 他们没有机会活下来的 然而 此刻的亡灵化身 却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个灯神的奇迹 他不需要亡灵神真的战死 哪怕是出现衰退 或者减弱的迹象就足够了 只要能够证明 天外的几名半神 正对他出手 不过 他还有一个更简单直接的办法 那就是 彻底消灭亡灵族 那样一来 他所召唤的亡灵族 就会成为万族大陆的正统 到时候 灯神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那样太麻烦了 而且 他也不想白白地浪费这么多的信仰之力 东边的天空 猛然传出一道乍响 两人寻声望去 知道是针对亡灵神的围剿开始了 不到一个小时 动静平息 五位三族半神全然归来 甚至都没有受到什么太过严重的伤势 解决了 他们的心情大好 因为这样 距离计划完成又进一步 好 这样一来 亡灵神的力量 已经被削弱到最低 基本上与你们的神明相差无几 其他种族的神明 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麒麟直言不会地说道 五位半神温言 也是叹了一口气 自己的神明正在遭到猎杀 而他们在大陆上 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唯一能做的 便是联合所有能够的联合势力 把这坛谁搅得更浑 堕落大陆风云变幻 短短几天的时间 便已经天翻地覆 返回的堕天使与恶魔 两族 同时要兼顾前线的战争 与后方的防守 根本无暇顾及混乱的亡灵族 甚至到了现在 他们还不知道 对方已经全灭的消息 这一天 天空爆发出璀璨的光滑 无数绚丽的能量 宛如彩虹一般 从天落下 晴空万里无云 惊雷滚滚乍响 这一刻 万类俱寂 所有的生物 都陷入了一阵悲伤之中 唯有半神不受到其影响 很快 天空便开始下起了红色的雨 不知道是血还是水 端坐在亡灵帝国 王城废墟上的七人 宛如雕塑 也是在沐浴血雨的这一刻 他们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身躯开始挪动起来 有神明陨落了 是时候动手了 麒麟低河一声 周围六人互相对视点头 下一秒 一道漆黑的能量冲天起 散发着无与伦比的血脉气息 这股力量 只有亡灵族才能感受得到 而他释放出的信号 便是要在这里 集结所有的亡灵一族 凭借着自身的等级压制 让这些低等生物改变信仰 然后祝自己登神 无边无际的亡灵大军 开始向着亡城废墟汇聚而来 他们就像是平时一样 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异常 就像是亡城内的某位大人 正在召集他们一般 不过这次发出的能量 更加纯粹 更加趋近于完美 纵观整个亡灵族历史中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存在 另一边 平凡争霸大陆 麒麟王国的亡城之内 麒麟战在城墙之上 看向城内人山人海的领主 以及兵种 组织成员 本土生物等等 他的嘴角服 献出一丝笑容 缓缓开口 神明陨落 大陆巨变 身为一国之主 我绝不会袖手旁观 坐以待毙 王国已发展圆满 我也必将会 带领诸位 登陵万族之殿 今日 我麒麟王国 便在这神明陨落的见证下 登陵帝国 最终之战 即将打响 沸腾吧 他的话声震久消 瞬间便传遍了 王城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刻 无数的领主 闻言纷纷兴奋了起来 他们高声呼喊着麒麟的名字 眼中透露着渴望 无数的信仰之力 漂泊而出 缓缓汇聚其上 第132章 融合分身 灯灵巅峰 天地异象宛如潮水一般 在这几天之内 接连不断地发生 整个天穷都被染成了红色 似乎是在诉说着神明的哭泣 四尊神明陨落 而其他参与此战的神明 也全部都受伤颇重 他们也开始修养生息 打算以信仰之力 缓慢修复自己的伤势 而巨魔 笔蒙 仙灵三族的神明 自灯灵天外以后 便再也没有返回 此时的大陆 除了神圣 与堕落两族大陆之间的战争以外 大陆内再也无神明 他们根本不知道 已经有一位新的亡灵神诞生了 除此之外 金灵族与矮人族的两具 化身同样也在暗中筹备着 灯神事宜 至于人族 麒麟没有人族化身 因为他的本体就是人族 信仰神的局限性颇大 所以他并没有选择灯神 由自己的分身 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是如今最好的办法 堕落大陆上风起云涌 长时间的战争 也让两族的族群力量 消耗得有些严重 毕竟他们的对手 也不是什么臭鱼烂侠 就在他们在前线 与神圣三族 打得不可开交之际 大陆上的所有种族 竟然联合起来 突然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起初的两族并没有在意 因为一流种族 与顶尖种族的实力差距太大 他们根本没有将其放在眼里 本以为是天使族的阴谋 毕竟这群家伙 最擅长蛊惑人心 可很快 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 这些一流种族的数量极多 每座大陆 最少也要有五六个 而堕落大陆的一流种族 却是最多的 族族十几个 而他们这些小种族的领导者 竟然清一色的全部都是半神 十几名半神围攻一个顶尖族群 任谁都不可能抵挡得住 两族迅速撤军回防本土 就在天使族 还在幸灾乐祸之际 他们同样也没能幸免 遭到了数个小种族的全面进攻 几日后 仙灵族四位半神仅剩最后一名领导者 他们宣布退出了神圣联盟 开始寻求自保 可所有种族都不知道的是 如今的仙灵族 已经完全掌握在了仙灵化身的手中 至于他们头顶的那位新晋神明 底层民众都被完全掌握的情况下 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威胁 又过了几日 堕天使族与恶魔族大败 可令人不解的是 这些联合在一起的一流种族 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 甚至在摧毁了对方的王城 诛杀了半神以后 离奇地选择了撤军 就连打下的领土 都不曾侵占一丝一吼 两座大陆的争端终于停止了 可是战争却并没有结束 一个月后 一向不理大陆事务的龙族 掀起了一场内乱 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只知道双方已经剑拔弩张 随之准备开打 而身为小弟的巨魔族与比猛族 也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战队 他们全部选择了战队年轻一派 龙族高层当然也明白 两族的神明就是新晋神明 战队一边也并不奇怪 迫于压力 龙族内部最终决定以实力说话 双方的最强者进行一次决斗 胜者即可继续领导龙族 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内乱 造成其他不必要的损失 最大限度地保留实力 双方自然是欣然接受 几日后 龙族再次统一 一位新晋龙族半神 以绝对的实力登顶王座 成为了龙族新的最高统治者 龙族统一的第二日 黄金大陆与黄金争霸大陆完成合并 彻底形成了一座领土 与此同时 平凡大陆与堕落大陆 也纷纷与其附属大陆完成了融合 除了边境之间分割的黑雾以外 整座大陆如今俨然已经是一座整体 一个月后 除平凡大陆以外的 其他三座大陆之上 纷纷升起升起数道光芒 各族恶然 万族俯首 他们无一例外 全部都在这股能量之间 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恐怖 以及神圣气息 让人忍不住想要下跪 而目前 唯一还有主权的天使族 却是面色骇人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 这时有新神在诞生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一下子诞生出这么多位神明 就在他们疑惑不解之际 天使帝国的境内 竟然也升起了一道金色 贯穿天际的光束 天使族境内也有 新的天使在登神 他们惊了 携带着庶民半神利马 前往了光束所在之地 见到了却是一个金发女孩 对方神圣所散发出的 天使血脉 无比浓郁 甚至比他们这些 自称为贵族的天使血脉 还要高尚许多 最重要的是 他们根本不认识 眼前的这名天使 你是谁 半空中的天使 半神怒斥着 天使化身笑着转身 直言不讳 一族 所有天使族高层 大吃一惊 瞬间明白了眼前的局势 也可以说是大陆上的局势 可还莫等他们 回过神来 周围却是已经升起了 二十多道身影 他们来自各个种族 全是青一色的半神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当然 这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数日之后 万族大陆 已经彻底恢复了平静 所有的种族 全部都生活在 一片祥和之中 这一切的一切 就仿佛是麒麟 刚刚穿越来到这个时一样 此刻的麒麟帝国 王城的大殿之内 里面没有别人 只有麒麟自己 人数多达几十人 他们是麒麟 自始至终利用 本源所化的所有分身们 这一刻已经全部聚集在这里了 在这其中有半神 有圣域 更有神明 他们形形色色 形同一人 却又不完全是一人 整座世界的信仰 已经被我收入囊中 我也发现了一条全新的路 只要解决天外的那些神 就能将这里完全掌握 成为一个远超神明的主宰 麒麟看向所有人 郑重地开口说道 本尊 你无需解释这么多 大家都是出自一体 谁不明白 王灵化身接化道 随后他看向其他人 大家 开始吧 其他化身们 对视了一眼 也纷纷点头 麒麟没再说话 而是沉默地看向所有人 下一秒 每个人的身上 都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芒 直冲天际 携带着恐怖的气势 席卷了整个万族大陆 片刻之后 大殿内空无一人 只剩下一颗颗 漂浮旋转 带着无尽伟丽的本源能量 随着麒麟张开手臂 所有的本源 也都在这一刻 全部融合进了他的体内 紧接着 大陆巨阵 日月同天 恐惧地看向那道方向 两颗半钟以后 一道无形的能量扩散 而出碗如风暴 一般开始席卷 整座万族大陆 荒芜的大陆 长出了绿叶 即将枯死的树木 也重获新生 经历战争洗礼的将死生物 重新站了起来 它们虔诚地跪倒在地 边境的黑雾 也在这一刻 如冰雪般消融 被这股污染 一分为似的万族大陆 终于也在这一刻 重新归位了一处 天外 八位神明 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纷纷惊愕地看向大陆之内 视线穿过 无限虚空 仿佛要看透一切 可也就是在这时 守护了万族大陆 多年的防护罩 彻底消失 还不等它们惊讶 一道人影 就突兀地出现了 在八神的面前 麒麟的嘴角 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诸位 何故在我的世界之外游荡啊